河方街航城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这里汇聚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老字号店铺和商场 从早到晚 游人如知 熙熙攘攘 哪怕是街尾相对偏僻的位置 时不时也会有游人经过 一个长相俊俏帅气的年轻人 却早早地将商铺关门 几天前 陈宇接到一通电话 他国外的旧老爷将一间古玩店留给了他 当他欣喜地接手后却发现 里面已经成了杂货间 没想到 在他整理时 碰到书架上的暗格 调出了一本名为天机册的古籍 依古籍所说 天机册可以窥破天机 只要帮助别人改变命运 就能获得修为得以成仙 陈宇本来还以为只是一本胡编乱造的杂书 但在一番好奇的翻阅后 他竟然真的学会了窥破天机的能力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试一试 但让他犯难的是 这个能力有个限制 那就是需要别人去找他 这可把陈宇难倒了 现在信这些的本就越来越少了 更何况他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 谁会找他算命啊 陈宇琢磨了半天 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 那就是当一名心理医生 正好他就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 只要有人找他看心理专业方面的问题 他就可以顺便一起看看 于是 陈宇就把古玩店简单地清理一番 改成了心理咨询室 只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有这方面需求的人一般都是去医院 其他都是找有点名气 或者有一定规模的机构 像他这种一个人的咨询室 除非有人介绍 不然基本上是无人问津 事实也是如此 陈宇在店里独守几天 路过的行人就没一个停下脚步 到他店里面询问的 直到前天 陈宇偶然看到虎鱼直播 邀请心理咨询师 进行心理健康科普的启示 他知道 宣传自己咨询师的机会来了 哪怕看直播的 不一定在航程 线上他也可以视频推算 陈宇果断联系了平台 却被告知 应邀的人太多 回去等通知 但当决定此次活动的钞管 看到陈宇的照片后 就直接敲定了他 所以今天陈宇 才早早关了商铺 上到二楼 为晚上的直播做准备 在钞管妹子的热情协助下 陈宇很快调试好直播设备 晚上七点 陈宇准时开启了直播间 周可欣 是虎鱼直播的 一名游戏主播 凭借着自身出类拔萃的 身材长相 以及幽默诙谐的直播风格 吸引了相当多的粉丝关注 只是几乎全年无休的他 最近却休息了好几天 今天周可欣本来也是打算继续休息 让自己的好闺蜜待播的 但当他看到群里钞管宣传 今晚有心理咨询师 过来科普心理健康知识的时候 周可欣立马询问 钞管能不能和心理医生进行连麦 钞管见到是周可欣想要连麦互动 高兴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不答应 能够和平台前列的大主播连麦 可比方首页引流的效果还要好 毕竟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谁有 还是少之又少 周可欣得到钞管的答复后 顶着不是从床上爬起来 最近他之所以休息这么多天 就是因为精神状态不大好 根据症状查了肚娘 显示是抑郁症 都说主播人均抑郁 可能最近压力真的有点大了 不知不觉中就得了 周可欣本想去医院看看 却凑巧撞上一个月里不方便的几天 没想到今天就有心理医生 过来平台科普 这不正好可以帮他看看 于是周可欣在心理健康科普 开始没多久就开启了直播 哟 这不是失联主播周姐吗 怎么想起来自己直播了 难得主播自己开播呀 再不开播直播间就换主人了 主播不舒服就多休息 我们不介意的 狗头表情 对 以后安安就做一台吧 做个人吧 没看主播脸色不太好吗 周可欣刚开启直播间 就有大量的粉丝涌入 一见到是周姐 而不是最近带播的安安 纷纷调侃起来 周可欣看到这些弹幕也不生气 这几天也是多亏了 她这个闺蜜 不仅帮她带播 还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所以看到自己的粉丝 喜欢看闺蜜安安直播 反而挺开心的 之后等自己好了 或许可以问她 愿不愿意继续做自己的二台 她也就不用播那么久时长 有时间停播休息 好久不见了 家人们 虽然头依旧有点晕晕的 但周可欣还是微笑对着镜头 和粉丝打招呼 你们那么喜欢安安 那我以后可要多停播休息了 周可欣洋装生气道 直播间的粉丝听到这话 瞬间一边道 别啊 我还是喜欢看抽象的周姐 安安是谁啊 不认识 好了 我还不了解你们 安安就在隔壁房间 等一下可还会过来帮我带播的哦 对于粉丝随时叛变的行为 周可欣早就见怪不怪了 最近一直休息不好 刚好有位心理医生 来我们平台科普 我们先一起去看看吧 随着周可欣输入直播间号 一大波粉丝观众也随之涌入 当直播画面显现出来的那一刻 要不是标题写着心理健康科普 周可欣还以为自己是不是尽错直播间了 他没想到来平台做心理健康科普的医生 这么年轻 还这么帅 就算是明星也不过如此吧 周可欣感觉整个人瞬间好了许多 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跟陈宇视频连卖了 随之而来的粉丝 也无疑被陈宇的颜值惊讶到 卧槽 这确定是心理医生 这颜值快赶得上我了 不去当明星可惜了 快要科普完心理健康的陈宇 此时也注意到 直播间突然涌入了大量的水友 他知道 刚刚超管发消息给他 要和他连卖的大主播来了 虽然之前平台首页推荐 让他一个新人直播间 断断续续有人进来 但很快就点出去了 只有少数留下和陈宇互动 而这些留下的水友 从发的弹幕不难看出 他们都是女粉 果不其然 电脑这时也弹出了一个主播周可欣 申请与你视频连麦的窗口 这送上门来的机缘 陈宇怎么可能不抓住 他随即点了接受 陈医生 你好 平时一向大大咧咧的周可欣 此时却一副娇羞的样子 两个直播间顿时满屏的问号 几天没见 周杰咋变成这样了 这还是我认识的周杰吗 信不信我框框就是两全 陈宇并没有受弹幕的影响 微笑回应 你好 听超管说 你有心理方面的问题 要咨询我 嗯 最近我一整天都感觉法里没精神 又睡不着 心情烦躁 周可欣点了点头 是心理方面出现问题导致的吗 有没有 做什么都没乐趣 自责 自罪 自我感觉差 不想和人交往 这倒不坏 陈宇接连问了几个问题 但从周可欣的回答和表现来看 陈宇感觉不像是有心理问题 这样你把美颜滤镜关了 我帮你看看 陈宇打算直接运用天机测的能力 不管什么原因导致的都能知道 好 周可欣下意识地回了一声 不过立马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正常不是应该给他做心理测试吗 虽然他没去医院 但也上网查了 如果去医院后会怎么筛查 是不是得了心理疾病 陈医生 你刚说的是关美颜滤镜 周可欣有些不敢相信的 再次重复了一遍 是的 古人常说相由心生 就是人的外在相貌 会受内在心地或心境的影响 陈宇一本正经地说道 甚至一个人的个性 心思与精力 都是可以从面部特征表现出来的 怎么可能 周可欣脱口出道 从面相看出一个人的个性 他觉得还有一点可能 但精力就有点过了 而且怎么感觉像是算命 不过周可欣 还是关了美颜滤镜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乐于尝试和探索未知 陈医生 好好看哦 对自己素颜 还是比较自信的周可欣 略微调皮地说道 直播间的水友 却全都傻眼了 主播 这就信了 要不是官方请来的 我都以为是骗子 绝对不可能 我就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 是有一门微表情心理学 能依据瞬间闪现的面部表情 揭示人的真实感情和情绪 但也不可能看脸 就了解人的精力 管这么多干嘛 这样不好吗 刚好能看周姐关掉美颜后 差距会不会很大 咦 周姐还是素颜啊 也太好看了 其实不需要关掉美颜滤镜 陈医也能使用天机册 只是 对着有美颜磨皮效果 完全看不出 五官和气色的脸会 显得太过于离谱了 陈医眼睛微闭 再次睁开 周可欣的一生命运 像方电影一般 在她眼前一闪而过 正当周可欣想要开口询问时 你前额正中发际线 向下突一肩 形成肩着 为金鸡着印堂 又名美人肩 这个嘛 周可欣眼睛向上一跳 抬手摸了摸额头 这能看出什么 陈医不仅不慢道 说明 你从小父母离异 缺乏家庭照顾 这使你个性特别执着 但学业却不如意 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 只能就读中专 为不受欺负 对外表现得很强硬 实则内心十分虚弱 中专毕业后 想闯出名堂来的你 却因学历底被瞧不起 处处碰壁 只能在一家动漫主题的咖啡厅打工 机缘巧合下 你和其他打工女生 组成女团出道 虽然有着一腔热血 但女团偶像产业的不成熟 以及包装宣传 都没有做到最佳效果 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在做女团的过程中 你偶然接触到电竞行业 你抓住机会 通过学习 成为一名游戏主播 靠着强大的整活能力 收获大批谁有粉丝 周可星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表现得很惊讶 陈宇说的这些经历 他直播时候 或多或少讲过一些 虽然没这么详细 但只要根据他讲的信息 顺着去查 还是能查到的 至于家庭情况 以及早年经历 周可星倒没觉得有什么 反而用自己的经历 劝粉丝要好好读书 为此还吸了不少粉丝 话说 这位帅气的陈医生 对他这么了解 难道是他的粉丝 还是官方为了做节目效果 给他提供的资料 陈医生 也是我的粉丝吗 陈宇听出周可星话里的意思 显然还是不相信他 我讲一些别人都不知道的吧 你读中砖的时候 有学姐扬言要揍你 一向很耸的你 吓得不敢住校 每天坐公交回家 一次上完晚课回家 你被人尾随 别说了 周可星此时脸色大变 连忙打断道 当时他年纪小 整个人都吓傻了 回去后也没告诉爸妈 之后更是没跟任何人提起过 可以说 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的 好 陈宇点了点头 没有继续说下去 直播间的水友却不淡定了 纷纷刷起了弹幕 瞬间就把整个直播间铺满 不会吧 这是真的 周姐不会是 别乱说 可能没事呢 主播快说 后面到底怎样了 周可星见谁友都想歪了 正准备解释时 陈宇已经开口 后面不是你们脑补的那样 你们周姐虽耸 但不会下软脚 最后跑得可快了 周可星难得脸红了一下 随后 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陈宇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陈宇脸上没有丝毫变化 自然 从你面向看出来的 不可能 我不信 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人的情绪会影响神经地质 进而改变人的面容 此话一出 只有初中学历的周可星 一时之间梦了 直播间则是出奇的一致 这剧情不错 我差点就信了 行了 别演了 打分八分 满分一百 周姐 演技不错 可以往影视圈发展了 这要是能看出来 我当众穿笔精密 嗯 我觉得可以是真的 确实 几乎所有谁友都不相信陈宇 通过看面相就看出周可星以前的经历 显然是事先准备好再做节目效果 陈医生 那你看出我最近精神不好的原因了吗 周可星知道他再怎么解释 谁有也不会相信的 强压心中的疑惑 问出此次连迈的目的 是抑郁症吗 陈宇摇了摇头 不是 正当周可星要询问原由时 陈宇再次说道 不过等我说了原因 你就会抑郁了 哇 这心理医生太搞笑了 等我说了原因 你就会抑郁了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今天听到的最好笑的笑话 这心理医生前身是不是逗梗演员啊 太有梗了 就算是剧本我也接受了 这节目效果直接拉满 直播间内的水友们此时再也绷不住了 弹幕瞬间笑作一团 陈宇并没有受弹幕上的影响 不仅不慢说道 你把你旁边的杯子拿过来 周可星一脸不解 不过还是按陈宇的话 将一旁的杯子拿了过来 这个吗 这是我闺蜜怕我扛不住 直播前特地丢准备的感冒灵 一提到自己的闺蜜 周可星可来了兴趣 我跟你们说 我们俩可是神仙闺蜜情 记住网址MQX2 瞧她那一脸炫耀的语气 神气极了 我最近生病 可全都是她亲自照料呢 得亏有她在 不然我还真搞不定 这两天 我跟丢了魂似的迷迷糊糊的 可难受了 你们可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这傻牛边说着 还不忘关心关心谁有 她又端茶又倒水的 还给我做了好多爱心餐 没事还帮我顶顶直播呢 这可不是一般闺蜜能做到的呢 谁有没一听 羡慕极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那闺蜜天天摆烂 希望彼此能报复包养自己 快把你闺蜜挂上小黄车 有多少 我要多少 别拦我了家人们 我现在就去把周姐闺蜜抢回来 陈宇轻笑一声 对周可星的话没做评价 这么说 你们关系还真好 周可星听后 头跟筛中式的指点 那肯定了 她丝毫没意会到陈宇言外之意 只见陈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唉 这虚假的情谊啊 周可星一脸猛地看着屏幕前的陈宇 弹幕上满屏问号 陈宇淡淡道 你最近是不是起初会突然很兴奋 容易激动 但过会头胸闷气短 嗯 你怎么知道 周可星听后一愣 好家伙 这位陈宇医生还真是神了 说的和他现在的症状 几乎一点不差 难不成真是个活神仙 你把杯子里的感冒淋到了 只留最后一点 周可星听后 乖乖照做 当感冒淋即将到完之时 陈宇开口问道 杯底是不是有些残留的粉末 这是中程药颗粒 如果没完全融化 会有一些的 可能是安安忙 忘了搅拌吧 陈宇听后冷哼一声 确定 你自己仔细看看 周可星瞪大眼睛看向杯底 这才发现了一样 正常感冒零颗粒 应该是成褐色状 可在他的杯底里 赫然发现了一丝细微的白色粉末 虽然只是一点点 眼睛不好的人 根本注意不到 这一细小的细节 周可星瞬间觉得全身冰冷 越想越后怕 这 这是什么东西 语气都在颤抖 陈宇早就猜到周可星的反应 淡淡地说道 这是一种治疗精神疾病的药 学名叫安非他命 如若过度使用 会导致神经紧张 头晕头疼等诸多不适 长期使用 会导致肝肾功能衰竭 前者就是你现在面临的症状 不仅如此 这东西还会上瘾 周可星全身颤抖 脸色发白 这才反应过来 难怪最近起床直播越来越困难 整日头晕欲裂 精神萎靡 原来是人下药了 谁有门看到这也激动了起来 没想到今天这场直播 居然还见证历史了 真刺激啊 周可星语气颤抖地问道 陈 陈医生 我杯子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这就得问你自己了 感冒灵怎么来的 周可星愣了一下 瞬间明白 这段时间都是他的好闺蜜 安安照顾他的 由于状态不好 安安担心直播时会没精神 每天贴心地给他准备了咖啡 结果反而越来越不好 这答案还不明显吗 周可星实在想不通 安安为什么会这样做 难道是想自己倒下后 他就能顺理成章地 将粉丝转移到他那里去 一想到这 周可星心脏抽筒了一下 平日里周可星可没少给安安介绍资源 日常生活里更是百般照顾 实在想不到他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我对他已经够好的了 周可星语气明显低沉了不少 他还在隔壁房间 我要去找他对峙吗 陈宇一脸黑线 这粗线条的女人 你都被人下药了 不先报警 留着过年啊 周可星这才反应过来 不行不行 我得先报警才行 一想着自己身处这样的环境 就不由得心慌 随后慌慌张张地摸寻桌上的手机 直播间见证这场直播的水友们 震惊了 卧槽 见证历史啊 这样的剧情在生活中 居然真的存在啊 不会又是剧本 演戏欺骗我们感情吧 感觉不像啊 真是剧本估计也不敢报警吧 妈一夜 我听着都后背发凉了 弹幕滚动的速度快到难以看清 知名美女游戏主播被吓药 这可是大新闻啊 一定能上微博热搜的程度 就在大家看热闹不闲事大时 有人闯入了直播间 可欣 不要 只见她身穿着紧身包囤裙 净嫌火辣性感的身材 前凸后翘 让人垂涎三尺 清纯娇嫩的脸和身材 形成强烈反差 此刻正眉头紧锁 死死盯着周可欣的手机 正是周可欣口中的好闺蜜安安 刚得知消息 就慌慌张张 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 这事要是被立案 她的可就完了 她一把拦住周可欣的手 不能报警 这件事闹大了 对我们都不好 无论如何 咱们私下处理 行吗 她这番话的语气略带祈求 泪眼汪汪竟显可怜模样 周可欣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最亲的朋友 捅了自己一刀 眼前闪现的一幕幕 全是当初闺蜜的美好情谊 求你了 可欣 别报警 安安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 膝盖闷声一响 与木地板来了的亲密接触 你 周可欣愣在原地 不知如何是好 可欣 饶了我吧 我真是冲闺头脑才会这样 安安见周可欣一副狮神模样 立刻拽着她的衣角 淒厉哀求道 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情谊 真的要闹成这样吗 周可欣犹豫了 说到底 他们以前也是有过一段快乐时光 心里始终为安安安留了一席辩解之地 周可欣看向屏幕前的陈宇 询问道 陈医生 话还未说完 陈宇微微一笑 周女士 我只是个医生 一切都只能你自己决定 周可欣一愣 这才反应过来 陈宇只不过是个心理医生罢了 要怪就怪 刚刚陈宇的那一番操作 实在是给周可欣留下了刻板印象 这哪里是心理医生 根本就是无所不知的大师啊 周可欣犹豫片刻道 他既然已经知道错了 这次就算了吧 陈宇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我是不建议 你这么做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悔改之心 你冰箱里的三明治理 全都被下药了 再吃下去 都快吃成傻子了 周可欣一听 脸色瞬间苍白 心底最后一丝姐妹情意破灭 好 谢谢陈医生 我现在就报警 身旁趴在地上的安安 一听极了 竟直接上手 抢夺周可欣的手机 同时恼怒的吼道 不许报警 你敢报警 我就完了 直播间一下子陷入混乱当中 水友们间这副情况 不由得也担忧了起来 我去 这封女人想干嘛 快离我周杰远点 气死我了 这女人果然是疯了 好吓人 正当网友们想看看现场局势的变化 周可欣的直播间就被强行关闭了 水友们屏幕前弹出一个窗口 您所观看的直播已结束 好几千观看直播的粉丝们 瞬间猛逼 正看到精彩部分呢 你给我换台了 这特么不是要我命吗 晚上睡觉都合不了眼了 所有粉丝心里都痒痒的 不少粉丝直接搜索陈宇直播间 想去看看后续 刹事间 陈宇的直播间人数飞快上涨 从几百个变成了几千个 再到上万 甚至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源源不断的粉丝涌入直播间 要知道 虎于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可都是真实的 直到观看人数接近三万 这才稳定下来 而此时陈宇的后台 早已流言满天 刚刚陈宇的表现 已然得到谁有的认可 不管是不是节目效果 都不吝啬给陈宇一个关注 这件事的持续发酵 吸引了不少慕名而来的吃瓜群众 涌入陈宇的直播间 刚刚真是好吓人 不知道周姐报警成功了没 不知道啊 我看着都替她捏了一把汗 别担心 我刚刚替她报警了 果然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为了点破钱 居然做出这样的事 陈医生 后面怎么样了 周姐她不会有危险吧 陈宇缓缓开口道 别担心 她没事 有关部门马上就到了 耐心等待 过一会她会开播亲自告诉你们的 一听陈宇这么一说 谁有门才放下心来 看到这儿 很多人才回过神来 心里不禁犯嘀咕 本来不少人都质疑陈宇和周可星 联合起来唱双簧 演剧本薄流亮 现在这场面搞这么大动静 反而不像剧本炒作 当然也有不少意志坚定的水友 仍然怀疑这是剧本 不是 你们这就信了 这妥妥的剧本 就是算命大师来了 也没这能力 陈宇却一点不在乎 现在这么多观众 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 继续寻找下一位受害者 不对 是需要心理咨询的来访者 还有没有要咨询的 陈宇话音刚落 立刻就有一个网名 挨地位櫻花树下等雨 得帝皇爵位 抢先申请联麦 随即一身运动装 戴着黑矿眼镜的年轻小胖子 出现在屏幕内 身后琳琅满目的奢侈家居 无不透露他家境的身后 陈宇脸上没有丝毫变化 带着微笑 这位水友 你好 你好啊 陈医生 樱花树下等雨一上来就主动得很 谈笑道 我可是周姐的老粉 之前在别的平台 一路追到这来的 她在别的平台 我就是老粉头了 直播间那小部分 谁有也都知道 周可欣之前在另一个平台 那是一姐一般的存在 在这平台 很多心粉刚关注她 确实不知道这回事 陈宇听后摇头 一脸严肃道 不是 不是什么 樱花树下等雨听后一惊 你之前确实在别的平台 对她有所耳闻 不过连关注都没关注 来这边 也是刚刚才吃瓜赶过来的 其实你平时根本就不喜欢看她直播 樱花树下等雨一脸猛 你怎么知道的 不由心中不解暗道 难不成我身上安了监控 这么淡定的扯谎 都能被识破 真是见了鬼了 陈宇微微一笑 轻止了指自己的眼睛 我可是一个心理医生 每个动作和表情 在我眼里都是在传输信息 所以对我说谎是没用的 好吧 这你都看得出来 樱花树下等雨一脸郁闷 看到这儿 其他谁有一阵躁动 有些惊讶 我去 怎么可能啊 完全凭空就能看透 我心来的 这是又找得拖吗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另一边 被揭穿的樱花树下等雨 直接敞开说道 我确实是刚刚吃瓜才赶来的 这次上麦就是想弄清楚 你们是不是在搞剧本 不可能有人能回溯过去 知晓未来 尤其是你后面越说越离谱 就像你亲身在现场一样 我就知道 你们是事先商量好的 关键时刻断掉直播 就是不想被发现 你们没有真的报警 因为你们知道真的报警了 你们就没办法收场了 樱花树下等雨阵阵有词 越说越来劲 似乎真的像是 看穿了他们的套路一般 陈宇清笑道 你既然不相信 何不自己试试 试试就试试 你如果能准确说出我的个人经历 我打赏你二十个嘉年华 樱花树下等雨 自小满身反骨 心里发下狠话 是要揭穿这场骗局 你生于富裕家庭 从小最不缺的就是钱 陈宇慢条思理道 又因为 就这 不等陈宇说完 樱花树下等雨面露不屑 还敢说 你们没有眼双黄 自己露线了吧 樱花树下等雨当场化身死神小学生 脸上写着几个大字 真相只有一个 你是骗子 我刚刚承诺 你如果说得准 我打赏 给你二十个嘉年华 这句话 证明我不差钱 只要稍加分析 谁都能猜到 我出生富裕家庭 樱花树下等于冷笑道 6666666 死神小学生本神 你们瞧 他身后的卧室装修富丽堂皇 百分百富二代吗 走了走了 实锤主播是骗子 鉴定完毕 瞬间 弹幕满天飞 陈宇淡淡一笑 你人生中最骄傲的一样东西 是卧室床头那面 写有小英雄的锦旗吧 床头位置 挂着一面已经褪色的红色锦旗 左下角写有五个小字 某某部门赠 上小学时 你在独自回家的路上 被一男一女两个人贩子绑架 你想装吃傻 令两名人贩子 对你失去戒心 之后的一天晚上 你趁着人贩子睡着 逃出窝点 找到相关部门报案 又亲自带路 协助警方抓住了这两名 作恶多端的人贩子 而那时 你只是一个七岁的孩子 陈宇每说一句 樱花树下等于脸色就震惊一分 到后面 嘴巴张得大大 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十几年前的事情 陈宇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主播真是心理医生吗 我感觉更像是大仙 哥们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还问什么 你没看他那副震惊的样子 一些心思聪颖的水友 已经从樱花树下等于的表情中 得到了答案 大师 您真是神了 樱花树下等于大叫一声 快速点击鼠标 连续不断送出嘉年华 一时间 直播间里炫彩不断 三千一个的嘉年华 为陈宇带来的不但有金钱收益 还有大批文风进来的薪水友 这位患者不要乱说 我不是大师 我是医生 请教我陈医生 陈宇画风一转 语气变得玩味起来 不得不说 你的口味很独特 看到主播间人数直逼十万大关 陈宇决定放个大瓜 此话一出 直播间谁有脑中 浮现出无数问号 主播又在故弄玄虚 我喜欢吃辣豆腐脑 也算口味独特吧 烧死这个异端 不同于乱发弹幕的逗逼谁有 樱花树下 等于心里咯噔一下 你父母忙于生意 导致你们一家人聚少离多 久而久之 你变得极度渴望亲情 随着时间推移 对于亲情的渴望 开始影响到你的子欧品味 不同于其他年轻人 你对富白貌美的大长腿小姐姐 毫无兴趣 只喜欢三十岁以上的少 可嗨嗨 大姐姐 瞥了一眼屏幕里的樱花树下等于 陈宇又放了个大招 从成年开始 你一共追求过九个 年龄超过三十岁的大姐姐 其中三个是黎翼 带着娃的单亲妈妈 此话一出 直播间飘起无数弹幕 哥们 你口味果然够独特 年少不知阿姨好 错把少女当城堡 少年就知阿姨好 可惜阿姨嫌我老 楼上两位 真乃我被楷模 你们与那曹贼合一 阿姨 呃呃 吃饭饭 富二代的精神世界 这么丰富多彩吗 樱花树下等于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陈进士体验了一把 啥叫当场射死 陈医生 不不不 陈祖宗 求求你别说了 再说下去 我以后没脸在平台上混了 好了好了 大家也别开玩笑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问诊环节 陈宇适时帮樱花树下等于打起原场 问诊环节 难道我真有兵 樱花树下等于不知不觉 彻底被陈宇带了节奏 听到要给自己问诊 以为自己有什么精神 或是心理疾病 陈宇一脸微笑问道 最近心情挺郁闷吧 唉 听到这话 樱花树下等于挂起一副苦瓜脸 何止是郁闷 简直抓心挠肝 不等陈宇再说 樱花树下等于主动打开话匣子 他疯狂追求一位大姐姐 可对方对他的态度总是若即若离 时而主动联系 时而又非常冷漠 几天不回消息电话 这不是费洋洋吗 楼上自信点 把不和妈去掉 你们怎么这么没同情心 不知道要关爱小动物吗 兄弟 哥以过来人身份送你两句话 舔狗舔得好 要饭要得早 一大批资深舔狗 纷纷现身说法 樱花树下等于不服气道 我不是舔狗 他对我是有感觉的 520的时候 他主动给我 转了520块红包 有一次 我请他去大商场吃饭 他只要了一碗拉面 说起和大姐姐的点点滴滴 樱花树下等于男眼脸上开心 性格品性这么好的女生 怎么会是吊舔狗的渣女呢 樱花树下等于发出灵魂拷问 听他这么一说 谁有这才有所改观 毕竟这年代 很少有女生会主动发红包 吃饭不挑选高档餐厅了 那什么 我先问你两个问题 陈瑜此时却打断道 好 你问吧 520那天 他给你转520元之前 你给他转了多少 52万 陈瑜又问道 请他去商场吃饭 他除了要一碗面条 饭后又跟你要了什么 一张十万块钱的商场购物卡 樱花树下等于如十道 直播间水友们短暂沉默了几秒钟 瞬间 弹幕满天飞 卧槽 这脑回路 我是没想到的 大哥 我也给你转520 能转52万给我吗 樱花树下等于却没心思理会弹幕 一脸忧愁地看向陈瑜 陈医生 你能帮我分析分析 他是怎么想的吗 怎么最近对我忽冷忽热的 陈瑜没有回答 而是开口问道 你有他的照片吗 给我看一眼 樱花树下等于二话不说 小心翼翼从钱包拿出一张照片 看清照片上的女人模样 近十万人直播间 顿时一片狼嚎 额错了 额真错了 不该嘲讽 他是牛马大渊种 老子要有这么漂亮的女友 倾家荡产都愿意 可爱小姐姐在成熟玉姐面前 果然一文不值 樱花兄弟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楼上的算盘珠子 隔着网络都快绷到我脸上了 看着水友们的调侃弹幕 樱花树下等于一脸骄傲 照片中的女人身材高挑 四肢纤细 长着一张盛世美颜 玉姐脸 你们说这样的女人 值不值得我用尽心血去追求 樱花树下等于问道 太你马直了 记住网址MQX2 都说女大三抱金砖 兄弟 你这是找了个金矿啊 能娶她做老婆 减瘦十年都行 同为女人 我都有些心动了 这一回 水友们风向高度统一 陈医生 照片你已经看到了 现在能告诉我 她为什么对我忽冷忽热吗 一说到这个问题 樱花树下等于脸色又变得暗淡 自从认识她 樱花树下等于自问自己对她百依百顺 不但收到消息秒回 一旦收到见面消息 哪怕天上刮风下雨 樱花树下等于也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你确定想知道 陈雨语气古怪 樱花树下等于正要开口 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先前给周可欣答疑解惑 陈雨貌似也是这个语气 难道自己心中的女神 真是那种女人 拿自己当舔狗备胎 取之不尽的自动提款机 沉默半晌 樱花树下等于长叹一口气 陈医生 不会是女海王吧 此刻 樱花树下等于像是更带判决的囚徒 内心变得焦躁不安 既害怕听到真相 又十分想要知道 对方为什么对自己忽冷忽热 她不是女海王 迄今为止 只和你一个交往过 她果然是个好女人 陈雨的话如同仙音 樱花树下等于脸色激动无比 一拳砸向大腿 之所以对你忽冷忽热 是因为她还没有考虑好 要不要和你一直交往下去 上次见面后 整整半个月 她都没再和你见面吗 对对对 十五天七小时 樱花树下等于苦兮兮到 她说出国旅游 回来以后再见面 看不到女神的半个月 樱花树下等于可谓是数着时间过日子 她的确出国了 但不是旅游 而是去医院做术后保养 她做手术了 樱花树下等于顿时急了 紧接着又变得满脸自责 陈医生 求你快点告诉我 她得了什么病 情况现在严不严重 女神生病做手术 自己竟然一无所知 联想到之前见面 女神无精打采 心不在焉的样子 樱花树下等于 真想狠狠抽自己几个耳光 无精打采 说明女神身体不好 心不在焉 应该是在担心 手术能否成功 她没的病 做的也不是你想的那种手术 陈医这话 弄得樱花树下等于如坠云中 没得病 做什么手术呀 哈哈 我不行了 这兄弟单纯到让人心疼 兄弟 你家女神不是在肚子上动刀子 而是在脸上 好一个人造女神 科技与狠活赛高 经由水友提醒 樱花树下等于恍然大悟 她之前做的是整形手术 算是整形手术 得到陈医给出的确定答复 樱花树下等于松了一口气 谢谢陈医生告诉我这些 我爱她 自然也包容她的一切 整形又不是什么过错 只要她喜欢 不论在身上那个地方动刀 我都会支持 一如既往的爱着她 对于整形手术 樱花树下等于倒是没什么看法 这年头整形成风 女神不能免俗 根本不算问题 只是不是生病动手术就行 陈医问道 你确定会一直爱着她 确定 一定以及肯定 樱花树下等于话中 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喜欢一个人 要接受她的所有优点和缺点 容忍她的一切 樱花树下等于一本正经 讲着自己对爱情的理解 她所追求的 不仅仅是女神的身体和样貌 还有女神的内在 如果女神身上全都是优点 樱花树下等于反而会觉得自卑 感觉自己配不上人家 如今知道 女神喜欢整容 樱花树下等于反倒是轻松了不少 为什么我的鼻子有点发酸 好大的风 吹得我都流眼泪了 妈妈 我又相信爱情了 樱花的三观好正 要不是她不喜欢小姐姐 人家都想和她交往了 我喜欢小姐姐 求交往 LSP滚开 欲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这就是真爱啊 听完樱花树下等于的爱情宣言 水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人最匮乏的不是钱 而是真心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樱花树下等于这番话百分百发出真心 陈医生 我明白了 樱花树下等于冷不丁大喊 你明白什么了 陈医反问道 女神之所以犹豫 要不要和我一直交往下去 原因肯定是因为我的富二代身份 樱花树下等于一脸笃定 她害怕我和那些顽固子弟一样 跟她交往只是玩玩而已 玩够了以后 很可能会把她抛弃 我要去国外找她 当面向她求婚 用我的真心发誓 一辈子对她不离不弃 说吧 樱花树下等于再次送了陈宇二十个嘉年华 陈医生你快告诉我 她在哪个国家的医院养病 我这就买机票去找她 感受到樱花树下等于的迫切 水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勇敢的年轻人去追逐爱情吧 加油 我在杭司工作 我可以帮你盯最快的出国机票 小哥哥 你们一定要幸福 瞧着满瓶乱飞的祝福弹幕 陈宇闭上眼睛揉了揉鼻梁 陈医生 求你了 樱花树下等于急得都快哭了 水友们跟着说好话 恳求陈宇帮帮樱花树下等于 告诉她女神所在的国家和医院名字 她在仙罗国立医院 性别整形调养中心住院 哄 陈宇这番话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樱花树下等于大脑一片空白 我乐个去 难怪个子这么高 原来是大佬 本来挺激动 现在更激动了 我单方面宣布 仙罗的神奇程度超过阿三 真尼玛刺激 楼上最好是打错字 我朋友让我帮忙问问 去仙罗做那种手术 是不是都能变得 和照片上的人一样美 兄弟 大胆说出你故事 仙罗 性别整形这几个字代表什么 懂的人都懂 水友们大受震撼的同时 各种妙梗层出不穷 短短十几个字 扎的樱花树下等于外苏里嫩 你骗人 你一定是故意在骗我 樱花树下等于咆哮大叫 心目中纯洁无瑕的女神 绝不可能是汉子 陈宇慢条思理道 她的企鹅空间会给你答案 至于这么查找到她的企鹅后 应该不用我教你吧 听到这话 樱花树下等于立刻拿起手机 当场下载企鹅APP 随着微信普及 企鹅这种低带交友软件 使用率大幅度降低 只有80 90后 还在坚持使用 为了与时俱进 企鹅增加了和微信一样的手机 查找好友功能 下载完毕 樱花树下等于点击添加好友 直接输入了女神手机号 紧接着 添加好友蓝 出现了一个名字 可爱兔兔 樱花树下等于 马上点击对方头像 进入到企鹅空间当中 空间里除了大量照片 还有不少的文字心情 注射雌雄激素第一天 好激动 好兴奋 奸商将激素的价格涨了一倍 好郁闷 快打不起了 去仙罗做那种手术需要50万 人家要努力工作 尽快变成漂亮小姐姐 今天学会了郁姐英 好开森 当女生真的好幸福 坐车都有人主动让坐 字里行间 充满女性甜腻的文字风格 偏偏内容 看得人不忍直视 即将接近实话的樱花树下等于 手指颤颤悠悠地点开空间中的相册 点进去第一张照片 是一名身材高大 纯红齿白男生艺术照 最开始几张 男生还有着明显的男性特征 随着照片一张张被点开 男生形象也逐步发生变化 长马尾 双马尾 水手服 JK装 洛丽塔长裙 各种风格的女性打扮和装束 先后出现在男生身上 到了后面 风格开始油田变萨 干练短发 郁姐穿搭 与樱花树下等于之前拿出来的照片 完全就是一个人 最后一张照片 男生穿着女装 站在一家写满外文的大医院门口 樱花树下等于脸色比彻黄莲还要苦 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有勇气 一张张翻看这些照片的 大丈夫果然能屈能伸 能伸能缩 挖坑比栽树容易 好奇问一句 这种情况能生孩子吗 一群恶臭直男癌 人家变不变 关你们什么事 医院能做女变男吗 这种手术做完以后 术后保养非常耗钱 金线野生专家一枚 你们是在说无机之谈吗 好了好了 大家都别开玩笑 陈宇开口 打断了一边倒的调侃节奏 这位患者 你还觉得我是在骗你吗 樱花树下等于木然地摇了摇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我随后会告诉你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陈宇问道 憋屈 难受 樱花树下等于苦涩道 这是明显的抑郁症状 需要接受我的治疗吗 需要 樱花树下等于 露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原来自己真的有心理疾病 女神竟然是个汉子 樱花树下等于恨不得用头撞墙 自己的眼睛 到底是什么时候瞎的 男女都分不出来了 我算看出来了 只要和陈医生说几句话 没病也能搞出病来 总结精辟 明明他很惨 为啥我总是想笑呢 想笑加一 加10086 兄弟 你和你的女神 深入交流了几次 母胎单身三十年的我 做了什么念 进了这个直播间 太特么辣眼睛了 随着一个个大瓜被抛出 直播间人数突破十五万 真是乐子天天有 今天特别多 陈医生 他对我到底 有没有过真心 此话一出 陈宇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我能承受得住 陈医生 请您跟我说实话 樱花树下等于说道 要说没有 倒也不尽然 可如果说有多少 我能说有 但是不多 陈医斟酌着语句 说起两人这哀怨绵长 曲折复杂的爱情故事 一年前的一天 你开车路过商圈 听到有人喊就抓小偷 看到施主是一位大姐姐 你二话不说 开车就去抓贼 因为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人认识 并且交换了联系方式 之后 你疯狂追求他 因为你是个好人 他虽然对你没感觉 却也不能打击你 索性尝试着和你交往 交往过程中 你不断送他钱 使得他有充足资金 进行术后调养 樱花树下等于听个目瞪口呆 弄了半天 人家答应和自己试着交往 不是被自己的真心打动 只因自己是个好人 抹不过面子 才会接受追求 对不起 你是个好人 你太丑了 人生三大自信 他对我有好感 人间不差 男人不坏 不但女人不爱 就连男人都不爱 哈哈 楼上有才 陈宇看了看弹幕内容 说道 想不想知道 你们如果一直在一起 未来会怎么样 心理医生还能预测未来 这不是算命先生才有的本事吗 樱花树下等于傻眼了 科学 无所不能 陈宇面容严肃 心理诊断是一门复杂的科学学科 涵盖内容远超你想象 只需依据每个人的性格 以及现有状况进行推算 自然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谁有门跟着一块傻眼 陈宇明目张胆地睁眼说瞎话 这真的好吗 预测人生未来 确定这不是玄学 现在的心理医生 路子都这么野吗 陈医生 你说吧 我扛得住 该丢的脸 今天丢完了 樱花树下等于索性豁了出去 决定问个明白 这兄弟能处 真不拿咱们当外人 夜夜升歌 这位大师当年退出文坛 我是强烈反对的 呸 我记得你叫得最欢 他们的未来 一定很坎坷吧 水友们继续整活 樱花树下等于 已经没有了和他们兑现的兴起 只想知道 自己和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如果你今天没有发现 你们会非常幸福 是所有人眼中的模范夫妻 和和美美度过六十年余生 从来没有红过脸 吵过嘴 陈宇再抛一挂 模范夫妻 樱花树下等于一脸惊 也就是说 自己会和他结婚 怎么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婚后一起生活几十年 难道这兄弟都没有发现 对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流配角 二流演技 三流剧本 难不成是日久生情 水友们纷纷发出 带有质疑内容弹幕 不论什么样的整形机构 都不可能彻底将男人变成女人 身上多多少少 会留有一些性别特征 除非樱花树下等于眼睛瞎了 要不然 总归有发现的一天 陈医生 我们真会幸福过完一生 从理智上讲 樱花树下等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偏偏 这话是从陈宇嘴里说出来的 陈宇缓缓说道 他自小被父母抛弃路边 后被好人心发现 送到了福利院 福利院里的弃养儿童 大部分都是女孩 长期生活在女孩众多的环境下 性格不知不觉 逐渐偏向女性化 加上天生唇红齿白 声带细腻 从上小学开始 身边同学便用娘娘腔 假姑娘称呼她 上了大学后 她开始接触网络 产生了彻底变成女人的想法 陈宇顿了顿 你刚才在企鹅空间里 看到的辛勤日记和照片 就是她心路转变的起始点 为了做变形手术 她省吃检用整整十年 终于存购五十万 本以为通过手术变成女人 再也不受到异样眼光歧视 然而 她忽略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樱花树下等于插话问道 术后的保养条理 需要大笔金钱做支撑 陈宇解释道 变形手术对于身体 有着极强的伤害性 五十万手术费只是开始 接下来 还要花费数百万进行调养 话音落下 直播间出现大批科普弹幕 主播说的没错 我曾经看过新闻 先罗本帝很多做过这种手术的人 大部分都活不到四十岁 我是一学生 这类手术即便成功 器官排异风险也非常大 搞不好会死人的 不懂就问 老的是不是也很快 恐怕都没机会变老 只要前到位 各种高额术后调养 和天价药剂根上 也不一定会减受枣亡 等水友们科普完这种手术的危害 陈宇继续往下降 靠着你给的钱 他很快会完成第一期术后调养 回国以后 他对你的态度 还是忽冷忽热 你为了表明真心 搞了一场盛大求婚仪式 看在你是好人 并且资助他大笔金钱的份上 他提出了两个结婚条件 一辈子不要孩子 每月只能打一次扑克 你选择通通答应 终于如愿以偿地 娶到了心目中的女神 婚后 你严守承诺 每月只和他同房一次 哪怕婚前都十年 他每半年要独自出国旅游一个月 你都未曾有任何的不满和怀疑 十年后 他终于爱上你了 你们夫唱夫随 好似神仙眷侣 周围邻居 朋友 亲属 都认为你娶了一个闲内主 就连不满你们丁克的父母 也彻底认可了这个媳妇 他们去世前 亲手将公司财务大权 交给他管理 就这样 你们相如以沫六十年 最后走得都很安详 陈宇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讲述完樱花树下等雨和他 未来六十年人生 直播间一片寂静 单以爱情故事而论 樱花树下等雨和女神的人生恋情 很感人 可 水友们总感觉哪里别扭 樱花兄弟太可怜了 一辈子没碰过真女人 随着这条弹幕出现 水友们总算明白 为什么感觉别扭 一块生活六十年的伴侣 竟然是男便女 相当于说 樱花树下等雨和男人过了一辈子 爱情使人盲目 此话成不起我 樱花 你结婚的时候通知医生 我要去吃席 算我一个 我做小孩那桌 夫妻恩爱 X 夫妻恩爱 兄弟们巧手以盼 你们结婚的那天 我不信他们会结婚 除非让我去洞房参观 雷电法 王阳医生驾到 闲杂人等通通闪开 除了调侃 还有不少水友 替樱花树下等雨感到惋惜 七岁制斗人贩子的小英雄 怎么年纪越大 智商越低 难道男人在心爱的人面前 智商真的会变谍 樱花树下等雨 则是哭丧着脸 故事很感人 自己的智商同样感人 苦苦追求真爱 竟然是个汉子 还跟人家稀里糊涂地 过了一辈子 别人母胎单身二三十年 总归能结婚生子 自己可倒好 一辈子都没碰过真的女人 陈宇丹笑道 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你的未来 也就有一个机会 去重新选择你的命运 陈医生 是不是我离开她 就能改变命运 有另外的人生 樱花树下等雨的智商 总算重新占领了大脑高地 向游新生 心态决定一切 心若是改变了 人生也就跟着改变了 陈宇点了点头道 水友们一阵愕然 越发感觉 陈宇是披着心理医生 外皮的神棍 和那个女人断了联系后 你的命运会发生彻底改变 获得另外一种人生结局 陈宇画风一转 只不过 第二个人生结局 主播以前肯定说过评书 太特么能卖关子了 听书一句劝 心理医生没前途 还是去街头摆摊算命吧 你一定会成为一代算命大师 不过一出 必有乐子 你们瞧 樱花那张脸 都快变成苦瓜脸了 我赌一根辣条 主播接下来话 保证能让樱花心里拔凉拔凉 加住半包泡面 嗦哈 一箱AD钙奶 和水友们猜测的有些出入 樱花树下等雨的心 现在已经凉了 自己的命怎么这么苦 听陈宇的语气就知道 记住网址MQXL 另一个未来结局 估计更加坎坷 这位患者 你还要听吗 陈宇表情关切道 听 樱花树下等雨 有气无力 尊重患者是医生的职业素养之一 我就再给你讲讲 你的第二个人生未来 陈宇打了一杯水喝下 润了润喉咙 陈宇说道 你在断绝和她的联系以后 继续投入到寻找真爱的不归路 由于受伤太深 导致你落下了病根 每次遇到有感觉的大姐姐 你都会先仔细观察 她是男士女 这番举动落到女方眼里 被她们当成了猥琐 久而久之 你的猥琐大名传遍全世 成为本世女性最厌恶的男人 没有之一 即便是拜金女 都不敢接近你 唯恐你有那种古怪癖好 一患过了七八年 爱情彻底对你关上大门 年过三十的你 在父母的安排下 进行了一场商业联姻 婚后你们育有一子 你将她当成掌上明珠一般宠爱 直到一次孩子受伤需要输血 你才知道她不是你儿子 在遭打击的你彻底崩溃 和老婆离婚 选择酗酒逃避现实 酗酒导致你无心管理公司 你家的企业两年后倒闭 五十岁的时候 你因酒精中毒进入医院 出院后鼻歪眼斜 要饭都没人愿意给 一年后 你醉倒街头 再也没有醒过来 饶式樱花树下等雨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料到自己的第二个人生结局 可能不会很好 可打死她都想不到 这尼玛何止是不好 简直是倒霉妈妈 给倒霉开门 倒霉到家了 被全市女性当成猥琐男 已经足够憋屈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结婚以后洗当店 给人家养了几十年孩子 从不喝酒的自己 最终变成酒鬼 最后凄凉死在街头 那么一瞬间 樱花树下等雨生出了 顿入空门的打算 谁都别拦我 我要送她一个大大的惨子 我怎么感觉 第一个结局更好 青霸怎么去掉 我宣布 樱花荣获今年最惨人物 二等奖 一等奖是谁 当然是下一个 找主播问诊的倒霉蛋 调侃归调侃 大家真心觉得 不考虑女神 曾经是汉子这个前提 第一个结局真的挺好 夫妻恩爱 亲朋羡慕 寿终正寝 樱花树下等雨用力 咬了咬嘴唇 断绝联系以后 她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此话一出 水友们顿时乐了 樱花树下等雨 这是要走回老路 想想也是 和第二个结局比起来 第一个结局 除了稍微有点瑕疵 樱花树下等雨绝对称的 上市人生赢家 很惨 陈宇叹了口气 比我还惨吗 樱花树下等雨低声问道 半斤八两吧 陈宇淡淡地说道 没有了你的资金帮助 她无力支付后面几期的 调养费用 为了延长生命 继续保持现有的美丽 她去了能够赚取 高薪的夜总会工作 长期陪酒 导致身体健康每况日下 终日要不离身 后来她的事情 被一名狗仔记者发现 当成头条大肆报道 各种乌言会语 骚扰短信不断 来自外界和身体的双重压力 最终将她击垮 选择跳海 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樱花树下等雨痛苦地闭上眼睛 自己一个人惨不算 曾经的女神 悲惨程度和自己不相上下 这是什么鬼结局 悲惨世界和她们一比 都能撑得上欢乐世界 这位患者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陈宇和声说道 樱花树下等雨睁开眼睛 紧皱眉头道 陈医生 如果她能得到足够的金钱 进行接下来的几期调养 未来人生还会这么惨吗 闻言 陈宇沉默了几秒钟 开始用天机测进行测算 不会 她会幸福吗 会 听到这话 樱花树下等雨明显松了一口气 500万 够她接下来的调养费用吗 陈宇定睛看了看屏幕后面的 樱花树下等雨 你确定要这么做 确定 樱花树下等雨斩钉截铁道 足够了 谢谢 得到明确答复 樱花树下等雨拿出手机 打开银行APP 毫不犹如地向对方账户 打过去500万 滴滴滴 片刻后 樱花树下等雨的电话响了 电话里 传出悦耳曼妙的女人声音 你为什么给我转这么多钱 给你的调养费 祝你未来幸福 找到一个不嫌弃 你的男人 樱花树下等雨脸上 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痛苦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 樱花树下等雨一言不发 挂断电话 飞快删除和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 陈医生 虽然我今天丢尽了脸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经历过大喜大悲 樱花树下等雨脸上平静无波 前两个人生结局 我都不想要 我要重新走出一条 属于我的人生道路 带着反骨性格的他 坚信一定能够找到真爱 兄弟 你这是何苦呢 相濡以沫的神仙眷侣 不好吗 人生既然已经注定 何必自己找不痛快 谁友们纷纷发言劝阻 樱花树下等雨摇摇头 起身对着屏幕身居一躬 陈医说道 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 作为医生 我尊重你的决定 陈医生 我应该给你多少诊疗费 你已经打赏了几十个佳年华 这次的诊疗费就算了 陈医淡淡一笑 人生如此悲惨 樱花树下等雨还要一往无前 这好猛人 不多见啊 发完感慨 陈医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迅速下播 陈医毫无征兆地选择下播 十几万不明所以的水友 没想到陈医会来这一手 虎鱼不是号称服务器无数 永不断线吗 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主播自己下线了 不可能 绝不可能 直播间里二十多万人不趁机吸一波粉 反而一声不吭直接下线 主播脑子瓦特了 真相只有一个 主播情的演员以及剧本 只能维持到现在 一名睿智网友化身死神小学生 分析陈医突然下直播 是因为请来的托都用完了 万一再有人找他问诊 陈医是必要露线 直播间里果然都是人才 水友分析的太有道理 我觉得不像是演的 且不说周姐这种大主播根本不是他能请动的 就算周姐是托 樱花这种富二代 又凭什么配合主播演戏 刚刚 樱花树下等于 等于转账五百万 大家全都看见了 轻而易举拿出五百万 说明人家樱花树下等于不差钱 或许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团队的 打出去的钱 不过是左手转右手 没错 肯定就是这样 心理医生给人算命测运 绝对是新剧本 下方这条弹幕 引来其他网友跟风赞同 对于普通人来说 心理医生的却有一些神秘感 可是再神秘 也不是神仙 隔着屏幕测算出感冒药里 加入安非他命 这能信 樱花树下等于打赏的几十个嘉年华 总不会是假的吧 一看你就是 刚毕业的大学生 又傻又天真 这叫宣传费 樱花树下等于可能真是富二代 或许就是他组建的这个团队 你们是不是弄错了重点 只要有乐子看管他是不是不是剧本 直播间里顿时安静下来 对啊 只有有乐子看是不是剧本重要吗 不重要 不论周可新 还是樱花树下等于 刚才的表情都够夸张 只要一想起来 谁有还能笑得不停 兄弟们快走呀 周姐直播间发了一段视频 同去同去 哈哈 又有大瓜吃了 一瞬间留在陈宇直播间 吃瓜唠嗑的水友们 纷纷转移阵地 随着周可新突发视频 空无一人的直播间 请客间涌入十几万水友 视频大约三分钟 拍摄地点是一家医院的急诊科门口 周可新手拿检查单 讲述医院检查结果 陈宇说的丝毫不差 感冒药和三明治 的确含有安非他命 经过抽泄化验 周可新体内同样存在安非他命成分 说完这些 周可新又掏出一张报案回纸单 安安已经被警察带走 如果有新消息 周可新会在第一时间 通知关心他的网友 视频最后 周可新诚之向陈宇表达谢意 按医生的说法 如果他继续食用 带有安非他命的食物和饮品 再过一段时间 药剂会对他的大脑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即便不变白痴 也将出现语言失调 动作迟钝等严重损伤 检查单和报案回纸上面 都盖着鲜红大印 真实性无庸置疑 说周姐是演员的键盘侠 出来走两圈 键盘侠要是赶出来 我就赶直播吃响 安安真实鬼迷心窍 估计没有十年八年 别想从里面出来 科普一下 故意投毒情节严重 判处十年以上 无期 甚至死刑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 多谢室友不杀志恩 水友们大发感慨之余 陈宇和周可新 按照剧本唱双簧的说法 直接不攻自破 精神药品中毒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编剧剧本 演员也不敢自己搞自己 况且 安安被抓事 由警方回执证明 为了让剧本逼真 先是安排周可新喝药 然后再献击一个 影响力不小的主播 这是什么阴间操作 依靠性感路线 安安粉丝数量 虽然比不上周可新 但也只是相对而言 比起那些没人看的小主播 安安绝对称上的是大主播 好家伙 说陷阱就陷阱了 想想都不可能 剧本演员的说法 不攻自破 陈宇再次被水友们抬了出来 万能的水友们 你们谁知道 陈医生在哪家医院工作 我严重怀疑 他根本就不是心理医生 而是隐居在民间的数法前辈 楼上少看点休闲小说 这玩意伤脑细胞 主播可能是私家侦探 手里掌握着不少稀奇古怪的黑料 故弄玄虚把他们抱出来 给自己创造噱头和流量 当即 水友针对陈宇的身份 展开热烈讨论 侦探 数法高人 狗仔记者 算命先生 凡是能想到的可能 就没有水友说不出来的 反正就一句话 陈宇觉不可能是一名普通的心理医生 殿内 陈宇双眼紧闭 盘膝在地上 之所以匆忙下播 倒也不是陈宇故意搞花样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连帮着两个人改变命运 大量功德气韵涌入身体 若是不及时将它们炼化 接下来 陈宇将会变身为 浑身冒白气的蒸汽机 舒坦 两股功德气韵消化完毕 陈宇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舒服 整个人轻飘飘 仿佛躺在绵软舒适的大床上 功德气韵带给陈宇的好处 数不胜数 对于修炼的领悟 更上一层楼 身体素质以及寿命 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天机册开篇总刚说得很清楚 想要修仙 必先炼气 那气为基 方能修仙 而在这个末法年代 天地间灵气稀薄 依靠正常途经修炼 陈宇一生都未必能突破炼气阶段 天机册的出现 给了陈宇一条捷径 无需苦心寻找灵气存在之地 只要持续不断替他人改命换运 过不了多久 陈宇便能突破炼气阶段 正式踏入修仙领域 感觉肚子有点饿 陈宇下楼开门 准备去买点吃的 请问 这里有人能算命吗 一名头发花白 拄着拐杖的老人 出现在店门口 陈宇一脸黑人问号 店外明明挂着 心理科学咨询室的牌子 大爷近来 不问科学问算命 自己的神棍属性 就这么显眼吗 藏都藏不住 大爷 这里是心理科学咨询室 不是算命店 没有算命先生 陈宇一边解释 一边观察老人面相 老人面相好到离谱 唯独代表近期运势的命工 出现了不祥之兆 啥叫心理科学 老人一脸茫然 陈宇耐心解释道 心理科学又称为心理学 属于医学治疗的一种 心理医生通过对患者肢体 心理活动等方面的观察分析 帮助患者解决心理疾病 也就是说 这里是诊所 老人听得似懂非懂 脸上浮现浓浓失望 刚刚 老人路过店门口 感觉浑身舒畅无比 缠绕自己多日的紧张感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朝前走了几步 紧张感再度出现 回到店门口 身心重新变得舒畅 老人猜测店内定有奥妙 没曾想 竟是一家诊所 陈宇点点头 笑道 大爷这么说也没错 您既然来了 不如帮你看看病如何 算了 我再去街上找找 说着 老人转身就要走 大爷 那些人你找不到的 几年之内 他们恐怕都回不来 听到这话 老人立即停下脚步 转过身 表情奇怪地盯着陈宇 小伙子 你知道我要去找谁 当然 陈宇淡淡一笑 您要找的那些天师真人 法师主持 一个多星期前 统统进去搞团建了 他们进去了 老人震惊了 难怪自己在何方街 来来回回溜达多圈 一个算命的都没看到 合着弄了半天 都进去吃牢饭了 封建迷信是要不得的 唯有相信科学 才能治好您的病 何方街街上除了游客 还充斥着一大批 不学无数的江湖神棍 游客上当受骗的事情 时有发生 有见于此 有关部门展开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 打击封建迷信专项活动 这也是为什么 陈宇打死不承认 自己懂得法术看向 一旦认了 可能也要进去采缝认机 可是我没病啊 不 你有病 陈宇露出严肃脸 指出 老人患了很严重的焦虑症 我焦虑 听完这话 老人更加糊涂 儿子事业有成 孙子学习成绩优秀 家里房大无宽 银行存款上千万 虽然老伴走得早 不过身边还有一大堆 善解人意的广场舞老太太 日子过得不知道多滋润 怎么可能会焦虑 陈宇笑容不减道 我们心理 医生的工作之一 是帮助患者发现 潜藏在内心的心理疾病 给予最及时的治疗 您感觉自己 没有心理疾病 却不知已经患病多年 见陈宇说得有模有样 老人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大爷 方不方便告诉我 您的名字 先前陈宇帮周可欣 和樱花改命 获得的功德气韵 直接让他从普通人 跃升到了炼气初七 老人有血光之灾 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陈宇不要七级浮屠 只要功德气韵 救人一命的功德气韵 想必绝不会少 我叫张青山 老人说完 不自信地问道 我真的有焦虑症 您儿子当初一直不结婚 你焦虑不 焦虑 张青山不假思索道 三十多岁时 你儿子终于结婚生子 又因感情问题离婚 你焦虑不 焦虑 最近连作噩梦 梦到一家人命丧黄泉 焦虑吗 焦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家的事情 张青山一副活见鬼的样子 陈宇说他不是算命先生 怎么啥都知道 通过和患者交流 间接获知患者个人和家庭情况 是我们心理医生必备的能力 陈宇说的理所当然 可我只说了自己的名字啊 张青山彻底茫然 算命先生给人算命 也要问问生辰八字 瞧一瞧手相和面相 陈宇这心理医生 单单获知一个名字 就能看出这么多事情 想了想 张青山看来眼门口方向 你是害怕被抓 才伪装成心理医生 给人算命吧 张大爷 我的的确确是心理医生 我说的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 还是那句话 打死不承认 为了儿子的婚事 您焦虑了好长一段时间 儿子离婚 您又接着焦虑 每逢孙子有点什么事情 您又会变得焦躁不堪 久而久之 焦虑症已经成为了 您身体中的顽疾 近日连续做噩梦 都是因为病情的影响 张青山听得一愣一愣 总感觉哪里不对 可陈宇说的像模像样 找不出一丁点反驳的理由 我还有的痣吗 张青山小心问道 放心 治疗焦虑症 对我们心理医生来说 就是小菜一碟 我这边有两种治疗方式 您是选择药疗 还是物理治疗 张青山不解道 有什么区别吗 顾名思义 药物治疗就是吃药 至于物理治疗 我给您开个治疗器械 按照我的吩咐 或是放在家中 或者贴身携带 假以时日 病情自愈 陈宇解释道 我要物理治疗 张青山最怕吃药 二话不说 选择后者 好 您稍等片刻 我去给您拿治疗器械 陈宇掏出钥匙 打开了一楼储物间的门 屋内堆放着大量 落满灰尘的杂品百货 舅老爷说 给他留的是古丸店 接手之后发现 这里一件古丸 都看不见 不知道被谁改成了堆积杂货的杂货间 食品 事物 年画 玩偶 就是他了 经过一番挑选 陈宇选了一张年画 右手手指画为剑指 冲着年画 射出一道灵光 下一秒 年画自己飘了起来 珠邪退避 陈宇右手剑指 对着年画笔笔滑滑 术式法师画符 需要配合法笔 朱砂 钢布 石衬 已经踏入修仙之路 拥有炼器境界的陈宇 根本不需要这些步骤 至于效果威力 也就比普通符咒 强了一点点 片刻后 陈宇拿着施家灵器的年画 走出储物间 只看了一眼 张青山整个人都傻了 活了六十多岁 张青山一次看到这种治疗器械 张大眼 回去以后 把他挂在墙上 我保证 您不会再做噩梦 焦虑症很快也能痊愈 陈宇说的话 张青山一个字都没进进去 两只眼睛紧紧盯着陈宇手里的年画 过了半晌 张青山表情木讷道 这是给我治病的治疗器械 对啊 陈宇点头道 得到陈宇明确答复 张青山鼻子差点气歪 他可以确定 陈宇手里拿着的是一张年画 右下脚写有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 画上画着两个喜庆的大胖娃娃 记住网址MQX2L 然后嘛 画风开始变得诡异 两个大胖娃娃 坐在一部跑车里 其中一个负责开车 还特么是敞篷跑车 车后面载着大量金银珠宝 看了看老脸变色的张青山 陈宇不难猜出老头心里正在骂娘 张大爷有所不知 心理疾病的治疗器械多种多样 并非是一般人想象中的机器或者仪器 陈宇开始解释 年画对于国人来说代表着欢乐喜庆 焦虑症是一种负面情绪的衍生体 每天看着喜庆的年画 能够有效缓解并且治疗心理疾病 您瞧瞧 他的寓意多好啊 有车有子 还有财 陈宇一手拎着年画 一手指向开车的小胖子 用正能量年画 治疗代表负能量的心理疾病 你还怕自己的病不能好吗 有道理 张青山一改先前的错愕和不快 越看这幅年画越顺眼 感觉年画上的一个大胖小子 和自己孙子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小心翼翼将这幅年画卷起来 张青山掏出手机 问道 小伙子 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算上诊疗费和器材费用 您老就给个五千块吧 这么贵 张青山惊呆了 以往来到这里 找人算命测运 每次也不过几百块钱 陈宇张口就要五千 您老千万别觉得五千块贵 和您的病情比起来 五千块实在是太便宜了 陈宇让张青山仔细想想 一旦焦虑症加重 导致张青山住院 不说花多少住院费 单说儿子和孙子 一个没法正常工作 另一个恐怕也没心思上学 里外里算下来 五千块把病治好 不知道有多划算 好好 我这就给你转过去 张青山一向耳根子软 仔细想想 觉得陈宇是在为自己着想 二话不说 给陈宇二维码赚了五千块 老爷子玩得挺花呀 张青山用的是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打开支付软件过程中 陈宇看到手机上有大量社交软件 和直播APP 小伙子 我先回去了 您慢走 这么优质的客户 售后服务自然不能少 陈宇礼貌地将人送到街上 不忘挥手和张青山告别 回到店里 陈宇灵机一动 天下不祥之事众多 有些麻烦 陈宇可以通过指点明经的方式 帮人化解 但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使用法器丹药 身为科学信徒 诊疗室怎么能出现这种东西 陈宇找出储物间里的折叠货架 花了半小时组装好放在一楼 又将里面的零食 饰品 玩具等货物 统统摆了上去 精神疾病专用治疗药物 精神疾病专用治疗器械 看着分别贴在货架上的两张纸 陈宇满意地擦了擦头上的汗 心理咨询是出售药物和治疗器械 一点毛病没有 当然 两类物品和一般的药物器械 还是有点点不同 比如说 每样东西都被陈宇注入灵气 相当于开光 休息了一会 陈宇打开手机进入拼兮兮网站 找了家同城店铺 下单订货 另一边 张青山夹着年话 喜自知地回到家里 一边吩咐保姆做饭 一边站在客厅 寻找适合贴年话的位置 经过一番考量 李青山将年话贴到了电视剧后面 每天看电视的时候 抬头就能看到喜庆的年话 一举两得 爷爷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小时后 儿子张建设和孙子张小北一同回来 刚进客厅 父子二人目光疑惑地盯着电视上面的话 这是我买的治疗器械 爸 你得病了 听到治疗器械四个字 张建设脸色一变 唉 张青山叹了口气 说出自己患有心理疾病的事情 爷爷 你被人给骗了 正上初三的孙子张小北心直口快 认为爷爷遇到了骗子 一张不伦不类的年话 敢要五千块 骗子这么不去抢 爸 小北说的没错 您被人给骗了 张建设心里叹了口气 父亲张青山哪都好 就一点 耳根子软 别人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花钱一点都不带犹豫 张家不差钱 可以嫁不住父亲跟散财童子似的 天天往外送钱 别的不说 就说舞蹈队那些老太太 知道张青山好说话 花钱大方 天天一口一个张哥 叫着贼亲热 哄得老爸自掏腰包 养着几十人的广场舞舞蹈队 别乱说 那位小医生不可能是骗子 张青山反驳道 人家说的可准了 你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离婚 小伙子说的一清二楚 这话一出口 张建设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张建设的身份是大学副校长 属于当地教育界名人 想知道他的个人情况 度娘上动动手指 分分钟就能查出来 爷爷 你有看他的营业执照 行医许可证吗 张小北问出重点 没有 张青山摇摇头 张建设父子对视一眼 确定老头上当无疑 要说骗子也太缺德了 骗了张青山五千块不说 卖的还是一张不伦不类的话 因而开跑车还是敞篷跑车 亏骗子拿得出来 父子二人你一句 我一句 说得张青山老脸通红 张青山耳根子软 不代表没有脑子 仔细想想 其中的确有不少不对劲的地方 爷爷 明天我陪你去找那个骗子算账 张小北掏出手机 准备联系几个身材高大的同学 一块去找陈宇麻烦 你别胡来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张建设掏出电话 便要打给有关部门举报 与此同时 一股肉眼难见的黑气 顺着张青山的头顶冒出 黑气凝结呈现 静止飘向三人头顶的水晶吊灯 哄 下一秒 墙上挂着的年画 无火自燃 见此一幕 爷孙三人大惊失色 快去找水灭火 随着张青山一声大叫 三人分别奔向厨房 洗手间接水 哗啦啦 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 三人和保姆刚要接水救火 客厅上方的巨大水晶吊灯 轰然掉落地面 水晶吊灯落于地面 摔了个粉碎 先前燃起火苗的年画 顷刻间化为飞灰 面对眼前难以理解的几庄怪事 屋内几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你们 你们看到了吗 过了许多 张青山脸色惨白道 儿子 孙子 还有家里的小保姆 表情复杂的 先后点头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 老头子给您行礼了 张青山好似疯癫一般 扑通跪在地上 冲着先前挂着年画的位置 面容恭敬地刻了三个头 要不是年画无火自燃 三人只怕还要继续站在原地说事 水晶吊灯落下 爷孙三人一个都别想跑 不说被砸死 也绝对会身受重伤 难道这世上 真是有未不先知的奇人 笃定陈宇是骗子的张建设 世界观开始一点点崩塌 就连还在读书 坚定相信科学的张小北 此刻也是两眼发猛 年画内没有电路 不可能出现短路自燃的情况 偏偏 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出现了 同时还救了他们一命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张青山磕完头站了起来 模样越来越疯癫 冲着墙壁方向 呵呵傻笑 爸 爷爷是不是受了刺激 脑子出了毛病 张小北点了点太阳穴 别胡说 张建设没好气地 拍了儿子一巴掌 小心翼翼问道 爸 您明白什么了 说不得 说不得 高人不露像 露像非高人 张青山激动得忘乎所以 难怪路过店门口 他会感觉浑身舒坦 分明是有高人在发功 张建设和张小北父子对视一眼 都感觉脑细胞有点不够用 爷爷 难道心理医生只是他的伪装 他的真实身份 是那种能够预知未来 驱邪斗鬼的天师 回过神的张小北 试探着说出自己的猜测 张青山版起脸 纠正道 你们都别乱说 小天师的确是心理医生 听到这番话 张小北和张建设 彻彻彻底底无语了 称呼陈宇为小天师 又说人家的确是心理医生 这已经不是前后矛盾 根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天师改行去当心理医生 谁信 叮嘱儿子和孙子 以后别提什么怪力乱神的话 张青山心里暗暗得意 陈宇是数法高人无疑 之所以不愿意袒露身份 估计是担心找他的凡夫俗子太多 耽误他的修行 毕竟 高人大多喜欢亲近 陈宇若是知道张青山的想法 只能说两句话 脑补是一种完结 谁都治不好 次日上午十一点 陈宇收到了昨晚下单的快递 嗯 这样更像是心理咨询室了 十几分钟后 陈宇面带满意地看向一楼左右两边的墙壁 两边墙上贴着十几张心理学大师的画像 下面还有大师的生平履历和成就 准备就绪 陈宇熟练点开直播软件 进入了自己的直播间 开播的刹那 直播间人数多达数万 陈宇不禁怀疑 这些人不会住在虎语平台了吧 失踪主播回归 兄弟们 给我冲压 下注下注 猜猜主播今天会把几个人弄成抑郁症 一个打底 两个不少 三个不多 敢问楼上的废话文学是跟谁学的 还收徒弟吗 我是新来的 主播到底是算命大师 还是心理医生 主播间涌入的数万水友 只有几千是昨天看直播的老粉 绝对多数 都是看到头条热搜 今天特地蹲守陈宇开播的新粉 昨晚半夜十二点 新一天得到热搜榜开始更新 排在头四位的热搜关键词 分别是提防闺蜜 爱上男人 玄学还是科学 以及心理医生 四个头条热搜当中 都能看到一个关键名字 陈宇 虎于直播平台 也因此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稀罕式 一间没有主播的直播间 忽然聚集了几十万水友 讨论交流的热度 超过了午夜开播的一线大主播 到了后半夜 陈宇直播间存留人数 更是破了百万大关 不知看红了多少主播的眼睛 周姐进来了 肯定是来道谢的 有眼尖的水友发现 周可兴进入了陈宇直播间 陈然看了一眼弹幕 正要开口打招呼 十个嘉年华月入眼帘 陈医生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及时提醒 不久以后 我恐怕就要变成傻子了 周可兴发出付费特效弹幕 不用客气 帮助他人 是我们心理医生应尽的责任 陈宇微微一笑 和声安慰周可兴 不用将这件事情记在心里 感谢陈医生帮我认清渣男绿茶 多谢陈医生 救我周姐小命之恩 陈医生保我学术成绩 恩情铭记在心 有趣的一幕出现了 周可兴送出的嘉年华特效 刚刚结束 又有更多的嘉年华奖励 出现在直播间 弹幕风向也从调侃完梗 变成真心感谢 自从陈宇揭穿闺蜜下毒谋害周可兴 提防闺蜜成了热搜 不少女水友看到 纷纷回忆起自己闺蜜 某些不正常的举动 真是不查不知道 有的闺蜜和自己男友勾勾搭搭 还有个闺蜜 窃取了某名女水友的学术论文 打算抢先发布 666666 主播这下子成了闺蜜公敌 哈哈 塑料姐妹花这词 说得真是太对了 恭喜主播 多了大批女飞粉 望着屏幕上的弹幕 陈宇真是哭笑不得 没想到一夜之间 会翻掉这么多友谊的小船 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 持续不断的嘉年华打赏 才算结束 谢谢大家的喜爱 今天我们继续连麦看着 徐哥教你全款买房 送出嘉年华一个 随着这条打赏提醒出现 一名百万大主播进入直播间 天哪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一定还在梦里 谁来我家丢一巴掌 徐哥的号应该是背道了 让那个徐哥花钱送礼物 简直比明天是世界末日 还让人不可置信 通过水友们的弹幕内容 陈宇大致了解到 近来的这位徐哥 是何等牛逼的人物 网名徐哥教你全款买房的主播 今年三十五岁 三年前入住虎鱼直播 主打内容 如何省钱全款买房 最开始 水友们当他是披着 省钱外批的房产中介 徐哥亮出证明 证明自己家境一般 却能在十年里 通过省钱 全款在市区买下两套楼房 徐哥你好 谢谢你的打赏 陈然客气地道了声谢 陈医生 咱们可以连麦吗 当然可以 不过接受我的看诊和治疗 是需要付费的 陈宇趁此机会定下规矩 连麦看诊五千块 需要治疗 再支付五千块 很快 屏幕中出现了一张 宝金沧桑的男人面庞 你们确定 这人只有三十五岁 五十三岁还差不多 一名新来的水友发出疑问 一看你就不是徐哥的粉丝 徐哥这张老脸 代表着往昔的争容岁月 知道徐哥为什么能在十年内 全款买下两套房子吗 请看他的脸 再请看徐哥的穿着打扮 徐哥徐哥 省钱最多 经由徐哥粉丝的提醒 因为陈宇而注册虎语平台的新水友 纷纷看向徐哥的穿着 徐哥脸庞有黑 布满了皱纹沟壑 衣裤布满补丁和布片 活像技工穿的百纳衣 脚上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 说他是百万大主播 更像是街头拾荒者 陈医生 你有买房的打算吗 要是有的话 欢迎你关注我的直播间 我能帮你用最快的时间 全款买下你中意的房产 徐哥笑容满面的杨起手 和陈宇打了个招呼 顺便给自己打了个广告 想买房 找徐哥 按他的办法省钱 全买购房不是梦 徐哥不愧是徐哥 每一分钱都花到刀刃上 我还奇怪 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 原来徐哥是拿这钱当广告费 百万大主播跑到别人直播间 当着对方主播的面 给自己打广告 除了徐哥也没谁了 看着谁有门的调侃 徐哥根本不往心里去 省钱既是他的生活方式 更是成名的招牌 陈宇笑着说道 我暂时没有买房的打算 不过 来了来了 不过出现了 徐哥 现在跑还来得紧 陈宇生下诊断 最轻易于起步 徐哥快走吧 再不走就完犊子了 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 什么受害者 明明是患者 水友们或是好心 或是调侃 等着看一会的乐子 徐哥笑问道 陈医生 你不会想说 我有精神疾病吧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心态不知道有多快乐 陈宇说道 心态快乐 不代表没有精神疾病 我不信 正如熟悉徐哥的水友们调侃那样 一分钱掰成一块钱花的徐哥 破天荒地打赏一个价值三千块的嘉年华 的确是为了蹭热度 给自己打广告引流 那咱们就先聊聊 看在你送我一个嘉年华的份上 我免费说一说 你的病原起因 好呀 凡是免费的事情 就没有徐哥不喜欢的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父母是双职工 家庭条件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由于工作缘故 父母自小将你送到农村爷爷 奶奶家抚养 二老经历过困难时期 天天教育你 节俭省钱 从此以后 节省两个字 深深融入你的骨髓当中 你十九岁接了你父亲的班 成为了一名工人 依靠着节衣缩食 仅用十年时间 就在当地闹市区 全款买下两套房子 徐哥一开始听得还挺仔细 到了后面 直接笑了出来 哈哈 没想到陈医生这么关注我 平时没少看 我的视频录播吧 陈宇说的这事情 徐哥曾经当过谈资 说给水友们听 一般大主播的直播 都会有人进行录制 只要去看录播 这些内容不难得知 我还没说完呢 陈宇不慌不忙 继续说道 你为了省钱 每天下班 都会去垃圾堆 捡别人不要的购物袋 用公共洗手间免费的水 将它们清洗干净 拿回家自用 有一次 一个塑料购物袋破了 你选择用针线 将它缝好继续用 听到这里 徐哥心头一惊 陈宇说的没错 他的确干过这事 你妈 这不是省钱 这是有病吧 听过缝衣服缝袜子 头一次听说 缝塑料袋继续用的 难怪能在十年里 全款买两套房 比不了比不了 教室上课中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徐哥 我给你打赏十块钱 你能不能把 缝过的塑料袋 寄给我沾样沾样 为什么不用透明胶袋沾上 话题终结者出现 不认识徐哥的水友们 今天算是 彻底开了一回眼界 收集塑料袋 当垃圾袋常见 但都是收集自己家里的 徐哥不得了 去垃圾堆 捡垃圾袋不算 还用针线缝好缺口 徐哥认真道 大家都别笑 使用不花钱的塑料袋 也是省钱的一个妙招 水友们顿时无语 陈宇继续道 你的省钱妙招 可不止这个 为了省水 你在洗手间准备了一个罐子 每次小便都尿到罐子里 等到罐子满了 用来冲马桶里的大的 水友们感觉内心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以为凤塑料这招 已经无敌了 唉 我还是年轻了 徐哥的肾功能很强大 你们先聊 我去洗手间吐一会 积攒唾液冲马桶 会不会更卫生一点 我封你和徐哥为 省钱界的卧龙凤厨 圆汤化圆石 饶是徐哥脸皮在后 这回也有点招架不住了 三年前 你差点将你们全家人送走 住院期间 你弟弟只差一丢丢 再次被你送走 陈宇面带笑容 轻描淡写地爆出一个心挂 事事无常 大肠包小肠 徐哥 你和你弟弟到底什么怨什么仇 非要把他送走 薯片肥宅水准备就绪 坐等听故事 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看过昨天直播的水友 已经依稀总结出一些经验 一旦陈宇开始说不过 再配合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 不但会有大瓜吃 并且还会乐子不断 从徐哥直播间跟过来的网友 平时没少听他的省钱小妙招 多去高档小区 年轻人多的公寓附近垃圾堆转悠 记住网址MQX2R 有很大几率 捡到七八成新的家具 衣服 鞋子 洗漱用品 去各大喜划网站 做有奖调查问卷获得 非必要不洗衣服 去大众浴池洗澡的时候 把脏衣服带去一块洗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节省水费的方式 全家人吃饭用锅吃 以上种种 不胜列举 粉丝们不止一次感叹 徐哥一家四口人 能健健康康活到现在 绝对是个奇迹 如今 听到徐哥差点把全家人送走 直播间气氛 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十岁那年 你妈妈给你五毛钱 让你去商店买一包盐 路过楼下垃圾桶 你看到一个透明塑料袋里 装着小半袋白色粉末 雾把里面的洗衣粉 荡成食用盐 拿回家 直接倒入了盐罐子 一家人因此中毒 好在送院急时 才没有生命危险 由于你弟弟年纪最小 恢复得最慢 为了给他补充营养 你去水果店 打算搞点水果 捡了跟老板扔掉的红心甘蔗 又再次将你弟弟 送入急诊室 陈宇如同当事人一般 将整件事情 说得如数家珍 乖乖 徐哥省钱省的都磨争了 洗衣粉和食用盐都分不清 科普小常识 红心代表甘蔗变质 变质甘蔗含有大量神经毒素 清明着 晒过蛇 徐哥 洗衣粉啥味 垃圾堆捡到的东西也敢吃 徐哥就这么急着 送走全家人 我要是徐哥弟弟 一定要大喊一声 活着真好 不了解徐哥的水友们 心里不约而同出现一个词 磨争人 我想着 能省一分就是一分 没想到会害得一家人住院 那袋洗衣粉我尝了一口 味道的确有点咸 因而以为 它是被人扔掉的食用盐 徐哥脸红的 跟猴屁股似的 饶食他为了省钱 将脸皮练得刀枪不入 想起那件事情 还是不由的面皮发烫 陈宇笑道 在省钱这条路上 你闹出不少乌龙笑话 不过一直不改初心 在你统一管理下 你们全家生活费 每月严格控制在几百元 父母和弟弟对你颇有怨言 不过随着你十年内 先后买下两套二手房 他们的怨言也随之消失 几年前 你投入直播行业 依靠着各种省钱小妙招 半年内吸粉百万 去年 你又买了两套新房 手上还有几百万存款 徐哥都快听傻了 陈燃到底是心理医生 还是私家侦探 怎么对自己家的事情这么简 无论是为了省钱 闹出的乌龙笑话 还是后面买了几套房 拥有多少存款 这些内容 徐哥都不曾和谁有分享过 别的主播是团队帮忙立人设 徐哥省钱到骨子里 这特么是真人设 主播现在都这么挣钱钱吗 又是买房子 又是百万存款 我承认 我酸了 全家人每月生活费几百块 这家人都是忍者神龟啊 看着水友们发出的感慨 徐哥颇为自豪 兄弟们如果想买房 欢迎来我的直播间 我有无数省钱小妙招 绝对能让大家数年内 全款拿下一套房子 水友们直呼好家伙 这时候 还不忘给自己直播间打广告 估计这场直播下来 徐哥起码能增加数万粉丝 送出三千块的嘉年华 换取数万粉丝 徐哥的算盘珠子都快打出火星子了 面对不停挖自己直播间墙角的徐哥 陈宇既不生气也不多说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连续打了七八回广告 徐哥总算是停下了 陈医生 我承认你有些门斗 说的这些事情也基本上全对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没病 预期目的达成 徐哥冲着直播间里的广大网友挥手告别 准备结束连麦 开他的徐哥省钱小课堂 陈宇说道 你不但有心理疾病 很快还会生出第二种心理疾病 此话一出 直播间弹幕滚滚而来 两开花 妙不可言 陈医生就别卖关子了 徐哥到底有什么病 说出让大家乐 关心一下 徐哥微矣 周姐还有那个樱花 单是一项抑郁症 就已经让他们苦不堪言了 徐哥再创新高 徐老弟 听老哥一句劝 赶快撤 别犹豫 来人哪 将这个二五仔拖出去 徐哥苦笑道 既然谁友们都这么说了 陈医生 那你就说说 我到底有那两种心理疾病 对于主播们来说 天大地大 谁有罪大 一时父母们兴致盎然 这时候断脉离去 相当于不给父母们面子 结果就是大量掉粉 甚至自己的粉丝 还会转投别的主播旗下 陈宇淡淡道 接下来 可就开始正式诊疗了 听到正式诊疗 徐哥面露难色 花三千块送家年华 徐哥心理斗争做了一夜 让他拿五千块看诊 说实话 不比哥他一块肉强多少 五千块看诊费我出了 陈医生 开始看诊吧 一个特效弹幕出现在直播间 徐哥的榜一大哥空降而来 多谢榜一大哥厚爱 徐哥大喜 冲着榜一大哥千恩万谢 陈宇似笑非笑道 这位患者 你的第一项心理疾病 是情感障碍中的病态自我控制 这是什么病 徐哥下意识问道 一会我再和你解释 陈宇将徐哥的问题一带而过 转而说起 他的第二项心理疾病 造狂症 并且还是造狂症中 最危险的攻击型造狂 我 攻击型造狂 陈医生 你别闹了 徐哥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不怕告诉你 我从小就是个瘦气包 从来只有别人欺负我的份 我根本就不敢打架 徐哥笑得肚皮都快裂开了 什么是病态自我控制 徐哥不清楚 不过造狂症 根本和自己扒杆子扯不着关系 读书多得出来 解释下 啥叫病态自我控制呗 小葵花课堂开课了 病态自我控制 属情感障碍中的一种 病理表现为 长期对自身进行相当于自虐的严苛要求 俗称自虐成癮 借而获得安全感和满足感 这说的不就是徐哥吗 把妈去掉 徐哥他家搓枣筋 用乱了不换 筷子发霉还能继续用 我当时觉得 他有一种自虐情绪 果然是有病 水友们调侃中 带着唏嘘的意味 看完其中一名水友的名词解释 大家不由自主的感觉 徐哥好像 还真是病态自我控制 勤俭节约是美德 怎么会是心理疾病 徐哥反驳道 陈宇说道 你说的没错 勤俭节约的确是传统美德 可一旦走向极端 它就是病 你胡说 听到陈宇称 勤俭节约是心理疾病 徐哥不由得有些动物 这位患者请你冷静 不然 我们很难接着聊下去 陈宇点出 徐哥已经有了躁狂苗头 徐哥压着火 说道 我不生气 你接着讲 我倒要听听 你还能说出些什么来 陈宇说道 当你得知最宝贵的东西 即将消失 你的躁狂症 就要彻底发作 我最宝贵的东西 徐哥满头雾水 男人最宝贵的东西 当然是真操了 校友 握个手吧 我也是难得学校毕业的 徐哥最宝贵的东西 应该是钱吧 恭喜这位朋友 学会抢答了 难道说 徐哥的钱 即将被人骗走 一时间 谁有门展开猜测 分析徐哥的钱 会以什么方式不翼而飞 陈医生 你这回恐怕说错了 徐哥露出自信笑容 起身离开屏幕前 再次回来 手里多了一张存折 随着徐哥展开存折 异常串数字 出现在谁有门眼前 558万 7620元 徐哥很清楚 这两年电话诈骗 和网络盗窃案件众多 因此 徐哥存钱的账户 既没有办理银行卡 也没有开通网上银行 就连电话银行转账功能 也没开通 唯一的取钱方式 是本人拿着证件和存折 去银行柜台取 陈医生 请问小偷或者骗子 怎么将我的钱拿走 而听徐哥质问 陈宇不紧不慢道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 也有可能是唐僧 拿走你钱的 也未必是小偷骗子 那又是谁 徐哥语气咄咄逼逼人 你的亲人 不可能 徐哥大声道 我和家里人的关系非常好 爸妈小弟对我言听计从 他们没理由偷我的钱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他们要偷 也根本没有得手的机会 存折一直由我保管 我爸妈还有我弟弟 都不知道存折在什么地方 徐哥这回是真闹了 陈宇越说越离谱 竟然诬陷自己的家人偷钱 简直是岂有此理 爸妈一向是自己为骄傲 小弟虽然有些不着调 却是个好孩子 谁都能偷自己的钱 他们都不会 兄弟们 我有一种感觉 徐哥要被打脸 我一吸在徐哥身上 看到了樱花和周姐 最开始的秘制自信 接下来 是要上演家庭恩怨剧 楼上是懂得总结的 有一说一 徐哥的亲人 真会干出这种事情吗 这年头 亲人为了钱反目的还少吗 徐哥没心思理会弹幕内容 立声要求陈宇当众道歉 你如果不相信 可以给房管局打个电话 陈宇开口道 房管局 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打电话 徐哥问道 当然是问你 名下几套房子的现状 听到这话 徐哥更是一脸冷笑 你不会是要说 他们把我的房子 给抵押出去了吧 陈宇点点头 承认了徐哥的猜测 哈哈 下一秒 整个直播间的水友 都听到了徐哥的狂放大笑 徐哥是不是气傻了 我看向 不然干嘛笑得这么犀利 你们才傻了呢 换成我是徐哥 我也会大笑 为吗 按照相关规定 房产抵押 需要房主本人到场 不然无法办理 抵押贷款 楼上大哥 背了多少钱房贷 还贷辛苦吗 扎铁了 老心 如果说先前 陈宇说 徐哥的亲人 要偷他的钱 大家多少有些相信 这次 水友们是怎么都不信了 除了大批房贷 老哥现身科普 水友们还查了度娘 得到的结果 和老哥说的一样 不管是抵押 还是变卖房产 房主本人必须到场 这是个硬标准 这位患者 我说的是真是假 你一通电话打过去 答案自明 陈宇还是那富高深姿态 丝毫不应水友和徐哥的质问而紧张 打就打 为了证明自己和家人感情无间 徐哥真的拨打了房管局电话 什么 不多时 震耳欲聋的惊叫声 响测直播间 妈呀 吓得我了 耳机挡快被震聋了 老子正在切菜做饭 徐哥这一嗓子狼嚎 我差点把手指给切了 陈医生不会又说中了 这剧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决定了 下午翘课 翘课加一 我请病假翘班 赵铁柱 别以为换了麻将我认不出你 我是人事经理 你明天去财务不领工资 哈哈 谁要翘班现场翻车 陈医生乌鸦嘴果然是名不虚传 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乌鸦嘴 明明是徐哥不听劝 非要留下来找虐 你们就不好奇 没有徐哥本人在场 他名下的房产 怎么会被抵押 直播间弹幕顿时消失无踪 谁有门各个赛猴子 单听徐哥那一声尖叫 答案已经浮出水面 房子百分百被抵押出去了 问题是 这不科学啊 回过神的徐哥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房管局工作人员明确答复 名下四套房子 全部处于抵押状态 抵押手续齐全 中间环节符合规定 也是这句话 惊得徐哥大叫出声 什么叫符合规定 自己这位正牌房主 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陈然继续说道 你父母拿着你存放在他们手里的房产证 将你的四套房子 先后抵押给银行 至于得到的贷款 通通给了你弟弟 哄 徐哥脑子都快炸开了 自己为这个家 拼了命的省钱 好不容易有了数百万存款 四套房子 刚过上好日子 父母竟无情的被赐自己 这是什么父母啊 重话飞送的吧 只听过狠心的后爹后妈 还第一次见亲爹亲妈 这么坑儿子 小儿子大孙子 老两口的命根子 屁 这分明就是父母偏心眼 先有福地魔 后有福儿魔 真尼玛够溜 水友们同仇敌忾 纷纷站在徐哥这边 声讨徐哥父母的无良心肠 这位患者 你现在什么感觉 愤怒 憋屈 难过 徐哥面容苦涩 还认为自己 没有心理疾病吗 陈宇笑问道 徐哥正要点头 随机猛地摇头 陈宇笑容不减道 想不想知道 你父母是如何绕过你 将房子抵押出去 想 徐哥不假思索 不但徐哥想知道 广大水友们同样心怀不解 声讨归声讨 老两口如何能在徐哥不在场的情况下 以正常流程将房产抵押出去 把你弟弟的照片拿给大家看看 水友们会给你一个答案 闻言 徐哥立刻找来全家福 指着上面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 我们大家都明白了 仅看了一眼徐哥弟弟的长相 水友们通通恍然大悟 徐哥和他弟弟不是双胞胎 可是这长相 起码有八分相似 再将头刑弄一下 已经逼近九分 是我弟弟冒充我 跟我爸妈一块 伴侣了房产抵押 徐哥心如死灰 头脑倒是很清醒 你们兄弟二人 长得如双胞胎一样 周围邻居尚且难以分辨 更不要说银行工作人员 陈宇顿了顿 又说道 你现在是打算去找你弟弟 将钱要回来吧 徐哥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道 陈医生你说的没错 我要去拿回我的钱 二弟大学毕业已经三年 一份正经工作都找不到 天天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不赶快把钱拿回来 搞不到都要被他挥霍光 陈宇双手交叉 怂起肩膀道 不用去了 四套房子抵押款 都已经被他花掉了 全部花掉了 徐哥感觉血气上脑 两只眼珠血红血红 四套房子抵押给银行 抵押款怎么也得有两三百万吧 徐哥的二弟 花钱也太猛了 忽然觉得没有兄弟姐妹 其实也挺好的 徐哥太可怜了 辛辛苦苦十几年 一下回到解放前 上辈子 徐哥到底做了多少年 才能摊上这种父母和弟弟 你们看 徐哥双眼血红 好像真的有造狂症啊 徐哥冷静 千万别干傻事 钱没了还可以再挣 别为了这点事 把自己搭进去 玩归玩闹归闹 谁有门真的担心徐哥干傻事 一边安慰徐哥冷静 一边查阅造狂症具体表象 大家越查越心惊 造狂症是所有心理疾病中 攻击型最强的一种 一旦受到刺激发病 会干出不计后果的恐怖事情 他是不是拿钱去赌了 你弟弟没有赌博 钱是被他做生意花掉的 啪 陈宇这边话音刚落 徐哥气得拍案而起 这个兔崽子 徐哥一边骂 一边说道 几个月前 他跟我借钱做生意 被我狠狠训了一顿 肯定是因为我不借钱 才会把主意放在我的房子上面 爸妈真是老糊涂了 竟会答应 配合二弟抵押房子 话题再次回到徐哥的父母身上 谁有门感慨 徐哥父母的确是老糊涂 小儿子说做生意 两人二话不说 配合他抵押了徐哥的房子 父母糊涂 徐哥二弟更不是东西 也不怪徐哥双眼充血 气得破口大骂 换成他们摊上这种弟弟 早就去厨房拿菜刀了 就算不砍死他 也一定要把兔崽子打进医院 陈宇冷不丁说道 你的房子还有机会拿回来 你愿意相信吗 愿意愿意 要是真的能把房子拿回来 陈医生 您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 我给您立个牌位都行 得知抵押出去的房子 有机会拿回来 徐哥好似溺水之人 碰到救命稻草 这位患者请冷静 菩萨 牌位 都是封建迷信产物 以后不要再说了 我给你指出的办法 都是由科学为依据的 陈宇严肃重申科学二字 想要拿回房子很简单 去法院起诉你二弟 听到这个办法 水友们纷纷叫好 老二伪装成徐哥办理房屋抵押 本身已经违法 流程违法 抵押合同自然要作废 至于银行的贷款 将由徐哥的二弟负责偿还 不同于群情激愤的水友 徐哥这时候 反而犯起了犹豫 说一千到一万 那个人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 把他告上法庭 父母能受得了吗 况且 几百万的巨款 二弟这辈子都够强能还上 如果我去法院起诉我弟弟 他之后的下场会是怎么样 徐哥有些紧张地 看着屏幕对面的陈宇 你弟弟无力偿还这么多钱 两个月后 选择投合自尽 陈宇慢条私礼道 你父母也因此双双病倒 很快撒手人还 这不是家破人亡吗 徐哥心都要跳出来了 的确是家破人亡 但是你的房子保住了 陈宇表情高深 目光玩味地看向徐哥 除了去法院起诉 还有别的方法保住房子吗 徐哥又问道 有 陈宇言简一概道 用你手头的存款 帮你弟弟偿还银行贷款 闻听此言 徐哥真想将二弟抓到面前 狠狠抽他几十巴掌 这都叫什么事情啊 徐哥平时恨不得一分钱 掰成一块钱花 打赏陈宇一个嘉年华 他都犹豫得一整夜没睡觉 如今可倒好 二弟联合父母 抵押了他的房子 徐哥不但一个子没见到 又要拿出大笔真金白银 给二弟还账 这个办法可以避免 家破人亡的悲剧 不过 陈宇停顿了一下 问道 确定要听下去吗 记住网址 MQX Law 震惊 心理医生竟然对患者 说这种话 我的 CU新闻总编 明天你速来编辑部上班 陈医生又要整活了 看他的直播 最好提前上一趟厕所 不然全程无尿点 陈医生 你接着说吧 徐哥把心意横 选择听下去 由于你放弃起诉弟弟 他和你父母全都健在 不过几年后 他们最终还是会离开你 你拿出400万积蓄 偿还银行贷款 之后 担心他们继续拿你的钱 像是看贼一样的盯着他们 几年后 你父母和你弟弟终于受不了 选择不告而别 前往别的城市生活 等陈医讲完 第二选择结局 徐哥整个人都要实话了 起诉弟弟 家破人亡 放弃起诉 代替弟弟还款 几年后还会变成孤家寡人 我承认徐哥很可怜 但我就是想笑 双向死局 决决子 这还真是个无解的难题 看过昨天直播的水友 纷纷想起了可怜的樱花 陈瑜给他的两个选择 貌似也都有瑕疵 徐哥已经不想教训弟弟了 只想保全这个家 可是第一个和第二个选择 最终都会失去家人 根本无解啊 徐哥感觉自己 不仅患有病态控制 以及狂躁症 更多了的抑郁 不 是很抑郁 陈医生 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 毫无办法的徐哥 再次选择向陈瑜求助 有 瞬间 徐哥喜行余色 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随口疑问 没曾想会有意外之喜 陈瑜面说道 第三个办法 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拿出四百万长还银行 保住房子 第二阶段 将你手头剩余的一百余万 通通交给你弟弟做生意 啥 还让他做生意 这不是拿钱打水漂吗 徐哥投摇的 跟波浪古似的 还以为陈瑜的第三个办法 有多高明 没想到全是失望 听我把话说完 你再决定同不同意 陈瑜示意徐哥稍安勿躁 转而开始问起他问题 是谁建议你开直播的 是我弟弟 徐哥如实说道 陈瑜点点头 又问道 又是谁让你主打省钱 这类直播风格的 也是我弟弟 这两件事证明 你弟弟有着敏锐的商业眼光 并非是你所想的 无所事事的闲散人员 陈瑜接下来 讲起徐哥弟弟的另一面 你俩虽然是兄弟 长得也很像 不过性格南辕北辙 你认为钱是省出来的 你弟弟却十分不认同 更认为钱是挣出来的 见陈瑜这么说 徐哥承认他说的没错 二弟的确讲过这话 为此 兄弟二人曾经吵过好几次 在徐哥看来 做生意挣钱难如登天 稍有不慎 就会赔得稀里哗啦 还是省钱更加稳妥 就连开直播 也是因为弟弟说 直播成本极小 只要有电脑和手机就行 你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 省钱才是王道 殊不知 这事的病态心理表现 徐哥的病态自我控制 不但对自己严苛 对家里同样严苛 整个家里 徐哥不同意的事情 谁都不能去做 不久之前 你弟弟发现了一次绝佳的商机 大着胆子跟你借钱 结果 你已经说过了 把他狠狠臭骂了一顿 这次机会过去以后 你弟弟并未死心 很快又发现了新的商机 由于手里没有资金 只能向你父母借钱 可惜 他们的退休金 无法支撑这笔生意 随即二老 想起你存放在他们手里的房产证 经过一番考虑 他们准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 抵押房产证 暂时换取资金 帮着二儿子完成这笔生意 当你弟弟拿到钱的时候 商机已经转瞬即逝 徐哥忍不住插话道 我弟弟他根本不是 如果我告诉你 这两次商机 但凡他抓住一次 都能获得十倍的回报 你还会说 他不是做生意的材料吗 十倍回报 徐哥目瞪口呆 您不会再骗我吧 咱们医患之间聊了这么久 我有哪句话是假话呢 陈宇问道 徐哥仔细琢磨 貌似陈宇说的 好像都对 可惜 好的商机就如流星一样 过去也过去了 再也回不来 陈宇放缓语气 声音中带上了一丝惋惜 拿着抵押房产得到的几百万 你弟弟开始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然而 这笔钱即是他的创业资本 更是比泰山还要中的担子 天天坠坠不安 担心有一天 你会发现房子的事情 很快 你弟弟心态开始变得焦急 丧失了以往睿智冷静的商业头脑 急于求成遭人欺骗 一下子丢光了手里的全部资金 陈宇讲完徐哥二弟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又讲起 为什么让徐哥支持二弟做生意 有了被骗精力 加上大哥的全力支持 徐哥二弟会很快振作起来 日后不但会成为商业新星 还会十倍百倍地回报徐哥 徐哥问道 他能回报我多少钱 陈宇竖起三根手指 三千万 徐哥愕然道 不 三个亿 直播间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投资一百多万 最终获利三个亿 要是别人这么说 绝对会被当成骗子 可这话从陈宇嘴里说出来 可信度99% 剩余的1%不相信 来自于刚进入直播间的薪水油 这剧情何止是峰回路转 简直快地杀不住车 何等家庭 能养出两个卧龙凤厨 一个省钱省到病态 另一个赫然是生意方面的小天才 勤俭节约是美德 但凡事都要有一个限度 一旦超过这个度 事情往往会走向极端 你父母在瞒着你的情况下 配合你弟弟抵押房产 这件事不论怎么说 的确都是他们不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宇发出灵魂拷问 让徐哥仔细想一想 一向对他言听计从 将徐哥当成骄傲的父母 何至于干出这种一反常态的事情 刹那间 直播间鸭雀无声 谁有门也很想知道 徐哥父母这么做 到底是偏爱老二 还是另有隐情 徐哥想了想 不确定地问道 不是老二用言语说服了我爸妈吗 不是 陈宇摇摇头 陈医生 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来 也没心思去想 您直接告诉我答案吧 也罢 你听仔细了 陈宇一字一句道 刚才的几句话里 我其实已经给了你答案 给我了答案 徐哥回忆着陈宇刚刚说过的话 猛然间脱口出道 难道是和我的节省有关 你说对了 就是和你的节省有关 陈宇点头道 不是所有的老人 都喜欢过省吃俭用的生活 你父母年纪大了 但不代表 他们不想过好一点的生活 之所以对你所谓的节俭作风 没有怨言 只因为他们是你父母 陈宇开始详细列举 徐哥这些年带领家人 过的所谓节俭日子 为了省钱 徐家吃的米 是那种快要过期的特价米 味道一般不说 有些因为快到保质期 出现发炒反胃的情况 除了大米 蔬菜水果品质更加的糟糕 几乎都是徐哥去菜场 水果店捡来的烂菜莓果 过了长达十几年这样的日子 你的父母即便在爱你 心里也是怕了 都说只子莫如父 你父母清楚 你省钱是性格使然 同样也清楚 你二弟不是那种 嘴上眉毛的毛头小子 加上你二弟答应挣了钱以后 带他们搬出去令国 这才会促使你父母 瞒着你抵押房产 陈宇看了一眼表情羞愧的徐哥 你的节俭生活方式深入骨髓 认为钱都是省出来的 本来无可厚非 究其种种 这是你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旁人说不出什么 抢拉着家人 跟你一块过吃糠燕菜的日子 你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 这番话说出来 谁有门不禁同情起 徐哥的父母和弟弟 陈宇说的没错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 生活方式的权利 却没权利要求别人 跟自己过一样的日子 这过得叫啥日子 我家宠物 吃的都比他们家好 换成我是徐哥的父母 第一天就要和他翻脸 我怀疑你在占徐哥便宜 我突然理解了徐哥父母 这件事情当中 无论是徐哥父母 还是他弟弟 乃至于徐哥自己 其实都有错 楼上说得好 以前条件不好 吃糠燕菜是无奈之举 如今日子好了 没必要为了省钱 放弃所有生活中的快乐吧 徐哥 要不你就原谅你父母和弟弟吧 一家人快快乐乐在一起 比什么都幸福 谁有门化身接到大妈 你一言我一语 劝说徐哥原谅父母 经过陈宇的说明 大家也都明白了 徐哥父母真不是偏爱小儿子 实在是这种日子过怕了 想着老二做生意挣到钱 能带他们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这位患者 你愿意接受 我给你指出治疗方式吗 愿意 徐哥质地有声道 陈医生你说得对 我的确是有病 并且病得还不轻 总以为自己才是最正确的 没考虑过父母和弟弟的感受 今天要不是来了你的直播间 恐怕 恐怕我这个家 很快就要散了 徐哥红着眼圈站起来 内心感慨万千地 冲着屏幕居了一躬 您治好了我的病 并且还救了我家人的命 从今天开始 我会适当改变自己的节省作风 保证家人各种生活条件的基础上 适当地勤俭节约 徐哥除了感激 更多的是后怕 若不是心血来潮 跑到陈宇的直播间蹭热度 过段时间会发生什么 他想都不敢想 省钱是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而不是天天吃糠艳菜 穿着破衣烂衫 一味的节俭 又不考虑实际情况 这就相当于是本末倒置 陈宇露出笑容 帮着濒临破裂的家庭 重归于好 因此而来的功德气韵 应该不少 陈医生教训的是 您说的这些话 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改变自己 徐哥先从懂得感恩开始 接下来 徐哥干出了一生中 从未有过的事情 一次性打赏陈宇十个嘉年华 徐哥真是赚了性格 舍得拿出这多钱答谢主播 换成是我 二十个嘉年华我都舍得 陈医生挽救了徐哥一家人 这可是救命之恩啊 放在古代 那是要立长生牌位的 虎于第一抠门主播徐哥 破天荒打赏出十个嘉年华 等于给陈宇打了一波火广告 中午 不是观看直播的高峰期 然而靠着徐哥的这波火广告 以及水友们的呼朋唤友 直播间人数直逼二十万大关 并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陈医生 我先下播了 咱们回头再聊 临走前 徐哥不忘支付5000块治疗费用 徐哥下麦后 陈宇淡笑道 欢迎下一位患者连麦 话音刚落 直播间出现了绚丽多彩的嘉年华特效 又有人打赏嘉年华 而且一次性打赏100个 徐哥不是走了吗 怎么嘉年华还在持续 这种土豪作风 不像是徐哥 肯定不是徐哥 100个嘉年华 可是30万 会不会是某个不差钱的富二代打赏的 水友们正在讨论 哪个土豪这么豪爽 已经有人连上了陈宇的麦 看清连麦之人是谁 直播间里20万水友 内心只有一个词 卧槽 怎么可能是他 连麦之人是一名身穿西服 年纪大约50岁左右的男人 网名鼎盛徐总 通过摄像头不难看出 鼎盛徐总身处的位置 应该是办公室 办公室装修考究 格调奢华气派 比起樱花家的卧室 这间办公室更加的高大上 快来看呀 咱们当地地产大鳄徐总 和我再一个直播间 徐总 我给你当粉丝 以后买你们集团的楼盘 能不能给打个折 人生第一次 和大人物的距离这么近 恍如梦中 通过水友们的弹幕 陈宇得知 连麦的男人大有来头 身份是当地鼎盛地产集团老总 鼎盛地产成立于十几年前 正好赶上了地产市场景喷的红利期 到了今日 集团市值上百亿 鼎盛徐总 更是被列为当地百大富豪之一 区区博力不成敬意 徐总微微一笑道 听闻陈大师神通广大 不知能否帮我测一下命运 若有答案 徐某人定有厚礼 等一下 陈宇打断徐总 表情严肃地纠正他话中的错误 自己是心理医生 不是大师 算命是迷信行为 陈宇的直播间 只提供心理健康诊疗服务 不进行任何封建迷信活动 徐总显然没想到 自己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陈宇给训了 更让徐总没想到的 还在后面 趁着这个机会 我再次向大家声明一下 我的直播间里 不允许出现任何封建迷信的话和活动 普及科学系统的心理知识 帮助心理疾病患者走出阴影 这才是直播间主旨 陈宇面容严肃 再有人说 未卜先知 神神鬼鬼之类的话 一律拉黑 徐总被陈宇一正言辞的话 说得一愣一愣 经商几十年的他 眼界远超直播间里大多数人 不难看出 陈宇是有些本事的奇人 毕竟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旁人不知道 不代表不存在 只是怎么都没想到 对于奇人的尊称 大师 到了陈宇耳朵里 就像是在骂他一样 声明完直播间规矩 陈宇将目光投向许总 我就喜欢主播这睁眼说瞎话 还正义凛然的模样 主播的本事懂得都懂 不懂得 只能说悟性不够 陈医生一边说崇尚科学 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出 你家祖上八代都干过什么 哈哈 总结的精辟 应该是屁精 狗头 而等凡人 岂能识得高人模样 举报 举报加一 半个小时前 才注册账号的许总 第一次领略到 什么叫直播间里欢乐多 望着妙语连注的弹幕 许总苦笑着摇了摇头 看来 这群网友也不傻 大部分都知道 陈宇是在胡说八道 这位患者 咱们可以开始了 陈宇脸上出现那副 招牌式的高深笑意 许总快撤 你可不能抑郁 我买了你们集团的房子 现在还没交付呢 听大家一句劝 这个直播间有毒 你来之前 陈医生刚给人 鉴定出多项心理疾病 现在走还不晚 话是这么说 没有一个谁有 希望许总离开 大老板要是查出 有心理疾病 绝对能够引起轰动 陈大 陈医生 我最近身体出了一点毛病 查出了肝癌 陈医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看 我这病 应该选择国内那家医院 进行治疗 随着许总说出患有肝癌 直播间一下子炸开了锅 天呐 许总竟然得了肝癌 估计一会热搜就要炸了 听说许总今年才50多一点 没想到会有这种病 肯定是忙工作累出来 突然觉得 躺平其实也挺好 起码不会累出病 谁有门大发同情之心 已经没有了等着看乐子的想法 对于成功人士而言 50多岁正直壮年 忽然查出患有肝癌 不亚于天塌地陷 网上有一个段子 人生最悲剧的莫过于 钱还在人没了 陈医双手交手 不急不缓地说道 你真希望我帮你选一家 国内医院治病 不然 我为什么来找陈医生 许总但笑道 陈医生的直播录屏我看了 对于你的本事深信不疑 有劳陈医生 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医院 说完 许总给出承诺 只要陈宇帮忙选医院 他愿支付20万介绍费 呵呵 这位患者还真是财大气粗 陈宇面带冷笑 许总微微皱起眉头 感觉陈宇话中有话 这位患者恐怕还不了解 什么是心理咨询 我觉得有必要 给你讲讲规矩 不等许总开口 陈宇与气完味道 患者想要得到心理医生的有效帮助 第一药物是必须实话实说 有所隐瞒 或者抱有别的目的前来咨询 都会严重影响治疗效果 这位患者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而听陈宇说出的这番话 许总脸色变了几遍 最后 又变成了那副淡然模样 陈医生不妨说得明白一点 陈宇说道 与其说 你来找我商议选择医院的事情 倒不如说 你是来试探我的医术 实际上 你已经选好了医院 医院位于漂亮国 你同时还聘请了一支顶尖的国外医疗团队 此话一出 许总先是一愣 随即双手轻拍了几下 许总感叹道 许某是商人 只相信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冒犯之处 还请陈医生海涵 话音落下 许总直接十个加年华 难怪人家身价百亿 我只能拿每月几千的月薪 比不了比不了 开局 就按你猜我是谁 许总真是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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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越是成功的生意人 心眼越多 此话果然不假 谁有门事万万没想到 许总开局 就被陈宇设了个套 更没想到 陈宇不但没上当 并且几句话 就将许总的试探拆穿 见识了陈医生的能耐 许某人也就放心 许总笑道 我这次来找陈医生 的确是有事相求 请陈医生帮我参谋参谋 一桩价值30亿的生意 这就是有钱人和人聊天的方式吗 别说30个亿 我每周零花钱 连30块都没有 哪位大佬 V我50 300万 够我一辈子一事无忧了 你这要求有点高 我只要200万就行 300万我根本花不完 能够年收入10万 我就谢天谢地了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这样我老板就能成为亿万富豪了 过年烧之前 我都不曾烧过这么多 乍听到30亿这个数字 谁有门感觉跟做梦似的 以往只能在电视电影中看到的场面 如今出现在自己面前 记住网址MQX2R 徐总也是个妙人 不去和专业的商业精英探讨 反而跑到直播间 找陈宇商量这么大的生意 大家不用羡慕我 我能有今时今日的身家地位 其实也是吃了不少苦的 徐总看了眼屏幕 淡淡地说道 只要大家努力奋斗 总有一天 你们的成就会超过我的 再者说了 你们也都听到了 我刚刚减出肝癌 有再多的钱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又有什么用的 珍惜当下才是真的 徐总拿出两分钟时间 给水友们 灌了好大一锅心灵鸡汤 这位患者 你可以直入主题了 陈宇抬起右手手掌 示意徐总接着往下讲 徐总语气苦涩道 不瞒陈医生 我检查出肝癌之前 集团刚刚拍下一块 价值30亿的土地 虽然定了顶级的医院 最好的医疗团队 可是多长时间 能治好的我的肝癌 谁都不敢打这个包票 按照徐总的说法 他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 不论干什么工程 都习惯亲力亲为 现场监督 几个亿的工程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 这块价值30个亿的地皮 这块地皮是集团近10年来 拍下的价值最高的土地 我实在不放心 让别人经手 可如果迟迟不动工 对于集团资金压力 也是巨大的 恰好这个时候 我对一个老朋友过来看我 得知了我发愁地皮的事情 他提出了购买这块地皮的打算 不卖的话 空置地皮资金压力太大 可要是卖给他 我心里多少有些舍不得 说到这 徐总拿起办公桌的茶杯 喝了一口香茶润喉 听完徐总的这番话 我终于明白 有钱人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钱 身边朋友全都是大富豪 就这人卖网络 想不发财都难 地皮我买了 100块钱上品零食 此子恐怖至极 竟有如此多零食 我出一件天平法器 原来是你小子 偷了我们宗门的法器 受死吧 徐总买下的那块地皮 是在青龙山附近吧 我也看了新闻 徐总的这块地 好像是今年的帝王 几名水友发出的弹幕 侧面证明 徐总手里 真的有一块价值30亿的地皮 并且这块地皮 位于杭城郊外 著名旅游景区青龙山附近 一旦盖好楼盘 销量绝对差不了 徐总放下茶杯 说道 陈医生 情况正如网友们说的 这块地皮位于黄金地段 就这么卖了 我实在舍不得 但现实问题 也不能不考虑 我这并算上治疗和术后恢复 起码一年之内 我都没办法监督工程 将价值30个亿的地皮 空置一年 有可能出现现金流崩溃的局面 依你之见 我到底要不要卖呢 徐总点明卖与不卖的利弊 态度诚恳地请求陈宇 帮他下定一个决心 有人肯卖 为什么不卖呢 陈宇似笑非笑 既然陈医生觉得 卖地是上策 那我就听你的 徐总面带轻松 操控鼠标 准备继续打赏 不是我觉得 而是你已经做好了卖地的准备 所欠缺的 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陈宇语出惊人 水友们立马来了精神 纷纷感觉这里面有问题 至于什么问题 反正足够精彩就是了 相比于等着吃瓜的谁有 徐总内心忐忑不安 那副轻松神态不见踪迹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凝重 眉头紧紧皱起 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陈医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不明白 陈宇冷笑道 我已经说过了 看诊最重要是坦诚 你瞒得了别人 却瞒不过我这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 有些事情 你即便深藏心底 我也能通过面部为表情 以及各种肢体动作得到真实答案 为接下来放大招做好铺垫 陈宇画风急转 就算不去国外 那块地皮 你也不用多留手里一分钟 土地是好土地 你这个人 却不是什么好人 土地下面的东西 对你来说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陈宇每说一句 徐总脸色就难看一份 特别是听到土地下面这几个字时 徐总呼吸明显变得急促 袖斗麻袋 陈医生 你能不能暂停三分钟 我快憋不住了 预感接下来会有大瓜 我也想去上着厕所 小姐姐 咱们同去如何 LSP滚开 花生啤酒八宝粥 水果饮料爆米花 有人要买吗 见状 陈宇开始和水友们玩互动 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 猜一猜地产开发商 最怕的是什么 肯定是资金流断裂 应该是工地出安全事故 我在工地当过民工 楼上说的对 工地最怕出现安全事故 一出事故不但要罚款 还要停工整顿 你们根本就没抓住重点 陈医生表面问的是工地 实际是在问咱们 徐总怕的是什么 深论小能手 我要有你这样的领悟力 早就上岸了 水友们将各自的领悟能力 发挥到极致 猜测起陈宇话里的具体意思 短短三分钟时间 徐总额头出现了大量汗珠 时间到 大家既然想不到 就由我来揭开谜底吧 陈宇的下一句话 惊得水友们愕然不止 但凡做地产生意的老板 最害怕的是工地下面出现古墓 陈宇这边刚刚解开谜底 弹幕数量多到密密麻麻 这道题我会答 工地地下发现古墓 有可能会让一家地产公司破产 这是什么鬼逻辑 工地发现古墓 怎么可能让建筑方破产呢 黑人问号 求解答 一号选手加十分 工地有古墓出现 的确能让建筑方破产 即便不破产 也要伤筋动骨 楼上字多 听楼上 当即这名字称在文物管理所上班的水友 现场开始科普讲座 根据文物管理法 工地一旦发现古墓 施工方必须立刻停工 并且全力保障古墓安全 所需各项费用由施工方承担 其次 古墓挖掘过程中 工地控制权移交给考古部门 工地停工时间 需要按照古墓挖掘进度而定 挖掘一年 工地就要停工一年 挖十年 跟着停工十年 若是古墓面积太大 工程会被直接取消 古墓出现属于不可抗力原因 施工费用和地皮购买费用 相关部门不予退还 资金实力不强的建筑公司 一旦碰到这种事情 相当于被宣告破产 听完科普 一条条写着好家伙的弹幕 映入屏幕 看向面色惨白的许总 陈宇继续开口 这位患者 根据我对你的心理分析 你笃信风水迷信 每次工地开工之前 你都会请风水先生帮忙看风水 这块地皮买下来之后 你同样找了风水先生 看了没一会 风水先生吓得脸色大变 告诉你 这块地是什么营宅地 下面埋藏有墓穴 之后 你按照指点 派人打了几个洞 挖出一大堆古代陪葬品 你很清楚 这块地算是废了 借着出国治病这个理由 故意当着你朋友的面 提起有卖的打算 你那朋友也是直接 当场表示接受接手 并且给的还是原价 对方和你一样 也是一家建筑集团老板 担心被对方看出端倪 你并没有马上答应 只说考虑考虑 你跑到我的直播间 故意引导我 配合你演这场戏 一旦我建议你卖地 你就有了充足的卖地借口 刹那间 谁有闷 感觉自己的智商 被人用力丢在地上摩擦 有钱人都这么可怕吗 普通人一个心眼 他们足足有一百个 换成我跟徐总做生意 被人卖了 还要感恩戴德 坏人教我们学好 然后由着他们使唤 徐总 你做个人吧 他这肝癌 就是坏事干得太多才得的 这不是心理医生直播 这是高端商战课程 信了信许的鬼话 死了都要被骂活盖 观看直播的水友 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 哪里见过这种套路 不说坑朋友 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塑料姐妹花坑闺蜜 顶多是又当又利 徐总要么不坑 一坑就是三十个亿 徐总 知道你得了什么心理疾病吗 陈宇问道 什么 处于震惊中的徐总 茫然地回了一句 你得了抑郁中的厌试症 我厌试 陈医生 你这可就是危言耸听了 徐总脸色阴沉 徐某人经商几十年 什么阵仗没见过 哪怕集团有数次濒临破产 我都没有想过死 呵呵 陈宇冷冷一笑 你的集团曾经出现过三次破产危机 最终都被你安全度过 但是这一次 你过不去了 你的集团 马上就要破产 徐总听后大怒 斥责陈宇一派胡言 就算地皮下面有古墓 顶多是让我受到一些影响而已 远远达不到破产的程度 如果你的海外产业出了问题 无法及时向国内注入资金呢 你到底是谁 徐总表情惊诧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如你所见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心理医生 陈宇淡然道 早在多年前 你就看出国内地产市场出现疲软趋势 楼市泡沫繁荣 说不定哪天就会破碎 因此 你转移资金在国外购买了大量物产 已被不时之需 你虽然将大量资金转移国外 但是并没有放弃国内建筑生意 利用高杠杆疯狂拿地 迅速开盘预售 回笼资金 这套打法被你用了多年 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到了这两年 高杠杆遭到限制 楼市也没有早些年那么火爆 你只能将国外物产产生的租金收益 拿过来偿还银行贷款 等到手里几个项目受空 资金就能恢复正常 可一旦国外物产产生的收益不足 或者直接断掉 你的全盘生意都会崩溃 陈宇缓了口气 精彩 真是太精彩了 许总收敛其脸上的震惊 再次为陈宇鼓掌 没想到陈医生不但官人查物本事了德 就连这地产生意 你也是知知甚相 我眼下的情况 的确如你所说 资金链非常的紧张 不过 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在国外的那些物产收益良好 完全能够支撑国内银行产生的各种利息 许总和陈宇的你来我往 听傻了直播间谁有 剧情反转太快了吧 秋名山车神都没陈宇飙得快 编剧都进来看看 看完陈医生的直播 保证你们剧情灵感爆棚 大家快下注 猜猜许总会不会破产 举报了 不论许总会不会破产 反正人家过得比我们滋润 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 也就是大家只有一条命 就这剧情 放在泡菜国 怎么也得拍一百集吧 一百集怎么够 人家吃个饭都能拍四五集 起码两百集起步 此刻已经到了中午饭点 直播间人数不减反增 到了空前的五十万人 徐总表情自信满满 陈宇则是那副谁也看不够的高深模样 你既然这么看好国外物产收益 又何必伪造肝癌结果 故步一阵找国外医院 聘请医疗团队 陈宇一句话 直播间弹幕铺天盖地 难道不是为了掩人耳目 亲自过去盯着官司禁毒 想办法出手那些物产吗 徐总如遭雷击 身子亮亮呛呛的 跌坐回老板椅 我尼玛 徐总 你嘴里到底有没有真话 瞧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陈医生再剩一局 我是新来的 出什么事情了 兄弟 你最近有买鼎盛集团的房子吗 要是买了七房 自求多福吧 我明白 徐总为什么要伪造肝癌结果了 如果正常出国 财经记者肯定要跟踪报道 唯有借口治病 才能摆脱记者的跟踪 姓许的 退钱 眼下是个什么情况 全城围观的水友们 动若观火 正如其中一条弹幕说的那样 徐总嘴里特么没一句实话 口口声声说 国外物产经营情况良好 实则早已经出现问题 要不然 陈医也不说打官司这个词 徐总用自己当教材 亲身表演了一场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闹剧 妄图利用陈医料事如神的传闻 为自己卖掉问题地皮 寻找有利借口 可惜翻车了 之后又被陈医点出 欠了银行一大堆钱 每月利息数额巨大 续从国外抽掉资金 回国屏障 如今国外物产遇到麻烦 书写资金链 只怕说断就断 资金链断裂 崩盘就是分分钟的事情 陈医生 你说的再详细一点呗 徐总的国外产业 遇到了什么法律问题 担心陈医看不到 一名水友特地买了特效弹幕 偷税漏税 陈医冷笑道 而且还是在漂亮国偷税漏税 怪不得 偷税漏税在漂亮国可是重罪 难怪徐总要亲自出国处理 再不去 产业都要被罚没了 徐总真是瞎了心 跑到国外买物产 起码也该先了解一下 国外的法律法规 敢在漂亮国偷税 徐总纯纯是在阎望殿蹦迪 一些在漂亮国留学 或者定居的水友 先后发出科普弹幕 偷税漏税 在漂亮国不仅是重罪 还会遭遇巨额罚款 罚款金额 尚不登顶 漂亮国税务部门 号称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在他们眼皮底下偷税 就要做好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的准备 陈医生我错了 我不该利用你 更不该怀疑你 徐总强打精神 态度卑微地向陈医道歉 只要你能帮我渡过这次难关 我可以给你钱 给你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 如果你不要钱 我也可以给集团股份 陈医讲出的那些话 犹如一只只无形大手 将徐总身上伪装 扒扯得干干净净 他是真怕了 你还认为自己 没有厌视症吗 陈医问道 我有厌视症 徐总痛苦地闭上眼睛 这关要是过不去 是真的活不成了 实话实话才是好患者 会集记医要不得 陈医点点头 说道 想要治好你的厌视症 其实也不难 国外的税务官司必败无疑 你与其做无用挣扎 倒不如快刀斩乱麻 放弃全部国外资产 徐总文言瞪大眼睛 怀疑自己听错了 陈医到底是在帮自己想办法 还要再送他一程 当初购买这些产业 徐总花了四五十个亿 陈医一句话 就让自己全部放弃 真是宰卖也甜心不疼 陈医一眼看出徐总心里的想法 不急不缓地说道 放弃国外全部产业 是治疗你厌视症的第一步 紧接着 卖掉除那块地皮外 全部生意和产业 收拢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够了 徐总粗暴打断陈医 怒气冲冲道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到底是在帮我 还是催着我死 国外那些物产 我购买他们 足足花了五十亿 国内的这些生意 同样价值几十个亿 你上下嘴唇一动 就让我把他们全部抛弃 这和破产有什么区别 文言 陈宇既不打断 也不生气 只是轻描淡写地 回了两句话 破产是指你一物所有 并且还要负债累累 我给你指出的治疗方案 不但没有负债 你还能保有一块 价值三十亿的土地 陈宇这方话 在徐总听来 根本就是放屁 那块地下有古墓 等同于是废地 未必 陈宇声音玩味道 屏幕另一边的徐总 面目逐渐变得争鸣 姓陈的 别以为你有点本事 我许中原经商三十多年 什么难怪没遇到过 你就算不帮我 老子同样能够渡过去 陈宇摇了摇头 旁人看来 世界上最理智的 就是生意人 却不知生意人理智 是因为没遇到危机 一旦天大危机降临头顶 他们会变得 比任何人都要癫狂 那块地皮 是你东山再起的唯一机会 本着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的想法 陈宇决定 再给徐总一个机会 那块废地 是我唯一的机会 你觉得我会信吗 办公室里响起了 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 门外的秘书 不停会抱着消息 徐总这回真的完了 银行和各家合作商 都已经看到这场直播 本打算利用青龙山地皮 回笼资金渡过难关 难想到 费尽心思搞到的地皮 竟是一块无法开发的费地 被自己当成接盘侠的老朋友 想必也已经看到了直播 绝对不会再买自己手里的地皮 陈宇说到 青龙山附近那块地皮下方 根本没有古墓 你被你朋友被骗了 那是一块黄金宝地 不但你看中了 你朋友也早已垂涎三尺 无奈你既高一筹 打通各路关节 又筹集了大量资金 拿走了这块宝地 被你抢先一步 你朋友非但没有死心 反而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分别收买了你最信任的风水先生 地皮项目部经理 项目经理负责填埋 各类所谓的古墓陪葬品 风水先生负责点出 此地是阴宅 下面藏有古墓 至于你朋友他自己 借口探兵去找你 伪装成对地皮念念不忘的模样 勾起你甩锅的念头 其实也不算伪装 他本来就对这块地皮垂涎三尺 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有自信将你拿捏得死死的 徐总面容呆滞 脑中浮现出一句话 高明的猎手 往往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我勒个大槽 这剧情堪比过山车 太跌宕起伏 应该是反转不断 这要是商战片 我第一集就要被坑得破产 尔虞我诈 全是套路 徐总以为自己 才是最聪明的人 殊不知被人耍得团团转 怎么有种看烧脑侦探剧的感觉 影视作品果然是来源于生活 水友们看得大呼过瘾 原本都等着看 徐总被诊断出心理疾病 会是怎么个有趣的表情 乐子没看到 记住网址MQXL 却看来一场 没有硝烟的商战大片 陈医生抱歉 我刚才失态了 五十加年华 聊表歉意 短短两三分钟 徐总经历了人生中 最大的一次大喜大悲 陈医好似 没有看到嘉年华璀璨特效 声音严肃道 这位患者 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的病情比较特殊 只有一条治疗方案 按照我说的办法 舍掉国外物产 卖掉国内公司和产业 迅速偿还银行债务 等到无债医生轻的时候 你方才能想办法 开发那块地皮 陷入狂喜当中的徐总 脸上出现诡异笑容 下一秒 连麦被断开 什么人呐 陈医生好心救他命 断卖钱连声谢谢都不说 依我看 陈医生就不应该 帮这种阴险小人 我敢打赌 徐总绝对不会 按照主播吩咐去办 陈医生 如果他不按照你的吩咐 接下来会有什么下场 意犹未尽的水友们 发出弹幕寻求解答 陈医给出一个 最言简意该的回答 破产 丧命 徐总手里那块地皮 被您盘活了 应该不会破产了吧 一名水友迫不及待的 发弹幕追问 他手里已经没有了资金 即便有地皮 没钱又拿什么开工 陈医起身 去接了一杯水 一边喝水 一边解答水友们的问题 徐总手里有一块价值30亿 发展前景良好的地皮不假 但如果操作不好 地皮同样能要了他的命 望着屏幕上铺天盖地的问题 陈医心头一一急于解答 徐总的国外物产 偷税漏税长达数年 漂亮国铁了心 要拿他当点心来办 花费天价律师费 最终什么都没有保住 现在抛弃那些物产 起码能省下上亿的律师费 并且将精力拔出来 专心处理国内麻烦 讲完徐总国外的麻烦 陈医又将话题转移到国内 卖掉公司以及各项产业 还清银行和合作伙伴欠款 能够保住地皮 不被列入破产清算名单 日后慢慢筹措资金 重新开发这块地就是了 拿这块地代价而沽 只会死得更快 陈医施展天机策 将徐总未来看得清清楚楚 得知地皮下面没有古墓 徐总以为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会 却不知想绝处逢生 需要先舍弃所有 这便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心理学称之为休克疗法 无前开发地皮的徐总 转而开始代价而沽 无人会去当这个冤大头 反而会齐心协力 加速徐总公司的破产进度 破产了 地皮才会重新放到拍卖台上 直播间出现了短暂寂静 谁有门总听人说 商场如战场 以为这只一句形容词 现在 大家对这句话有了新的领悟 心理医生能够诊断患者病情 也能给出对应的治疗方案 却无法强制要求患者接受治疗 陈瑜语气中不无唏嘘 给了徐总机会 却还是要往死路上冲 兄弟们 又有热闹桥了 什么热闹 航程第一余计 来了 我去 果然有热闹看 听说 他专门八名人隐私 凡是被他爆料的人 最后全都实锤 我证明 这是真的 难道他是来抱陈医生黑料的 一片弹幕大潮中 陈宇屏幕左上角 出现了一名戴着黑矿眼镜 看起来三四十岁的男人 男人浮了浮眼镜 眼眸中闪烁出怪异目光 好似死神小学生那个招牌动作 航程第一余计 亮出了爆料前的招牌动作 这家伙本领大得很 陈医生小心 航程当地名人 不知道被他实锤过多少个 只要陈医生没做亏心事 又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可别忘了 上次跟他兑现的航程 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最后是怎么身败名裂的 还有航程郊外无量官青山老道士 也被他给报的声名狼藉 我是外地水友 这个航程第一余计 真有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在当地水友们的描述中 航程第一余计 俨然就是名人克星 若航不过几年 被航程第一余计爆料的名人 多达上百 报他人隐私丑闻的同时 航程第一余计 对于自己的个人隐私 保护得反而极好 迄今为止 水友们只知道 这家伙是个外地人 年纪四十岁左右 通过直播平台爆料 获取收入人气 陈医生你好 谢谢你 接受我的连麦 航程第一余计 克克气气 向陈宇道了一声谢 丝毫看不出 是来砸场子的 陈宇脸色先是一阵冰冷 随即恢复如常 这位患者 你的心理疾病很严重 已经到了 果然是这一套 航程第一余计 粗暴地打断陈宇 面容从克克气气 变成了张狂 你这套话术 对别人或许有用 对我而言就是三岁小孩的把戏 航程第一余计画风一转 语气中充满了讥讽 陈宇 今年二十二岁 航程本地人 半年前 毕业于航程大学心理学专业 前不久 国外亲属送了你一套 位于河方街的老店 你将它改造成心理咨询室 开业时间两天 航程第一余计一上来 就来了一套宣兵夺主组合拳 不但说出陈宇近期情况 连他小学 初中 高中在哪里就读 都能说得清清楚楚 你们团队的鬼把戏 我已经全部获知 并且马上 我就会将资料公之于众 航程第一余计 拿起桌上的几张打印纸 陈宇 我是你的破壁人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 说出这么中二的台词 好违和 违和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瓜可以吃 难道陈医生背后真的团队 有可能 航程第一余计 从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陈医生 我刚把你封为偶像 你可千万别翻车 观看昨晚和今天 两场直播的水友 心里不由便地忐忑 从情感上来说 他们相信 陈宇是真有本事的高人 不可能会翻车 可是 航程第一余计 也是声名在外的猛人 爆料上百次 没有一次出过问题 投铁和他对线的名人 一个个折戟沉沙 加上航程第一余计 刚来就夸下海口 手里拿着好似 调查资料的东西 不能不让陈宇的真爱粉们 感觉紧张 屏幕后方 陈宇活动了两下肩膀 换了一个舒服的姿 两手手肘架在椅子扶手上 双手交叉 看着屏幕上的 航程第一余计 你既然要当我的破壁人 说说看 你都掌握了什么 航程第一余计冷笑道 陈宇 你看看这是什么 说吧 航程第一余计 将第一张打印纸 放到摄像头前面 这是一张大学成绩单 上面除了各科成绩 还有学号 名字 陈宇 这是你大学四年的成绩单汇总 上面显示 你在心理学专业的成绩 属于全班中下游 大四期末考试的时候 你差一点就不及格 航程第一余计 自信满满 一个成绩 堪堪及格的心理学学生 专业能力可想而知 且 这算什么证据 我大学成绩还不好呢 照样不耽误大公司 还以为航程第一余计 能拿出什么证据 原来只是成绩单 航程第一余计 今天的战斗力 貌似不在水平线身上 水友们大势所望 等着吃瓜的他们 结果被人 喂了一口苦瓜 扫兴 大家不要急 我手里的证据还有很多 之所以先把成语的成绩单拿出来 是为了让大家对他的专业能力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航程第一余计解释道 大学成绩的确不能代表个人能力 但成语仅仅只是个 毕业半年的社会新人 半年时间 专业能力不可能有这么高的变化 真相只有一个 他是虎语平台包装打造 推出来的吸睛工具 说着 航程第一余计扔掉成绩单 将第二张打印纸对准镜头 赫然是打印下来的聊天记录截图 这一回 只有寥寥几百条弹幕 坚定不移地支持陈宇 剩余的几十万水友 安静犹如江湿粉一般 航程第一余计的意到 这是陈宇和平台客服的聊天记录 大家请看 上面详细记录着 陈宇要应征虎语平台 心理健康科普咨询师的对话内容 结果呢 客服告知陈宇 应邀人员数量太多 让他耐心等通知 有过求职经历的水友 应该都清楚 等通知相当于变相拒绝 航程第一余计 把第三章打印纸亮了出来 这张纸上同样是聊天内容 和陈宇对话的 不是虎语平台客服 变成了负责这次活动的超管 免确面试流程 超管直接将陈宇 邀请进虎语平台 成为平台认证的 心理健康科普咨询师 平台工作人员前后两种态度 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航程第一余计 推了推眼镜 一个连客服这关 都过不去的心理专业新人 何至于能让活动负责人亲自联系 大家都知道 虎语平台是非常专业的直播平台 对于主播把控很严格 超管让陈宇免是开播 里面没有交易 我明天就退网 航程第一余计再发狠话 接着 讲起着其中的猫腻 虎语平台搞出的这项 心理健康科普活动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 可如果细细琢磨 不难看出其中的破绽 想要开设 心理健康科普类目的直播 以虎语平台的实力 完全可以去请那些成名已久的 心理学家当主播 或者是大医院的心理医生 偏偏 虎语平台选择向社会大众 发出公开邀请 不去请从业经验丰富 名气大的心理专家开播 可不是平台决策曾昏了头 恰恰相反 这么做是为了打造神医人设 给陈宇做的铺垫工作 一名毕业不久的心理学新人 刚开播就展出神乎其神的超强能力 这个学头谁敢说不妙 当然 再好的计划也会出现偏差 那名客服应该不知道 陈宇是内定人员 公事公办的将他拒之门外 后来被项目负责人发现 亲自上阵做了一场戏 杭成低渔记人狠话多 整体逻辑听的人无懈可击 他说的好像挺有道理 你说陈医生是虎语平台打造的工具人 可他的的确确看出安安有问题 又诊断出樱花追求的女神 是个汉子 杭成低渔记 你要是真的厉害 那你就告诉大家 许总和徐哥他们的事情怎么解释 面对水友们提出的质疑 杭成低渔记显得不慌不忙 周可欣还有徐哥 平台的签约大主播 平台让他们向东 他们敢去西边吗 说到安安 不得不说平台下了一步好奇 杭成低渔记冷冷一笑 不音不扬道 想要让一个新人主播 第一炮打出个开门红 除了整出一个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大活 还要有话题性 闺蜜下药被刺傻白甜好友 百万女主播遭暗算变白痴 大家自己说说 这个标题够不够噱头 够不够吸人眼球 够不够话题性 杭成低渔记口中的三个够不够 直接让谁有门呆住了 不得不说 绝对够 杭成低渔记清了清喉咙 又说道 你们看到周可欣拿着医院诊断 报案回职 下意识认为 陈宇本是大大的 却不知道这其中 有着更大的操作空间 收买医生 什么诊断证明开不出来 报案回职不是判决书 只能证明周可欣报了警 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 虎语平台怎么把人弄出来 杭成低渔记 熟读法律书籍 报案人主动撤销报案 然后出局谅解书 安安有很大的可能被释放 即便真要上法庭 也会被判缓刑 看上去很荒唐 但只要钱给够 多荒唐的事情都能出现 为了钱 安安心甘情愿充当坏女人 按照剧本和周可欣 陈宇演了一场大戏 话音落下 杭成低渔记 拿出最后一张打印纸 这是从企业查询 网上打印下来的 樱花树下等于本名杨斌 他父亲是杨氏贸易公司 总经理杨文远 杨文远关联了三家企业 除了本体杨氏贸易 还有一家货运公司 以及航程第一渔记 拉长英调道 以及虎渔平台 换句话说 杨文远在虎渔平台有股份 大家要是不信 自己去虎渔平台企业官网 找找股东人员名单 别说 真有谁有去查 不但查找出 杨文远在虎渔平台 有3%的股份 还在度娘上面 输入了杨文远和杨斌的名字 我勒得大去 樱花树下 等于真是杨文远的儿子 我搜到他们父子 在企业年会上的合照 好可怕 还有什么事情 是杭成第一渔记查不出来的 难怪 他能当名人克星 就这调查能力 恐怕连警察叔叔都比不了 看到这条弹幕 一直默不作声的陈宇 嘴角挂起一抹冷笑 就算前三个人有问题 身家百亿的徐总 总不会也给陈医生当托把 有谁有质一道 关于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 我还来不及做详细的调查 但是我敢保证 徐总绝对也有问题 杭成第一渔记 拿来平板电脑 打开画图软件 将四人网名写在上面 后面分别备注他们的职业 和陈宇连迈的四个人 两个是平台头部大主播 另外两个 分别是富二代和富一代 四个人 两种相同身份 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杭成第一渔记 语气笃定 头部主播 能给陈宇带来大量平台水友 增加关注度和粉丝数量 有钱人自带成功光环 他们的一言一行 比普通人更值得信任 一老一少 两个有钱人给陈宇背书 能有效打消对他的质疑声音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水友们对于陈宇的信任 再次遭遇重创 杭成第一渔记 虽没有拿出徐总当托的实质证据 但是前面三个人 都被他点出了破绽 加上徐哥 周可欣主播身份 徐总 樱花树下等于的有钱人身份 重叠的职业和背景 怎么看也不像是巧合 直播间里 质疑航程第一渔记的弹幕 越来越少 开始有大量弹幕 要求陈宇开口做出解释 陈宇 谁友们都等你解释呢 航程第一渔记 咄咄逼人 之前四个人和你连迈 你不是很能侃侃而谈吗 怎么到了我这里 忽然变得沉默寡言了 是不是被我说的抑郁了 航程第一渔记 非常享受这种 将人打压到绝望的感觉 学起陈宇口吻 给他下了个抑郁症诊断 你认定我有问题 我不论说什么 你都会想方设法反驳 既然如此 我又何必浪费唇舌 陈宇淡然道 我看你不是不想解释 而是没办法解释 航程第一渔记 以胜利者的姿态 奚落陈宇 为钱当工巨人 将广大使有蒙在鼓中的 无耻举动 航程第一渔记 唤其间隙 陈宇轻描淡写道 随便你怎么说 我不会和一名绝症患者 一般见识 陈宇啊陈宇 都到这个时候 你竟然还在这强撑 航程第一渔记 见过太多像陈宇这样 死鸭子嘴硬的家伙 被航程第一渔记 爆料的上百名名人 哪一个不是死成到底 甚至还有人报警 告航程第一渔记诽谤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声名狼藉 我可没有强撑 陈宇双眼直直 看向航程第一渔记 真要说到强撑 反而是你 强撑这么多年 很不容易 心理疾病到了 无法救药的程度 很快 你就不用再撑下去了 文言 航程第一渔记 气急返效 你一口一个心理疾病 想必是要用 故弄玄虚的花招 为自己翻盘 好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航程第一渔记朗声道 说吧 我有什么心理疾病 陈宇语气默然道 通过你的心理疾病 发展来看 距离你因病而亡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要是现在听到自己的病情 生命将会大大缩减 只能剩下一个半月 航程第一渔记不屑道 别在这里拖延时间了 我还真想知道 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能够让我这么快去世 谁有门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几场诊疗看下来 大家都觉得 陈宇本事大 性格也挺不错 哪怕面对 许总的呵斥和叫骂 陈宇也没有动怒 怎么到了航程第一渔记这里 忽然改变画风 诅咒人家要死呢 难道真被航程第一渔记 说中了痛楚 气急败坏 开始骂人 航程第一渔记 看破一切 陈宇所做的这些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这场直播结束 陈宇这个虎语平台 推出的工具人 再也不会出现在公众视野 既然你强烈 想要知道自己的病情 作为医生 我尊重你的想法 紧接着 陈宇说出一个普通人 极其陌生的心理名词 你患有严重的冷血精神病 冷血 还精神病 这恐怕是你 自己编出来的名词吧 航程第一渔记 讥讽道 真是难为你了 为了损我 编造出这么夸张的病情名字 陈医生没有编 真有冷血精神病这种疾病 我也是学心理学的 一条弹幕飘荡而过 快说说 冷血精神病是啥意思 是不是得了这种病 血液会变冷 冷血精神病属于暴力精神障碍症 主要特征是冷漠无情 大部分冷血精神病患者 拥有着超高智商 对一切存在都没有畏惧之心 怎么听着 像是反社会人格 非心理专业水友 也对这个病来了好奇心 冷血精神病 和反社会人格症状相似 但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 陈宇面带笑容的 像这名同行 水友到了生险 接着 亲自解释两者区别 反社会型人格主要特征为 情绪不稳定 容易瞬间暴怒 无法长期做稳定工作 冷血精神病的暴力倾向 比反社会型人格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要表现完全相反 生活中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 能够轻易获得他人信任 大部分患者都有着极高智商 能将内心想法 隐藏到无人能查的地步 陈宇说完病理特征 记住网址MQXLaw 又若有所思地看向航程第一余计 航程第一余计这边 已经笑着前仰后合了 虎于平台为了护你 也算是煞费苦心 航程第一余计一边笑 一边讽刺虎牙平台 手段卑劣 要让一个人言行变得不可信 最好的办法 是别此人扣上精神病的帽子 虎于平台花费无数心血 打造出陈宇这个吸睛工具人 陈宇要是他防 平台防损失将是巨大的 虎于为你准备的团队 还真有几把刷子 这么短的时间 就想到了对策 航程第一余计冷笑道 有点意思 解决不了问题 就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 厉害 真是厉害 大批带有阴阳怪气内容的弹幕 涌入屏幕 我早就说过 这个主播背后是有团队的 现在实锤了吧 航程第一余计牛叉 兄弟们支持你打假 本以为是个高人 没想是个骗子 我也是大师 掐指一算 你们不是在看电脑 就是看手机 主播不是个好心理医生 却是个好演员 隐藏许久的黑粉 趁机出来兴风作浪 直播间一片大乱 航程第一余计 脸上得意表情 遮都遮不住了 胜负一分 又一个名人被自己斩落马下 陈宇毫不理睬直播间出现的黑粉 慢条思理的开始了 大家熟悉的病情分析环节 你生在北方一座三线小城 家庭条件一般 上面有一个哥哥 两个姐姐 哥哥姐姐年纪都比你大十岁以上 你自小变得全家人宠爱 家人对你的唯一要求 只有考上大学 光宗耀祖 航程第一余计脸上的得意表情消失 转而变得面无表情 你倒也没有辜负家人希望 从小学到高中 成绩一直位列第一 高考那年 你父亲去世 家人的离去 严重影响了你的高考发挥 陈宇慢悠悠道 这次高考失利 你不甘心的又考了两次 统统以失望告终 陈宇 我真是高估了你背后团队的能力 航程第一余计坦然承认 陈宇话中内容都是真的 脸上却是一副失望至极的样子 自己的确有哥哥姐姐 也参加了三次高考 此话一出 水友们发出各种疑惑不解的弹幕 陈宇说的都是真的 航程第一余计不是应该惊讶吗 干嘛满脸失望 兄弟们别急 我这就给你们解释 航程第一余计是虎于平台签约主播 但凡和平台签约 势必要留下身份信息 上面不但有航程第一余计的真实名字 身份证号 还要家乡地址 通过以上三点 短时间内查到一个的家庭信息 对平台而言实在是太容易了 哪怕只得到其中一点信息 以虎于平台强大的公关能力 从大数据部门拿到自己的详细信息 同样不费力气 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个人信息 陈宇 继续你的表演吧 让我看看平台团队 还能拿出什么手段 让你不塌防 航程第一余计说道 陈宇不做任何辩解 接着往下讲 第三次高考失利后 你本打算继续复读 齐料一直供你上学的大哥 遭遇车祸去世 家里没了顶梁柱 你只能放弃大学梦 出去打工养家 你患病 和你打的四份工有密切关系 分别是工厂保安 图书馆清洁工 刀具推销员 饭店服务员 这些工作除了带给你收入 也释放出心理的杀戮恶魔 水友们彻底被说糊涂了 打工和恶魔有什么关系 还有 陈宇说 航程第一余计患有冷血精神病 按照常理推测 他的人生肯定遭遇了什么重大打击 可是 从陈宇讲述的内容来看 除了三次高考失利 算是一定程度的打击外 也没别的重大事件发生 至于航程第一余计的四份工作 不少人也都干过 怎么 干过这四种工作 还能放出恶魔 龙珠看多了吧 陈医生 不是我不支持你 你讲的这些和病情 根本是疯马牛不相及 我也是工厂保安 谁都别惹我 否则我变身恶魔吓死你们 我还是饭店服务员呢 照样能变身 主播是不是慌了 快要变不下去了吧 黑粉滚粗 陈医生 我给你打赏十块钱 咱能不能直接说 他什么时候有的心理疾病 谁友们早已经急不可耐 说好的乐子呢 反转呢 就这 陈宇但笑道 航程第一余计的病因 起源于高考 认为自己的成绩全校第一 考上清北一如反掌 却不知小城市教育资源稀缺 他这个第一 含金量并不高 水友们恍然大悟 难怪航程第一余计 三次高考失利 二十多年前 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难度不是一般的高 三次高考失利 导致他心里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 四份工作的遭遇 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扭曲 当工厂保安时 被只有小学学历的保安队长 呼来喝去 常拿他这个高中第一名 当取校的话题 图书馆工作期间 他有一日看书看得入神 遭遇主管讽刺 刀具推销员这份工作 又常常被客户刁难欺辱 在饭店当服务员 被一名客人羞辱 也是这一次 释放出了一只名为杀戮的恶魔 陈宇顿了顿 瞥了一眼 杭成第一余计那张脸 不久之后 他亲手杀掉了 这名羞辱自己的客人 直播间里鸦雀无声 要不要这么劲爆 刚说陈宇讲的内容 和冷血 精神病风马牛不相及 好家伙 直接放大招 这事可不敢乱说 陈医生慎言啊 小心杭成第一余计 告你诽谤 主播拿到了断案剧本 好好表演 直播间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除了少部分水友 借着这个话题整活 九成的水友都不相信 杭成第一余计会干这种事情 杀人又不是杀鸡 这可是触碰人类 道德底线的事情 杭成第一余计 眉头一紧 随即舒展如常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正所谓轻者自轻 拙者自拙 我没做过 陈宇你给我泼再多的脏水也没用 杭成第一余计 警告陈宇 适可而止 继续胡说八道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有没有胡说八道 你接着听下去就是了 陈宇冷笑道 客人是个土大款 喝多了以后 说给你五百块 让你学两声狗叫 你拿了他的钱 学了两声狗叫 三天后 你翻窗进入他家中 乱刀将他捅死 拿走了他身上的三千块钱 这是你第一次杀人 但你并不害怕 甚至连紧张都没有紧张 看尸体的目光 就像看一件稀松平常的小物件 几分钟后 你拿着刀去厕所 仔细清洗了身上和刀上的血迹 离开他家 你将刀扔到河里 又去商店买了一套新衣服换上 几十万水友 心里波澜起伏 如果陈宇不是编故事 杭成第一余计 简直就是天生的杀手 第一次杀人 毫无内心波澜 还能冷静地处理凶器 这泥马 杭成第一余计这辈子 不会是江洋大盗投胎 没喝孟婆汤 出生自带残暴属性吧 难怪虎语平台要找你当工具人 还真有些讲故事的天分 杭成第一余计讽刺道 偏偏 剧本内容漏洞百出 第一次杀人能这么冷静 世界上可能有这样的人吗 为了夸张效果 连基本逻辑都不要了 平台团队的脑细胞 快要用完了吧 杭成第一余计 不等水友们发问 提及自己真的干过这几个工作 也的确被羞辱过 那个时候 他只想用这笔钱给母亲治病 个人尊严是什么的 根本不在乎 我给大家讲一个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怂了 二十多年前 杭成第一余计和朋友去午听完 朋友和几名小混混发生冲突 杭成第一余计过去劝驾 好死不死 被一个小混混用刀捅伤 小混混被抓 杭成第一余计担心对方同伙报复 主动选择谅解 甚至连赔偿都不敢要 说完当年糗事 杭成第一余计再次看向陈宇 陈宇 你不是对我了如指掌吗 这件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陈宇点头 大家听见了吧 杭成第一余计说道 我连小混混都不敢惹 又怎么可能有害人的胆子 这么说 好像也合理 我记得有一句话叫 耸人出豹子 胆小的人一旦发起火 天王老子都怕 那都是扯淡 反正我不信 水友们还是很难相信 杭成第一余计能干出触碰人类底线的事情 陈宇说道 武厅冲突内容和你说的一样 不过 有一个细节你没有说 担心麻药伤害大脑 你选择不打麻药 缝了26针 水友们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何等的人耐力 别说26针 换成自己 两针恐怕都受不了 一般情况下 有这种大毅力的人都能干出大事 第二名受害者是那名保安队长 和一般凶手不同 你没有选择干掉保安队长 而是杀了他最爱的妻子 因为你知道 干掉他妻子 比干掉他 更加有意思 连续两次谋害他人 你彻底沉迷到了这种 掌控他人生命的病态畅快感中 陈宇看了几条弹幕内容 水友们很好奇 杭成第一余计是怎么做到逃避制裁 陈宇说的 有鼻子有眼 即便没有任何实质证据 也不由地让人产生深思 怎么逃过制裁 就不得不又提到他的工作经历 他在图书馆工作期间 看了大量的书籍 其中既有各类刑侦方面的书 还有一些国内外的侦探 凶杀小说 无形当中 掌握了大量犯案与反侦查经验 陈宇这些话犹如重拳 砸向杭成第一余计 杭成第一余计额头 渗出几滴汗珠 饶势良薄如他 此刻 也有些慌了 别的内容能查到 自己看了什么类型的书籍 这是只有他自己 才知道的事情 杀害他人 不但让你感受到 掌握别人命运快感 更让你获得了智商上的优越感 听到这 杭成第一余计的两只手 开始颤抖 陈宇 你污蔑我的话 我全都已经入屏 我这就去控告你诬陷 杭成第一余计起身去拿外套 好似真的要出门报案 消停了这些年 你还是这么喜欢穿深紫色的衣服 是为了无聊时 回忆一下过往的得意吧 杭成第一余计 瞬间呆立不动 从第三次犯案开始 你每次犯案都会穿深紫色衣服 你做过实验 鲜血蹦到深紫色衣服上面 最不明显 五年时间里 你做案十六起 二十年前摄像头还没普及 为了抓住凶手 你家乡有关部门拿出了大魄力 花了当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 安装了上万个摄像头 随后几年 各地也开始普及监控摄像头 你知道滥杀无辜的日子结束了 过了几年普通人的生活 却一直无法压抑内心 那种掌握别人命运的冲动 之后你发现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挖民人丑闻 以另外一种方式 让他们从这个社会上消失 凭借着五年里养成的侦察和反侦察经验 你成为了一名狗仔 陈宇还在继续讲 一条特效弹幕急迟而过 我TM知道他是谁了 上一条弹幕过去以后 又出现了一条特效弹幕 陈医生 你说的那座北方小城 是不是京城 我貌似也知道他是谁了 妈呀 真是他吗 绝对是他 那件案子的第一个死者 是个有钱人 第二名死者 是一名女职工 京城这个词的出现 好似捅了马蜂窝 所在地为京城的谁有 开始用各种口腔体操 问候航程第一余计 组上180代 即便发完脏话 账号被官方封禁 京城当地网友 还是在前仆后继 死刑都算便宜他了 这种恶魔就该凌迟 庆竹难书 人杂 那时候天网太少太少了 换成今天 这种魔鬼早就死了 你们说的 难道是京城恶魔 就因为他 全是中小学天黑之前 必须放学 一百万人的城市 被这个恶魔恐吓了快二十年 这混蛋要是放在古代 诸他九族都是青的 家里蚯蚓都要横着砍一刀 那可是十六条生命啊 难怪陈医生说 他有冷血精神病 即便不是京城本地的水友 同样对京城恶魔恨之入骨 京城恶魔 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绰号 短短五年时间 杀害无辜之人十六名 手段残忍 反侦查能力强悍 不同于一般的冷血杀人狂 京城恶魔作案 没有任何指向性 属于随机杀人 一些媒体将他称之为现代版开堂手 陈宇看了一眼弹幕 说道 被他害死的人 又何止十六个受害者 第一名受害者 也就那名土大款 他被杀的时候 妻子已经怀孕八个月 回家看到丈夫的惨状 妻子不但精神受到严重冲击 肚子的孩子也没保住 保安队长因为妻子惨死 患上了严重抑郁症 最终也走了 还有多名受害者的父母亲人 先后入院接受心理治疗 真要说起来 他毁掉了三十四个人的人生 这些案件背后的内情 都是陈宇通过天机册看出来的 从来没有被公开披露过 京城当地的谁有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多人跟着受害 谁能找到这个混蛋的位置 我给他十万块 特么的 我在家十万 直播间有没有黑客高手 帮忙查查这个恶魔的IP地址 老子就在航程 有没有本地兄弟和我组团弄他的 报名 受害者家属终日以泪洗面 这王八蛋活的倒是滋润 这尼玛没天理 我从不相信轮回报应 但我希望他能永世沉沦十八层地狱 谁有我们的正义感 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关京城恶魔的相关文章和新闻 一直到现在 还能找到一大堆 京城恶魔之所以能一次次地逃脱抓捕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高智商 另一个原因 则是受限于时代技术 二十年前 监控探头只在几个一线城市出现 并且数量不多 那时 别说DNA数据库 连网络都没有普及 即便刑侦技术落后 京城当地有关部门也一直没有放弃追查 二十年里 专案组领导换了七名 其中六个累倒在调查第一线 自从连环凶杀案出现 并且得知凶手是一个人 整个城市的百姓陷入到惶恐不安当中 家家户户装房到门 晚上几乎没人敢出门 担心恶魔不但杀人 还会结色 京城当地但凡有些姿色的女子 不是外加 就是把自己往筹里打扮 就连裙子 他们都不敢多穿 你这个恶魔 还我表姐命来 儿子 凶手找到了 你终于能瞑目了 我现在就买票去航城 要亲眼见证 你这恶魔的默认 随着陈宇揭露航城第一余计 就是当年的京城恶魔 直播间人数 瞬间冲破150万 这其中 大部分是京城当地市民 陈宇无意间 创造了一个直播奇观 几十万来自一个城市的网友 汇聚在一个直播间 听说主播线上抓到了京城恶魔 真有这么什么 我去 要不要这么夸张 这是京城同乡会吗 怎么全是挂着京城IP的水友 他们不是水友 他们是苦主 这就是那个现代开堂手杰克 也没传说中的那么恐怖吗 楼上的 这种氛围下 你说这种话合适吗 建议恢复凌迟 第一回感觉到 建议这个词这么好听 我新来的是排队骂 还是直接开喷 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 航城第一余计荒的一笔 咬着牙开始狡辩 就因为我要打你的假 竟给我扣上杀人狂的帽子 你真是好狠的心肠 假的总归是假的 没有任何证据的诬陷 没有人会相信的 抱着打假目的而来的他 绝不曾想到 完美作案会有被识破的一天 你以为自己 这一系列的案子 做得天衣无缝 却不知 世上没有天衣无缝 只有天网灰灰 陈渝冷笑道 前六起罪案 你做得小心翼翼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到了第七次的时候 你开始变得狂妄自打 现场遗留下大量的个人痕迹 受限于技术 当年警方侦破案件 采取的是最原始的人力排查 比对指纹和脚印 用的是放大镜一一对比 等到警方开始收集全市居民指纹 你跑到一百多公里外 另一座城市生活 但是并没有停止作案 后续的几次作案 你都是乘车返回京城 杀人以后 你会马上乘车离开 由于你干下的案子性质令人发指 京城汽车站成了全国第一个 需要登记个人购票信息的城市 汽车战库房里 还留有你当年购票的记录 那时候 京城警方既没有大数据分析比对系统 更没有生物信息采集系统 不过现在嘛 这些全都有了 你挑衅警方留下的那些痕迹 即将成为绞死你的绳子 砰 门外一阵巨响 无数人影飞速冲了进来 稳坐椅子上的航程第一余计 瞬间被四五个警察扑倒 这世上真的有魏部先知吗 死死被人压在下面的航程第一余计 大声吼叫 紧接着 航程第一余计那边变成了黑屏 陈医生 你就招了吧 这要不是玄学 我道理是想 楼上重口味 不过我喜欢 除了魏部先知 我是万万想不到 主播怎么破的案 谁有们兴致勃勃地等着看 陈宇如何解释 我能知道这些隐秘的犯罪行径 是因为这位专家的帮助 陈宇起身走出摄像头范围 今天搞出的场面有点大 记住网址MQX2O 好在早有准备 是时候 把挡箭牌请出来了 水友们一脸猛逼 陈宇拿个外国人画像干什么 陈医生 咱们是师兄弟 我也是这位专家的门徒 一个网民为 承恶扬扬善小捕快的水友 发来打去弹幕 插一句 警察撞门之前 航程第一余计 怎么不跑 如今可不是二十年前 你觉得他跑的了吗 陈医生 这个外国大胡子是谁啊 水友们的弹幕滚滚而来 询问画像上的人是谁 陈宇微微一笑道 克拉夫特哀兵 犯罪心理学创始人之一 我大学时选修过犯罪心理学 从这位专家的著作中 学到了不少经验心得 因此能准确分析出 航程第一余计犯罪的全过程 大学时 陈宇的确选修了犯罪心理学 仅仅因为学分足够多 鬼话说多了 陈宇一点都不灵红 水友们继续猛逼 犯罪心理学这要牛吗 要不也去买几本相关书籍瞧 没准能成为破案专家 冷血精神病患者作案后 表现反应和普通罪犯 有着很大的区别 普通罪犯作案结束 会陷入到长时间的紧张 焦虑 惶惶不可终日 而冷血精神病不同 他们会产生一种 与官方的博弈心理 每一次作案成功 都会出现蔑视警察 藐视一切的得意感 达到智商和心理上的双重快乐 航程第一余计 活跃在直播平台 以接他人隐私为乐 除了以这种方式 毁灭他人人生 未尝没有继续博弈的想法 若非有天机策帮忙 陈宇根本算不到 航程第一余计不但没有人性 还是个狂傲到格子里的人渣 别人干下惊天大案 不是躲到阴暗处瑟瑟发抖 求神拜佛保佑 不被抓住 也一定不敢继续抛头露面 航程第一余计 却不屑干这种丢脸的事情 就是要天天露面 天网灰灰 疏而不露 陈医生威武 陈医生 你能说一下 这个恶魔什么时候会被枪毙吗 看到这条断弹幕 陈宇淡笑道 一个半月后 咦 这话怎么这么耳熟 当然耳熟了 陈医生二十多分钟前就说过 我想来了 陈医生说 航程第一余计因病而亡 还剩四个月 提前知道病情 只能活一个半月 陈医生 四个月是什么意思 又有谁有感到不解 陈宇说道 两个月以后 京城警方会引进一台先进的 DNA综合检测仪 接着 进行全市范围的DNA采集 检测到航程第一余计的姐姐时 数据库会发出报警 他和凶手遗留在现在的 DNA样本高度吻合 顺藤摸瓜 最终确认航程第一余计 就是京城恶魔 即便没有陈医的出现 航程第一余计 很快也要落入罚网 有趣的是 航程第一余计这些年 没少利用网络和高科技手段 挖人隐私 最终落网 也是因为高科技 不能不说是一种嘲讽 想到这里 陈宇心头出现一个词 天道循环 报应不爽 今天真是过瘾 先是看了一场商战大片 随即又看了大型铺案现场 外国商业大片 和陈医生直播间比起了 就是个弟弟 陈医生 你刚才已经露了底 小心有关部门抓你去做切片 陈宇之前 请出犯罪心理学组事业 还真让水友们将信将疑 认为陈宇看出 航程第一余计是京城恶魔 来自于犯罪心理学知识 可是他接下来的话 彻底暴露了老底 能说出两个月后发生的事情 不是玄学还能是啥 主播别装了 都是自己人 装啥深沉啊 陈医生 要不搞个小号 悄悄告诉咱们这些老铁 好主意 就叫天师为你指点迷惊 看到水友又要往玄学上面聊 陈宇送了这几位近年一小时 玩归玩闹归闹 别拿科学开玩笑 先下了 陈宇瞬间感受 有两股功德气韵涌入身体 其中一股功德气韵 简直到了磅礴浩大的程度 让陈宇有一种身体要被称暴的感觉 这是什么鬼 来不及多想 陈宇马上反锁电门 盘膝坐地 从昨天到今天 陈宇一共施展了六回天机册 昨天是周可星 樱花树下等雨 张青山张大爷 今日是徐哥 徐总和航程第一余季 来自昨日的三股功德气韵 陈宇已经消化完毕 刚才那场直播 陈宇只帮徐哥改变命运 应该只有一股功德气韵 怎么又多出来一股 并且还这么的磅礴 两个小时后 陈宇总算消化完了这两股功德气韵 同时 明白了其中奥妙 他的确只帮徐哥一人改变命运 但是 陈宇还替十六名亡死孤魂 找出了凶手 这不就是天大的功德吗 帮人改命换运是功德 替亡死之人昭雪 更是一种大功德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陈宇激动地直接站了起来 想要获取功德 方式还真不少 改命换运 陈渊昭雪 已经得到确定 那么劝人向善呢 绝对有搞套 陈宇推门准备吃点东西 犒劳一下自己 这聪明的脑细胞 开始 门外一声令下 锣鼓声瞬间响起 陈医生 这是我给您准备的一点心意 不成敬意 不成敬意 张青山带着孙子和儿子 笑眯眯地站在店门前 没等陈宇反应过来 两名壮汉从一台卡车上 抬下来一尊塑像 静止搬到陈宇面前 陈宇眼睛一下子就直了 这什么玩意 黄金座的佛洛伊德 张青山面带着色 他压低声音冲着儿子道 小子 现在知道 什么叫姜 还是老的辣了吧 陈医生一眨不眨 看到我送的礼物 说明什么 不等儿子回答 张青山自问自答道 说明陈医生非常喜欢 这才会不停地看 张建设面部肌肉抽搐 陈宇这表情是喜欢 怎么看 都像是被惊到 爸 你怎么知道陈医生在店里 张建设随即问出一个不解问题 他们二十多分钱就来了 推了推门 里面反锁 张建设认为 陈宇不在店内 张青山却坚持陈宇就在屋内 天机不可泄露 你小子慢慢学着吧 张青山表情高深莫测 张建设差点吐血 您老都不泄露 我学什么呀 看样子 需要找个机会 和老爸好好谈谈 不能再和那群广场舞大妈 一块玩耍 挺好的一个老头 被一群老太太带得这么不着调 张大爷 您老这是搞的什么 足足看了几十秒 陈宇一头黑线 确定肯定 以及一定 面前 这尊金色的雕像 的确是弗洛伊德本德 我带着孙子和儿子 过来感谢陈医生的救命之恩 张青山挥手是一工人 将雕像抬进去 又把陈宇拉到一旁 陈医生的救恩之恩 老头子一家永世不忘 您是隐居在民间的世外高人 老头子不敢拿黄白之物 污您的眼睛 这尊塑像是我们全家人的一点心意 陈医生一定要收下 听完张青山的话 陈宇总感觉哪里不对 不动声色地运起天机策 下一秒 陈宇心里哭笑不得 那副大胖娃娃年画 化解了张家爷孙三口的厄运 张青山激动得一夜没睡 想着要送什么 才能表达感激之情 今日一早吃饭 张青山让儿子和孙子 帮忙一块想 张建设提议送钱 张青山抽了儿子一筷子 高人是金钱如粪土 送钱等于是侮辱高人 孙子张小北提议送礼物 张青山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问起孙子送什么礼物 想到陈宇开的是心理咨询室 张小北建议送跟心理学相关的礼物 如此一来 陈宇肯定不会拒绝 紧接着 爷孙两人使用电脑 挑选适合的心理学方面礼物 很快 两人看中了一尊弗洛伊德塑像 张建设瞧了一眼 差点被口里的西州枪死 整个一大无语 卖弗洛伊德塑像已经够另类 外面特麻还涂抹了一层精气 张大爷 您送的这雕像挺好的 下次别送了 说吧 陈宇邀请张家三口进店里做 弗洛伊德塑像有点不伦 不过 放在心理咨询室 也不算太为何 张青山要是送什么文才神 五菩萨 陈宇才不敢要呢 张建设掏钱结账 送走了锣鼓队 各自落座 张青山开始向陈宇 介绍自家儿子和孙子 趁此见戏 张建设打量起这间心理咨询室 小店不大 收拾得倒是很整洁 墙上挂着大批心理大师的画像 墙边放着两个货架 上面是分别贴着两个条 精神疾病专用治疗药物 精神疾病专用治疗器械 张青山柔柔眼眶 表情愕然地重新看向货架 感觉自己对于药物的认知 有鞭崩 有快乐水 太好了 张小北看到货架上有一瓶可乐 高兴地走过去准备买来喝 那不是快乐水 那是治病的药 陈宇淡淡道 明明就是快乐 十万 张小北吓了一大跳 快乐水瓶深贴了个不甘交价签 标价十万 赶快回来 别乱动陈医生的治病灵药 张青山瞪了孙子一眼 陈宇说 快乐水是治病的药 肯定假不了 张建设嘴角再次抽搐 老爸这只伤 真的不能要了 张大爷 您今日过来找我 除了感谢之外 应该还有别的事情吧 陈宇肚子已经开始抗议 只想着早点结束寒暄 快点去吃饭 瞧见没有 陈医生就是陈医生 本事没得说 经历了昨晚的事情 张青山对陈宇的本事 信任到极点 已经成为了陈宇脑残粉 陈医生你好 我们今日过来 的确有点别的事情 想要请教你 张建设整理了一下情绪 表示儿子张小北遇到点问题 陈宇能帮忙给看看 话说得客客气气 丝毫没提 张小北遇到了什么问题 陈宇淡笑道 张校长最近经常带着儿子 往医院跑吧 死 张建设倒吸一口凉气 每次都是带着希望而去 满心失望地离开 不是医院无能 而是出现这种情况的 可能因素太多 短时间内 医院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答复 陈宇每说一句 张建设的脸色就震惊一分 等到陈宇停下 张建设转头看向张青山 张青山没好气地训斥道 一路上我不知道说了你多少次 你非要试探陈医生的本事 现在怎么样 服气了吧 爸 这些真不是你告诉他的 张建设难言脸上震惊 臭小子胡说什么呢 咱们爷三一块过来 你见我用过手机吗 张青山又瞪了儿子一眼 陈医生您别介意 我儿子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疑心病太重 非说什么 眼见为实 张青山不好意思地向陈宇道歉 代替儿子 讲明来意 小北这孩子 和他爸一样聪明 从小学到初中 一直是班上第一 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上课就乱动 根本经不下来 成绩也是一落千丈 连最简单的数学题 做完一道都需要十几二十分钟 以为孩子生病影响学习生活 张建设这半个月 带着张小北走遍了全市大小医院 检查做了一大堆 结果也是多种多样 有说得了多动症 还有医院说 张小北青春期提前来了 更有甚者 说他患上了厌学症 陈医生 麻烦您给瞧瞧 我孙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张青山愁眉不展 好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变成这样 陈宇点点头 看了一眼张小北的脸 张大爷您别急 您孙子问题不大 就是中毒而已 此话一出 张青山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中毒 孩儿也 陈医生 你确定我儿子中毒了 别说张青山吓了一大跳 张建设的心 也提到了嗓子眼 我可是专业心理医生 不会做出毫无根据的诊断 陈宇这句话 非但没让张建设暂缓紧张 反而更加担心 心理医生诊断出患者中毒 这都哪个奶啊 张小北紧张道 爸 爷爷 我要是中毒了 会死吗 乖孙子别怕 陈医生绝对会让你没事的 张青山安慰完孙子 又将头冲着陈宇问道 陈医生 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 要害我的宝贝孙子 陈宇问道 你孙子很喜欢喝可乐 每天起码要喝三四瓶 对吗 没错 张青山表情五味杂陈 我也知道多喝可乐不好 可以想到我孙子 是个没妈的可怜孩子 也就随他去了 等一下 张建设插话问道 陈医生 我儿子身上的问题 莫非是喝可乐引起的 对 陈宇说道 这可能吗 张建设表情愕然地 看着张小北 父子二人面面相觑 头一回听说 可乐喝多了 还能中毒 陈宇轻笑道 小北 你们学校门口 是不是有一家食杂店 有的 张小北连忙点头 每天上学前 你都会去哪里买上五瓶可乐 三瓶在学校里喝完 两瓶拿回家里喝 天天如此 已经持续了三个月 这一回 爷孙三人 谁也不敢说话了 陈宇算的 已经不止是准 就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中毒与这每天喝可乐 有着直接的关系 店主为了谋求最大利润 在一名推销员的怂恿下 勾进了他们厂生产的 山寨可乐 可乐制造成本本来就低 山寨可乐想要牟利 必然要使用最便宜的添加剂 这种山寨可乐 添加了明令禁止的人工香精 色素 仿造出正品可乐口感的同时 又极大地降低了成本 陈宇陈生告诉张建设 张小北成绩下滑 精神时而亢奋 时而不振 原因是人工色素中毒 王八蛋 这帮该千刀万剐的奸商 一向自诩为教育精英的张建设 第一次破口骂出难听脏话 大量饮用人工色素有什么危险 身为大学校长的张建设 太清楚不过 人工色素会给未成年人的智力发育 带来巨大影响 未成年人的肝脏功能和排泄功能 还未发育完成 使用人工色素饮品 有害毒素根本排不出去 结果是影响到智力发育 副作用还有干扰代谢 影响大脑神经 张青山气得脸都黑了 可怜孙子自小没有妈妈 当爷爷的他 才会用这种溺爱的方式补偿孙子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浇灌 差点害得孙子变成傻子 此刻 张青山恨不得活活批了黑心店主 和饮料厂老板 张校长 张大眼 你们先息怒 陈宇安慰到 万幸发现得早 情况还有转还余地 只要停止喝这种有害饮料 大约半年 他就能恢复正常 不行啊 时间方面恐怕来不了 张建设忙说道 陈医生有所不知 再过一段时间 这孩子就要中考了 您这边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快点恢复正常 先前不知道原因 张建设已经打消了 让儿子参加中考的念头 准备带他去国内大城市看病 如今有了希望 张建设自然盼着儿子 尽快康复 快点痊愈的办法 当然是有的 不过有点贵 换成几个小时前 陈宇只能说一句 爱莫能助 当时他的修为 仅能帮人驱邪退煞 此一时比一时 自从吸收了那股磅礴的功德器语 陈宇的境界 不敢说突飞猛进 也是更上一层楼 直接从练气初期 跃升到练气中期 距离练气期巅峰 仅仅一步之遥 境界的提升 带来的好处难以细说 最明显的一项是 获得大量神通不同的咒法 除了驱邪阵杀 陈宇还掌握了 镇宅 避孕 姻缘 仇子等种种神通咒法 钱不是问题 张建设想都不想到 只要能让我儿子 正常地参加中口 多少钱我都给 那我就开单子了 话音落下 陈宇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 拿起桌上的纸笔 刷刷刷开单子 取要单 单子一试两份 结果其中一张 张建设顿时目瞪口呆 排毒茶一瓶 口服 含量500毫升 售价10万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给钱啊 张青山催促道 张家虽不是商骨之家 却也是不差钱的 张建设外出讲课 加上各种福利津贴 每年差不多有一两百万收入 十万对他们而言 算不了什么 哦 回过神的张建设拿出手机 扫一下办公桌上的收款码 陈宇将另一张单子存档 心理咨询室讲的是科学 他要收费 自然也要有一套科学系统的流程 走到一处货价前 陈宇拿起一件东西 右手画为剑指 冲着平身 凌空画了一道消灾解恶咒 悬门正法 解恶消灾 五雷金刚 百病全无 灵气配合咒语 一切搞定 每天早晚喝上一口 五天之后 孩子就能好了 随着陈宇转身递来手中的茶饮 张建设看清了上面的包装 东方树叶 柑橘味 包装瓶盖上清晰地写着 距离保质期到底还有一个月 这是排毒茶 张建设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这玩意满大街都有卖 最贵不过五块钱 陈宇直接要了自己十万 还是一瓶快过期的 放在零七食品超市 也就两三块吧 陈宇一本正经道 茶能解毒 专制你儿子的不良情况 拿着吧 张建设目棱地 接过这瓶茶饮 莫名生出一丝丝肉痛 怎么看 都不觉得这玩意能解毒 还不快谢谢陈医生 赶快把它收好了 张青山再次化身脑残粉 不停向儿子使眼色 经高人手的东西 哪怕是一张卫生纸 都已经不是返品了 这话 张建设倒是相信 五块钱的茶饮料 敢卖自己十万 的确不是返品 根本是奢侈品 如果五天之内没有效果 包退 陈宇不难看出 张建设心里的迟疑 当即 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如果我儿子真的能和他痊愈 我定有重险 想来想去 张建设还是选择相信陈宇 毕竟 陈宇卖的一张年画 救了一口三口的命 记住网址MQA 有如数家真的说出 儿子的病情和起因 凭这一点 张建设也不会再多说什么 送走千恩万谢的张青山 和他的儿孙 陈宇急匆匆跑出去吃饭 第二天上午 陈宇站在货架前 手指不停画皱 分别为上面的药物和治疗器械 赋予不同的能力 货架半数以上的商品 被陈宇施加了咒法 也就是陈宇灵气储备丰富 换成其他的术士法师 忙到现在 估计早就因为灵气耗光 泪趴下了 况且 也不会有人真这么干 当今时代 灵气稀薄 修行之人身上的灵气 对他们而言比命还重要 别说全部耗光 就算丢掉一点点 都会让他们肉疼到哭出来 当当当 这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陈宇停下手里的动作 走过来将门打开 两位患者 欢迎光临 请进 门外站着两名男子 一个二十出头 另外一个大约三十多岁 陈宇面带笑容 伸手请他们进来 听到患者二字 年轻男人露出忍俊不住的笑容 中年男人则是一脸哭笑不得 陈医生你好 我们不是来找你看病的患者 我们来询问案情呢 进入店内 中年男人掏出一张证件 航程重案大队 队长李长军 这是我的证件 年轻男人同样拿出证件 京城市重案大队 探员冯朗 原来是我的同门师弟来了 请坐 陈宇搬来两把椅子 放到了二人身边 李长军疑惑地看向冯朗 小冯 你大学读的是航程大学 冯朗苦笑道 李队 你误会了 我猜陈医生 已经看出了我的另一个身份 因而才跟我开了个玩笑 另一个身份 你还有什么身份 李长军越听越糊涂 我还是陈医生直播间的粉丝 冯朗年轻 脑子转得快 第一时间明白了陈宇的意思 他正是昨天直播间里 戏称和陈宇同门的那个水友 陈厄阳善小捕快 领导之所以派他过来 也是因为冯朗全程看了 陈宇拆穿京城恶魔的直播 怪不得 李长军点点头 李队长冯探员 你们想问什么就说吧 我会认真配合 早已猜到有关部门会上门问话 陈宇倒是并不意外 见陈宇态度和蔼 两人都松了一口气 怕就怕 陈宇仗着本事不肯配合 陈医生 我们这次是准备详细了解一下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查高大权的 高大权便是航程第一余计的真名 陈燃网上破案的过程 只能用四个字形容 匪夷所思 一个主播 竟能将罪犯的过往 说的他们还清楚 连被警方严格保密的受害人家属情况 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不论是京城警方 还是航程警方 对此都不敢等闲视之 我没有调查过他 连迈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 虎于平台有他这好人 陈宇这回真的是实话实说 文言 李长军和冯朗对视一眼 冯朗点点头 他是犯罪心理学高材生 通过面为微表情可以确认 陈宇没说谎话 李长军开口道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你再不认识他的情况 仅凭专业经验 看出他是当年的京城恶魔 可以 陈宇笑着说道 麻烦陈医生详细讲讲 犯罪心理学当中的哪项内容 能让你认出他的身份 以及犯罪经过 不同于冯朗这种心理学高材生 李长军更擅长逐步引导 将被询问人引导到自己的思路 借而获取对方心理的秘密 俗称 套路 这可就复杂了 算了 我从头讲起吧 当即 陈宇打开话匣子 听了二十多分钟 冯朗越听越不对劲 又过了一会 冯朗表情极度无语 陈宇说 从头开始讲 还真的是从头开始讲 讲的是犯罪心理课程大纲 精神分析 犯罪人格学说 暴力犯罪心理 团伙犯罪心理 以及变态犯罪心理 冯朗仿佛回到了大学时期 讲台上站着面容威严的老教授 低下的学生们大气都不敢喘 李长军也逐渐感觉不对劲 看了一眼旁边的冯朗 冯朗叹了口气 掏出手机搜索到大纲内容 看了两眼 李长军鼻子差点气歪 弄了半天 陈宇在这给他们上课呢 陈医生 你先停下 李长军强压郁闷心情 我是问你 认出高大权的罪犯身份和犯罪经过 不是让你给我们背课文 我就是在回答你的问题啊 陈宇表情认真 通过精神人格分析 暴力犯罪心理 团伙犯罪心理 以及变态犯罪心理这几项内容 我才分析出他是罪犯 有问题吗 瞧着陈宇那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李长军败下阵来 冯朗无奈道 警方可以向你保证 不会将你的口供泄露出去 希望陈医生能对我们坦诚直说 毕竟 案件中还有一些地方 我们警方没有掌握 滴滴滴 话还没说完 冯朗的手机忽然响了 冯探员 我劝你还是别接这个电话 冯朗刚把电话拿出来 冷不丁听到陈宇说了这句 为什么 冯朗下意识问道 陈宇饶有深意地看向李长军 李长军说道 陈医生 你看我干什么 李队长的妹妹 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吧 对啊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李长军费解道 他马上就要有了 并且还会远嫁外地 听到这句 李长军蹭的一下站起来 另一边 冯朗额头开始冒汗 看到冯朗的意状 李长军紧皱眉头 目光阴沉沉地盯着冯朗 李队 您这么盯着我干什么呀 冯朗紧张道 李长军夺过手机 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冯朗 我已经和同事串好班了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 电话接通 里面传来月耳洞听的女人声音 娇娇 我是你哥 李长军冷声道 哥 冯朗的电话 怎么会在你这里 李长军没做任何解释 直接挂了电话 小冯 你可以啊 昨天下午才到航程 就么快 就和我妹妹玩到一起 李长军脸色浮现出一副 甚人的冷笑 身为护妹狂魔的李长军 真的是万万想不到 仅仅请冯朗来家里吃了一顿饭 这小子竟然和自己妹妹 搞得这么疏弱 不过一天 就到了一块看电影的程度 再过两天 都有可能谈婚论嫁了 李队你听我解释 我和娇娇其实 不许你靠近我妹妹 说吧 李长军必要拉黑冯王手机中 妹妹的号码 李队长 你最好别这么做 陈宇话刚说完 号码已经被李长军拉黑 为什么不能拉黑 李长军没好气道 陈宇笑道 三天前 你跟你妹妹借了一千块钱还债 这是 你妻子要是知道 你恐怕吃不了兜着走 文婷此言 李长军身子不由地抖了一下 脸色也从愤怒变成了慌张 滴滴滴 电话声再次响起 李长军咽了咽口水 动作艰难地掏出手机 要是不接 麻烦更大 陈宇提醒道 李长军苦着脸闭上眼睛 下一秒 李长军睁开眼睛 点下了接听见 李长军 你长本事了呀 我让你戒烟 是为了你好 你可真行 竟然去楼下小店奢账拿烟 没钱还债 就去跟焦焦见 你还有个当哥哥的样子吗 李长军被讯垂头搭脑 一个字都不敢反驳 你既然这么有能耐 每月三百块钱的零花钱 看样子也用不着了 老婆你别生气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听到零花钱要没 李长军又慌了 明天交上一份五千字的检查 是你认错态度而定 接着 电话里没了声音 冯朗低着头 偷瞧了一样李长军 嘴角微微浮现一抹幸灾乐祸 李长军看了看冯朗 这是做的什么孽啊 养了二十二年的小棉袄妹妹 原来是个黑心棉 陈医生 你稍等片刻 说吧 李长军叫上冯朗 走到街上 大约过了十分钟 两人再次进来 冯朗一脸开心 李长军却是闷闷不乐 两位 还有什么问题吗 要是没有的话 我就不留你们了 陈宇笑问道 不论冯朗还是李长军 都是陈宇折腾的不轻 再次看向他 心里都有些忌惮 陈宇有没有那种本事 两通电话 已经给出了答案 经过和上级沟通 上面给出的意见是 继续接触 但是千万不要把关系搞僵 听出陈宇话里下了逐客令 李长军丢给冯朗一个眼色 想当自己妹妹的男友 先得学会替大舅哥排油解难 那个 陈医生 您店里装修的挺别致 看到墙上这些心理专家 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教室 冯朗没话找话 打算和陈宇聊聊心理学 陈宇轻描淡写道 还行吧 就刷了一层大白 冯朗一头黑线 大哥 你这么聊天 没法接啊 咦 这是弗洛伊德 冯朗看到了 那尊金灿灿的塑像 陈宇点头道 嗯 顾客送的 李队 你瞧这弗洛伊德雕像 胳膊是胳膊 眼睛是眼睛 真不错 冯朗开始尬聊 李长军瞪了他一眼 让你打破尴尬气氛 想办法和陈宇聊点有用的东西 没让你在这说废话 随即 李长军瞧见货架上 琳琅满目的治疗工具 李长军生出 想要将陈宇绳之以法的冲动 AD盖奶 标价十万 瓦仔血饼 标价十万 一张画有几十种 不同造型的黑猫警长贴纸 还是十万 诸如此类的商品 还有几十件 李长军百分百确定 这些东西 换在自家楼下小超市 加在一起 不会超过五百块 卖出天价的小商品 等身高 金灿灿的佛洛伊德雕像 一个背景神秘 本是惊人的心理医生 这到底是啥地方吧 石杂店 心理咨询师 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算命铺子 一时间 李长军感觉天雷滚滚 李队长 为了你的病情着想 我建议你买下 这张心理治疗贴纸 李长军内心疯狂吐槽之陈宇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拿起那张黑猫警长贴纸 我要是买 那才他们是真有大病吗 李长军心里暗自付费 嘴上说道 这东西太贵了 我一个小队长 可拿不出十万 不要紧 你可以只买上面一个 陈宇说道 上面一共有五十个贴纸 可以分开卖 每个两万 听到还可以分开卖 李长军下意识退了一步 莫名感觉到 一会可能要钱包出血 上级不许自己触怒陈宇 如果陈宇坚持兜售 自己该怎么办 对了 冯探员 你最好也买一个 不了不了 我刚参加工作 没多少 话说到一半 冯朗突然顿了一下 陈医生 我和李队身上的病 是不是很严重 冯朗急促问道 你的病情还算不太严重 大约几个月后发作 至于李队长的病情 近在迟迟 陈宇晃了晃手里的 黑猫警长贴纸 黑猫警长是正义的化身 把他的贴纸贴在胸前 具有良好的精神治疗效果 买 我们买 李队 这笔钱我来出 冯朗急急忙忙 逃出钱包 陈医生 你这里能刷卡吗 可以 片刻后 陈然拿来了刚办好的POS机 在李长军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冯朗干脆利落地刷了四万块 陈医说道 选个造型吧 冯朗拧了抿嘴唇 还是您帮我们选吧 文言 陈然随手拿下两张贴纸 你的贴纸三个月后 贴到衣服上即可 陈医顿了顿 李队长这张 最好马上贴上去 不论别人怎么说 都不能把它拿下来 要不然 病情汇要了你的命 高材生自有高材生的领悟能力 陈医一而再 再而三说 冯朗二人有病 随即又向他们 读售黑猫警长贴纸 答案只有一个 这不是贴纸 而是护身符 护他们性命安全的护身符 警察本就是高危职业 二人又是伤亡率 最高的重案队人员 想到陈医直播间的神庙本事 加上他们的职业 冯朗忙将李长军拉着一旁 嘀嘀咕咕 说起自己的分析 李长军十二点头 十二凝重 小冯 你先回去脸 我过一会回去 可是 李长军瞪起眼珠 冯朗立刻将后面的话 吞了回去 为了爱情之花 茁壮成长 我忍 打发走冯朗之前 李长军不忘 拿过一张黑猫警长贴纸 陈医生 方不方便暂停营业一会 不等陈医回答 李长军已经降门反锁 陈医淡淡一笑道 李队长相信自己有病吗 李长军语气复杂道 陈医生 这里已经没有外人了 咱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说我不带你给的贴纸 很快就会并发身亡 是否代表 我近期之内有可能会殉职 陈医说道 这就要看你怎么抉择了 如果请十天半个月并驾 未必会并发 不过按照你的性格而言 你是不会这么做的 陈医没有直接回答 不过 李长军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陈医生能不能帮忙诊断一二 我近期要干些什么 文言 陈医抬手比划了一个四 见状 李长军心里一片惊涛骇浪 谁再敢说陈医只是一名心理医生 李长军保证一脚踢死他 陈医生 我听小冯说 你给人看诊收费五千 治疗同样是五千块 我一会支付你一万块 能不能替我指点一下迷津 经过冯朗提醒解释 李长军逐渐开始上道 顺着陈医的套路讲话 可以 多谢 李长军大喜 跑到街上 打了十分钟的电话 再次回来 李长军不忘重新锁门 二话不说 直接支付了一万块钱 陈医笑道 这位患者 你可以讲述病情了 此话一出 李长军嘴角抽了抽 陈医真是个戏精 没给钱的时候 叫自己李队长 收了钱 转而开始叫自己患者 我最近查不思犯不想 全因为一件案子 李长军沉声道 这起案子的性质非常恶劣 不亚于当年的京城连环杀人案 劳烦陈医生给我个保证 听完以后 绝对不能向外透露一个字 陈医先伸手请李长军坐下 接着告诉他 替患者保密 是医生最基础的职业道德 咱们航城当地 同样发生了连环杀害人案 李长军声音低沉而又深邃 一个多月之前 一名社会大哥被人发现死在家里 最开始 负责调查的李长军 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这名社会大哥作恶多端 得罪的仇人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 凶手手段这么残忍 很可能是江湖仇杀 没过多久 当地再出凶杀案 死者为女性 职业公司秘书 下班路上失踪 后在一间废弃房屋里 发现尸体 就在李长军对比两岸 是否用相同之处时 第三名死者出现 该名死者是一名流浪汉 死在一条小胡同 至于这第四名死者 说到这里 李长军打了个寒蝉 他是死于火烧 陈宇补充道 死 李长军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退后束补 右手手掌撩开衣服下摆 顺势便要掏枪 这位患者请冷静 陈宇不轻不重地点了点桌子 提醒李长军现在是在看病 陈医生抱歉 我刚才职业病犯了 李长军回到桌前坐下 手却一直没有拿起来 陈宇说道 继续吧 李长军皱了皱眉头 说道 正如陈医生说的 第四名死者 的确是被火烧死了 但是 但是死亡现场 没有任何的明火痕迹 李长军深吸几口气 接着 一口气讲完最后一名死者的情况 第四名死者 是一位企业老板 死亡时间半月前 当晚午夜 这名老板应酬完回家休息 命令保姆次日七点钟 叫他起床 第二天早上七点 保姆准时敲响房门 屋里没有任何动静 保姆以为老板睡得太熟 听不到敲门声 推门进去叫他 进入屋内 保姆看到蜷缩在床上的老板 刚把手放在老板身上 马上被烫得痛苦嚎叫 老板浑身赤红滚烫 有如烧红了的烙铁 十几分钟后 救护车来到现场 当场宣布老板已经死亡 死因是重度烧伤 身上多器官衰竭 奇怪的是 屋内一点火苗痕迹 都看不到 这名老板家里 安装了最先进的烟杆 和消防喷零设备 哪怕一丁点烟雾出现 都会引发全屋报警 李长军再度吸了几口气 压抑着内心的紧张与不安 收到消息 我马上带队进行调查 我在那名老板的死亡现场 发现了一些男人的脚印 这些脚印 与前三名死者死亡现场的脚印 属于同一个人 四名离奇古怪的死者 四类相同的脚印 有关部门立刻并案 鉴于当年京城连环杀人案 带给市民的恶劣影响 高层下令严格保密 期限要求李长军破案 李长军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调集大批人手和先进侦破设备 然后迄今为止 除了通过凶手留下的脚印 判定他三十多岁 是个身高一米七左右 体重150斤左右的成年男人 再无其他的线索 不论是时间 还是作案方式 都没有任何规律可言 四人也是毫无关联 相互都不认识 说着李长军拿出手机 调出了几名死者的照片 陈宇看了一眼 淡然道 这四名死者死有余辜 陈医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长军脱口出道 你拿出照片给我看 不就是想让我帮你看看 几名死者之间有没有关联 陈宇慢条思理道 我刚才说的就是答案 你告诉我答案了 李长军猛了 死有余辜算什么答案 这几个人全部死得有亏 陈宇提醒道 李长军说道 发现死者以后 我立刻着手进行调查 除了第一名死者 干了不少坏事 剩余几名死者 都算是本分人 不论是在工作 还是生活中 个人品德口碑都挺不错 调查死者社会关系 职业背景 记住网址MQXL 有无仇人 外债等情报 属于重案队办案基础步骤 陈宇不急不缓道 由于时间仅任务重 加上人手有限 你们只查了 最近几年的信息吧 不妨将时间线往前延长一些 比如说 查查他们十年前都干了些什么 我明白 李长军迅速拨打了一个电话 王副队长 马上调查死者十年以前的信息 重点查他们都干过什么坏事 包括上学时期的情况 也都要查 手机 电脑 邮件 还有聊天记录 通通可以查 我负责打电话协调 申请网安和护证配合调查 电话刚接通 李长军语气飞快地下达了多项命令 一个小时后 会有消息传回来 你可以先去吃点东西 陈宇掏出手机 顺便找了个小游戏 得知一小时后 会有消息传回 李长军哪有心情吃饭 陈宇悠哉悠哉地玩着手机 李长军焦急如焚地等待着 叮铃铃 手机声响起 李长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点下接听见 什么 我的天哪 他怎么敢 好 我知道 马上整理成文 一会回去我要看 挂断电话 李长军看向陈宇的眼神中 充满了信徒般的炙热 太尼玛神了 说一个小时来电 一分钟都不差 并且副手给出的汇报 和陈宇说得完全吻合 四名死者 都不是无辜之人 找到相同点了吧 陈宇微笑道 找到了 陈医生 您知是这个 李长军激动得 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用大拇指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崇敬 陈宇摆摆手 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现在不怪我说话不好听了 文言 李长军满脸通红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陈医生 您就别骚我了 是我有眼不识刀人 按照陈宇提醒 重案队将调查时间线 往前退一多年 真的是大有收获 四名死者 没一个是省油灯 十年前 民间借贷大行其道 第一名死者 秘密经营着校园X代 经过初步调查 被他设计 引入歧途的女生 有几十个人 其中三人 不愿沦落封城 最后选择自杀 之后民间非法借贷 遭到严厉打击 他这才退出这项生意 严令知情人闭嘴 心肠黑得透透 第二名死者女秘书 高中到大学时期 惯于煽风点火 传播谣言 一旦看到 女生长得比自己好看 立刻编造出一套 似是而非的谣言 散布在校园内部和网上 妥妥白雪公主后妈 女中键盘侠 起码有八名女同学 被他搞得身败名裂 患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至于那名乞丐 更是该活活凌迟 经过人脸比对 是一名再逃多年的黑梅窑矿主 造成过十几名矿工遇难的惨案 第四个老板 是一名建筑公司老板 创业之初 为了多挣钱 少花钱 次次都搞暴力拆迁 不但让拆迁户流离失所 更是让一家三口死于暴力拆迁 功成名就以后 将这些不堪劣迹 隐藏得严严实实 要不是调动网安和护证帮忙 还真不一定能查出 这些人曾经干过的肮脏事 几人罪行不同 法律或许不会判他们全部死刑 但在有良知的人心中 这些人最大恶极 陈医生 那名凶手现在躲在哪里呢 话是这么说 凶手该抓还是要抓 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知道凶手的位置 陈宇耸耸肩膀 陈医生 我在支付一万治疗费 你看 以为陈宇要加钱 李长军准备扫码 这和钱没关系 我真不知道凶手的位置 不过 陈宇拉长语调 如果此刻是在直播间 水友们早就沸腾了 熟悉陈宇的水友都知道 只要陈宇说到不过 并且拉长音调 绝对是抛大瓜 不过什么 李长军急迫问道 不过 我可以试着用犯罪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帮你分析分析 好好 麻烦陈医生 李长军脸色亢奋 激动于马上就能抓到凶手 这个人35岁 男 身高1米78 体重152斤 职业为夜长打手 家住老城区平安街五号院 左手边第一间房 这时候 应该在家里睡觉 陈宇顿了顿 说道 再过一个半小时 他就该起床出门了 这叫犯罪心理学 李长军心里不停地吐槽 自己好歹是重案队队长 审过不知多少汉匪强盗 当着专业人员的面 陈宇撒谎连眼睛都不眨 大哥 你就差告诉我 凶手穿什么颜色的睡衣了 对了 凶手没穿睡衣 光着睡 陈宇补充道 光当李长军直接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起来后 李长军尴尬地拍了拍身上灰 幸亏刚才没喝水 不然非被枪死不可 陈医生 我先走了 咱们回见 吐槽归吐槽 必须马上过去抓捕 陈宇说得很清楚 凶手会在一个半小时后醒过来 然后出门离开 万一继续作案就麻烦了 虽然凶手杀的都是恶人 但法理难饶 不论有多么正义的理由 滥用私刑就是错 等一下 陈宇走到门口 叫住李长军 怎么了 李长军回头道 黑猫警长 哦 李长军恍然大悟 立刻将黑猫警长卡通贴纸 用力拍到胸前 那个人不简单 让你的同事也小心点 说完 陈宇转身走回屋里 再想买烟 去大超市买 别图省事 去你家小区超市 也别在警局附近的小店购买 这些地方 都不安全了 此话一出 李长军差点摔了量呛 自从相信陈宇是能人 李长军反应也变得快捷了不少 小区和警局附近商店 只怕被自家老婆安插了眼线 若是未明除害 一刀杀了就好 何必虐杀 店内 陈宇眉头紧皱 一手脱腮 一手点着桌子 四名死者罪孽深重 死后涌堕地狱 生生世世 无法投胎 急起案子 又带着说不出的古怪 第四名死者被烈火焚烧 现场不见明火 显而易见 绝对是悬门中人下手 偏偏 凶手只是个会好勇斗狠的普通打手 陈宇百分百确定 凶手不会任何竖法 前三名死者同样有问题 凶手用第一名死者长子打的花结 很像是某种做法用的俘虏法文 第二名死者的下巴 第三名死者的小腹 都有被鲜血涂抹过的痕迹 照片上的痕迹有些模糊 陈宇依稀认出 同样是俘虏法文 咦 想着想着 陈宇忽然笑了 诛灭邪魔妖道 守世间一方倾平 也是大功德呀 陈宇越想越开心 发散性思维就是好 总能想到独特的新方法 经过这件事情 陈宇已经可以确定 世上存有妖魔鬼怪 邪术妖人 古代有不少的悬门高人 依靠着守正避邪 除魔未到获取功德 自己同样可以效仿 先试试引人向善 能获取多少功德气韵 然后 开始尝试消灭妖魔鬼怪 综合对比 选出一个最优的功德气韵 或取法 看看时间 一晃天都要黑了 陈宇决定 今天给自己放一天假 明天再去找患者们玩耍 次日上午 陈宇洗漱完毕 吃好早餐 走到一楼办公桌后面 爷爷 您关注的主播开播了 失踪人口回归 可喜可贺 你个狠心的狼 人家昨天从早等到黑 呜呜 妈夜 楼上是个娇滴滴的汉子 主播气色红润 精神抖擞 小到掐指一算 昨晚必然去做了大保健 陈医生分明是去夜场 替有心里需要的小姐姐一诊 陈医生开播 我们这群非正常人研究中心的患者 肯定要来帮帮场子 陈宇如今的排面 已经到了其他头部主播 极度不起来的程度 这两天从早到晚 直播间24小时 有人蹲守 不是几时上百 人数没下过十万 望夫时都没他们执着 别的主播开播 过十几二十分钟 直播间人气才会热起来 陈宇自带热量属性 开播就有起码十万水友 患者们 早上好 昨天我有点事情没开播 让诸位患者者久等了 陈宇挂起招牌式的亲和微笑 冲着镜头挥了挥手 我感觉陈医生在 CPU 可我找不着证据 该上厕所上厕所 该请假请假 第一名患者出现 就没机会再干别的 陈医生 我是你的老粉 从你第一次开播 我就点了关注 能不能给你提个建议 看到这条弹幕 陈宇笑着说了句 可以 你能不能和其他主播一样 安排一个固定的开播时间 总搞突然袭击 我们这些水友招架不住啊 关注陈宇的水友数量 已经高达110多万 从事行业五花八门 不是每个人 都有充足时间 守在直播间等开播 即便等到开播 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影响观看 有了固定开播时间 大家也方便 把时间腾出来 尽情观看陈宇整活 不 治病 这位患者的提议很有建设性 我会仔细考虑 今天的心理诊疗连脉 还是和前几次一样 一共三个名额 不过方式要改一下 之前的连脉方式 是谁抢到谁连 随着直播间人数暴涨 这种方式已经不行了 陈宇将发一份 限时三分钟的百元红包 按照金额前三 选出今日三名幸运 用幸运这三个字 真的好吗 我怎么感觉 应该叫倒霉蛋 别胡说 小心你自己抽中前三 要说倒霉蛋也没问题 前天那个人渣 不就倒了大霉吗 他那叫罪有应得 有人提及金城恶魔 直播间风向开始偏移 金城恶魔自以为聪明 想着过来踩陈宇出名 打死都想不到 这会是他人生中 最后一次直播 即便过了数日 谁友们对这个恶魔的恨意 没有丝毫削减 主动向新来的谁友科普 陈宇如何识破恶魔身份 让这个逍遥法外二十年的畜生 遭到应有的惩罚 许总死了 突然一条特效弹幕出现在屏幕 真死了 我的天呀 陈医生给自己的嘴也开了光码 许总真的死了 我刚收到新闻弹窗 八分钟前 许总从青龙山工地塔吊上面 一跃跳了下去 谁友们纷纷打开各家新闻APP 进入当地新闻页面 许总自杀的消息 成为了各家新闻网头条 标题一个比一个耸人 百亿帝国掌门轻声 集团内部千疮百孔 多家银行联手逼宫 许终圆命丧青龙山 国内外资产全军覆没 细说许中原破产内幕 诸多媒体标题中 以CEO震惊部最为夸张 震惊 航程千万人疯传 百亿身家男老总自杀 竟是因为一个男人 陈主播你火了 千万人都知道 许总是因为你自杀 新来的谁有不懂就问 主播是许总情人 哈哈 陈医生 这回轮到你抑郁了 笑不行了 我在开全乡妇女工作会 全场妇女主任 都用关爱智障女孩的目光看我 这就是开会摸鱼的下场吗 我比楼上好 我开的是闭卖视频会议 CEO震惊部夸张的新闻标题 给直播间水友带来了 大量碗梗素材 同时 也让新来的水友们大吃一惊 没想到 许总是被陈宇给说死的 大家准备领取红包 说吧 陈宇点击赠送红包功能 三分钟后 红包消失 排名前三的水友先后出炉 陈宇说道 有请第一位患者连麦 忧郁的新带路 片刻后 陈宇屏幕上面出现分屏 一名浑身被捆着的年轻女孩 出现在屏幕上 瞬间 直播间里鸦雀无声 这是什么开局 在陈宇的直播间里 水友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 见过真爱小勇士 见过百亿老板 也见过冷血恶魔 可眼前这是什么鬼 这是另类的引流方式吗 我怎么感觉 她被绑架了 要不要报警啊 这女孩被绑得跟粽子似的 谁点开的连麦呢 水友们众说纷纭 大家安静一下 陈宇轻声说道 她没有被绑架 身上捆着的是 制约心理疾病患者的约束带 就在这时 女孩身后出现了 一名50岁左右的女人 陈医生你好 我是她的妈妈 女人先是向众人解释 是她点击的连麦 接通之际 接到一通电话 因此才没有站在屏幕前 陈宇说道 你女儿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你用约束带捆着她 是因为她曾经多次想要轻声 没错没错 陈医生 您真是和她们说一样神 女人不停点头 不加犹豫地讲出自家女儿情况 丈夫十几年前去世 留给母女一家小型服装厂 她将对丈夫的寄托 通通放在了夫妻合伴的服装厂 场子越做越大 成为当地第一纳税大户 事业一帆风顺之际 噩耗传来 读大学的女儿竟然割脉了 好在抢救及时 女儿很快脱离了危险 女儿说是因为感觉不到爱 所以才要自杀 都怪我这些年忙于生意 忽略了对女儿的关爱 这才会让她感觉缺少关爱 女人自责地抹着眼泪 那天以后 我将场子交给副手打脸 去我女儿的大学陪读 没想到 她对我的恨意这么深 中间又自杀了四次 我吓得实在没办法 只能把她带回老家 每天守着她 即使这样 她还是趁我不主意 又自杀了两次 没有办法 我只能捆着她 女人曾经找到心理医生 医生说 女儿患有严重抑郁症 自杀倾向非常明显 只能通过吃药和心理辅导 进行治疗 钱花了不少 然而效果几乎没有 前天晚上 女人听人说虎于平台 出了一位厉害到不像话的心理医生 或许她能够治好女儿的抑郁症 女人没有选择盲目相信 昨天看了一整天 陈宇的直播录像 最终确定 陈宇就算不是个心理医生 也一定是个厉害的大仙 我没有抑郁症 我也不缺母案 忧郁的心带露 忽然大喊起来 陈医生您快帮帮我 我女儿又犯病了 女人慌张得不像样子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陈宇但笑道 这位患者 我相信你 文言 忧郁的心带露 停止喊叫 目光警惕地盯着陈宇 陈宇点点头 说道 我是一名专业的心理医生 从来不会拿患者的病情撒谎 你没有没有抑郁症 也不缺少母案 忧郁的心带露 抿了名嘴唇 继续一言不发 这话风不对啊 我怎么感觉进了个假的直播间 陈医生 你要是被人微迫 就冲我们眨眨眼睛 以往连迈的人 没一个能没有逃过你 有病这个环节 陈医生貌似第一次说 别人没病 袁芳 你怎么看 陈医生是不是在用心理安慰疗法 先告诉忧郁的心带露没病 然后一点点打开他的心结 再能整活的水友 现在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听到陈宇说 自己女儿没病 女人急忙拿出心理诊所的诊断单 陈医生你看 这是我们当地多家心理诊所的诊断证明 上面都说我女儿患者 严重双向情感障碍 之前有些医生也说过和陈宇类似的话 告诉女儿没病 或者病情并不严重 慢慢获取女儿的信任 办法没有奏效 反而让女儿更加焦躁 于是 你女儿真的不缺母爱 更不是得了双向情感障碍 陈宇耐心解释道 不是双向情感障碍 她又为什么要一次次的自杀呢 她自己口口声声说缺爱 不是缺少我这个母亲的关爱 又是什么 女人对陈宇的信任开始减少 本以为是个有能耐的高人 没想到会全盘推翻女儿的病情 丈夫去世的十余年来 我一场当家 大部分时间都是由保姆照顾女儿 要是我能多陪陪她 或许她就不会生病 女人说到这里 捧着脸嚎啕大哭 阿姨 我特别理解你女儿的感受 她是不是特别的内向 有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憋在心里 陈宇的一位老顾客来了 她和忧郁的心带怒还真是同病相连 家里有钱却没有家长关爱 樱花兄弟 最近还在真爱的路上奔跑吗 有没有再碰到大鸟蒙妹 你们可真损 小弟弟 要不你来追求大姐吧 手欠点了楼上个人信息 我眼睛废了 大妈 你今天贵庚 樱花树下等于发来一条特效弹幕 陈医生 要不让我和她聊聊 我们两个有相同的经历 或许我能开解她的心结 陈宇笑着摇摇头 她的情况和你的少年经历完全不同 你开导不了她 她既不缺母爱 病情也不是双向情感障碍 不过 谁有没一下沸腾了 爷亲回 终于感觉到正常话风了 嗯 有那位了 不过虽迟弹道 陈宇的这声不过 犹如带领大军冲锋的号角 直播间里弹幕穿梭 等了许多的大活 终于要开始了 陈宇表情严肃到 这位患者没有双向情感障碍 不过的确有心理疾病 如我最开始说的 他的心理疾病很严重 病情拖到这个时候 已经不是单纯心理精神类疾病 身体脏气 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 这个病的名字 叫做心碎综合症 忧郁的心带露 两眼瞪得大大 心中惊诧之情 异于言表 陈宇语气古怪道 这病之所以越来越严重 完全是你自己折腾出来的 谁有门乐了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陈医生还是那个陈医生 总能在大家认为 情况就是这样的时候 玩一招原地大回旋 先是说忧郁的心带露 没有抑郁症 大家真以为他没有心理疾病 随即开始原地倒车 讲出忧郁的心带露 没有抑郁症 却有别的心理疾病 陈医生 什么是心碎综合症 管理上千人的服装厂 察言观色方面 女人自是一把好手 记住网址MQXLaw 不难看出 女儿表情震惊 代表着什么 诸多心理疾病中 心碎综合症 是最复杂的一种 大部分心理疾病 影响的都是患者精神思维 肢体活动 还有人际关系 唯独心碎综合性 病情一旦加重 影响是这里 说吧 陈宇用手点了点前胸 6666666 陈医生的业务范围又扩大了 开始涉及身体疾病诊断了 我怀孕四个月 陈医生帮我看看 是男是女呗 明明是在说心理疾病 我咋感觉 主播是在搞玄学 楼上的 你成功入了心理圈了 陈医生每次直播都干货满满 我距离异于又进了一步 狗头 谁有门 照常插科打混 都清楚 陈宇马上就会说出答案 忧郁的新带路的妈妈却不知道 以为陈宇故意卖关子要好处 当即 她直接往女儿账户里 冲了十万 求求您我女儿到底是什么病 您快告诉我 女人声泪俱下的哀求 陈宇别再卖关子 只要女儿病情能够有所好转 她愿意再送陈宇十万打赏 陈宇若有所指道 心病还需心药医 这位患者 明白我的意思吗 忧郁的新带路语气复杂道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陈宇面带笑容道 科学的心理分析 严谨的医学观察 忧郁的新带路心理全是大无语 分析个鬼 观察的毛线啊 从直播到现在 算上这句 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说没病 另一句询问陈宇怎么知道 难怪直播间里 不少水友调侃陈宇搞玄学 看来 你还没有完全对我打开心结 也罢 我再给你讲讲 陈宇转说起 女人最关系的问题 心碎综合症外表征兆 和抑郁症非常相似 情绪低落 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情绪 伴有失眠 精神紧张等情况 你出现心碎综合症 是因为喜欢一个男生导致 你屡次想方设法和他接触 一旦接触上 会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偏偏 天不遂人愿 每次你做好准备要表白 都会因为各种阴差阳错 失去和他表白的机会 天长日久之下 这病也就严重了 听到这话 直播间的水友们 双眼放光 一个个就跟见到猎物的野狼似的 我知道这时候不该笑 可我还是笑不行了 心带路说的缺爱 原来是恋爱的爱 逗死我了 樱花 樱花快来走两圈 让新来的水友们 瞻仰瞻仰 樱花呢 出来射死了 我敏锐嗅到 一丝恋爱的腐臭味道 水友们的发散思维 丝毫不比陈宇差不多少 樱花树下等宇 在追求真爱的路上 屡败屡战 最后差点和男人过一辈子 按照陈宇所说 忧郁的心带路 同样在拼命追求一个男生 同样也是屡遭失败 想到最开始的时候 樱花树下等宇 误以为忧郁的心带路 出现异语 是因为长期 得不到亲人关爱 主动跑出来现身说法 提及他和忧郁的心带路 有着相同的经历 现在想起来 水友们直接笑喷 一时间 直播间里充满了 欢乐的气氛 人在家中的樱花树下等宇 全程看完各种 调侃自己的弹幕 转身看向卧室地面 犹豫着 要不要找施工队过来 挖个地洞 给自己钻进去 太丢人了 自以为是的 给人家当心理导师 差点把自己带沟里去 你连这个都知道 忧郁的心带路 这时已经顾不上震惊了 心里只想着一件事 还有什么事情 是陈宇不知道的 现在你愿意配合治疗吗 陈宇微微一笑 我和他还有可能吗 忧郁的心带路冷不丁 问了个不相关的问题 不论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先决基础 那就是好的身体 只有身体好了 才能拥有其他的一切 陈宇说道 我明白了 我愿意配合 忧郁的心带路 第一次露出笑容 哇塞 小姐姐笑起来好好看 配上有气无力的身体 这不就是《红楼梦》里的 并美人林黛玉吗 林黛玉太矫情 我更喜欢薛宝钗 我喜欢西凤姐姐 口味真重 这世界真不公平 我长得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怎么就碰不到 倒追我的女孩呢 大叔 下次吹牛前 记得先屏蔽掉个人信息 有钱人的爱情 多知这么坎坷吗 先后樱花 后有心带路 我们这些普通人 情何以堪 不用于水友们的欢乐调侃 女人难以置信地望着女儿 女儿恋爱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明明看过她的手机 朋友圈 个人空间 一点恋爱的痕迹都没有啊 担心影响陈宇的治疗 女人只能强压着各种复杂情绪 专心等着陈宇接下来的话 男生是你的高中同学 凭你的成绩 完全能上重本 甚至清北都没什么问题 得知他考了一所三本院校 你果断报考了同一所学校 你想着 等到军训结束 和他表白 没想到 他跟别的女生好上了 你顿时感觉心痛欲裂 开始了第一次自询短见 陈宇顿了顿 说道 后面六次 也都是因为他 这姐们真是够狠 一个男人而已 得不到也没必要自询短见 樱花是被爱情蒙蔽双眼 小姐姐是被撞了脑袋 还是那种万吨级撞击 这不就是重度恋爱脑吗 看到恋爱脑这个词 水友们纷纷给这名水友 送上小红星 形容得太恰当 樱花树下等于够惨了吧 可人家再怎么惨遭打击 也没想过自询短见 好家伙 忧郁的心带露 真是对得起他的网名 长得核心带露一样可爱 一旦忧郁起来 直接拿刀子割脉 第一次自询短见失败后不久 你得知 男生和女友分手了 这个消息 让你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动力 你本想马上表白 偏偏你母亲又在身边 担心母亲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又变得愁眉不展 没多久 他在班级群里单独加了你 向你请教数学问题 你灵机一动 故意在数学题目里 加入代表我爱你的数字公式 持续表白一个月 他没有任何回应 你认为这是 以沉默来拒绝 开始了第二次自询短见 殊不知 他根本就看不懂你的数字密码 大批正在喝水喝饮料的水友 直接喷了 我被水枪住了 快叫救护车 还能抢救一下 这就是学霸的爱情吗 怕了怕了 众本学霸用数学公式 向三本学渣示爱 这波操作我给满分 兄弟们 有没有女生 也给你们发数学公式 有 我姐 兄弟玩得溜 我姐是我班数学老师 默挨五分钟 水友们着实想不到 忧郁的心带路的求爱方式 会这么阴间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能明白 暗恋对象 要是能自己解析数学公式 干嘛还要向忧郁的心带路求教 陈宇继续说道 你在医院养伤期间 男生带着果蓝过来看你 温柔地开导了你许久 你心里重新充满爱情甜蜜 认为他对自己是有好感的 出院后 你得知男生正在玩一款手游 你也马上注册了一个号 天天和他组队下附队 大约一个月后 你们两个在游戏里的关系 亲密无间 你故意透露自己是本校学生 男生马上提出要和你见面 见面这天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 提前到约定地点等待 等了一个小时 男生没有出现 你去游戏里问他 怎么还没到 他发了一大堆乌言晦语 你感觉犹如万箭穿心 心疼得差点晕死过去 第二天你在上线 他的人物账号已经被删除了 你认为遭到欺骗 第三次选择自询短见 真实情况是 男生刚出门手机就丢了 他没去约定地点 是因为要去警局报案 之后 手机被一名熊孩子捡到 乱案遗弃 输对了开机密码 恰好 他也玩这款游戏 顺手点了进去 不久前 这名熊孩子 被一名装成女玩家的骗子 骗光了身上的装备 说到这里 陈宇没有继续往下讲 机智的水友们 早已经猜到了下文 熊孩子的手和嘴 有多可恶 不少水友深有体会 联想起被熊孩子支配折磨的日子 第三次自询短见被救 你终日以泪洗面 心痛情况也是每日俱增 就在这时 你听说这名男生 被校外社会人员打伤 马上跑去医院看他 并且天天给他送饭 他每天对你的道谢和笑容 再次让你心花怒放 认为他被你的无微不至感动了 决定等他伤好就表白 某天 你如常去送饭 发现病床空了 心痛让你头晕目眩 艰难走到医院楼顶 打算一跳了支 万幸 你灵自询短见钱晕了过去 这才保住了性命 陈宇摇了摇头 这姑娘哪都好 就是脑袋缺根弦 她不是不辞而别 而是昨晚伤情出现反复 从校医院转到了三甲医院 水友们哭笑不得 陈宇说的还真没错 忧郁的心带露的爱情世界 充满了各种阴差阳错 见过表白困难的人 没见过忧郁的心带露这种 自己给自己加码的 此刻 女人看向女儿的眼神里 充满了复杂情绪 自己和她爸爸 都是性格果敢之人 当年辞掉公职经商创业 仅仅研究了十分钟 到了女儿这里 怎么这么磨叽呢 难怪没在女儿的手机 交友账号 朋友圈里 看出她恋爱的痕迹 女生这套路 当妈的都看不懂 看不到男生的这段期间 为了排解忧愁 你以匿名的方式 将自己的故事 发在一家恋爱网站上 匿名读者说 你可能患有心碎综合症 一旦心碎就会想死 还说 这是一种非常优雅的病情 只有对爱情 坚真不渝的女子才会得 你大致查了 查心碎综合症的发作表现 感觉和自己一模一样 决定 以一种凄美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不但谁有门听傻了 忧郁的心带露的母亲 也看傻了 这还是自己的女儿吗 整个一多愁善感的古典千金 为了和女儿 有共同话题 女人天天上网 学习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和网络语言 原以为女儿一次次自询短见 是因为自己关心不够 加上小时候没了父亲 综合原因导致出现心理抑郁 引发自询短见倾向 做梦都想不到 是这个原因 连续五次自询短见 你母亲被吓得魂都要丢了 立刻给你办理了修学手续 放下事业 天天在家陪着你 你也曾想过放弃这段爱情 你回家的第五天 男生在班级群里发了一条消息 说自己又回来了 看到消息 你的心跳忽然开始加速 认为你们的缘分还没有断 等到暑假他回到当地 你约他去高中看望老师 借着单独相处的机会表达 没曾想 却被你母亲阻拦 他担心 你独自出去是想寻死 死活不让你出去 看到你情绪激动 你母亲没办法 只能叫来心理医生 给你注射了一阵镇静剂 等你醒过来时 都已经是半夜了 男生发信息问你 为什么要放他鸽子 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觉得对不起这个男生 还是死了算了吧 陈宇平静地说道 得知你第六次自寻短见 男生立刻来你家看你 这一回 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陈医生画风一顿 属于是皮裤套棉裤 必然有缘故 好诗 谁要是娶了这位小姐姐 绝对是祖坟冒黑烟 不是青烟吗 祖宗气得关中爆炸 不冒黑烟冒什么 娶个动不动就自寻短见 满脑子爱情的病交回家 再硬的命格也撑不住 哪怕表白背剧 小姐姐自寻短见都能说得过去 这算什么 自我殉情 王宝串这位恋爱脑组师奶和他比起来 那就是个小师妹 我觉得他才应该是恋爱脑组师奶 纵观历史也找不出第二个 谁有门都对那个男生心生同情 估计男生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这位同乡家同学 多次自寻短见都是因为他 要是知道 睡觉都要被吓醒 陈宇缓缓说道 看到你和那个男生聊得有说有笑 你母亲以为你的病情 经过心理医生治疗有了好转 当即去客厅打电话 感谢心理医生 你母亲前脚刚走 男生忽然给你讲了几个 快智人口的古代爱情故事 你感觉男生好像是借用故事 向你表白 逐渐开始脸色发红 心跳快到喘不上气 之后直接晕死过去 当你醒来后 男生已经走了 你老实地在家待了几天 更加让你母亲以为 病情好了不少 对你的看管 也就没那么严格 你趁机溜出家门 想要告诉男生 自己愿意接受他的表白 等你到了以后才发现 男生家的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并且直到开学 他也没有回学校 觉得是自己的晕倒 吓跑了男生 你第七次自询短见 自此以后 你母亲给你上了约束带 并且收了你所有的通信工具 七次自询短见的过程和原因 被陈宇全部讲完 谁有门也算是开了眼界 有人为爱冲锋 最后证明是剧本 有人为爱发誓 不再续弦 之后 被人爆出是渣男 忧郁的新带路 是为爱自询短见 一次不够 足足七次 看样子 估计会有第八次 诸葛亮擒拿梦祸 也不过才七次 忧郁的新带路 接下来的话 证明了大家的猜测 我的世界里没有了他 再无任何的光明和希望 今生不能相爱 只盼来生能够相守 陈医生 不管你是怎么知道 我和他之间爱情 我都要谢谢 忧郁的新带 露面带凄凉笑容 能够再次听到 和他一起的点滴过往 我已经很满足了 您不用再管我 死亡对我而言 其实是一种解脱 今生无法成双 还是定能相爱 忧郁的新带路 画一出口 直播间弹幕铺天盖地 各位罗汉菩萨 大神仙人 出手收了 这恋爱脑妖孽吧 我尼玛 亲眼见识现实版病骄 老子直接移梦了 断舍离有木有 我读书少 谁能说说他 到底是病骄 还是恋爱脑 病骄恋爱脑 如果两个恋爱脑 凑到一起 应该会挺幸福吧 楼上好脑洞 阿弥陀佛 四大皆空 大师 我误了 我这去分手 我也误了 张金带你误个屁啊 老娘饿了 快去做饭 樱花树下等于追求女神 对方虽然是个汉子 可毕竟表白过 抛开性别不谈 两人的爱情 还挺让人羡慕 忧郁的心带露的爱情观 只能说 让人头皮发麻 女儿 你怎么这么傻啊 女人紧紧抱着忧郁的心带露 妈妈 就你一个女儿 你死了 妈妈怎么办 你想要谈恋爱 妈妈一百个赞同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妈妈明天就给你找过来 害怕女儿再搞自询短见 女人慌乱的都快口不择言 只要忧郁的心带露 不自询短见 明天她就给女儿 举办一场大型相亲活动 妈妈 你还是不懂我 忧郁的心带露摇摇头 我想要的爱情 是那种一见钟情 始至不渝的纯爱 这种爱情 好似宝带之恋 又如司马相如卓文君 女人彻底没话说了 忧郁的心带露的脑回路 她是真的跟不上 小姐姐别说了 这两例子都不吉利 陈医生 你快帮帮她吧 我们这些吉美 都快看不下去了 忧郁的心带露 这明显就是恋爱观扭曲 为数不少的女水友 纷纷发来弹幕 除了同情忧郁的心带露 更多的 还是希望陈宇 能够治好她并交恋爱脑 两项极品绝症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太要命了 陈宇但笑道 这位患者 你有一点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忧郁的心带露下 一时问道 她去你家看你 给你讲爱情故事 可不是为了给你表白 而是看到你的书柜里 放着上百本古经中外 有关爱情的书籍 猜想爱情 在你心里的地位一定很高 特地用故事里 坚毅不拔的人物 劝你走出心里疾病的阴云 陈宇犹豫片刻 换句话说 她是拿爱情故事 当成励志故事鼓励你 忧郁的心带露 听完目瞪口呆 自己又会错译了 屏幕上的弹幕 虽然还在持续 却很少有弹幕 继续调侃 挖苦忧郁的心带露 谁都能看出 忧郁的心带露脸色 开始变得痛苦 不过 陈宇仅仅说了两个字 直播间弹幕几十倍 谁有门兴奋的双眼冒光 陈宇又要飙车 继续直线大回转 不过她的确对你有好感 大学毕业就会跟你表白 真的吗 这番话如同仙音 忧郁的心带露 痛苦黯淡表情 发生了180度的改变 陈宇点点头 说道 只可惜 她没这个机会了 之前被人打伤 给她的身体健康 埋下了严重影疾 那天她离开你家不久 头土鲜血不止 被诊断旧伤 引发肝脏受损 需要换肝 打人的小混混无钱赔偿 男生家里只能卖掉房子 为儿子筹集换肝的费用 前一个月 她刚刚完成肝移植手术 然后又出现了严重的排异 算算时间 还有两个月可活 陈宇给出下文 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 刚得知男生对自己好观感 毕业以后会主动表白 忧郁的心带露 开心的都想站起来大声庆祝 然而下一刻 忧郁的心带露 又被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 自己暗恋数年的男生 竟然只有两个月的生命 其实 就算他没有遭遇这次危机 你同样等不到他的表白 忧郁的心带露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没听见陈宇的后面的话 记住网址MQXLaw 他没听见 水友和忧郁的心带露的母亲 可都听得清清楚楚 女人急迫地说道 陈医生 难道我女儿他 陈宇点头道 看来你已经猜到了 我们回到最开始的病理分析阶段 心碎综合征 可没你女儿想得那么凄美 陈宇淡淡地说道 这种病一旦发作 会令患者产生胸闷 憋屈 神经质 陷入忧愁不能自拔等种种负面情绪 古代医生称他为心病 多发于失去亲人 爱情坎坷之人 你女儿暗恋男生三年 缺乏勇气表白 陷入到他爱我 还是不爱我的思维圈内 这是病情起因 你女儿每次看到他 心脏都会异常刺痛 自以为是心动的感觉 殊不知 这是心脏发出的病情信号 心碎综合征这种病 先为精神心理疾病 如果不加以重视 马上就会变成要命的生理疾病 说着 陈宇再次用手点着胸口 他对应的生理疾病 是这里 心脏 女人惊声道 此刻 女人终于明白了 陈宇讲述他女儿 几次自询短见过程中 为何多次提及心脏反应 陈宇点头道 要是发现得早 及时进入医院治疗 生理病情很容易治愈 一旦拖延 悲伤产生的负面情绪 将会持续造成 患者胸闷胸痛 呼吸短促 神经大量分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导致心脏收缩无力 同时 弓血血管也会因为情绪影响 导致血管持续抽搐 心脏得不到血管及时供应 女儿随时都会心脏骤促死 陈宇缓了口气 目光中带着一丝怜悯 第四次自询短见 忧郁的心带露大致知道 自己可能有心碎综合症 脑回路轻奇地认为 这种病 是专门为他 这种爱情至上之人准备的 刚才用天机册 看出忧郁的心带露过往 陈宇差点忍不住用手无脸 不做死就不会死 绝对的治理名言 拥医 全都是拥医 女人气得咬牙切齿 女儿命悬一现 那群心理医生 还口口声声说她 只是异语 不是陈宇指点明经 只怕到死 都不知道女儿得病的真实情况 于是 你先冷静一下 其实也不能完全怪他们 陈宇安慰道 心碎综合症 这种病的隐蔽性很强 别说是国内 国外也经常出现误诊 加上这种病被发现 只有三十年时间 不是专家很难确诊 话音落下 陈宇又看了一眼 回过神的忧郁的心带露 女儿忙说道 陈医生 您能说得这么清楚 肯定也能治好我女儿的病 一百万够不够 不够我给两百 不三百万 陈宇淡淡道 不先把他心理病治好 就算身体好了 他同样还要死 并且这第八次自询短见 必死无疑 忧郁的心带露脸色一变 你能治好他吗 犹豫了片刻 忧郁的心带露 用充满期盼的目光看向陈宇 可以 瞬间 直播间沸腾了 陈医生再次露出马脚 还敢说不是那种人 一会肯定要送腹水了 我估计是仙丹 也有可能是身腿瞪脸丸 陈医生你就招了吧 你是天上的哪路大县 熟悉陈宇的老水友都知道 心理医生根本就是幌子 陈宇要装 大家也很默契地配合他往下眼 已经见识过 陈宇预知未来 算无遗漏的本事 接下来 该到次丹送福的环节了 女人说道 陈医生您开嫁吧 那个男生的药 我掏钱买了 还请您再将我女儿的药卖给我 事到如今 女人那还能看不明白 女儿的心 牢牢地挂在那个男生身上 要让女儿乖乖吃药 放弃自询短见的念头 必须保住那个男生的命 男生死了 自家女儿也绝对不会活 况且陈宇也说了 女儿第八次自询短见 一定会成功 一想到这里 再多的钱 女人都愿意花 陈宇笑道 两副药 每副十万 保管药到病除 这么便宜 女人冷了一下 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 没想到才区区二十万 阿姨 你还缺女儿吗 我可乖了 人和人的差距比狗还大 希望下辈子 能给这家人当孩子 几年以后 楼上奶生奶气的 叫新带路妈妈 新带路小姐姐性格好好 我们可以做朋友 二十万 还这么便宜 有钱人真好横 我一年不吃不喝 到手也才六万多 我更少 年薪才五万 谁给你的勇气 敢用五位数称呼年薪 提心吊胆几年 女儿身上的问题 终于要得到解决 女人心情大好 不但没有计较 谁有们拿自己开玩笑 还大方地使用打赏功能 选择打赏直播间 全体水油两万块 这时 陈宇离开座椅 水友们刚把红包抢完 陈宇重新回到椅子坐下 手里多了两样东西 那包东西是蜡条吧 是蜡条 我吃过 我又要去配眼镜了 戴这副眼镜 都带出幻视了 那瓶绿色的饮料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当然眼熟了 心飞扬 偷心凉吗 陈医生 你确定这是药 不是逗我们发酵的道具 正不停向女人道谢的水友 表情统一变成猛逼脸 陈宇拿回来的东西 从头发丝到脚后跟 能找到一点和药有关的联系 水友们集体喊他爸爸 一瓶瓶盖 有些发黑的绿色雪碧 以及一包包装粗糙 颜色搭配恶俗的辣条类零食 糖僧肉 这两件东西的出现 犹如一盆冷水 浇到女人头顶 先前听到陈宇说 女儿和那个男生的病都有治 女人甚至都做好了倾家荡产 也要把药买到的打算 钱和女儿的生命比起来 那么的微不足道 雪碧 辣条 这东西能治病 打死他都不信 于是 这瓶瓶装的药 是给你女儿治新病用的开心水 至于带妆的药 是给那个男生的长寿条 陈宇正色道 陈医生 你以前是不是卖过保健品 嘴皮子太溜了 喝了十几年雪碧 今天才知道 原来喝的是开心水 咱能不能先别整活了 你瞧阿姨的脸色 都快变成白纸了 辣条叫长寿条 主播真是营销鬼才 见鬼的鬼 谁有门再一次 被陈宇睁眼说瞎话的本事震惊到 哪怕陈宇拿出两颗大理丸 都比雪碧和辣条靠谱 陈医生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可这两样东西 跟治病没有一点关系啊 女人脸色比赤黄连还苦 心里气得半死 一想到陈宇先前 料事如神的能耐 又不敢轻易发作 谁说他们和治病没有关系 陈宇将雪碧靠近摄像头 指着上面的粗体广告词 上面写着心飞扬 而这心飞扬 就是指你女儿病的关键 心飞扬的意思 指的是心情快乐 情绪高涨 三个字一块解释 等于是展开心灵的翅膀 自由自在地翱翔 陈宇瞧了瞧 愕然无语地忧郁的心带露 接着继续往下讲 你女儿得的是心病 这瓶药专治心病 故此 我称她为快乐水 听到这个解释 谁有以及忧郁的心带露的妈妈 竟然不知道如何反驳 明知道陈宇是在胡扯一气 偏偏 好像还有那么点道理 至于这长寿条 那可就等了不得了 陈宇点了点辣条上面的产品名称 唐僧肉 大家应该都知道 唐僧肉有什么功效 我不说 你们也清楚 吃下一块百病全销 多吃几块延年益寿 称呼它长寿条 有毛病吗 陈宇发出灵魂质问 好像没毛病 坐在电脑前的樱花树下 等于拼命摇头 从小爱看西游记的她 不知道听过多少次 妖怪们谈论唐僧肉的剧情 妈妈 我相信陈医生 忧郁的心带露 抬头看向母亲 为了心爱的男生 她愿意赌一把 好吧 女儿发话 女人再有疑惑 也必须掏钱买下来 接着 陈宇给女人发出私信 上面写着自己的微信号 以及交易方式 微信转账 快递发货 几分钟后 忧郁的心带露这边 结束了连麦 陈医生 这两样东西 真的能治病 或许还可以治命 我才反应过来 陈医生刚才好像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小朋友 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 陈医生我有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过暗恋对象 那个小姐姐 为啥会病得这么严重呢 这条弹幕一出现 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不论男女 人生当中必然要经历青春朦胧期 99%的人 都曾经暗恋别人 为啥大家都好好的 唯独忧郁的心带露 直接暗恋成心碎 总和争了呢 这和他的童年有关系 陈医慢悠悠地说道 父亲早逝 母亲忙于生意 忧郁的心带露 便用看书打发空虚的时间 他父亲曾经当过古籍图书出版编辑 家里留下大量古代爱情小说 忧郁的心带露 是个感情细腻的女生 古代爱情看得多了 开始把自己幻想成 书中追求真爱的古代千金 林黛玉 薛宝串 卓文君这些女子 通通被他奉为偶像 陈医清了清喉咙 进一步讲出 忧郁的心带露 是如何染上心碎综合症 一般言 心碎综合症患病人群 多为三十以上的中年人 忧郁的心带露 属于特例中的特例 被忧郁的心带露 奉为偶像的三名女子 与她一样 出身有钱人家 又都是学霸型才女 忧郁的心带露 也是学霸 论其长相 三女是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 忧郁的心带露 觉得自己长得也不差 就这么一环套一转 最后给自己 套出了心碎综合症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 自我攻略 还别说 她和三大美女 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还和汉武帝相似呢 姓刘 正宗西北人 我儿刘彻 为父亲弟刘起 如今身处险境 速速打钱 我 文帝刘衡 打钱 好家伙 你们在这叠buff呢 选谁当偶像不好 非要选这三位 一个病交 一个恋爱脑 还有一个交给楼下 恋爱脑大事件 漂亮 网友们得出一个共识 忧郁的心带露 身上的心碎综合症 真的是她自己折腾出来的 爱情小说看看就好 谁当真谁脑残 好了 大家别拿患者开玩笑了 有请下一位患者登场 陈宇开口道 我掐指一算 下一个连麦的水友 肯定有大便 我也算出来了 是心理疾病 关爱谁有心理健康 人人有责 今天周四 V我五十 每当陈宇说出请 下一位患者这句话时 直播间便会充满欢乐的气氛 我勒个去 今天是什么日子 一连两个都是极品美女 还是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个并娇柔美 一个英姿飒爽 本官喜欢开朗阳光的小姐姐 不为过吧 大人 妙不可言 真是妙蛙种子 吃着妙脆脚 妙进了米奇妙妙屋 妙到家了 引起水友们踊跃造梗的第二名连麦水友 的确如大家说的那般 英姿飒爽 年纪二十多岁 与忧郁的心带露相仿 打扮气势则是完全不同 梳着简洁的马尾辫 绝美的脸庞上 充满了阳光开朗的气质 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 岂是一个萨字 所能形容 经历了忧郁的心带露 波掘云轨的爱情故事 看到这位元气满满的小姐姐 水友们的心 也跟着开朗起来 哈喽陈医生 能和你连麦 我真是太开心了 水友们 大家今天一定要开心哦 网名叫露露 不负好时光的女水友 带着阳光般的微笑 妈妈 小姐姐冲我笑了 爱了爱了 这回是真爱了 不相抵抗了 小姐姐 尽情攻略我吧 大胆妖女 竟然乱我道歇 露露不负好时光的一个笑容 一个招呼 挑动了无数单身网友的心弦 水友们争相 拿她和忧郁的心带露做对比 露露不负好时光 完胜 同样是美女 一个让人治愈 觉得阴云照顶 一个让人感觉活力满满 心情愉悦到飞起 美女和美女之间的差距 咋这么大呢 你好 陈宇淡淡一笑道 请说出你的病情 陈医生你误会了 我和你连脉不是为了看病 而是为了感谢你 至于为什么感谢你 倒是和这个病子有关系 露露不负好时光 脸上阳光笑容不减 声音如同银铃般悦耳 也不卖关子 连猪炮一样的说明来意 我第一要谢陈医生 帮助我们京城市民 抓住了恨之入骨的坏蛋 水友们这才发现 露露不负好时光 挂着京城的IP地址 一想到这么阳光的美女 竟然来自京城 网友们纷纷发出 心疼她的弹幕 京城恶魔逃逸外地 可带给京城市民的恐惧 却足足笼罩了当地二十年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其实也没什么了 我一直相信 邪不胜正 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 心中有正义 我活得自然阳光 露露不负好时光 嘻嘻一笑 再次迷倒了一大片水友 至于这第二码 陈医生识破京城恶魔 让她被绳之于法 也让我爸爸走出了心理影响 身体开始一天天变好 说着 露露不负好时光站起来 冲着摄像头身居一躬 水友们开始发弹幕猜测 露露不负好时光家里 会不会也是当年的受害者之一 要不然 为什么陈宇抓住京城恶魔 会让露露不负好时光 爸爸身体变好 陈宇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看向露露不负好时光的目光中 戴上了一抹别样的意味 不是了 大家别乱猜 我家不是当年的受害者 露露不负好时光直起身 看到屏幕上的猜测弹幕 当即做起了解释说明 我爸爸是京城恶魔专案组的 第六任组长 后来因为劳累过度 提前病退休养在家 退休以后 爸爸一直牵挂着案情进展 天天愁眉不展 看得我们一家人 不知道有多心疼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与其中出现了丝丝伤感 父亲退休时 还不到45岁 原本是个龙金虎猛的大叔 担任京城恶魔专案组 组长的四年里 身体每况日下 一年365天 不是在专案组加班 分析情报资料 就是收到疑似京城恶魔的线索 带队出差去外地进行验证 短短四年时间 身体彻底垮了 被查出患有高血压 肠胃病 神经衰弱 腰间盘突出等大小病情 病退后 人虽然在家养病 心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案子 认为是自己无能 愧对广大市民的期盼 心情抑郁导致病情加重 现在 一切都好了 露露不负好时光 握着小圈圈 满脸都是开心 京城恶魔被抓了 我爸爸心情不知道有多好 不但主动配合治疗 并且每天哼着小曲 看谁都是一副笑脸 慈祥的 就跟圣诞老人一样 露露不负好时光 露出神秘兮兮的表情 悄悄告诉你们 我爸以前在重案队 人送外号冷面警探 我从小到大看到他笑的次数 都没有现在一个小时来的多 还有 我现在是法医专业大四学生 算是继承副业 通过自己所学 帮助死者沉晕昭雪 让那些罪有应得的坏蛋 无所遁形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一脸正气 谁友们纷纷喝彩 呜呜呜呜 边上课边哭 同学以为我失恋了 小姐姐 我在你身上看到光了 我愿称 你们为虎父虎女 年纪大了看不得这些 小妹 大叔祝你人生一帆风顺 谢谢你 最可爱的人 谁友们既敢动 同时也知道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为什么阳光满满 心中有正气 自然缘气满满 陈医生 我下午还要陪我爸去医院复查 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露露不负好时光 热情地邀请陈宇 有时间的时候 欢迎来京城做客 如今的京城治安良好 世名和善 是一座漂亮的花园城市 到时候 露露不负好时光 会亲自担任导游 带着陈宇痛痛快快晚几天 等一下 沉默良久 陈宇突然开口叫住露露 不负好时光 陈医生 放过他吧 第一次害怕陈医生整活 小姐姐难道也有心理疾病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也不愿意相信 小姐姐有心理疾病 可陈医生这嘴 等一下三个字 好似一颗惊雷 谁友们的心全都提了起来 心情不知道有多纠结 一方面 想看陈宇给人治疗 另一方面 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 露露不负好时光 有什么问题 陈医生 我看过你的几期直播 也知道 你心理方面的造诣很深 可我真的没有任何心理疾病 法医也是医生 真要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不会没有察觉的 露露不负好时光 毫不担心 自己会被陈宇说出病来 为了表示一切正常 不但心里没病 身体也没有病 露露不负好时光 甚至打算当场打一套格斗拳 陈宇微微一笑道 知道什么叫能一不自一吧 你的确懂得医学知识 可不代表 你就能查出自己的病 有的病 自己是看不出来的 你这个病 不好弄呀 露露不负好时光 表情有些变得紧张 陈医生 我真的一切正常 未必 陈宇语境高深道 和你关系好 玩得来的男生 最近是不是都开始疏远你 甚至有的直接把你拉黑 你是怎么知道的 话一出口 露露不负好时光 感觉自己问了句废话 看了这么多期的直播录屏 陈宇每次都云山雾绕 想说早就说了 不想说 你追着问 又是一套云山雾绕 这位患者 是你自己说出病情 还是我替你说 我自己说 露露不负好时光认命了 陈宇说自己有病 那就有病吧 记住网址MQA 真要让他说 保不准自己小时候 干的那些荒唐事 也会被说出来 想想就觉得射死 陈医生你说得对 我的好多异性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 纷纷开始疏远我 不论是我在京城当地同学 还是法医学院的校友 我总感觉跟他们隔了一层 可是 我没干什么伤害他们事情 提起这件事 一直元气满满的露露 不负好时光 都有些烦躁了 从上初中开始 露露不负好时光 就以好打不平著称 看到有校外流氓 欺负本校学生 露露不负好时光 绝对要站出来拔刀相助 除了好打不平 她还很乐于帮助同学 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也是因此 无论男生女生 都乐于和她交朋友 初中如此 高中亦如此 就连上了大学 照样能够获得 男女生的各种好感 可奇怪的是 今年开始 露露不负好时光 感觉情况有了变化 身边的女生朋友 跟她的关系照常如故 男生朋友 却纷纷疏远她 甚至有几个认识 多年的初中好友 删除了她的联系方式 拉黑了社交账号 就连我男朋友 也突然和我分手 并且快速退学 讲到这里 露露不负好时光 表情出现郁闷 这帮男人疯了吧 这么好的朋友 既然说不要就不要 信男愿吃素五年 换小姐姐这样的朋友 十年 加倍 二十年 小姐姐 你没找他们问问原因吗 看到这条弹幕 露露不负好时光 更加郁闷 找了 他们说不配合我当朋友 会耽误我的前途 露露不负好时光回答道 这是什么狗屁回答 小姐姐还在上大学 都没毕业 就说耽误她前途 我看都是借口 不能再同意了 小姐姐应该得罪了 朋友圈的核心人物 对方耍手段 煽动别人孤立她 铁定白莲花 有些白莲花可恶心了 专门使坏孤立人员好的女生 他们最见不得 其他女人比自己好 认为所有男人 要围着自己转 一旦出现小姐姐这样的人 会尽办法把风头抢过来 瞧见水友们 给出的各种可能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不由地泛起了嘀咕 真是会是这样吗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不确定地问道 小姐姐 你肯定没看过言情小说 现代的白莲花 比绿茶都要缺的 对对对 他们装成人畜无伤的样子 去坑那些心肠好的傻女人 也就是小姐姐单纯 换成忧郁的心带路 一眼就能识破 这些贱人的花招 恋爱脑架病胶 自我攻略叠buff 这种狠人专刻白莲花 白莲花抢我男人 我自询短见 白莲花妖艳耍剑 我自询短见 抢不过 你也要吓死你 自古水友人才多 主播间里排排座 感觉水友们 有点针对忧郁的心带路 露露不负好时光 连忙帮她说好话 大家别这么说 心带路多次自询短见 只是为了得要一份 完美的爱情而已 露露不负好时光知道 忧郁的心带路 还没有脱离病困 唯恐这些弹幕被她看到 陈医生不也说了吗 那个男生 其实喜欢心带路 等到他们的病都好了 爱情一定会修成正果 如此一来 心带路就会变成正常人 未来 他们还会拥有 和谐美满的婚姻 陈医生 我的对吧 露露不负好时光 一边说 一边向陈宇求助 希望陈宇也帮忙说两句 心带路的调侃 不对 露露不负好时光 怀疑自己听错了 难以置信地盯着陈宇 陈宇平静无波道 除了第一句话 你说对了 后面几句全错 他们的爱情 没有修成正果吗 露露不负好时光惊叉道 没有 也没有结婚 这就要看你问谁了 陈宇但笑道 你是问他们俩有没有结婚 还是问其中的某个 露露不负好时光 感觉自己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露露不负好时光 是以全省第一个成绩 考上的法医大学 智商高达200的他 已经品出了陈宇的言外之鱼 婚事结了 但是新郎 新娘 不是他 他 新带路的复出 最终还是化作泡影 陈医生都讲讲 兄弟们喜欢听 集美们也喜欢听 大学生更喜欢 社畜们急需补充能量 直播间里 有奋进小学三年二班的同学吗 小屁还听了会抑郁的 快去写作业 楼上的小朋友 现在好像是上课时间 三年二班是吧 嘿嘿 谁有门激动的喜大普恩 喜提翻外篇 陈医生 你就给都给大家讲讲 十个嘉年华 送上 樱花树下 等于不知道从哪里蹦了出来 直接来了个豪气嘉年华套餐 那就说说吧 陈宇调整了一下坐姿 一会下播 说什么 也要买个高档的人体工学椅 为了保持大师风范 一直正经危坐 太尼玛类人了 这场直播 其实那个男生也看了 深深背心带露 对自己的情谊所感动 两人各自吃下药 并且很快痊愈 之后成功牵着手 可对有的人来说 得不到的才是爱情 得到以后才发现 原来如此而已 很不幸 忧郁的心带露 就是这种人 他沉迷于古典爱情故事 不能自拔 殊不知 故事只是故事 傅千金爱上穷书生 落魄少年遇到光患小姐 这类内容 大部分是穷酸文人写出来 自己安慰自己 古代千金小姐 只是很少出门 不代表人家没脑子 用文人虚构出的 爱情观相处 你们觉得能长久吗 古代爽文 古代专供穷书生 现代专供恋爱脑 新带露的三个偶像中 有两个是文学虚构人物 这不等于是拿着母代 单身三十年的作者 写的恋爱攻略 去追求女神的大冤种吗 陈医生有句话太经典了 古代千金只是出门少 不是脑袋有洞 何止是千金小姐 喜欢追求真爱 还有狐妖 女鬼 美人鱼 也都在真爱的不归路上 狂奔作死 卓文君虽然是真实人物 下场可是有一点惨 纠正个错别字 不是一 是一 陈宇之前的话 等于是一言点醒梦中人 广大谁有门先后想起来 凡是完美无瑕 感天动地爱情 99.99%都是虚构的文艺作品 或者是民间传说 等到弹幕稍微少一些 陈宇继续说道 两人牵手以后 新带路过了大约一个月 自己以为的甜蜜恋爱时光 但很快 问题出现了 在新带路的世界里 爱情必须是唯一 其他全部要给爱情让步 可很快 他就发现 现实中的爱情不是这样 男生要打工兼职 要补习功课 要和朋友们开黑聚餐 有时还会偷偷看 小姐姐唱歌跳舞 之前 他一颗心全挂在男生身上 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一切 生活是最好的分辨仪 时间是最好过滤器 两个月后 他的梦醒了 和男友和平分手 当然 对于他这样的患者来说 病情有时还会出现反复 毕业之前 两人分分合合 一共三次 也是从这一次开始 他变得不相信爱情 想到母亲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他决定往后余生 都用来守护见证了 父母爱情的那间工厂 凭借着学霸智商 他考虑了国外第一学府的 朔博联读 男生进了一家公司工作 七年后 当上了业务组长 买了房 娶了个还算温柔的女友 结婚当天 他在酒店里碰到了新带路 新带路已经是 自家服装公司总经理 当天去酒店 是为了公司上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 两人相对无言 微微一笑 各自错开 终其一生 未曾再见一面 陈宇再次换了个坐姿 新带路从梦里醒过来 拥有了新的目标 那个男生 也拥有了属于他的妻子儿女 陆路不负好时光 听完这个后续 内心不禁五味杂陈 后续看上去悲剧结尾 可这又何尝不是最好的结局 新带路找到了 真正想要守护的方向 男生日子过得普通 但这 不就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吗 有眼间的谁有发现 忧郁的新带路进入号直播间 陈医生 新带路找你算账了 兄弟们掩护 陈医生快撤 他现在可还是那个病交恋爱吗 听完陈医生的话 绝对要爆炸 按着祖奶奶的脾气 搞不好要去陈医生家门口 自挂东南枝 谁有们一半调侃 一半是真的害怕 忧郁的新带路在玩自询短见 陈医生 未来的能够改变吗 忧郁的新带路 发出一条付费特效弹幕 能能能 一定能 陈医正要回答 樱花树下等于抢先发了一条 现身说法 自己就是改变命运的证明 他也怕忧郁的新带路 跑到陈医家门口叨了自己 不停发送一条十块钱的特效弹幕 安慰忧郁的新带路 相信人定胜天 樱花树下等于 谢谢你 忧郁的新带路发了弹幕道谢 之后退出了直播间 陈医生 他们的未来还会改变吗 这一次 轮到樱花树下等于发问了 陈医心中一动 一只手放到桌子下面 拇指掐动四根手指 天机侧果然奥妙无穷 陈医心中暗道 他和那个男生的未来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不过 陈医顿了顿 转而开始 看向陆路不复好时光 小姐姐 现在撤还来急 陈医生开始续气 准备放大招了 陈医生手下留情啊 这么阳光的小姐姐 要是被你弄抑郁 我也要跟着抑郁 无数弹幕滚滚而来 陈医一句不过 胜过千言万语 一批流落在外 忙着看各路大长腿姐姐直播的陈医粉丝 收到消息 以280卖的速度 往陈医直播间冲 小姐姐们突然变得不香了 我现在 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身边的男生朋友疏远你 拉黑你 并非是有白莲花作祟 他们在你面前自残行贿 如同他们说的字面意思 疏远你的确是不想 耽误你的前途 陈医短短几句话 好似一颗重磅炸弹 乍想在陆路不复好时光的脑海中 这怎么可能 和自己当朋友 怎么会自残行贿 又怎么会耽误自己的前途 陆路不复好时光 只想做一个好法医 凭她的学习能力 通过法医考试不成问题 即便身边得到朋友 再多一倍 也不会影响她的发挥 唉 陈医叹了口气 得到天机测到现在 被陈医看过命格的人 多多少少也有十个左右了 属陆路不复好时光命格最为复杂 别人都是一种命格 她 三种 并且还不固定存在 属于循环交替 除了陈医之外 哪怕龙虎山现任张天师 给她看命格 也有可能看走眼 环绕在陆路不复好时光身上的命格 分别是杀 破 狼 又称七杀 破君 贪狼三星 这命格算是数百年难遇一次 陆路不复好时光身上三种命格 每十二年循环一次 今年二十三岁 现在拥有的是贪狼命格 贪狼命格善交际 生活多姿多彩 具有极强的正义感 他人需要帮助 绝不会袖手旁 同时 桃花蕴旺盛 站着不动不说话 都会获得大量好感 然而时也命延 明年乃为命格交替之时 她的贪狼将会转变成七杀命格 七杀主肃杀 顾客 命格自带的气韵 会让人觉得难以接近 顾 姻缘 命格交替接近 贪狼影响变小 七杀开始逐步接替 才会让陆路不复好时光 身边的男生朋友远离她 七杀换贪狼 注定未来十二年 陆路不复好时光 将要一直单身 一旦有男生对她产生爱意 马上会感觉到强烈自卑 不是退避三社 也是立刻从她的世界里消失 三十六岁 变成破君命格 情况也不会有多少好转 破君为破损之星 将会加重陆路不复好时光 桃花败运 话而言之 陆路不复好时光 注定要截然一身 不过三命星交替 也不全是坏运 陆路不复好时光 一生事业运横通 所能取得成就 将会远远超过她父亲 成为当地立碑塑像的存在 陈医生 你怎么不说了 陆路不复好时光 有些着急 刚才 陈宇说 身边的男生对她敬而远之 并非是由小人作祟 随后就陷入到沉默当中 陆路不复好时光 性格在开朗 也架不住这样的大喘气 特别是陈宇最后的那一声叹气 更是让陆路不复好时光 紧张得不要不要 想要让那些朋友 重新回到你身边 办法是有的 不过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也就是说 只能暂时 让我和他们重归于好 过段时间 他们还会纷纷远离我 陆路不复好时光 品出了陈宇的言外之意 陈宇点点头 陆路不复好时光 太聪明了 而这 正是三明星带给她的福泽 事业 智商 勇气 陆路不复好时光 远超其他人 唯独爱情 对她来说是奢侈品 这到底是为什么 陆路不复好时光 脸色越来越苦 自问从来没干过 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既然没有小人作祟 朋友们为什么要远离她 谁有随着陆路 不复好时光的提问 一块看向屏幕当中的陈宇 也在等着她的回答 你身上拥有着 无数优良品格 站在朋友们当中 就像是一轮耀眼的红日 男生们一旦对你产生爱意 很快又会自卑到自残行贿 担心自己不但给不了你幸福 还会耽误你未来的前途 你即将毕业 等于到了第二个人生转折点 才有大量的男生 选择退避三射 如果你不想失去这些人的友谊 我可以给你开一副药 服用之后 你过于耀眼 令他人自残行贿的气质 会暂时消失 不过这种药 有效期只有一年 是有难易 倒有高低 沙破狼三星命格 属于紫微星象当中 最显要的存在 依照陈宇现在的修为 顶多镇压三星变化一年 就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吗 对于爱情什么的 陆路不复好时光 并不是太看重 抱着顺其自然态度 最不愿意看到的 是和多年好友 老死不相往来 有 陈宇说道 我选一劳永逸 陆路不复好时光 心情又变好了 陈医生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小姐姐这么着急 你干嘛总掉人家胃口 小姐姐不用太担心 陈医生本是杠杠的 难道太优秀也是病吗 太优秀的女人 男人不敢追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我记得某户上有个问题 你愿意娶亲美女博士吗 大部分都不愿意 那是仙女 我等凡人配不上 瞧着弹幕中的内容 陆路不复好时光 又有阴谋了 太优秀 真的有错吗 这位患者 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优秀没有错 你一直做好自己就行 不用去刻意改变什么 陈宇罕见安慰起直播间患者 至于一劳永逸 解决男生不敢接近你的问题 办法是有的 但是收费价格会有些高 你恐怕暂时没有这种经济能力 文言 陆路不复好时光 脱口而出道 需要多少钱 陈宇伸出五根手指 五十万 五十万 陆路不复好时光 惊呆了 别说自己只是个 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就算家里全部积蓄都拿出来 也才不过三十多万 更让陆路不复好时光 没想到的 还在后面 我说的五十万 必须是你自己挣来的 既不能接受亲朋好友馈赠 更不能去借 去贷款 陈宇一字一句地提他 五十万里的一分一离 都要通过双手获取 陈医生 你给小姐姐打个折呗 五十万对于普通人来说 起码要攒十年呢 我工作五年 存款四千块 连当个普通人的资格都没有 楼上好惨 我刚毕业三个月 就有二十万存款 大佬求带 虎于大舞台 能憋你就来 小姐姐 要不你也开直播吧 我保证天天过来捧场 兄台真是在是诸葛亮 办法太秒了 大部分谁友们都觉得 开直播挣钱 是个好办法 凭陆路不复好时光的颜值 气质 以及乐观开朗的感染力 成为头部主播 一点都不难 碰到几个不差钱的土豪 一人打赏十个嘉年华 五十万 也就是几个晚上的事情 小姐姐 虽然我不喜欢比我小的女生 但如果你开直播 我提前预定榜一大个 樱花树下等于发来弹幕 加入到劝说陆路 不复好时光当主播的行列中 和陈宇的本事比起来 花五十万治疗男生绝缘体这种病 真的不算贵 凡是有点滋涩 能引起谁友们兴趣的女生 随随便便开一场直播 光是打赏 一晚上怎么也能收入个上万 谢谢大家的好意 不过 我还是更想当法医 陆路不复好时光 委婉地拒绝了大家的建议 继承父业除暴安良 当法医替死者招学 是他一起以来的崇高信仰 通过直播赚钱 想都不要想 这位患者 一会我把我的联系方式 通过私信地发给你 当你凭自己的能力 挣够五十万 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陈宇给人排忧解难 一贯抱着你亲我愿的原则 信 陈宇会竭尽全力帮 不信 陈宇也不会多说 有三名新庇佑 陆路不复好时光 应该不难明白其中的关键 有请最后一名患者连麦 随着陆路不复好时光 结束连麦 屏幕一黑一闪 第三名水友 出现在摄像头中 一刹那 樱花树下 等于眼貌金光 今天是女性专场吗 啥概率啊 连麦三个水友都是女人 还都是个有千秋的小姐姐 十年贵姐告诉你们 这位水友 起码三十岁 我天 我看她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姐姐 求常用化妆品清单 第三名与陈宇连麦的水友 的确也是女的 网名叫做满月居于叶 满月居于叶脸上略石粉袋 穿着一件白衬衫 头发扎起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知性美 陈医生你好 我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求你帮忙 记住网址MQXLaw 你的规矩 我已经了解过了 无论是用钱还是其他治疗 都没有问题 我只有一个要求 帮我把老公找回来 满月居于叶一开口就直奔主题 她老公不见了 想尽办法也找不到人 走投无路的满月居于叶 抱着死马 当成活马医的想法 过来寻求陈宇的帮助 咔嚓 满脸喜色与痴迷的樱花树下等雨 好像听到了心碎的声音 咦 樱花兄弟怎么走了 经由一名谁有提醒 广大吃瓜群众们发现 从今天陈宇开播 就一直高度活跃的樱花树下等雨 直播打赏榜上的头像忽然暗了 哈哈 我知道了 听到人家有老公 她治愈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 樱花刚准备起跑 别人就到终点了 其实 我也喜欢成熟的阿姨 害羞脸 如可是那曹贼否 你们够了 没听姐姐说她老公不见了吗 这可是人口失踪 你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 谁有们这才反应过来 满月居于叶说想了各种办法 都找不到老公的下落 事情很可能涉及刑事案件 毕竟 在这个遍布天望 人脸识别高度发达的年代 想要人间蒸发 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一旦真的找不到某个人 要么是被绑架 又或是被害 你不要着急 慢慢说 陈宇安抚满月居 于夜仙喝杯水 缓解缓解紧张的情绪 我来虎渝开直播的初衷 就是为了帮助广大有需要的患者 任何一名和我连麦的患者 我都会用科学的心理疗法 帮他把问题解决掉的 熟悉陈宇的水友 纷纷发出赞同的弹幕 陈医生直播间只讲科学 阿姨放心 陈医生的心理治疗老厉害了 别说找人 找外星人都没问题 我们的病都是被陈医生的科学疗法治好的 鬼话听多了 老水友们已经放弃治疗 胃不先知是科学 包治百病也是科学 改命换孕同样是科学 不但老水友开始整活 今天刚来的新水友 也跟着各种玩梗 整活 这是最后一场直播 再不起起哄 就要等到明天直播了 按照陈宇的劝导 满月居于夜起身 给自己倒了一杯温开水 喝完水以后 满月居于夜交集的情绪 多少缓解了一些 说一下具体情况吧 你老公什么时候不见的 一月前 陈宇刚开口问了一句 满月居于夜就跟抢答似的 主动讲起他老公失踪的事情 我老公之前是一名报社记者 一个半月前 他突然辞职 说要去外地和朋友做生意 等他去了外地 我们头半个月 还天天有打电话联系 之后 我再打电话 直接提示关机 等了半个月 我一个电话都没有等来 满月居于夜和老公 不但是大学校友 更是中文系的同学 两人毕业就结婚 关系不知道有多恩爱 哪怕平时上班 老公都会发几条问候短信 给满月居于夜 这一回 整整半个月没有消息 满月居于夜 一下子就慌了 找到老公的同学 朋友 亲戚 询问老公 是和谁去外地做生意 没想到 大家根本不知道 满月居于夜的老公 辞职做生意这件事 随后 满月居于夜 又去了警局报案 直到现在 警局那边也没有回复 满月居于夜 又想到上网发消息 同样没有任何回应 能想到的办法 我都想到了 问亲属朋友 向警局报案 就连寻人启示我都发了 可是截止到今天 一点回应都没有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陈医生求求您 帮我找找吧 哪怕 哪怕他遇到了不幸 我也能够接受 满月居于夜眼圈泛红 这一个月里 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总会梦到老公出事 精神状态 已经高度紧张了 现在只想知道一个答案 老公为什么 一直不联系自己 到底是不想联系 还是出了事故 不会是做生意赔了 没脸见老婆吧 会不会是去国外谈生意 所以才没办法打电话 楼上是活在上个世纪吧 现在是通讯无国界的年代 最近这两年 不是有很多人被骗到国外 然后嘎腰子 人家当过记者 什么没见过 穿越了 我还飞上了呢 陈医生我举报 楼上宣扬封建迷信 水友们众说纷纭 一个个化身死神小学生 展开了各种脑洞大开的推理 陈医开口道 这位患者切勿担心 你老公上在人间 这就好 满月聚于夜心中大安 老公活着 自己也就放心了 只要人活着 慢慢找一定能找到他 陈医生谢谢你 费用怎么给你 当即 满月聚于夜就要付费 先别急 咱们的诊疗还没结束呢 你老公上在人间不假 不过 水友们瞬间 从分析情况的死神小学生 变身为义务宣传员 呼朋唤友过来看精彩环节 这次不过的出现时间 比前两次连迈 分别提前了八分钟 以及十二分钟 看来陈医生是累了 准备早点结束去休息 分析大师 跪了 可能也是因为人口失踪 属于大事 陈医生不敢过分卖关子 每当陈医说到 不过这两个字 后面就到精彩 分成的看病时间 看到水友们的弹幕内容 满月聚于夜墙 挤出一丝笑容 谢谢陈医生的关心 我最近的确精神压力大 我会自我调整的 不 你的病不是心理压力大 而是配偶综合症 配偶综合症 这是什么病 满月聚于夜满联盟 听名字 好像是指夫妻间的病 自己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 怎么从来没听过呢 满月聚于夜夫妻 都是中文系高材生 毕业以后 一个去了报社 一个去大学图书馆工作 公立单位的福利之一 就是每年定期的体检 从身体到心理 通通会被检查一遍 因此 满月聚于夜才确定 自己没有心理疾病 看陈医生直播 不但能学科学 更能长知识 妈妈 我又知道一种心理疾病名字了 话说心理学当中 真有这病吗 当然有了 不过这病 国内好像没几个人知道 楼上快讲讲 求讲加一 一名IP地址 为漂亮国的水友 开始发弹幕解释 配偶综合症 被发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说的是丈夫或者妻子 由于常年照顾患病的配偶 原本健康的他们 往往很快就被会检查出各种疾病 包括心理 身体 并且还有很多配偶 先死于被照顾的配偶前面 由于缺乏足够的研究数据 就连漂亮国都 没有把这个病列入临床诊疗 国内对此的研究 更是少之又少 谁有门听的又是诧异 又是茫然 真是天下之大 无其不由 心理疾病竟然还有这一类 陈医生你搞错了 我老公身体很好 没有任何疾病 满月居于夜 也用手机进行检索 得出的答案 和这名谁有说的一样 含蓄地讲出自己的工作情况 表明公立单位每年都有体检 陈宇淡淡地说道 自从你们结婚以后 你可以忽略自己的事情 但只要是你老公的事情 你都会当成紧要事情吧 文言 满月居于夜点点头 你老公当年平直撑写论文 一连写了四遍都没有过审 半夜的时候 你偷偷爬起来帮老公修了稿子 这才让他平上支撑 每次你老公为了赶稿子熬通宵 你都会陪着他 并且还主动帮他审稿 诸如这类的事情 还有很多 哪怕你老公有个头疼脑热 你都会马上带他去医院 满月居于夜听得恶然无语 陈宇就像是亲眼见证 满月居于夜夫期间的点点滴滴 说得也太详细了 为了怕人说闲话 偷偷帮老公修稿的事情 就连老公自己都不知道 满月居于夜埋在肚子 可以发誓 谁也没告诉过 这是什么神仙老婆 他老公上辈子拯救过地球吧 我酸了 再酸也没用 这种老婆可遇不可求 哼 我老公那个大猪头 半夜让他给我煮包面 都要死要活的 极美 同一个事件 同一个老公 我怀疑你俩 在我家安装了监控探头 我家里要是有这么贴心的老婆 天王老子叫我加班都不好使 大部分弹幕 都是在夸赞满月居于夜贤梁淑德 饶使满月居于夜 由于担心老公安危 心情沉痛 也还是忍不住 露出了不好意思的模样 你真的以为 你默默帮他的事情 你老公不知道吗 陈宇一句话 惊得满月居于夜脸色大变 他知道了 满月居于夜问道 陈宇点头道 你的行文风格 老公会看不出来吗 这些年 你一直不断地照顾老公 在你心里 照顾老公的生活和工作 既是爱他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责任 虽然很累 但你却乐在其中 不知不觉患上了配偶综合症 陈宇一句点题 满月居于夜 患有配偶综合症 满月居于夜惊诧莫名 全心全意帮老公还有错了 陈医生 咱们能不能不聊这个 满月居于夜说道 当然可以 陈宇但笑道 你接下来是想说 能不能告诉你 你老公在哪里 对对对 我就是想问这个 虽然陈宇说 他有配偶综合症 让满月居于夜 有点不高兴 但是通过这些话 满月居于夜得以确定 陈宇懂得哪方面的本事 要是不懂 怎么可能知道 他帮老公做着这些事情呢 他就在你们当地 会一直待到年底 之后去另外一个地方 他在我们当地 满月居于夜大脑一片空白 老公口口声声说 和朋友去外地做生意 没有失联之前 两人每次通话 老公都会给他说一些 外地的风水人情 我懂了 他老公出轨了 该死的渣男 老婆急得茶饭不思 渣男也能睡得着觉 姐姐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你心眼这么好 还怕找不到爱你的人 这要是我老公 不让他净身出户 姑奶奶和他一个性 是我想的那个净身吗 狗头 楼上不要乱猜 是宫里那个净身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句话 樱花走得太早了 白白错过这个机会 这就是命 瞧见水友们分析猜测 满月居于夜脸色 瞬间惨白 恍惚间 大学相恋 毕业结婚 夫妻共同组建家庭的各种画面 环绕于脑海当中 满月居于夜 想过许多种可能 老公被人骗了本钱 没脸回家见自己 又或者出了事故 躺在医院没有知觉 甚至他都想到 老公可能不在人间 却从未想过 老公出轨 骗自己出去做生意 其实在当地 和别的女人双宿双漆 满月居于夜 眼泪汪汪道 陈医生 你知道他和那个女人住在哪里吗 他身边没有女人 只有男人 男人 满月居于夜眼前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整个一大无语事件 好家伙 打败神仙老婆的 不是妖艳见惑 竟然是男人 他老公简直就是出生啊 又是孔男症发作的一天 不结婚真好 永远不会遭遇背叛 真的是被恶心到了 水友们纷纷开始为满月居于夜 打抱不平 同仇敌开声讨满月居于夜的渣男老公 他 他和那一个男人在啊 我要去找他 满月居于夜生私利节道 围绕在他身边的 不是一个男人 是三个壮汉 陈语缓缓说道 满月居于夜 仿佛丧失了语言功能 张着嘴巴 愣在电脑前 善于整活找乐子的水友们 出现了十几秒钟的短暂呆滞 这是什么阴间走向 背叛体贴温柔的神仙老婆 已经够让人无语 还特么适合男人那啥 并且不是一个 足足三个 大家都别乱带节奏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陈语瞥了一眼屏幕 水友们立刻嗅到了熟悉的气息 你老公没有出轨 至于身边的是三个壮汉 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陈语估计再不说 满月居于夜真要昏过去了 真的吗 只要老公不是出轨 没有和人那个 一切都能原谅 陈语一边点头 一边说道 我建议你 不要直接去找他 这又是为什么 满月居于夜 很势不解 既然老公没有出轨 自己为什么不能去找他 因为他正在经历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次抉择 我刚才说的三名壮汉 身份是打扫 他们环绕在你老公身边 是在给他上行 这一回 满月居于夜 虽然脸色痛苦 倒是没有那么绝望 陈医生 是不是我老公做生意 欠了高利贷的钱 现在还不上 所以才会被殴打 并不是 陈语否认了满月居于夜的猜测 你老公既没有做生意 也没有去外地 骗你是因为 他要执行一项秘密的卧底任务 不久前 报社总编拿出最后一笔资金 买了个大消息 一家假药集团总部 就在你们当地 你老公接下了卧底调查的工作 很不幸 昨天他的身份暴露了 陈语这番话 再一次让满月居于夜 吓得提心吊胆 他为什么要接这么危险的任务 满月居于夜态了解老公 自家老公不是个勇敢人 说好听点暗于现状 其实就是没有上进心 报社那么多人 谁都可能去做卧底采访的事情 唯独自己老公不可能 陈语淡淡道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 只没日子一天比一天差 你老公的报社 这两年都快发不出工资 特别是他的新闻部 每次挖到大消息 都会被网媒提前播放 再不搞点大新闻 他就要下档回家 自己吃自己了 加上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他 他也想做一回 让你刮目相看的事情 毕竟 每个男人心里都有英雄情节 希望被自己所爱的人崇拜 文婷此言 满月居于夜焕然大悟 老公的确多次抱怨过 报社几次裁员 裁的都是超过三十五的老员工 还有一年 他也要三十五了 我要救他 报警救他 陈医生 你快告诉我地址 满月居于夜这时又明白一件事 陈语为什么不让自己去找他 一旦去了 只怕自己也要身陷狼窝 主播以前是不是说过相声 也太会流寇了 何止是流寇 你妈 老子的心脏病都快被他弄出来了 阿姨对不起 我向你老公道歉 这才是个爷们 我想姐姐的老公不告诉他 是害怕他跟着担心 卧底可是很危险的 换成任何一个亲人听到 都会跟着提心吊胆 先前骂过满月居于夜老公的谁又 纷纷向他道歉 从陈语的讲述来看 他其实还挺不错的 虽然当卧底 曝光假药集团有私心 可这世上又有几个人没有私心 只要这份私心没有伤害到别人 大家并不觉得有问题 陈语说道 如果你打电话报警 你老公会安然无恙 不过你们的夫妻情分 也就到头了 陈医生不好意思 我可能因为情绪太激动 耳朵出现了幻听 麻烦你重说一点 满月居于夜抬手拍了拍脸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一旦你打出报警电话 你们将会离婚 陈语表情严肃道 陈 陈医生 你一定是故意开玩笑 让我放松心情吧 满月居于夜确认 自己这次没有听错 陈语摇摇头 说道 你老公之所以暴露身份 是因为你在网上发的那些寻人启示 瞧了瞧 满脸呆滞的满月居于夜 陈语继续往下讲 你老公之所以不再和你联系 是因为当天 他成功混入了假药生产车间 生产车间 属于假药集团核心中的核心 根据报社收到的线报 每名生产员工的手机 都会被装入窃听设备 为了完成卧底任务 避免身份被发现 你老公将手机销毁 但是他万万没有算到 失联以后 你会这么紧张 跑到网上 发了铺天盖地的寻人启示 假药集团感觉有问题 就把他抓起来拷打 你老公坚持不肯承认 已经熬了两天 拷打他的三名打手 都快觉得自己打错人了 你打电话报警 警方成功解救你老公 假药集团和他自己 成为别人的新闻素材 报社花了最后一笔钱 却给他人做了嫁衣 国庆节那天报社宣布倒闭 失业以后 他在家足足蹲了数个月 脑中开始胡思乱想 认为即便你不报警 他也能挺过去 又因为是你暴露了他的身份 引来其他媒体 加上失业带给他的痛苦 过完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选择和你离婚 陈宇讲完报警之后的种种事情 紧接着又用玩味目光 看向满月居于夜 满月居于夜先是一惊 随即想起一件事情 陈医生 你这话里好像有问题啊 满月居于夜说道 我老公在明年过完年 第一个工作日和我离婚 离婚之前会一直在家待着 你之前又说过 我老公年底的时候 会去别的地方 时间方面根本对不上啊 满月居于夜敏锐 发现陈宇的时间逻辑问题 陈宇慢条思理道 我说年底他去别的地方 是建立在你不报警的前提下 如果我没有报警 他又要去哪 满月居于夜追问道 身劳大狱 陈宇抬手做了一个八的手势 有期徒刑八年 得知自家老公年底 将会进入大劳敦八年 满月居于夜匪一所思 又不由感到庆幸 庆幸自己没有心脏病 要不然 不等听到现在 估计之前 已经因为心脏病发 坐进医院了 陈宇到底是在预测未来 还是故意考验 别人的心脏承受能力 陈医生不愧是陈医生 直播内容永远是那么给劲 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峰回路转惊心动魄 记住网址MQXL 我一连砸了十家书店 也没找到前辈的著作 陈医生这波操作我给满分 我以为事情到了离婚这一步 已经够曲折了 还是太年轻了 敦八年大牢 他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肯定是重罪 之前泡在别人直播间 观看小姐姐唱歌跳舞的谁有 发誓以后绝对不当二五载 一旦陈宇开播 百分百留在直播间吃瓜 比起看小姐姐 还是吃瓜更有意思 陈医生 我老公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在牢里待上八年 满月居于夜雨期中 充满了担忧和苦涩 经历了前面的那些 满月居于夜对于陈宇的话 毫无怀疑 迫切地想要知道 老公为什么犯法 为什么会被判得这么重 陈宇说道 这就要从你不打电话 就他讲起 连续挨了两天拷打 你老公自认为自己是硬汉 到了晚上 假药团伙的女老板 亲自审问你老公 几个小时后 你老公承认了自己的记者身份 心甘情愿地加入到假药集团 靠着多年报社工作练就的某些能力 你老公没多久就得到了女老板的信任 几个月的时间 假药集团利润大幅上升 并且诈骗网络扩展到了农村 年底的时候 一名团伙成员的母亲因病而死 导致这人良心发现 跑到警局自首 引导警方摧毁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假药集团 案情十分恶劣 有关部门本着从严从重的处理态度 只用半个月就完成了起诉 判决 你老公加入时间虽短 但的事情可不少 八年刑期属于是罪有应得 陈宇悠悠讲完满月居于叶老公的祸行经过 又看了一眼直播间的弹幕 我尼玛 就这故事 NNC记者都编不出来 楼上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故事 分明就是真的 他老公脑袋被驴踢了吗 肯定是难过美人观 有道理 好多好哈熬得过考打 最后都倒在了女人的石榴裙下 姐姐的老公到底干了多少坏事 竟能让法院从严从重判决她 这样经不起考验的老公 还是离了吧 支持阿姨离婚 女人要自强 女水友们刚对满月居于叶老公的印象 有所改观 陈宇抛出来的心挂 再次让他们变得同仇敌开 熬不过严刑拷打 交代自己的身份并不可耻 毕竟 没几个人能熬住 偏偏 满月居于叶的老公看到女老板 不但交代了身份 甚至还主动投靠 这尼玛就离了大谱 不是被女色诱惑 也一定有别的想法 并且还不是什么好的想法 不然 最后怎么会被判八年 她 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满月居于叶语带哽咽 世界上最复杂的 莫过于人的性格心思 你老公熬得过考打 却熬不过金钱关 陈宇给出的回答 和水友们的猜测 背道而驰 这里没有什么美人计 有的是数以亿计的金钱 团伙女老板查了你老公的底 拿到她大学到现在 所有背景档案 你老公当时承不承认 已经不重要了 陈宇声音深邃地告诉满月居于叶 女老板也是个狠角色 别的团伙老大知道 内部出了卧底 绝对要除这儿后快 她却一反常态 不但让人给满月居于叶的老公松绑 准备药品和食物 并且还拿来了一箱箱的钱 她活了这么大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得知甲药集团每年获利多达上亿 你老公的三观快速崩塌 女老板很欣赏 你老公熬行的胆破 以及她的智商能力 邀请她加入集团一块发财 经过数小时考虑 你老公自己跳了狼窝 老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 就将甲药集团的销售网络 从城市发展到了农村 这几个月 你老公为甲药集团 获利将近一个亿 八年有期徒刑 你觉得重吗 陈宇说完后续 表情高深莫测地 看向满月居于叶 满月居于叶面色 复杂地摇摇头 这位患者 两种选择产生的影响 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现在轮到你自己做选择了 文言 满月居于叶沉默半赏 陈医生 我想再问一句 八年以后我老公出来 我们俩又会怎么样 满月居于叶问道 姐姐 你不会到这个时候 还在想着那个男人吗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啊 话也不能这么说 毕竟一日敷七百日恩 现实永远比电影更加离谱 谁有一边感慨 人心难测 一边劝说满月居于叶 千万不要再心存幻想了 抱着曝光假药集团的目的 进入团伙内部卧底 没成想 本该代表正义的记者 自己反而陷进去了 同时 这说明满月居于叶的老公 内心极度渴望金钱 不论这钱是不是脏钱 都能让他为之沉沦 和这种男人继续过下去 说不定哪天 他都能把老婆卖了 他因为改造表现好 大概七年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跪在你面前痛哭认错 你选怎 经历了这场牢狱之灾 他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要珍惜你 未来的日子虽然平淡 你们却也是相守一生 陈瑜给出的两种未来结果 各种利弊 满月居于叶 再次沉默了 他沉默 水友们可是闹腾的欢 姐姐 你要三思啊 要不还是选第二个吧 您拆十座庙 不拆一桩婚 只要他知道错了 未必不能原谅 你们一个个三官 是不是忘到家里了 这是原谅的问题吗 这是影响姐姐一生的大事 呦 正义使者您来了 此刻 水友们分为 精卫分明的两个阵营 蓝水友建议 满月居于叶选择后者 原谅老公 相依相守过完一生 女水友完全相反 一次不忠 百次不信 虽然满月居于叶的老公 没有出轨 可就凭他屈服于金钱 丧失了做人底线这一点 打死都不原谅 大家都先别发了 让他自己选择吧 陈宇示意水友们 暂停发弹幕 何去何从 由满月居于叶 自己做主 过了一会 满月居于叶脸上 出现了毅然决然的表情 陈医生 请你告诉我 假要集团窝点的地址 满月居于叶 不假思索道 姐姐 要是打电话报警 你们的婚姻可就到尽头了 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可同情的 直接扔了算了 可如果不打电话 他要在里面蹲八年 让别人知道自己 有一个蹲过监狱的老公 未来日子可要难过了 水友们众说纷纭 直播间弹幕内容 再次变得乌烟瘴气 你确定 陈宇微笑道 确定 满月居于叶中 重点了下头 我选第一个 不是因为不舍得他去坐牢 是不想再让假药集团害人 满月居于叶回答 大大出于水友们的预料 按照陈宇所讲 老公加入假药集团以后 他们的利润 获得了大面积提升 并且 还将假药卖到了农村 满月居于叶不清楚 老公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只知道一件事 假药害人 早一点让他们落网 能让大量普通百姓 得以保住钱包和健康 谢谢广大水友们 对我的关心 满月居于叶 粗略看了看先前的弹幕内容 但是 做人不能只为自己考虑 满月居于叶不打报警电话 能够保住自己的婚姻 却也会让成百上千的患者 继续遭受假药的坑害 假药集团每年获得的赃款 数以亿计 可见 被他们坑害的患者 到底有多少 满月居于叶这番话说出口 直播间安静的鸦雀无声 不见一条弹幕 由于陈宇开播时间不固定 加上这个时候是工作时间 直播间水友数量 堪堪接近百万 此刻 将近百万的水友 脑中普遍生出一个想法 羞愧 只顾着完耿整活 吃瓜冻闷子 丝毫没有考虑过 那些正被假药集团坑害 或许即将遭遇坑害的患者 可能他们自己的亲属朋友中 就有上当受骗者 不论是男水友还是女水友 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谁敢保证自己一辈子不得病 都不敢 也许过段时间自己得病 吃的就是他们生产的假药 陈宇面带满意之色 满月居于叶的回答 才是真爱 大爱无疆 早在十几分钟前 陈宇就提到了假药集团 那个时候 水友们关心的只有 满月居于叶老公是不是出轨 两人之后该不该离婚 又要不要原谅他 有谁多问一句 假药集团害死了多少人 即便陈宇告诉大家 假药集团靠着出售假冒伪劣药品 每年获利无数 还是没人考虑过患者的事情 只有满月居于叶 放弃了自己的小情小爱 选择报警捣毁假药窝点 醒悟过来的水友 纷纷发出弹幕 称赞满月居于叶 不但人美 心灵更美 古人总说 美人在鼓不在皮 我今天总算无了 阿姨您不但人美 心灵更是比金子还要璀璨 姐姐这个决定 拯救的不仅是那些受害者 还有未来可能患病的你我 小丑竟然是我 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我才是最可笑的 如果要评选感动人物 我一定要投姐姐一票 舍小爱 全大爱 我称你为最美女人 不可否认 谁有们喜欢吃瓜整活 但不代表他们三观不正 这位患者 我一会儿就把假药集团的 总部地址 还有你老公被关押的地点 通过私信发给你 陈宇满面笑容地说道 谢谢陈医生 满月居于叶 被水友们说得脸色通红 询问陈宇 要用什么方式支付费用 这次治疗 免费 陈宇淡淡一笑 就当是我替广大受害者 感谢你了 满月居于叶下线的瞬间 陈宇脸上出现了一丝诧异 他的命格极其的普通 一刹那 面向突然发生变化 印堂福泽环绕 根据天机策的描述 拥有这种福泽面向之人 要么一生为善 从未做过恶事 又或者有过大功德 看样子 满月居于叶面 想发生改变 和他刚才的决定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只要满月居于叶 能够固守本心 从此以后 可以诸邪不清 百灾退避 陈医生 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假药集团的事情 满月居于叶下线后 大批水友开始关心起 假药集团的罪行 陈宇点点头 说道 这个假药集团 出现时间三年 被坑害的患者数量 多达数千 通过收买 全国各大医院的清洁工 获取用过的 把相药包装盒和药品 之后灌入葡萄糖 或者低廉的止痛片成分 以假乱针 卖出高价 这次被抓以后 除了满月居于叶的老公 由于贪欲时间较短 获行八年外 包括女老大在内 所有首药分子 不是无期 就是吃花生米 水友们听后大呼痛快 把相药是什么 度娘一查就能查出来 专门为重症患者 生产的特效药 价格昂贵 并且具有唯一性 难怪假药集团 能够获利这么多 丧尽天良 都不足以形容他们 患者们下次见 拜拜 陈宇说下播就下播 一点犹豫都没有 我的老妖啊 离开直播间 陈宇毫无形象地 摊坐在椅子上 老板已看着威风大气 坐久了 铁人都受不了 咦 陈宇心头一动 马上掐指测算 下一秒 陈宇面色复杂 一好一坏 两件事接踵而来 一个小时后 一名不算熟的熟人 走进了心理咨询室 陈医生 忙着呢 李长军笑着打了声招呼 陈宇放下手里的手机 瞧了一眼李长军上衣 黑猫警长不见了 请坐 闻言 李长军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顺手从兜里 逃出一个信封 陈医生 上次真是太谢谢你了 李长军一边道谢 一边将信封放在桌上 里面装着一张警局开具的支票 金额十万块 这是警局对您建议勇为 给予的奖励 陈宇虽然没有亲手抓到罪犯 却差不了多少 毕竟 没有他的料事如神 别说抓人 只怕现在 警方现在还和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不用客气 你是我的患者 为患者排忧解难 是我们医生的责任 陈宇随手将信封放进抽屉里 那个 李长军欲言又止 我是医生 你是患者 在医生面前 你不用有顾虑 有什么病情可以直接说 陈宇伸手揉了揉老腰 五千块钱的人提供血液 效果应该不错吧 既然陈医生这么说 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 李长军脱口出道 凶手被抓到的当天夜里 突然暴毙在拘留室 根据法医检测 他死于心薄骤停 从各项检查来看 心薄骤停 是因为肾上腺素大量分泌 用直白点的话说 就是被吓死了 李长军直接点名重点 凶手死后 眼睛瞪着和死鱼一样打 面部表情恐怖 争鸣 妥妥一副被吓死的样子 为了这件事 我又开始查犯不思 陈医生能不能帮我看看 李长军很是上道 说完就向二维码 扫了五千块钱 我给你的诊疗建议是 将你的想法 写成正式报告 上交给局里最高领导 千万不要一个人钻牛脚尖 如果坚持独立调查 不但你会陷入危机 更会连累你们全队人员 这些案子的背后 隐藏的危机远超你想象 陈医身子前倾 单手拖着下巴 面色十分的凝重 唉 李长军长叹了一口气 料到这件事情不简单 这才会亲自来找陈医求问答案 没想到 陈医也说这件事情难办 按照规矩 所有入肩之人 都必须先做身体检查 没有问题才能拘押 凶手身体好得很 甚至李长军 都有些自愧不如 检查完几个小时 凶手莫名其妙死在拘留室 监控显示 凶手进去后 一个人呆呆地看着墙壁 期间 没有任何人进去 外人暗杀的 可能被排除 直到半夜 监控室才发觉不对 凶手貌似看墙壁 看了十多个小时 等他们过去才发现 凶手已经死了 就这样坐在椅子上 毫无征兆地被吓死了 谢谢陈医生的指点 我一会回去 就写报告上吧 说到这里 李长军开始压低声音 您能治好我的病吗 暂时不能 陈医淡淡道 闻听此言 李长军先生满脸失望 无所不能的陈医 也有办不到的事情 紧接着 李长军心思一动 陈医说的是 暂时不能 也就是说 出于某种原因 陈医暂时不能帮他 多谢陈医生 李长军立马心领神会 看到李长军越来越上道 陈医也乐得轻松 无需费力多说什么 与其说凶手是被吓死 倒不如说是中了术法而死 陈医估计 幕后黑手利用凶手作案的同时 又在他身上下了手段 目的就是为了以绝后患 一旦凶手被抓 手段立即启动 以此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至于是什么手段 陈医分析 要么是诅咒 又或是蛊虫 也可能是下药 这里说的药 不是一般药物 而是患药 服下之后 相当于体内 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没有每天服用解药 每日午夜 脑中会出现恐怖幻象 大脑受创 死得无声无息 不论哪一种手段 都证明幕后黑手 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陈医暂时不答应帮忙 并非道横不如幕后黑手 而是机缘未导 你这次过来 除了送讲经 问病情 还有第三件事情 陈医若有所指的 看向李长军前胸 见状 李长军频频点头 您不但帮助我们 警方抓捕凶手 更是救了我一条命 李长军一想起那日的事情 背后不由的冷汗横流 真是太危险了 当日 李长军带人赶到现场 布置了周密抓捕计划 有鉴于房屋面积狭小 他从队员中 挑选出三名体格精状的队员 配合自己 先冲进去控制嫌疑人 如果嫌疑人反抗激烈 证明他是凶手无疑 这时 四人会立刻退开 由第五名队员 使用态色枪 电击凶手 使其丧失抵抗能力 没想到 计划布置的天衣无缝 刚冲进去 就出了问题 凶手好似根本没睡着 几人前脚进去 凶手后脚就醒了 一拳击倒了一名队员 剩余三名队员 也都先后被击倒 过程只用了五六秒钟 李长军直接就愣住了 见过汉匪 没见过这么猛的汉匪 凶手找出一把刀 对准李长军刺去 好在第五名队员 及时开枪 才给了李长军反应的机会 态色枪又称电修刻枪 一旦被击中 无论多强壮的人 都会因为肌肉受到电击 竟然产生静磷 瞬间丧失活动能力 受到电击的凶手 仅仅只抖动了几秒钟 马上又变得和没事人一样 再次挥刀刺来 也就在这时 李长军胸前的黑猫警长 化为一缕金光射向凶手 态色枪都控制不住的凶手 立马倒在了地上 趁此机会 李长军马上给他上了手铐 又让人找来绳子 把凶手绑着跟粽子似的 如果没有拿到金光 李长军已经躺在盒子里了 李长军拿出手机 我和另外两个副队长商量了一下 打算采购一批黑猫警长贴纸 陈医生能不能给个团购架 那道金光 大部分队员都看到了 回到队里以后 众人缠着李长军 都想要买一个护身 李长军从善如流 经过和两名副队长商量 准备用重案队的办案资金 采购二十张贴纸 名目为新型防弹衣 明马标价 谢绝讨价还价 陈宇心里哭笑不得 人呐 一旦打开脑洞 就没有不敢想的事情 本章完 陈宇为了不被人当成神棍 将法器和各类灵药 命名为心理治疗药物和器械 李长军无师自通 采购法器 竟用防弹衣当明目 仔细想想 倒是也没毛病 都是保命的东西 名字并不重要 那就这样吧 二十五个 我现在就要 李长军爽快地支付了货款 陈宇从货架上 拿了两张整版黑猫警长贴纸 又拿起一张 扣下了其中五个 李队 我有必要提醒你 这些东西都是一次性的 记住网址MQX2 陈宇正色道 并且不能被污秽之物玷污 什么是污秽之物 李长军贸然道 粪便 尿液 陈宇耐心讲述注意事项 污秽之物能够破解法术 一旦沾染上这些东西 陈宇施加在上面的灵气 将会迅速散去 我记住了 我会让人妥善保管 花了五分钟时间 记住陈宇吩咐的注意事项 李长军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 将这些防弹衣 分发给其他队员 重案队专职侦办大案要案 遇到的对手不是汉匪 就是亡命图 不论牺牲人数 还是伤残人数 位居航成各公职单位之首 这些贴纸的效果 相当于给予了队员们 一条额外的性命 李长军不由地感慨万千 鼻子发酸 眼圈有些发红 当上队长五年 李长军参加了四场追悼会 去了十一次 重症监护病区 陈医生 这是什么 李长军正准备告辞离开 余光发现陈医的办公桌上 放着个Q版孙大胜要是吊坠 显而易见 孙悟空 陈医怂怂肩膀 李长军一阵无语 他也知道这是孙悟空 问的是效果 不是名字 这也是治病的器械吗 李长军进一步问道 陈医点点头 走过去拿起Q版孙大胜 放到了货架上 随手写了价签 三十万 看到这个价格 李长军羡慕得双眼冒光 陈医敢写三十万这个价格 代表这个Q版孙大胜 效果绝对是刚刚的 想到孙大胜代表的寓意 以及身上的本事 李长军太想买下了他了 可惜 对李经费有限 家里财政大权 又握在老婆手里 一时间 李长军产生了不该产生的念头 陈医看了一眼李长军 李队 你最好别打你儿子上名校的准备金主义 陈医慢悠悠道 不然的话 不但你老婆不会放过你 你爸爸妈妈 岳父岳母 还有你妹妹都不会让你好过 那时 你将成为全家公敌 此话一出 李长军直接打了个哆嗦 李长军走了 带着满满的遗憾 做梦都想不到 被他当成宝贝的Q版孙大胜 其次就是个赠品 早上叫外卖 小哥送来的餐食礼 附赠了卡通钥匙链 据说是商家和美术长导的联名赠品 本着节约利用的原则 陈医随手给Q版孙大胜添加了灵器 又给他开了眼 火眼金睛 可变中间善恶 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陈医挂上暂停营业的招牌 盘膝坐在地上 开始吸纳功德气韵 今天获得的三次功德气韵 以最后一次最多 但是很可惜 这些功德气韵 还不足以帮陈医突破练器七巅峰 境界越高 需要的功德气韵也就越多 之前那种连续突破的情况 以后很难发生 特别是冲破筑基期以后 需要的功德气韵 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好在上天给了陈医取巧的机会 可以通过直播 源源不断获取功德气韵 机缘终于来了 下午六点钟 陈医吃完晚饭 走到街上去扔外卖餐盒 一辆汽车静止开了过来 回到屋内不久 两个男人一同走了进来 陈医生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张大爷的儿子张建设 满脸恭敬地送上一个礼盒 这是中药 陈医闻到了盒子里的药箱 陈医生真是学惯中西 一眼就看出里面装的是中药 张建设笑容不减地夸赞道 和中装着一颗三十年份的野山餐 多谢了 陈医未做过多客套 将礼盒随手放到桌子上 眼见陈医痛快收下 张建设马上将身后的男人 介绍给他认识 男人名叫王德权 今年五十五岁 白手起家的富一代 经营药材生意 航城最大的药材经销商之一 总资产高达一百八十亿 位列航城十大富豪第九 生意除了遍布国内 连国外都有他的客户 同时 王德权还是张建设的挂名学生 就读于他们大学的总裁班 陈医生你好 我是个粗人 没读过几年书 最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 年过半百的王德权 说起话和年轻人一样 大胆咧咧 伸手和陈语握了握 如果陈医生需要中药材 尽管来找我 别的不敢保证 野山餐 社乡 河手屋 鹿绒 东虫下草 这些罕见中药材 你要多少 我能给你弄多少 价格方面 绝对是成本价 王德权大包大揽 竟显大老板派头 好的 有需要我会联系王老板的 陈语淡淡一笑 说道 王老板这次来 是打算找我看点什么病吗 王德权看了一眼张建设 张建设笑道 王总 陈医生就是这种心直口开的性格 你不用多想 直说就是了 文言 王德权说道 要说这病 我倒是没有 就是有点烦心事 讲到这 王德权停住话头 张校长对陈医生推崇至极 常跟我讲你的本事前无古人 可能也后无来者 不如 陈医生给我露一手怎么样 王某人今天准备了一百万诊经 如果陈医生真有张校长说的那么厉害 这一百万 全都是你的 说完 王德权又表示自己没别的意思 就是见识手 想要开开眼见 以前没和心理医生打过交道 想看看心理医生 怎么给人排油解难 对于患者的合理要求 我们当医生的 是不会拒绝的 不过 诊疗室也有诊疗室的规矩 陈语拿起收款二维码 亮出了后面的字 合法经营 科学诊疗 先行付费 盖部奢欠 本章完 王德权目光复杂的 看向张建设 本事都没展现出来 这就开始要钱 街头骗子 江湖神棍 恐怕都没陈语猴急 我来我来 张建设掏出手机 便要代替王德权付款 虽不明白陈语用意 但他百分百相信 陈语这么做 不是为了钱 张校长 这钱你不能付 陈语单手遮住收款码 谁看病谁付款 这是规矩 陈医生 规矩也是可以破例 张建设苦笑道 万事皆有规矩 我这的规矩 破不得 陈语也不想弄得这么麻烦 没办法 天机策说得很清楚 功德气韵 自有所属 因果夜报 羁绊天定 还有一个万事皆有规矩 我父 王德权哈哈一笑 问起需要先支付多少 陈语淡淡道 如果紧紧看诊 收费五千 要是需要治疗 再加五千 王德权一次性支付了一万块 陈医生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王德权微笑道 自诩阅人无数的王德权 自信只要听陈语说上几分钟 对方是真神还是骗子 立马就能分辨出来 当然 陈语坐回到办公桌后面 不同于别的百亿巨富 或是借助家中人脉 或是得到大量启动资金 你创业时一无所有 文言 王德权心头很是不以为然 这些都是公开消息 懂得上网的人都能查到 你出生于贫困地区 由于老家位于群山当中 大部分土地不适合种粮食 每年土里打出的粮食 勉强只够你们一家人填饱肚子 除此之外 再无一分剩余 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跟着父母 学习如何上山采药 十三岁那年 父母采药途中失足跌落山崖 双双殉命 你是家中老大 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养家重担 带着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艰难帮父母办理了后事 随后从学校退学 扛着父母留下的草药担子 走街串巷售卖中草药 几十年过去 你从开局一副扁担 变成了如今的航城十大富豪 听完陈宇的这番话 王德权感慨万千 不是感慨陈宇算得准 而是感慨人生如梦 哪怕到了今天 自己有时候 都有点不敢相信 当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不但将几个弟弟妹妹 照顾得各个成为栋梁人才 甚至他自己 还能成为身家过百亿的巨父 至于陈宇说的这些 真是真 不过都是鹦鹉学舌 成名以后 王德权不知道接受过多少采访 参加过无数次的演说 每每说到信头上 都会讲一遍他自身的经历 一方面用来鼓励他人 另一方面 张显自己发家不义 陈医生说完了吗 王德权认定陈宇就算有本事 也绝对不会像张建社说的那样厉害 还没有 陈宇淡淡一笑 要说 你为何能为百亿巨父 虽与自身努力不无关系 但是这关系并不算大 嗯 这句话从陈宇嘴里冒出来 王德权脸上有了明显的情绪变化 王德权定睛看着陈宇 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十七岁那年 你卖药回家的路上 捡到一方小孩手掌大小的黄铜像 你打算次日去镇上卖药时 将他当铜卖掉 没曾想第二天 你去镇上卖药 天大的好事落到你头上 一名老人和你擦身而过 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四十多年前明风淳朴 你当时想都没有想 掐着人中将他救醒 后来得知 老人身份是镇里一家大药店的老板 出于对你的感谢 老人不但送了你一万块谢礼 还让你以后专门给他的药店送货 从那以后 你的药材生意越来越好 不到三十岁 资产就已经过亿 你能发家 表面是心地善良 获得好报 真实情况是什么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陈宇顿了顿 问道 还要继续听下去吗 王德权此刻整个人都傻了 如果说先前陈宇说的内容 是鹦鹉学舌 那么现在 已经深深震撼了王德权的内心 张建设愕然地望着王德权 王德权的发家史 家喻户晓 甚至一度被写成了畅销书 大山里的辍学娃娃 十三岁开始养家 既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 又要抽出时间上山采药 凭借着吃苦耐劳 坚毅不屈 最后变成百亿富豪 万万没想到 其中还藏着这种猫腻 捡到黄铜像的第二天 运气就开始出现变化 不能不让人多想 你是怎么知道的 憋了半天 王德权只想知道 有关黄铜像的事情 陈宇到底还知道多少 当然是通过科学的诊疗方式 看出的 陈宇笑容不减 黄铜像对你而言 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你的命 最开始 你并不觉得 是黄铜像保佑你发家致富 直到有一天夜里 你在睡梦中 梦到五个身上冒着金光的神灵 五位神灵居于半空 面容庄严地看着你 想到黄铜像上面雕刻的 正好是五个人 你猛地从梦中惊醒 自那以后 你便将雕刻有五个神灵的黄铜像 当成和自己命一样贵重的东西 每天偷偷祭拜 你的生意果然越做越大 后来 你买了别墅 在地下室修了个香堂 专门用来供奉这尊黄铜像 害怕被别人知道你发家的秘密 进而抢走你的命根子 这件事 你谁都没有告诉 包括你的弟弟妹妹 还有枕边人 王德泉亮亮呛呛地向后退 看向陈宇的目光中充满了震撼 隐藏在内心几十年的秘密 一下子被陈宇扒得干干净净 这人不是有透视眼 也一定能预测未来过去 可惜 花无千日好 人五百日红 最近几年 你的生意开始萎缩 哪怕你天天沐浴更衣 对着黄铜像磕头祷告 生意也是没有任何的起色 无奈之下 你广请各路所谓大师 真人 帮你做法改喻 生意衰变的局面有所缓解 但是不多 王德泉扑通跪在地上 大师帮我指点迷津 本章完 瞧着跪在地上的王德泉 陈宇面带不满道 这里没有什么大师 这位患者 你赶快起来 说吧 陈宇用眼神 示意张建设 把王德泉扶起来 起料 王德泉一把推开张建设 表情恭敬地说道 大师 您说的全对 我能发家 真的是靠黄铜神像的帮助 和我自身努力 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些事情 我连自己亲人都没有告诉 您都明明白白说出来 您不是大师 谁是大师 大多数成功的生意人 都有着生性多疑的毛病 王德泉自然也不例外 但是有一说一 能看出他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 并且年轻还这么轻 已经足够证明陈宇的本事 还有 王德泉的生意衰落情况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边缘 表面看起来花团紧簇 其中内部权限危机 一旦崩塌 整个集团将请客间灰飞烟灭 下跪既是表达对高人的敬佩 同时又有一点私心 半可怜哀求对方速速出手 就自己与水火当中 这位患者 我理解你被病情困扰的痛苦 不过你要是再不起来 我只能下诸课令了 陈宇一脸严肃病情 再次提起 此地没有什么大师 这是心理咨询师 陈宇的身份是心理咨询师 一切都是依照科学进行的诊断分析 不存在任何怪力乱神的事情 我 王德权一脸不解地望着陈宇 都到这个时候了 陈宇怎么还在跟自己装 心理医生能预测未来过去 还能知道黄铜像的存在 反倒是张建设 多少明白了一些陈宇的意思 刚刚 他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话 陈宇是世外高人 因为某种原因 不便透露真身 借用心理医生的身份 隐藏于民间 当即 张建设俯身冲着王德权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王德权先是一脸惊讶 随即频频点头 紧接着王德权从地上站了起来 陈医生抱歉 我刚才太激动了 把您当成了那些江湖术室 只要您不生我的气 让我干什么都行 先坐下吧 陈宇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王德权完全变了一个样 乖乖坐到椅子上 表情像是听课的学生 一样老实 陈宇为自己接了一杯水润喉 三年前开始 你在国内的不少客户被人挖走 不过这些损失的客户 对你而言 只能说是小打小闹 还没到伤筋动骨的程度 这一年 你在海外的那些客户 都有要和你解约的意思吧 没错 王德权下意识便要站起来 坐下说 一惊一乍 对你的病情没有好处 是是是 王德权恭敬道 从今年年初开始 我供应给国外客户的药材 先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 王德权打开话匣子 讲出自己现在最大的危机 依靠着黄童神像的帮助 王德权的中草药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 随着资产的扩大 王德权的野心也逐步变大 不满足于只在国内发展 逐渐将视线放在国外 凭着无人可比的运气 王德权一年内 拿下周边五个国家的中草药销售权 本以为好运气会长盛不衰 万没想到 局面说崩就崩 如陈宇话中所讲 三年前开始 逐渐出现丢失客户的情况 今年一月份 送到国外的药材 分别被查出质量问题 几批货拳部被海关销毁 吃到苦头的王德权 马上组织人手进行补货 亲自监督药材的质量 然后又被海关发现 夹带劣质药材 连续几次都是这样 单是交给海关的罚款 就足有十几个亿 更不要说 因为无法如期交货 赔偿给客户的违约金 我王德权敢对天发誓 除了年初的第一批药材 我没有过目 后续的几批药材 都是我亲自进行的检查 王德权越说 心情越低落 一两次没有查到 可以归咎于疏忽大意 总不能次次都这样吧 看在多年合作的份上 国外几大客户 暂时没有把事情公之于众 但是也满不了多久了 如果不能保质保量的恢复供应 王德权不但要彻底丢失故国外市场 事情还将会曝光 还有这种怪事 张建设插话道 王总难道就没有想过 会不会有人从中做梗吗 怎么可能没想过 王德权哭丧着脸说道 为了查出是不是有人搞鬼 我密派心腹 产品质量部副总监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一切正常 药材质量好的没话说 到了国外突然出现变质 他怀疑是国外客户搞鬼 不过我想应该不会 几大客户在各自国家 都是很有实力的存在 没必要占这点小便宜 就算他们真的想要搞鬼 也不可能收买所有国家的海关 这倒也是 货物是被海关查出的问题 而非客户自己 如此一来 非陈宇亲自化解不可 陈医生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这些做大生意 其实比小老板还要谨慎 一旦牌子砸了 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越是大公司 越害怕舆论压力 负面影响带来的 不仅有品牌信誉受损 同时 还将影响公司的股价 股价一旦受到震动 集团市值转眼就要一落千丈 上百亿的集团 说完蛋就要完蛋 陈宇双手交手 云淡风轻道 你的情况我已经完全了解 你患有非常严重的病态 自大妄想症 我有妄想症 王德权呆住了 自己生意受损 运气下降 这特么和病态自大妄想症 有什么关系 陈医生 我没有妄想症啊 王德权最近非常烦躁 心情一直低沉 可这和妄想症 扒杆子打不着吧 不 你有 陈宇面带高深笑容 你本性纯良 对弟妹关爱有加 对妻子同样很不错 突然之间 你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 对亲人的态度喜怒无常 工作中 容不得手下半点反对意见 手下直言劝谐 你就会勃然大怒 你明知跨国生意风险大 一股莫名其妙的自信心 促使你一言独断 开拓海外市场 而这些情绪的变化 都是发生在 得到黄铜像之后 本章完 王德权愣在了原地 脑中的记忆闸门 一下子打开了 自己其实 真不是个有野心的人 做生意 只想着小腹即安 可不知道为什么 每当觉得 一切已经足够的时候 内心就会出现一股 无法抑制的野心 对于弟弟妹妹 妻子 朋友 王德权也变得非常的冷漠 刻薄 尖酸 残忍 每一次伤害他们 王德权都会后悔 然后去向他们道歉 记住王子MQXL 可没过多久 自己又会变得自傲自大 多年以后 弟弟妹妹远离了他 王德权也逐渐习惯 这种古怪的性格 认为不是自己变了 而是成功人士 都是孤独的 普通人无法理解 上位者的决策和作风 难道我真的病了 王德权喃喃自语 滴滴滴 手机铃声 打破了王德权的自我回忆 陈医生 我的病情稍后再说 到底有什么办法 能保住我的集团基业呢 公关部总监发来消息 网上已经出现小范围渔情 有人用春秋笔法 暗喻王德权海外药材出口生意 遭遇滑铁炉 想要保住公司 先要救出内鬼 内鬼 王德权闻言一惊 说道 谁是内鬼 这可就多了 陈宇淡淡一笑道 第一个内鬼 你的左膀右臂 集团总经理 他都做了什么 王德权紧张道 李智告诉王德权 总经理不会背叛自己 但这话是从陈宇嘴里说出 王德权必须相信 以你的名义 命令财务总监做了大量假账 私底下转移了集团资产 多多少少 应该有个三四十亿 这么多 王德权眼睛都直了 这还只是开始 除了利用你的名义做假账 他还代表你 去找各大银行贷款 总金额达到七十个亿 一个月以后 几名国外客户再次得知 你运过来的货运 被海关扣下 对你的最后一点信任也没有了 先后选择 召开新闻发布会 痛斥你违背商业道德的行径 这场新闻发布会 就像是多米诺骨牌的头牌 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商誉遭遇严重打击 集团股价疯狂下跌 银行担心收不回贷款 齐齐去找你讨债 国内各家合作企业 纷纷选择和你解约 内忧外困之际 一封举报信送到监管部门 你涉嫌账目造假 听到后面 王德权面容辨的争鸣恐怖 王八蛋 我要弄死他 冷静 随着陈宇的声音传入耳中 王德权身体抖了一下 紧接着 王德权脸色恢复正常 被自己刚才的念头吓了一跳 自己为什么会想到 要干掉总经理全家呢 陈医生 除了他 还有谁背叛我了 王德权急问道 除了总经理 还有业务部总监 质检部副总监 财务副总监 以及你的司机 董事会秘书 张建设心头大惊 要不要这么刺激 虽然他没做过生意 却也知道这些岗位 都是何等的重要 总经理 财务部 业务部 构成了集团决策的三驾马车 三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竟然全要被送进去 这说明 这些人通通做了违法乱计 背叛王德权的事情 除此之外 老板司机是老板心腹中的心腹 掌握着大量老板的秘密 董事会秘书 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 属于上市集团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沟通集团和证交所 协调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 相当于董事会里的大总管 这些人 组成了一家集团核心框架 他们的位置太重要 不是王德权的心腹 绝对不可能上位 这帮人联手作局 王德权想不上当都难 王德权张大嘴巴 语气艰难地说道 他们通通都背叛我了 对 是因为钱还是受到别人怂恿收买 后者 听到这些人受到别人怂恿收买背叛自己 王德权又一次变了脸色 只见王德权咬牙切齿道 陈医生你快告诉我 是那个混蛋将我的心腹全部收买 为了把我打垮 搞出这么大一盘钱 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李秀之 我老婆 王德权先是震惊 接着剧烈的咳嗽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枪死 张建设同样露出震惊表情 好家伙 真是好家伙 再狗写的编剧也写不出这种剧本吧 几十年的结发期竟然被赐老公 几十年的结发期竟然被赐老公 并且手段还这么高明 收买了集团大量核心高管 王德权竟然一点没有察觉 不用想也知道 出口海外的那些中草药有问题 肯定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采购 金手 监督几个环节 全都是李秀之的人 王德权能找出问题 才有鬼 张建设偷瞧王德权 王德权就和风烛残年的老人一样 全身上下不停的哆嗦 张建设不由的心生同情与怜悯 这是要是换在自己身上 只怕这个时候已经晕过去了 要不今天先到这里吧 陈宇瞧了瞧王德权的情绪 距离崩溃 只差一步 不 陈医生你继续说 李秀之为什么要干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 王德权今天是要弄个明白 自己哪里对不起他了 竟然要把他往死里逼 有一次 你小舅子向你提出了一份 十分明智的投资案 集团各个高层 都觉得这项投资大有可为 你本要签字同意 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 将他的投资案贬低得一无是处 又拿他的高中学历说是 你把他的尊严践踏脚下 气得你小舅子当场致辞 王德权脸上就和火烧似的 我懂了 小舅子前脚离开集团 王德权马上就冷静下来 可惜 小舅子性格刚练 哪怕王德权三次登门道歉赔礼 最后也没能让小舅子回心转意 你没懂 陈宇但笑道 你老婆背刺你 可不仅仅是因为他弟弟 那是因为什么 王德权问道 你除了践踏 你小舅子 公司员工 朋友客户的尊严外 被你的伤得最深的 是你老婆李秀之 陈宇点了点桌子 本章完 陈宇说到 最近二十年 你越看乡下出身的老婆越不顺眼 有几次要和他离婚 事后又觉得自己疯了 马上向你老婆忏悔道歉 但随后又会产生离婚的念头 每次你参加上流聚会回家 总会各种讽刺你 老婆拿不上台面 别人太太 要么是名牌大学毕业 要么长得好看 又或者出身豪门 你老婆和你一样小学毕业 长得土里土气 字字出心听得王德泉变言变色 促使你老婆 背刺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你几年前带他出席酒会 当众说过的一句话 王德泉表情不安道 什么话 生不出蛋的母鸡 就因为这句话 他就能不顾我们几十年的夫妻情分 王德泉待至片刻 抬手狠狠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王总 你这是干嘛 看到王德泉还要再打 张建设赶紧过去了 我不是人啊 王德泉痛苦地咒骂自己 他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要经常讽刺自家老婆 就像是上瘾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讽刺老婆 讥讽他配不上自己这种伟大的商业王者 事后拼命弥补 给老婆买大量的名牌服饰 高贵手势 天价包包 周而复始 一次次的弥补道歉 不知不觉 家里各种顶级奢侈品 数量堆积如山 金额接近六个亿 没有他 就没有我王德泉的今天 王德泉哽咽道 可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陈医生 王总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张建设没明白 什么叫没有他 就没有王德泉今天 他老婆之所以生不出孩子 并非自己的身体问题 有一年冬天 他去河边抓鱼 不小心掉进河里 发现了他落水 李秀之冒着刺骨严寒 跳到河里救人 落下终身不孕的病根 这些他都是知道的 说吧 陈宇看向痛不欲生的王德泉 王德泉推开张建设 再一次抽了自己一巴掌 陈宇心有不忍 要不是拿了不该的东西 这些伤痛 都是可以避免的 当着一众名流的面 你讽刺他 生不出孩子 这是他的逆龄 你过界了 说到这里 陈宇让王德泉拿出手机 进入全国学历网 用他老婆的证件号码 查一查学历 我的天 看着写有自家老婆名字 挂着他照片的电子学历 王德泉如遭雷击 在王德泉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李秀之不但自考了出高中文凭 并且还参加高考 最让他难以置信的 是李秀之的工商管理硕士学历 他花了大量的时间 用来提升自己个人能力和学历 本想着给你一个惊喜 你却彻底伤透了他的心 导致你老婆开始黑化 陈宇画风一转 又让王德泉 查一家名叫兰芝的集团背景 兰芝集团创立于三年前 注册资本三个亿 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 为中草药销售 加工 出口 最近一年大量资金打入该集团账户 总数量接近百亿 你家别数一帽间的奢侈品 全都是假的 真品都被你老婆卖了 获得的资金 用来注册了兰芝集团 知道为什么今年才动手吗 陈宇问道 王德泉木然地摇摇头 是不是因为公司成立必须满三年 才能够上市 张建设插话道 对 就是这个缘故 陈宇承认了张建设的猜测 同时 他用这三年的时间 收集了大量你心腹的黑料 用这些黑料 威胁他们投靠 并且承诺 事成之后 这些人植物不便 待遇翻五倍 这些人一方面害怕身败名裂 一方面又垂涎你老婆的承诺 半推半就 也就答应了 王德泉千算万算也算不到 老婆不但在私下考学 提升个人气质和能力 并且黑化得这么狠 威逼利诱 借机生蛋 被他玩的是娴熟自如 自己这三年来 失去的那些国内客户 只怕都被是老婆挖走的 贴身司机是他的人 自己的商业秘密 还有什么保密可言 陈医生 我知道我对不起他 但他做的 未免也太狠了 瞧你帮我保住集团 王德泉很清楚 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 保住集团才是当务之急 控制住这些高管 搜查他们跟你老婆联系的证据 然后直接摊牌 文婷此言 王德泉半信半疑道 就这么简单 他做了这么多 未必会答应啊 他会的 陈宇说道 转移到兰芝集团的企业资金 放弃追讨 独自抗下 总经理向银行借的贷款 虽然此举会令集团损失一半的元气 但是却能让你老婆 感受到 你好像有了一丝丝的变化 暂时放弃对你集团的打压 陈宇补充道 其实 你老婆并没有完全对你绝望 王德泉长叹一口气 深信不疑的心妇们 全特么是吃里扒外的二五仔 王德泉忽然想起一句 忘记从哪里听到的话 除了自己 全是卧底 就这么办吧 王德泉决定就按陈宇的办法走 谈判摊牌 自酿的苦果自己吃 陈医生 事成之后 我王德泉必有重限 王德泉本想支付一百万当成谢礼 转念一想 觉得不妥 如果一切都如陈宇预料的那样准 一百万根本不够表达谢意 而想要获取陈宇的好感 就必须拿出足够重的谢礼 王德泉请张建设做见证人 这件事情一旦顺利解决 他愿用一个承诺充当谢礼 承诺日后 无论陈宇遇到什么麻烦 又或者有什么需要 王德泉都会鼎力相助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陈宇面带高深笑意 说道 这份承诺 我收下了 不过 你现在还不能走 我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王德泉不解道 集团破产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病 可还没有治好呢 陈宇微微一笑 只有治好了你的病 你老婆才有可能彻底原谅你 对对对 我要治病 想到自己那种病态上瘾 一般的古怪脾气 王德泉目光变得无比迫切 本张完 无论是大富大贵 还是之后的性格大变 皆因外物影响 至于是什么外物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陈宇双手交叉 好整以挟地看着王德泉 难道是那尊神像 王德泉脱口出道 陈宇点点头 说道 在你看来 是这尊神像让你从一个乡下穷小子变成了声名显赫的航程大人物 也是这尊神像让你拥有了别人几辈子 甚至几十辈子都未必能够拥有的财富 然有一切种种 皆非眼睛看到 脑中所想的那么简单 那尊所谓的神像 其实是一件危险品 危险品 王德泉冷了一下 片刻后 王德泉恍然大悟 陈宇口中的危险品 很可能指的是邪气 自从依靠着神像庇佑 发家致富 王德泉对于风水玄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世间除了有能够庇佑福禄兽的法器 护身符 还有好多邪门到极点的邪气 陈宇的本事 王德泉已经见识过了 他说 神像是危险品 不就是说 这玩意可能是邪气吗 陈医生 你是说这东西不干净 对吗 想是这么想 王德泉还要再确认一下 陈宇涵笑点头 一副如此可教的样子的 唉 王德泉长叹一口气 都说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经由陈宇旁敲侧击的指点 王德泉哪里还能不明白 难怪自己发财以后 性格也跟着发生180度的改变 还以为这是因为 自己成为了大人物 染上了大人物们的通病 孤傲 独断专行 不容他人质疑自己的权威性 万万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那尊神像 陈医生 这件东西既然不干净 为什么又能让我大富大贵呢 王德泉对于这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 得到雕像以后 他的财富跟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多 运气也是好到爆棚 也罢 我就和你仔细说说他 单靠点破 王德泉未必能够明白得清清楚楚 陈宇采取有所保留 改头换面的方式 讲出神像具体是个什么玩意 铜像雕有五人 民间称之为五险神 又称五通神 五通神虽有一个神字 却绝非神灵 而是五名妖鬼 古代民间愚富愚富甚多 见到某物险灵 便会将其当成神灵膜拜 殊不知 其中有真神 亦有假神 更会夹杂有大量的痴魅亡俩 妖鬼邪碎 五通神便是后者 以民间财神的形象 获取百姓信仰供奉 赐予百姓财富贵的同时 内中妖鬼悄无声息地 吞噬百姓身上的精气神 气韵 情感等一切 用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修为 唐代到清末 五通神一直被朝廷列为邪神 一旦发现民间供奉 立刻捣毁庙宇 销毁神像 抓捕供奉之人 时至今日 供奉五通邪神的地区 已经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不知道 世间还有这种协议之物 要说王德权的运气好不好 答案是好 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好 终其一生 就是个小康之人而已 随着他捡到五通邪神 身上财运被催发到了顶点 与之相对的 是王德权的五情开始衰败 亲情 友情 爱情 家国情 悲天闽人之情 五情衰败 人会变得极度冷漠 自傲自大 容不得他人奉劝 野心和自信心度膨胀 最终的结果就是 丧失一切作为人的基本 直到被五通邪神 西光一切 他们看来有价值的功德器语 福泽精气 半个小时后 王德权浑身大汗淋漓 就连张建设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陈宇说得相当委婉 半个跟鬼神玄学有关的字 都没有提 句句不提鬼神之说 句句又都有着这层意思 王德权自以为捡到的是 能够增强财运的灵宝 却不知 其实是一颗定时炸弹 还是那种既让人死 又让人在之前 众叛清理 丧失人性的特殊炸弹 陈医生 您快帮我开药治病吧 我一刻钟都等不了 你先莫及 病 肯定是能治好的 陈宇摆摆手 示意王德权 稍安勿躁 黄铜像失灵之前 你是不是又往家里 弄了不少的东西 对对对 我又买了大量的法器 王德权想都不想地开始讲述 武通邪神带给王德权的财运 尚未停止前 他的膨胀野心 已经感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 想到家里供了一尊神像 就能让自己成为百亿富豪 要是供奉十尊 一百尊呢 绝对可以问鼎全国 甚至世界首富 就这样 野心和贪欲双重怂恿下 王德权干了一件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拿出一笔巨款 买了一大堆所谓的法器 这也是为什么 陈宇说黄铜神像是危险品 王德权一下子想到了邪气 买得多 这方面的经验自然也就多了 简直是胡闹 陈宇严肃道 法器 护身符 亦或者是神像 通通都是封建迷信产物 最多能够起到一定的心理安慰作用 别人顶多买一两个 你可倒好 买了上百件 你又怎么知道 其中没有其他的危险品 王德权心里咯噔一下 莫非买的这些法器 也都有问题 回去以后 找一架直升飞机 将黄铜像丢入大海 说完 陈宇补充道 扔的远点 最好扔到大海中心位置 明白明白 我一会就安排人去办 王德权点头如灼米 那么剩下的那些 也都扔到海里 王德权是探道 大海又不是垃圾场 哪容你一次性扔这么多废品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可以交给我帮忙处理 也可以自行处理 那还是交给您处理吧 这样我也放心一点 王德权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陈大师 我这病 陈宇一本正经地说道 扔掉黄铜像 等于拔了你的病根 不过 你久病缠身 即便没了病根 身体也是虚弱到了极点 想要彻底康复 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可以用心理学当中的精神慰藉法 调养你的身体 什么是精神慰藉法 王德权盲问道 本章完 陈宇正色道 精神慰藉又叫精神安慰 通过做一些事情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继而获得身心双重满足 身心畅快 病也就好了 你可以通过捐款做慈善的方式 得到这种满足 帮助孤苦病残之人 改变贫困山区面貌 萧桥铺路 新建养老院 孤儿院 陈宇一字一句道 既能让受助之人感到温暖 也能让出钱之人 获得帮助他人的幸福感 多做好事 获得大量的幸福感 你还怕自己的心理疾病好不了吗 心理疾病好了 生活就可以重新走上正轨 被你伤害过的亲朋好友 生意伙伴 还有你老婆 记住王指MQA's Law 感受到你重新变得健康 都会慢慢原谅你 王德权听得仔仔细细 唯恐漏掉一个字 陈宇这是让自己做善事 积功德 高人就是高人 给出的办法 是那么的有见底 慈善这种事情 说出来自己都汗颜 发家到现在 王德权未曾捐出一分一毫 每当他有这样的想法 脑中就有一个声音告诉他 那些人穷 因为他们都是懒骨头 这种不求上进的人 没必要帮他们 现在想来 分明就是受到邪神印象 邪神不愿看到王德权 做出任何具有人性光芒的事情 推着他朝 无情无义 冷血残忍地不归路上走 陈医生 我冒昧问一句 捐多少钱 我的病才能彻底根治呢 王德权小心问道 做好事 讲心不讲经 你自己看着办吧 啊 王德权一下子张大了嘴巴 自己看着办 他怎么知道 该捐多少 捐一分钱是捐 捐一百亿也是捐 王总 做慈善 当然要多多一善 张建设到是个妙人 建议王德权 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每年以他的名义 捐出一部分集团收益 好 就这么办 王德权重重点了下头 虽然每年捐出的慈善资金 可能要高达数亿 或是十几亿 但只要自己身体没事 老婆 亲人 朋友能原谅自己 这笔钱 值了 陈医生 我先回去了 那些东西 我会很快安排人给你送来 王德权这边 要马上办的事情太多了 抓住背叛自己的二五仔 丢掉武通邪神雕像 去和自己老婆摊牌 去吧 陈宇目送王德权离开 随后 陈宇又看向陷入沉思的张建设 张校长有话不妨直说 文言 张建设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陈医生 我想买点您这里的治病工具 您看我应该买什么 自从认识陈宇 张建设固有的世界关碎了一地 转而开始相信世界上 的确有鬼有神 特别是听到 王德权遇到的那些事情 张建设打算买一件 陈宇这里的法器用来傍身 防患于未然 永远都不会有错 你最近身体还不错 暂时不需要我替你选药 你自己看吧 觉得什么顺眼 你就买什么 陈宇微笑道 懂了 张建设瞄懂陈宇的意思 最近没病 说明最近不会遇到 奇奇怪怪的倒霉事 既然如此 那就自己看看吧 走到货架前面 张建设先是看了看心理药物 又将视线放到了 心理治疗器械上 大部分商品标价都是十万 只有少部分 价格高出这个数 陈医生 这件东西有什么效果 不多时 张建设手里拿着一个 喜洋洋面具 陈宇抬头看了一眼 介绍到 喜洋洋性格机智坚定 有勇有谋 戴上他 通过心理暗示 自己是喜洋洋 能够提高智商 适合科研人员使用 张建设惊讶地 看着手里的喜洋洋面具 法器还能提高智商 要不要这么逆天 看着看着 张建设的眼角余光 又撇到一件 标价四十万的东西上面 奥特曼 喜洋洋面具 售价三十万 奥特曼标价四十万 显然都不是一般的东西 陈医生 这个呢 这个可了不得了 陈医说道 奥特曼代表着光 你相信光吗 啊 张建设被问住了 好端端 自己干嘛要相信光 你还是拿喜洋洋面具吧 陈医制造的这些东西 每一件都被他施加了灵气 并且赋予了独有的特性 效果牛叉的同时 又不是所有人都能买的 万事都要讲一个原子 张建设不相信光 代表他和奥特曼无缘 反倒是喜洋洋面具 非常适合他 用得好 张建设的事业 将会迎来第二春 张建设听从了陈医的建议 花三十万 买下喜洋洋面具 你先别急着走 陈医教主告辞 准备离开的张建设 使用说明书 我给你口说一下 这玩意 还有使用说明书 张建设心里 直呼好家伙 搞得跟真的一样 第一点注意事项 不能让污秽之物沾染他 第二点注意事项 首次佩戴前 你需要放一点血 用写在面具的后面 写上你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具体到几点几分 第三点注意事项 妥善保管 万不可借给他人 说到第三点注意事项 陈医语气变得非常的严肃 张建设连忙保证 就算儿子要 他也不给 这就没问题了 陈医问道 你还有问题吗 有 张建设苦笑道 陈医生 你说的第一点和第三点 我大概明白 可是这第二点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啥要用鲜血 写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呢 防盗 啥 防盗 张建设猛了 陈医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说道 你买面具花了三十万 对吧 对 属于贵重物品吧 属于 贵重物品增加一些防丢防盗措施 很合理吧 陈医摊开双手 张建设摇摇摇头 陈医说的好有道理 可为啥要用鲜血呢 算了算了 放血就放血吧 万一把陈医问不高兴 不卖给自己就麻烦了 张建设拿着喜洋洋面具 喜气洋洋的离开了心理咨询室 时间过了一个小时 一台黑色商务车开到了店门口 本章完 车里下来四名保安 几人先后将十来的大皮箱 搬到了店内 这些人走后 陈医迫不及待地打开这些皮箱 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法器 甚至连外国的都有 哈哈 机缘来了 陈医走到一只皮箱前站住脚步 随即 陈医从里面拿出一尊 巴掌大小的青铜小鼎 十几只皮箱 上百件法器 通通都是赝品 唯独这尊小鼎不一般 小鼎周身 写有密密麻麻的名文 内部更为别有洞天 通过天机册推演 这尊小鼎买是真正的灵物 何为灵物 本身具备灵器 即为灵物 至于周身的名文 其实是无数振法总纲 某位上古修炼者 将此物当作镇顶使用 而此物锻造所用材料 与大鱼九鼎来源相同 这便是陈医等待许久的机缘 人等机缘 机缘同样也会等人 陈医微微一笑 此物与自己有缘 刚才诊疗时 受限于某些不可修炼的天机 陈医并未把话说全 武通邪神像之所以停止 给予王德权财运 权因这尊镇顶干扰 灵器克制了武通邪神的邪气 也是因为此物 才让王德权多少恢复一些人性 能够来见自己 获得后面解脱 花了一段时间 陈医书记镇顶上面的文字内容 拿出手机开始下单 镇顶上面的镇法内容博大精深 杀镇 护镇 命镇 弥镇 幻镇 零零总总不胜列举 突破驻基7在即 陈医需要一个 能够无限增加成功几率的法镇 周天聚灵镇 布置此镇的主要材料 都可以在网上买到 唯独几样核心材料 陈医必须亲自去找 至于怎么找 自然是占卜演算 处理掉这些皮箱 陈医开始演算所需之物的位置 确认无误 分别打电话给张建设 王德权 这两人一个是大学校长 一个是十大富豪 人脉强大 又是自己的粉丝迷地 最适合跑腿办事 先后得到两人的保证 陈医彻底放心了 坐到椅子上 悠哉悠哉地想着 过几天突破的事情 突破铸鸡漆 放在灵气充盈的年代 相遇于石头丢进大海 几乎积不起浪花 但是 此一时比一时 如今灵气稀薄 别说铸鸡漆 全世界几十亿人 炼气漆修炼者 能不能凑出一百个 恐怕都要写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在刚刚 陈医获得了海量的功德器运 这些功德器运 通通来自王德权 指点王德权 扔掉五通鞋神像 教他通过扇形 修复受损精气神 属于是救人出苦海 帮人积善德 陈医又变向帮王德权 挽回丢失的各种人性 同样也是功德 这么多功德加在一起 体内灵气 已经足够冲击住机器 几日后 王德贵和张建设 分别将陈医需要的材料送来 使用这些核心材料 充当镇胆 镇眼 镇门 周天聚灵镇大功告成 看上去大废周章 其实完成后的法镇 长宽不过两米而已 盘西坐在镇胆位置 陈与气走周天 放空心神 灵气汇聚于玄关神府 人花 地花 天花 三花聚顶 接着便是武器朝元 功德气运化作的灵气 被周天聚灵镇 牢牢禁锢于法镇之内 轰隆隆 另一边 航程出现一处奇景 何方街区域上空 短时间汇聚了大量的雷云 其他地区 则是一片万里无云的景象 云中传出阵阵闷响 仿佛即将有暴雨倾盆 来来往往的游客 纷纷加快脚步 无人注意到 这些雷云真正代表着什么 咔嚓 说时迟那时快 空中雷电闪烁 炸雷之声不绝于耳 紫电惊雷 航程远郊青龙山顶部 一名站在大树顶部的男子 表情惊诧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一幕 按照故老相传 天地间 一旦出现紫电惊雷 代表有大能处事 何方街上 无数游客纷纷仰头 看着天空中的奇景 好似紫色的雷电在空中不停闪烁 犹如一条条长龙盘旋交错 偏偏 一点雨水都没有滴下来 不少人拿出手机 拍摄头顶这一幕 何方街出现大量紫色雷电的视频 如风一般传遍了互联网 妈爷 倒有杜杰 老夫杜杰而已 而等小辈何必惊慌 雷公助我 批死老子的情敌 什么杜杰 分明是索尔来航程旅游 会不是某个渣男发了无数毒誓 遭到报应了 楼上角度好清奇 杜杰那位老前辈 V我50 亮一亮实力呗 各式各样的评论留言 直接将这条视频 推上了热搜头条 随后 就有专家出来建议 建议网友们 不要造谣 切勿将自然现象 和封建迷信 混为一谈 不提外面众说纷纭 陈宇一天以后 方才睁开眼睛 这次突破 称得上是一路躺赢 周天聚灵阵 牢牢锁住灵气 一丝灵气都没有外显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陈宇不由得有些恍惚 不久之前 这还是一双 打工人勤劳的小手 现如今 这双手变成了 翻云覆雨之手 字面意义上的翻云覆雨 都已经足够低调了 没想到 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准备出门透透气的陈宇 刚把门打开 马上被眼前的一幕 吓了一跳 原本就人流如知的何方街 今日仿佛过年赶庙会 街上全都是人 90%都拿着手机 不用猜也知道 不是主播 就是过来猎奇的网友 溜了溜了 陈宇马上关门 这时候出去 非得被人急死不可 貌似已经好几天 没去找患者们玩耍了 想了想 陈宇回到办公桌后 打开电脑开始直播 习大普奔 失踪直播回归 肯定是老天爷知道 我今天过生日 送我的生日礼物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主播 咱们18年没见了 陈医生这是刚想起来 自己的账号和密码吗 陈宇的直播刚刚开始 直播间人数立刻变成15万 不是瞬间涌入 而是每天都有十万家水友 在直播间蹲守 与之相对应 其他主播直播间 人数尿崩斯的下滑 本章完 根据陈宇几次开播的 时间段推算 大部分主播 都知道陈宇喜欢上午 或者中午开直播 这个时间段开播的主播 纷纷改变开播时间 就是为了避开被陈宇 一旦和陈宇的直播撞车 人气起码要被吸走一半以上 世上不缺投铁之人 今日中午 一个大主播开播打游戏 刚把人气聚集起来 上百万观看水友 跟桃荒似的离开直播间 患者们中午好 陈宇挥手向水友们问好 解释这两天忙于现实工作 因此才没有开播 心里感叹 一分钱一分货 五千多块的人提供血液 的确是舒服 长时间正经危坐 老妖也不会再酸痛了 你撒谎 一条特效弹幕传说而过 你这几天不是忙工作 而是干了一件 令你脱胎换骨的大事 陈宇心头一动 难道自己暴露了 陈医生干了什么大事 我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难道主播这两天 其实是去相亲吗 陈医生 说好了一辈子单身 你却气我们不顾 以后还能好好玩耍吗 以为有人又要曝光尘语 水友们顿时乐了 很快 那条弹幕的主人 发来新的弹幕 陈医生去整容了 一瞬间 几十万双眼睛 紧紧盯着屏幕 还别说 陈医生的却变得 比之前更帅了 你们瞧呀 他的皮肤白皙得不像话 眼睛 整得一定是眼睛 太深邃 太好看了 不 是鼻子 没想到陈医生 也不能免俗 走上了整形这条不归路 求推荐医院 我也想整鼻子 求推荐加一 从业十五年整形师发言 陈医生绝对不是在国内整形 他的脸盘 可以说到了完美五官的程度 这技术国内达不到 国外也只有那些 顶级整容医院能办到 费用起码要百万以上 有没有一种可能 陈医生开了美颜 看着水友们脑洞大开的弹幕 陈医暗暗松了口气 还以为被人看出端倪 原来是这样 不过也没错 陈医的确是脱胎换骨 到了住基期 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修仙 五官身材 皮肤气质 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进一步的话 排除体内余毒 一经伐水 可令身体变得更加精纯 大家都别玩笑了 还是老规矩 一天三次 一会我发红包 陈医拿起鼠标 操控键盘输入一个数字 几分钟后 红包前三包新鲜出炉 陈医说道 有请第一位患者 一名叫做 我要上岸的水友 出现在屏幕上 第一名水友 大约二十四五岁 戴着黑矿眼镜 给人一副文质彬彬的感觉 陈医生你好 我真是太高兴 能够连到你的脉 是我今年碰到的第三件大喜事 我要上岸喜不自禁 不停地向陈医问好 为啥看到这个网名 我心里会出现淡淡的哀伤呢 不把头发干脱 你也配上岸 三年又三年 老子都快淹死了 掐指一算 这哥们是来问啥时候上岸的 陈医看了眼水友们的弹幕 又看了看我要上岸的硬堂 嘴角扶起一抹微笑 这位患者你好 请说出你的病情吧 陈医说道 陈医生 我做了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 怎么才能让他原谅我 我要上岸 脸上笑容逐渐消失 陈医微笑道 你很爱你老婆 当然了 我爱她 胜过爱我自己 我要上岸不等陈医再说 竹筒捣豆子一样 讲起她和老婆的故事 两人通过婚介公司认识 大约交往了五六次 然后就发生了关系 没多久 女方查出怀孕 要求我要上岸负责 没多久 两人就结婚了 我老婆不但不要彩礼 并且知道我忙着读书 每次运检都是她自己去 并且对我还十分的理解 家务活 还有做饭 她全都包了 这样的好女人 能不值得我爱吗 我要上岸说道 此话一出 直播间出现了第一波小高潮 尼马 还有天理马 怎么好老婆都是别人家的 我家媳妇就跟地主婆似的 天天只会我干着干的 我更惨 看到我在家闲着 就让我多出去走走 我一旦出去玩 又骂我天天不着家 已婚妇男的血泪屎啊 这年头不要彩礼的老婆 简直比大熊猫还要少 你们就不好奇 她做了什么对不起老婆的事情吗 水友们猛地想起 我要上岸来直播间 是请陈宇帮她出主意 获取老婆的原谅 这说明我要上岸干了很伤老婆心的事情 她自己根本哄不好 看到水友询问自己做过什么惹老婆不高兴的事情 我要上岸面色羞愧无比 像是犯了错的小学生一样 僵头低下 这位患者 你既然选择来找我排油解难 就不要再有心理压力 陈宇宇带安慰道 医生的使命是治疗患者的病情 不论你做过什么 我都不会嘲笑你的 谢谢陈医生 我要上岸慢慢鼓起勇气 说道 我出轨了 好家伙 原来是个渣男 我是万万没想到 你还有脸来找陈医生帮你 出轨不可饶恕 出轨的婚姻一律死刑 没有挽回机会 陈医生 你可不能助纣为虐 日常恐婚 坚定单身信念 一辈子不动摇 背叛婚姻的人 不配获得原谅 我要上岸这句出轨 有如捅了马蜂窝 绝大多数的弹幕都在喷她 剩余弹幕都是求陈医 千万不要帮她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帮了她 就是害了另一个人 不是的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要上岸表情激动地辩驳道 我从没想过背叛我老婆 我说的出轨 完全就是个意外 都安静一下 陈医用手指被敲了敲桌子 表情严肃无比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水友们 全都瞧出陈医不高兴了 顿时间 直播间弹幕少了九成 陈医说道 你继续吧 花了一两分钟 我要上岸整理好情绪 讲起堪比斗鹅渊的出轨经历 本章完 不久之前 我老婆要出差一天 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她的闺蜜玲玲被男朋友甩了 正一个人在家酗酒 拜托我过去帮忙劝劝 怕玲玲喝多了 干出傻事 我当时也没有多想 马上打车前往玲玲家 越往下说 我要上岸的语调越苦涩 按照老婆给的房门密码 我要上岸进入了玲玲家中 刚一进去 她就闻到刺鼻的酒精气味 玲玲趴在沙发上 一副烂醉如泥的模样 她一边打开窗户通风 一边清理玲玲身上的呕吐物 缺了大概两个小时 我看玲玲情绪差不多稳定 就想着送她回房间休息 然后我也回家休息 没想到 玲玲飞逼着 我陪她喝完最后两瓶啤酒 记住网址MQX2 不喝完 她就不睡觉 架不住玲玲的纠缠 我像真心地喝了两口 然后 说到这 我要上岸表情愧疚的江头低下 嘴里的话也停住了 这剧情也太老套了 酒后乱性 所有的酒后乱性 都是蓄谋已久 没有酒后乱性 有的只是酒壮耸人胆 用这理由的人太多了 渣男就是渣男 不接受解释 但凡喝过酒的人都知道 烂醉如泥的情况下 根本干不出那事 酒品即人品 即便我要上岸中途停下不讲 谁有闷也不难脑补出 后面发生了什么 陈宇安慰道 你既然选择来我这里寻医问诊 就代表你相信我的医术 面对医生 不需要遮遮掩掩 只有讲出心理积压的事情 才能得到全面治疗 文言 我要上岸咬了咬嘴唇 陈医生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真的不是那种成人之危的小人 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两口酒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占有灵灵 感受到陈宇话中的鼓励 我要上岸一口气说完后面的事情 两口酒下肚 我要上岸彻底丧失了本性 不知过了多久 我要上岸被凉水泼醒 看到抖成一团 满脸泪痕的凌凌 以及站在床边 脸色极度痛苦的老婆 我老婆不放心凌凌 乘坐半夜的火车赶回当地 到了凌凌家 撞见我的丑态 之后什么也没说 摔门离开了她家 我要上岸脸上 留下悔恨的泪水 从那天开始 老婆再也没有回家过 并且拉黑了她的各种联系方式 昨天晚间 我要上岸收到一封快递 打开一看 竟是法院发来的传票 老婆要起诉离婚 陈医生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可是我真的不想和老婆离婚 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只要不失去老婆 我要上岸 情绪逐渐变得躁动 一连打赏了五个嘉年华 表达求助诚意 做了对不起老婆的事情 还有脸让老婆回心转意 下头难真恶心 不论什么原因 出轨就是出轨 永远不能原谅 她要是我老公 老娘一定废了她 我要上岸送出去的五个嘉年华 彻底点燃了水友们的怒火 老婆信任她 才让她帮忙 安慰受了情伤的闺蜜 万万想不到 她竟然会干出 这种情受不如的事情 这种下头难 还有脸求原谅 不少已婚女水友 肺都要气炸了 男性水友同样气得不轻 这是什么世道 凭什么渣男 斯文败类 往往能够找到 温柔贤惠的老婆 他们这群老实人 不是当节盘侠 就是被发好人卡 你的病情我已经清楚了 你患有轻度妄想症 主要表现疑神疑鬼 对身边女性抱着 极大的不信任态度 陈宇这话一出口 我要上岸直接傻了 陈宇不会是说错了吧 明明是老婆不信任她 她怎么会不信任身边女性呢 水友们则是齐刷刷的来了精神 经常看陈宇直播的水友 逐渐总结出两条规律 一旦陈宇下达完病情诊断 接下来就要到抛瓜时刻 俗称 整活 陈医生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 要不是走投无路 我也不会来找您帮助 当众自爆丑事 代表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要上岸擦了擦眼泪 从收到法院传票那一刻开始 我要上岸就知道 老婆心伤透了 不然 也不会直接去法院起诉 思来想去 我要上岸想起最近网上 大名鼎鼎的神医陈宇 据网上那些帖子分析 陈宇名为心理医生 其实是一位算命大师 只要他肯帮忙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这位患者你误会了 我给你下的诊断 是根据你的病情得出的结果 话里没有丝毫的嘲讽意思 陈宇表情认真地说道 还有 你无需为出轨的事情烦心 你酒后乱性 是因为酒里被人下药 我要上岸文言大吃一惊 您的意思是 我喝的那瓶酒有问题 陈宇点点头 酒里被人下了一种 药性很强的情药 别说喝 就算闻一闻气味 都会让你变得心圆一马 春心荡漾 直播间不停滚动的弹幕 出现了短时间停滞 被水友们当成人渣的 我要上岸 毕竟是受害者 这种反转 不可谓不打脸 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 果然是至理名言 玲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这男人长得普普通通 穿得也不像有钱人 还能为什么 看不得别人好呗 我严重怀疑 玲玲失恋最久 根本就是一个局 我要上岸的老婆 半夜回来看她 估计玲玲也已经预料到了 水友们纷纷化为小侦探 抽丝剥茧地分析着玲玲的目的 我要上岸悲愤欲绝道 我老婆是个孤儿 自从认识玲 玲玲玲就将她当成亲妹妹看待 每次我家吃饭 都会叫上玲玲 买各种东西 也会留给她一份 她为什么要通过给我下药 伤害将她当成亲妹妹的朋友呢 陈宇淡淡道 你搞错了两个问题 第一 给你下药的不是玲玲 第二 玲玲和你老婆不是情同姐妹 本身就是亲姐妹 本章完 我要上岸的脑子 快要炸开了 老婆明明过 怎么会和玲玲是亲姐妹 还有 不是玲玲给自己下药 又会是谁 谁有同样满头问号 直播刚开始 就抛出这么大的瓜 大家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难不成是她老婆下的药 很有可能 新来的水 水友们和我要上岸目瞪口呆 这套路 简直深到离了大谱 水友们打破脑袋也想不到 除了我要上岸 她身边每人 都藏了一个百个心眼 老婆不是老婆 是女骗子 玲玲不是她老婆的闺蜜 其实是亲妹妹兼同伙 就连我要上岸的亲爸 都没告诉她 这套房子 未来会是地铁站70点 我家这套破房子 真的会被改建成地铁站吗 我要上岸 感觉脑子晕乎乎 万没想到 被她嫌弃到了极点的破房子 有朝一日 会变成金疙瘩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若是不幸 可以打电话问你父亲 又或者再等等 过不了多久 有关部门将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地铁修建事宜 陈宇明确告知 我要上岸 不久 他就将变成千万富豪 不过有的必有失 你父亲会因为非法获知秘密消息 遭到逮捕 劲晚节不保 万事皆有缘法 我要上岸 之所以被女骗子盯上 看上去 是因为他父亲多嘴说了一句话 引起了骗子们的怀疑 根本原因在于 我要上岸命中并无大财运 一旦获取承受不住的巨额财运 结果就是 其他方面受到损失 陈医生 我不想我父亲坐牢 您帮我出个主意救救他吧 我要上岸哀求道 文婷此言 陈宇明戴笑容道 想让你父亲不坐牢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要上岸激动道 以原始购买价 将这套房子交给有关部门 如此一来 有关部门会最大限度地 对你父亲从轻发落 并且还能治好你的病 陈宇看着一眼 我要上岸 现在还觉得自己 没有妄想症吗 见陈宇再次提及妄想症 我要上岸哭丧着脸 摇了摇头 自从知道身边人都藏着心眼 我要上岸 感觉信任太廉价了 父亲瞒着房子的事情不说 可能是担心自己没办法保密 这点情有可原 自己掏心掏肝信任的老婆 竟然是个女骗子 口中最好的闺蜜玲玲 同样是个骗子 坚信自己没有妄想症的 我要上岸 莫名生出了越漂亮的女人 越不能信的心思 如果你选择不上交名下 三百平的房子 会得到起码两千万的补偿款 有了钱以后 你的妄想症会越来越严重 凡是靠近你 甚至于和你说话的女人 你都会怀疑 她们另有所图 一辈子活在妄想猜测当中 空有大量财物 却不敢相信任何人 讲到这里 陈瑜转而讲起 没有房子 我要上岸 又是怎样一番境遇 其实 你一直考工失败 并非是能力不行 究其原因 太紧张了 每次到了面试环节 不是磕磕巴巴 就是前言不搭后语 你害怕说出去丢人 故此每次都用成绩差了几分 为自己开脱 随着你主动上 交不当得力的房子 成为媒体报道的优秀典型 下一次考工面试 你还会磕磕巴巴 不过 你的高风亮节 却能为你加分不少 勉强过了面试 陈瑜这边说着 我要上岸 上交房子后的敬语 直播间的水友 已经按捺不住 自己的小手了 陈医生牛批 真就是没你解决不了的事情 虽然没了几千万 可父亲不用坐牢 自己也能上岸 还是挺值得的 我毕业就上岸 学校和单位无缝连接 人生一点意思都没有 金线凡尔赛大师 你们就没人关心 我要上岸那个骗子老婆吗 差点把他得忘了 陈医生 两个女骗子 和那家中介公司会有什么下场 水友们纷纷回过神 只顾着砍大山聊上岸 差点忘了骗子的事情 陈瑜说道 要说这些骗子 下场倒是挺有意思 假设这位患者没有来找我 最终结果是 他们的离婚案 进入法院裁定缓解 女骗子拿出视频充当证据 证明她老公婚内出轨 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女骗子如愿得到房子 然后陈瑜说道 就轮到你父亲出手了 我父亲 我要上岸冷了一下 说道 他做了什么 你父亲建给你准备的金山银山 被你老婆分走 便去找他商量买回房子 女骗子和你父亲 都是人精中的人精 通过一番对话 他看出了女骗子的身份 也猜到一些原委 为了不让女骗子得逞 你父亲选择打电话报警 请警方来查女骗子的身份 明证局看不出证件真假 警方却可以 以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 将女骗子一伙人送进了监狱 至于房子 由于归属女骗子名下 直接被罚没 陈宇顿了顿 拿起水杯润了润喉咙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大爷威武 怎么看 都是主动上交房子 更划算 这还用看 根本就是 陈医生 我要上岸 已经知道女骗子的身份 那个骗子又会怎么样 看到这条询问弹幕 陈宇嘴角露出古怪笑容 直播间里的两位水友 已经开车去了警局 水友们马上明白了陈宇的意思 哈哈 陈医生的直播间 勇运不缺少乐子 没想到两位前夫哥 也是陈医生的粉丝 这回女骗子惨了 今天这场直播结束 估计婚介公司 也要卷包跑路 活该 数他们最坏了 那对姐妹骗子出来骗人 可能也是有苦衷 远方传来风笛 莫是先杀圣母 我要上岸表情真诚道 陈医生 你不但治好了我的病 更为我指点了前途 谢谢你 说吧 我要上岸通过打赏系统 支付完费用 选择下麦去做父亲的工作 陈医生 你好 很高兴得到你的连麦机会 我要上岸前脚下麦 后脚便有人无缝连到 陈医的直播间 看到这个人 陈医微微皱了下眉头 与陈医连麦的水友 网名叫阿空花氏 绑架阿猫阿狗 好像是刚起床 身上穿着睡衣 本章完 是他是他就是他 爱心主播小昆昆 哇塞 这位小哥哥好帅啊 楼上妹子小心 这人是个绑匪头子 没错 本人更是资深绑匪 不会吧 绑匪怎么敢找陈医生看病 就不怕曝光就着 哈哈 活抓老实人一美 不认识小昆昆的水友们 千万别误会 绑匪是我们老粉对他的戏称 他其实是一家 爱心宠物医院的负责人 经常说绑架代替购买 因此 我们称他是绑匪头子 他 在热心水友的介绍下 阿昆花氏 绑架阿猫阿狗的现实身份被曝光 不少喜欢猫狗的女水友 纷纷点击阿昆头像上的关注 由于长着一张娃娃脸 关注阿昆的粉丝 都叫他小昆昆 记住网址mqxtlaw 最开始 阿昆走的萌宠主播风格 每天定期 直播家中的宠物猫狗 大概两年前 阿昆开始做起了猫狗救助 每天风雨无阻的救助 收养流浪猫狗 随着收养的流浪猫狗 越来越多 阿昆变卖房子 开了一家集收养 治疗 送养与一体的爱心宠物医院 开眼了开眼了 总算见到男圣母 有钱不孝敬父母 反而花在一群动物身上 真是带孝子 卖房子救助一群畜生 这人是不是有大病 你们几个才有病呢 小昆昆救助流浪动物 又没花你们家的钱 一群阴阳怪 自己没爱心 就说人家是圣母 祝愿你们下辈子投胎成动物 小昆昆别理他们 最近你的宠物医院 收益达到平衡了吗 怎么可能平衡 自从知道小昆昆的医院收养宠物 不知道多少无良主人 将他们的宠物宝宝 遗弃到医院门口 大批支持喜爱阿坤的水友 像是巨浪一样 将黑粉和键盘侠 吞噬得干干净净 没有了黑粉和键盘侠干扰 水友们又开始问起 爱心宠物医院的经营情况 家人们 请大家都不要吵了 不要因为我的事情 将直播间弄得乌烟瘴气 阿坤的娃娃脸上 出现了丝丝苦涩 再三劝说大家 不要吵架喷人 他和陈宇连迈 是为了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情 水友们继续吵闹下去 你一定要坚持住 以后谁质疑你 你就让出钱救助流浪猫狗 光动嘴不出钱 还不如狗呢 这帮小黑子 不去指责那些 抛弃宠物的无良主人 反而讥讽救助人 真希望他们能够原地爆炸 骂人肯定是收了黑钱 估计是小昆昆他们当地 其他宠物医院老板指使的 绝对是同行干的 恨你低价给毛孩子治病 影响他们挣大钱 动宝本就是一件 不被很多人理解的事情 只能说冷暖自知 看着屏幕上大量的鼓励弹幕 阿坤不停地向大家道谢 陈医生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陈宇点点头 说道 先说说你的病情吧 陈医生 我先向你说句抱歉 我和你连麦不是为了治病 是想借你的直播间问问大家 有没有人想要收养小动物 阿坤先向陈宇 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接着直奔主题 宠物医院收养的流浪猫狗 越来越多 已经到了满复核状态 为了能持续不断地救助流浪猫狗 阿坤急需爱心人士收养眼下这一批流浪猫狗 而他直播间的粉丝 大部分家里养有宠物 无奈之下 阿坤想到借是宣传 刚才看到有一间直播间 观看人数短时间内突破百万 虽然没有关注过陈宇 可是 为了宣传羚羊宠物 他还是进来了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成为连麦之人 陈医生 请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好吗 一会我就把你的直播间 放入关注列表 保证经常来看你的直播 求求你了 给我几分钟的宣传时间 可以吗 阿坤双手合十 不停向陈宇发出恳求 陈宇表情变得有些微妙 抬手做了一个随意的手势 阿坤到了生线 拿出大量需要收养的流浪猫狗照片 照片上的流浪猫狗 非常的可爱 吸引出大量关于他们的弹幕 有些人求之不得 有些人弃如碧履 阿坤 我能收养一只小猫吗 猫猫狗狗 是造物主送给人类的最好朋友 我如果是个大富豪 绝对要全部领养 这些小可爱真的太治愈了 不养宠物的人永远不会知道 毛孩子多么渴望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家 杀我能不用宠物刀吗 每一只都好可爱 都想领养怎么办 照片中的宠物大约有五十多只 而发送弹幕想要领养的水友 超过了数百人 不少水友看中同一只宠物 为此争夺不停 不知谁带头 竟然要出价购买 收养宠物是爱心行为 不涉及金钱利益 请大家量力而行 照顾宠物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既然选择领养 就要做好照顾他一辈子的打算 还要给宠物定期驱虫 洗澡 注射疫苗 绝育等等 暂时不具备条件的爱心人士 如果轻率收养宠物 可能会对自己和宠物造成双向影响 大概讲述完一些注意事项 阿坤又告诉真正有能力 收养宠物的爱心人士 收养宠物只需要签订一份领养合同 留下家庭地址 联系方式 阿坤会定期已进行电话回访 或者直接加访 确定这些宠物 是不是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如果众人考虑好了 可以来阿坤的直播间 他会把大家拉进一个收养群 详细说明更多的领养注意事项 确认无误签署电子合同 陈医生 我说完了 谢谢你的宽容和爱心 我先回去了 阿坤说着就要下麦 陈宇淡淡道 下麦前 你不妨先拉开右手的睡衣袖子 右手的睡衣袖子 阿坤冷了一下 用左手将右手的袖手 撸到胳膊上方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阿坤吓得一大跳 右手小臂中间出现了一块黑色斑痕 斑痕黑的肾人 比之浓墨还要黑 本招完 我勒个去 这是什么病 斑痕怎么这么大 会不会是胎记 眼睛没用 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自己身上有没有胎记 小坤坤会不知道 谁友们本以为这场连麦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乃曾想小坤坤下麦的前一秒 被陈宇点出 胳膊上有问题 看样子 斑痕是突然出现 不然 小坤坤怎么会这么惊慌 陈医生 你这么知道 我胳膊上有斑痕 惊讶之余 阿坤又想起一个问题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胳膊上出现这种东西 陈宇是怎么看不出来 他不会不知道 陈医生是干什么的吧 要真是这样 这可有乐子桥了 我记得陈医生火爆全网的这段时间 阿坤好像下乡救助动物了 难怪不知道陈医生的本事 看到谁友发着各种 关于陈宇本事的弹幕 阿坤再次目瞪口呆 他们确定说的是陈宇 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 直播连卖歹徒破了陈年旧案 房地产大佬自杀 是被陈宇所死的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胳膊上莫名其妙出现斑痕 已经够让阿坤诧异 水友们成百上千的解释弹幕 弄得阿坤感觉自己进了疯人院 这位患者 你身上的情况很复杂 若是不能得到及时治疗 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陈宇看着屏幕对面的阿坤 须须说道 当然 你可以选择留在我的直播间 接受治疗 也可以直接下脉 这是你们患者的权利 我身为医生 无权干涉 阿坤文言半信半疑道 陈医生 你不是心理医生吗 还能看皮肤病 陈宇但笑道 你胳膊的斑痕 并不是皮肤病 仔细想想 身边最近都出现了 场里无法解释的事情 场里无法解释的事情 阿坤喃喃自语 品着陈宇话里的意思 陈宇双手交叉 身体微微前倾 想到了吗 想到了 我身边的确出现一些 不合常理的事情 阿坤皱了皱眉头 你快告诉陈医生 他一定能帮你的 没错 陈医生本领大大的 接受过他帮助的人 最后都能转为为安 千万别瞒着陈医生 不然你会吃大亏的 陈医生 今天不看心理疾病 得看生理疾病 无数弹幕 都在夸赞陈宇医术厉害 由于陈宇言竟在直播间 提及各种神鬼之说 水友们只能用医术了德 形容陈宇的本事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的精神状态变得很差 产生了幻视幻听 架不住水友们的劝说 阿坤开始讲起最近 发生在身边的怪事 大约从半个月前开始 阿坤总能午夜 看到有黑色影子飘过 时不时 耳旁还能听到 如同孩子一样的笑声 认为自己忙于工作 将身体累出病 阿坤前几天去下乡救助猫狗 也是为了换个环境 放松一下心神 他是昨天半夜回来的 换睡衣之前 手上还没有这种斑痕 听完阿坤的病情自述 陈宇又看了看他的手腕 嘴角微微上翘 难道他碰到了脏东西 我好像知道 瘀痕是怎么来的了 求科普 你们用度娘查一查 哥尔恰亲 天呐 哥尔恰亲和小坤坤的情况好像 不会吧不会吧 世上真有那种东西 观看陈宇直播这么久 水友们第一个憋得这么难受 担心被陈宇拉黑 看不到后面的精彩直播 谁又不敢打鬼字 不是用拼音代替 就是用脏东西替代表达意思 鬼掐亲指的是 鬼魂晚上接近活人 用鬼手在人身上掐捏 人感觉不到任何疼痛 第二天起床 身上被捏掐的地方 会出现了大量瘀痕 看到水友们想说 又不敢说的一幕 陈宇心头玩耳一笑 治疗之前 我再次说明一件事情 世界上没有鬼 所谓的鬼 其实是一种科学现象 水友们听得兴致勃勃 越来越喜欢陈宇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生物身上自带有一种磁场 生物死亡以后 这场磁场将会变成另一股游离电波 游离电波能够瞬间聚散 遇到其他磁场影响 能量体将会发生变化 地球充满各种磁场 因此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见鬼事件 活人看到的鬼 其实是一种能量体 陈宇面部改色心跳 用科学角度解释鬼魂存在 阿坤听得一愣一愣 感觉半句都没听懂 实时就是力量这话成不起我 明知主播胡说八道 我竟然无法反驳 陈医生 鬼这东西是否属于进化论范畴 需不要遵循宇宙物理法则 引力 温度 空间 时间对它们有影响吗 经历过一些事情 就不能不信了 哥们 说出你的故事 科学只能证明有什么 不能证明没有什么 综上所述 世界上还是有鬼的 道理我都懂 该怕还要怕 陈宇开播 严禁水友提及 任何跟封建迷信 神神鬼鬼有关的事情 他自己主动说了 水友们像是被解除封印一般 想尽办法各种整活 后续进来的水友 一个个满脸猛逼 怀疑自己是不是进错了直播间 屏幕上充斥着各种 看起来高大上的哲学理论 物理名词 甚至 还有大量的英文弹幕 不但新来的水友 被整得不会不会 就连阿坤 也是一副 我读书少 你们欺负我的夸张表情 陈医生 咱们能不能先看病 一会再聊别的 阿坤苦笑道 心里根本不相信 这世界上有鬼 长期主播的阿坤 深知一点 轻易相信水友的话 那你就输了 小坤坤 陈医生已经给你诊断了 陈医生从来不谈鬼神之说 今天破例讲了什么是鬼 你还不明白吗 摊牌了 阿坤你撞鬼了 阿坤不懂陈宇的风格 老谁有各个门亲 主动解释 什么是鬼 陈宇言外之意 已经很清楚 看到这几条弹幕 阿坤嗤之以鼻 难怪陈宇的直播间这么火 真的舍得下血本 请这么多拖帮忙热场 陈宇说道 你的瘀青 的确是和这类能量体有关 需要治疗吗 本章完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什么鬼 明明是能量体 小坤坤又没干过坏事 恶鬼干嘛要欺负他呢 谁告诉你 没干过坏事 就不会撞鬼 我四九老爷邻居的 三大爷的小孙子才五岁 听过前不久也撞血了 我害怕鬼 鬼却不曾伤我分毫 我们这些未来接班人 不怕鬼 只要相信光 鬼就不敢伤害你 我老妈说我要是能减肥 就真是有鬼了 然后 我就相信世界上鬼 谁有门此刻发送弹幕的频率 比以往任何一次直播都要多 原因无他 刺激 鬼这种东西 人人都听说过 到底有没有 又是一个谁都说不清楚的世界难题 如今 陈宇承认阿坤被鬼纠缠 简直太刺激了 陈医生你说我碰到鬼了 总该先告诉我 鬼魂为什么要缠着我吧 还有 你是怎么隔着衣服 看出我胳膊的斑痕 阿坤语气逐渐变得凝重 开什么玩笑 人类都上月球 竟然还有人宣称世界上有鬼 神要有鬼 肯定也会有神 嫦娥呢 无缸呢 月球上除了坑就是坑 陈宇阁这片谁呢 身为一名职业医生 看出患者身体中的问题 很奇怪吗 陈宇访问道 不奇怪不奇怪 陈医生救世道 陈医生救世理 阿坤 听歌一句劝 千万别怀疑陈医生 前两个怀疑陈医生的人 一个已经去了地府 另外一个 即将去地府报道 小坤坤 赶紧向陈医生道歉 陈医生一定会帮你的 重邪可不是闹着玩的 保命要紧 真是火酒见 如今的虎语平台主播 还有人不信陈医生 阿坤脸上那副不信任的表情 太明显不过了 害怕阿坤质疑陈宇 进而自己 把自己送走 好心水友们纷纷 规劝阿坤 陈宇说什么 他听着就是了 之后请陈宇帮帮忙 把鬼驱除 也就完事了 陈宇看向一眼阿坤的脖颈 说道 你之所以会碰见能量体 来自于你脖梗上的吊坠 听到这话 阿坤下意识用手摸了一下脖梗 陈宇说道 你先把东西拿出来 我再慢慢和你讲 阿坤想了想 解开衬衫扭扣 倒要看看 陈宇最终能说出什么 他从脖颈处 摘下一块雕刻着 佛像的小玉牌 这是佛牌吧 好像是耶 我上次去仙罗旅游时 见到有店铺卖这种东西 佛牌不是吉祥物吗 怎么还会引来鬼呢 不少去过仙罗旅游的水友 先后认了出来 这东西就是佛牌 佛牌属于仙罗当地特有的护身佛 制作材料多种多样 雕刻有不同模样的佛像 经过寺院香火加持 能为佩戴者带来财运 姻缘运 事业运等种种好运 也不只是宣传到位 还是真有灵性 总之 佛牌的名气越来越大 十个去仙罗旅游的外国游客 起码有三四个回幕名购买佛牌 大家说的没错 我也是出于好奇 才会再去仙罗旅游的时候 买了个佛牌充当护身符 几年前 小昆昆和女友去仙罗旅游 听当地人介绍 此地一家寺庙售卖的佛牌 特别灵验 出于好奇 两人就去庙里转了转 看到买的人不少 价格也还算公榜 小昆昆也就买了一个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 仙罗当地一些心术不正的寺院 为了节省成本 会用人的骨头制造佛牌 小昆昆中邪 很可能还是因为他的佛牌 也是人古之城 被死者的鬼魂盯上了 连续的两条特效弹幕 飘荡过屏幕 一旦激起千层浪 大批水友们也跟着上网去查 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佛牌当中的水 简直深得离谱 仙罗除了有举世文明的 变形手术技术 旅游业 同样享誉世界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光顾仙罗 卖出去的佛牌数量 可想而知 由于正经佛牌 需要寺庙开光49天 导致货源时有失误 就像刚才那名神友说的 为了敛财 各种诡异莫测的手段开始出现 有的寺庙用人骨代替玉石制造佛牌 节约成本的同时 又省去了开光这个环节 有些巫术法师也想从中捞一笔 用邪门手段 制作了所谓百事百灵的佛牌 以上这些东西 不但不会带来好运 一旦佩戴 各种麻烦会接踵而来 水友们笃定 阿坤买的这块佛牌 肯定不是正经货 陈医生你不会说 我佩戴的这块佛牌 有问题吧 阿坤被水友们的描述 吓得多少有点慌 说话的声音都开始发颤 陈宇点点头 说道 你佩戴的这件东西 的确有问题 找一根蜡烛点燃 然后将它放在 距离烛火半公分的位置 阿坤跑到家外面的小商店 买了一个红色蜡烛 回到电脑前面 阿坤点燃了蜡烛 小心翼翼地将佛牌 掉在烛火上面 下一秒 一股黑烟从佛牌里冒了出来 阿坤家里没来由地 响起一股 尖锐音森的嚎叫声 大家都听到了吗 好像 好像是婴儿的哭叫 世界上真的有鬼啊 明明隔着网线 我怎么感觉怎么害怕呢 害怕得不止你一个 我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 小坤坤 你怎么样 没事就说句话 别吓我们 黑烟伴随着尖叫声 吓坏了不少水友的胆子 明明相隔极端 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恐怖感觉 水友们还只是隔着屏幕害怕 身处现场的阿坤 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佛牌脱手掉在地上 脸色苍白的 好像是个死人 卧槽 世上竟然真的有鬼 陈医生救命 到底怎么才能把他赶走 阿坤那张娃娃脸上 带着明显的惶恐 不安 急躁 也不管陈宇到底是心理医生 还是抓鬼的道士 能救自己命就行 把他赶走不难 不过只能治标 不能治本 陈宇徐徐道来 你和能量体 有很深的羁绑 关键解开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碰到这种东西 并且很快 你的命就不属于你自己了 本张娃 陈医生 您就别卖关子了 只要能让他别再缠着我 让我干什么都行 阿坤强压紧张和不安 当着无数水友的面保证 只要陈宇帮自己灭掉这只鬼 让他干什么都行 世上没有几人不怕鬼 特别是知道 鬼魂真实存在以后 想到鬼在自己身边 阿坤恨不得马上逃离家中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 你问病 我看病 你我关系 仅此而已 陈宇话中带着丝丝冷漠 这只缠绕你的能量体 与你血脉相连 你确定要让我灭了它 记住网址mqxt law 此话一出 阿坤目光变得极度震惊 脚下发软跌坐回椅子上 陈医生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血脉相连 这有什么不懂得 血脉相连代表他们是亲属 妈呀 这是什么大瓜 亲人变成鬼害亲人 他们之间的仇得有多大 不会吧 小坤坤性格这么好 又那么富有爱心 不该和人结仇啊 陈医生不妨把话 说得再明白一些 谁有门感觉如坠云中 变成鬼都要害阿坤 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怨 什么丑 阿坤好像想到了什么 目光胆怯地撇着地上的佛牌 陈宇淡淡地说道 看来你已经想到了 不错 就是他 不 阿坤猛地站起来 吼道 不可能 他都没来及出生 怎么可能会变成鬼 能量体的形成 并没有一定之规 即便还为降生成人 胎死腹中 同样能变成能量体 你脖子带着的东西 的确不是佛牌 但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只是一块普通玉牌 人们常说 玉石有灵气 能够养人 按照科学解释 玉石属于矿物质 本身同样带有磁场 你这块玉石的磁场较为强大 胎死腹中的婴儿能量体 自然而然与它产生了交融 婴儿的能量体并不算强 最开始你是听不见 看不到它的 直到近期 它吸收了足够多的 玉石磁场能量 才开始影响你感官听觉 解释完这些 陈宇自己都感觉累 本来几句话能出清楚的事情 一旦套上科学外衣 说起来就费劲了 用玄学的话来讲 阿坤害死了还未出生的孩子 婴儿一缕魂灵飘入狱中 借着玉石灵气滋养阴身 力量开始变强 能够影响到人类的视觉感官 你听见看到鬼影怪声 全部来自于他 你的儿子 这番话的震撼力 不亚于原子弹爆炸 我不想的 我真不是有心的 阿坤忽然跪在地上 抱着脸嚎啕大哭 和他吵架时 我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怀孕了 我要是知道 绝对不会这么做 阿坤哽咽道 小坤坤你先别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告诉大家 这只鬼 真的是你儿子吗 我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连自己的孩子都害 谁有闷 特别是女性谁有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小动物充满爱心的阿坤 现实中竟然干了这种事 不是不是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阿坤摸了两把眼泪 开始解释起 这中间的缘故 有一天 医院交房租 我回家拿银行卡取钱 女友忽然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我继续往医院贴钱 一辈子 都攒不起他父母要的彩礼 随后 女友让我做出选择 是继续往医院这个无底洞贴钱 选择他和分手 还是关闭医院 和他结婚组建家庭 我爱小动物 同样也爱他 每个我都不想选 阿坤声泪俱下地表示 他的心乱极了 从未想过有一天 女友会让他在这两件事情上 做取舍 面对女友不依不饶的逼问 阿坤只能选择 故左右而言他 先把这一期医院房租交了 给他一段时间 让他仔细考虑考虑 可惜 女友根本不同意 逼他立刻做决定 恰好在这时 房东打来电话 追问房租什么时候打过去 阿坤只能先交房租 再慢慢和做女友的工作 女友死死拉着阿坤 不让他走 心烦意乱之下 阿坤用了推了女友一下 没想到女友撞到桌角 接着身下流了好多血 阿坤这个时候才知道 女友已经怀孕四个月 逼他做选择 是想让孩子未来 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等我知道 一切都晚了 阿坤追悔莫及 但是女友已经不再原谅他 不久以后 他就离开了当地 之前声讨阿坤的弹幕消失了 直播间里一片寂静 阿坤无形中 杀害了尚未出生的孩子 这件事情 怎么洗都洗不干净 但是话说回来 当时那种情况 换成任何一名水友 恐怕也很难保持冷静 房东催得急 女友又喋喋不休地 逼他做选择 人在这种情况下 情绪变得激动 也是正常现象 在爱好和爱人中间 做选择 这道题太难了 或许是说出了 压在心里许久的悔恨 阿坤的情绪有所好转 最起码 双腿不再颤抖 之前我不知道 这只鬼是我的孩子 才会让陈医生 你把他消灭 如今 我要负起对他的责任 陈医生 你能不能给他 找一个妥当的归宿 阿坤委婉地请求 陈然想想办法 能否将这个可怜的孩子 超度到地府之类的地方 下辈子投个好胎 陈医点点头 让阿坤现在就叫快递上门 将这枚佛牌 快递给他 地址 陈医已经私信给阿坤 十几分后 附近的快递小哥 上门取件 陈医生 把佛牌快递给你 我的问题 是不是就都解决了 阿坤问道 陈医摇头道 并没有 什么 阿坤吃惊道 我还有什么问题 看来 我刚才的话 你并没有记在心里 也罢 我再给你说一遍 陈医再度讲起 刚才说过的话 阿坤和能量体 有很深的羁绊 阿坤茫然道 您说的羁绊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提个醒 陈医不急不缓道 李小花是怎么死的 本章完 听到陈医话中这个死字 直播间瞬间沸腾 李小花这名字 好像是个女孩子 不会吧 主播又要线上破案了 天哪 难道小昆昆杀过人 楼上沙雕别胡说 李小花不是人 他是一只小狗 小花不是被人收养了吗 陈医生怎么会说 他死了呢 陈医直播间 有不少谁有关注过阿坤 一部分阿坤的老粉 很快记起李小花 正如弹幕说的 李小花并不是人 是一只被阿坤救助的流浪狗 脸上有一块花斑 加上阿坤又姓李 因此起名李小花 说起当时的情况 真是太危险了 当时阿坤还是猛冲主播 周末带着家里的一猫一狗 去郊外玩耍 没一会 阿坤听到微不可闻的狗叫声 一只不大的小狗 正被一条眼镜蛇缠绕 幻成一般人看到 只怕是能跑多远跑多远 阿坤却不然 不但没跑 还在水友们的支招下 打退了眼镜蛇 救下了这只可怜兮兮的流浪狗 随后阿坤发现 小狗身上有明显的牙印 说明他被眼镜蛇咬伤 即便如此 阿坤也没有放弃救助 关闭直播 带着小狗前往宠物医院 之后一段时间 阿坤每天都会发小狗 在宠物医院接受治疗的视频 阿坤花了上万块 最终治好了小狗身上的蛇毒 并且还给他找了一个主人 没过多久 阿坤开始转型 从猛虫主播 变成动物救助主播 阿坤真是太有爱心了 摸摸答 不对劲啊 李小花是渐渐康康 被主人领养走了 怎么又会死呢 世出反常必有妖 楼下接 接你妹啊 陈医生 你快告诉大家 李小花到底怎么了 知道了李小花的经历 心的好奇 涌上水有的心头 按阿坤粉丝们的说法 流乱狗李小花 是被阿坤从毒蛇嘴里救下来的 又自掏腰包 给他解毒 养身体 之后送给一位 有爱心的领养人 整个过程 充满了人世间的真情和爱心 怎么能会涉及这个死字呢 这位患者 你既然选择来找我治病 就应该清楚我的规矩 会及记医药不得 实话实说 才能得到妥善治疗 陈宇若有所指的 盯着屏幕上的阿坤 阿坤一脸茫然地说道 陈医生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李小花的确是被我救助的 可是在一年多前 我就把她送给领养人 后来领养人 带着李小花去外地工作 我们逐渐失去了联系 陈宇文言叹了口气 既然你不愿意对我敞开心扉 那么这个问题 暂时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 到了对你的心理疾病诊断缓解 心理疾病 阿坤脱口说道 陈医生 碰到鬼 不属于心理疾病吗 陈宇冷笑道 一切种种 全都起源于你的心理疾病 我有什么心理疾病 阿坤半信半疑道 谎言痞 此话一出 屏幕差点被弹幕覆盖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每次陈宇抛出一种心理疾病名称 总会有大量水友 争着抢着进行解答 水友群里戏称为抢答 我来说 谎言痞属于怪痞人格障碍 大概意思是 说谎成应 到了中后期 十句话里有九句是假话 谎言痞患者喜欢用说谎骗人 达到内心满足 并且善于表演 谎言痞一共有五种类型 情况也是各不相同 大量科普弹幕飘过去 接着出现无数的问号 陈宇说 阿坤有谎言痞 难不成阿坤一直在说谎骗人 陈医生 你这个玩笑开得有点过分 阿坤不快地皱起眉头 诊疗期间 我从不开玩笑 陈宇严肃道 按照心理学理论分析 你的病情属于 私心之配型谎言品 通俗来讲 说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 达到赚钱的目的 说完 陈宇低头鼓到起手机 陈医生 你太过分了 阿坤语气逐渐变得愤怒 我尊敬 你是一位有能力的大主播 可你也不能随便 开这种恶劣的玩笑 这种无凭无据的话 请你以后不要再说了 不过 我还是要谢谢你 帮我解决了身边的怪事 阿坤一边说 一边以打赏的方式 支付了这次的费用 准备离开直播间 如果我有证据呢 陈宇冷不丁问道 那就请你展示出来 阿坤说道 陈宇点点头 将手机屏幕对准摄像头 哎呀 这不是阿坤救助李小花的 那段直播视频吗 没错没错 这段直播 录屏我也有收藏 每次郁闷都会拿出来看看 感受一下人世间的爱心 大家觉得 阿坤真的有谎言皮吗 别人要是这么说 姑奶奶保证喷他一脸盐气水 换成陈医生 我也不知道了 我以死神小学生之名 认为陈医生说的有道理 手机屏幕播放着一段视频 一处鸟与花香的郊外绿草地上 阿坤满脸笑容地陪着猫狗玩闹 紧接着 画面变得急促晃动 几十秒后 画面停止晃动 镜头前是一处草丛 一条手臂粗 长约一米多的眼镜蛇 正死死缠着一条 乌乌惨叫的小狗 相对于一般的 私心之配型谎言皮 你的病情中 还加带了一些表现人格 当初猛宠直播火爆全网 你便想着 从中捞一笔 用来筹集你丈母娘所要的彩礼 没成想刚刚入圈 猛宠直播的风头到了尾声 每天辛辛苦苦直播 几个月下来 收到的打赏 只够买点猫粮狗粮 有天 你看到 一条狗嘴就猫的新闻上了热搜 新闻引起数百万人关注 你顿时记上心头 决定转型宠物救助主播 可是想要一炮而红 又不是容易的事 此来想去 你想到一条毒计 这段视频和你之后 拍摄的小狗养伤视频 被你故意颠倒了拍摄顺序 李小花被咬半小时候死了 宠物医院里的那些画面 是你提前拿李小花拍好的 拍完这些后续画面 你将它丢进蛇嘴边 对了 那条眼镜蛇 也是你买的 本章完 卧槽 这个阿坤是个畜生 可以不爱 但别伤害 它这何止是伤害 根本就是杀害 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终于解开了 我一直纳闷 宠物医院怎么有眼镜蛇血清 小坤坤 你老实告诉大家 你到底有没有将李小花扔到蛇嘴前 气都冷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我真无语了 宠物救助主播都能塌房 谁有们不是没见过 虐待动物的混蛋 可是像陈宇描述的这种手段 简直是闻所未闻 用移花接木的方式 颠倒视频顺序 先带李小花去宠物医院治疗 录下足够多的素材 马上将她扔到眼镜蛇跟前 最恐怖的是 眼镜蛇还是阿坤买的 家人们请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杀害李小花 阿坤生泪俱下的发誓 如果他害了李小花 就让他不得好死 头是针铁啊 陈宇心头暗暗叹气 这句毒誓当着无数人发出来 阿坤半截身子算是入土了 他的命活本就不忘 身上又亏了大量应得 陈医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我能说的只有两句话 轻者自轻 做好自己 大家如果不相信 我也没办法 阿坤抹了抹眼泪 我这些年救助小动物的直播 相信不少人看过 陈医生说我玩了花样 你们相信吗 听到这话 不少质疑谩骂的阿坤的水友 也有点拿不准了 阿坤陆陆续续 救了上百只小动物 有的是从高空天台救下 有的是从汽车轮胎下面 有几次 阿坤冒着被狗咬伤的危险 从狗嘴里面 救下可怜的猫猫 这些直播很多人都是全程观看过的 等到阿坤停止辩解 陈医不仅不慢道 我刚才播放的那段视频中 你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失误 被蛇缠绕之际 李小花身上伤痕累累 但是毛色却很干净 医院拍摄的视频中 李小花浑身有不少毛发打结 眼眶中还有不少的严实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干这种事情 经验还很不足 到了后面 你的经验可谓是十分的丰富 陈医说话之际 无数网友使用手机或者电脑 精细对比这几段视频的不同之处 真是不比不知道 陈医说的全对 有养猫经验的谁有都清楚 流浪猫长期遭受风吹雨淋 毛发会大面积打结 家猫则不会 还有 猫不能吃闲的东西 一旦摄入 眼眶中会出现大量眼屎和泪痕 这些清晰体现在后续视频里 而在遭遇眼镜蛇攻击的视频中 李小花毛发柔顺 并且没有眼屎 泪痕也很少 说明接受过良好的养护 靠着这几条摆拍视频 你成功完成转型 并且一下获得了十几万的关注 发送视频那几天收到的打赏 每天起码有一万多 事后 你发现了不少拍摄漏洞 却没想到水友们这么好骗 你非但没有内疚 反而觉得靠撒谎来赚钱 实在是太容易了 爱心 成为你的流量密码 更变成了你的脸才之道 随着陈医的深入讲述 阿坤像是丢了魂一样 目光惊恐地望着电脑屏幕 这份惊恐 比至先前见到黑烟鬼叫 来得更加深重 李小花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待他 杀害生灵是要遭报应的 我真是个猪脑子 城市郊区 怎么可能出现眼镜蛇 人面兽心这句话 在这王八蛋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在做天在看 报应一定会来的 看到这条诅咒阿坤遭报应的弹幕 陈语面露玩味 每当有谁有对你的救助视频产生质疑 你会用各种谎言为自己辩解 加上你长着一张娃娃脸 蒙蔽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谁有 以为质疑你的都是黑粉 主动帮你电解澄清 你的粉丝越来越多 每天都能收到大量 捐给猫狗的爱心打赏 但是很快 你发现自己太亏了 辛辛苦苦搞这么多花样 变着法地撒谎蒙蔽水友 获得的打赏 还要被平台分走一部分 你决定拿出全部存款 开一家宠物医院 一方面能够更加多样化的敛财 另一方面 又能避开平台打赏的抽成 听到这里 水友们如梦方醒 阿坤之所以开设爱心宠物医院 特末的根本不是为了更好的收养 救助流浪猫狗 而是更好的敛财 根据平台规定 水友单纯打赏给主播的金钱礼物 虎鱼会从中抽成50% 如果是公益性质的打赏 平台不会抽取任何分成 许多给阿坤捐过上款的水友 气得费都要炸了 不是的 这些都不是真的 阿坤不停地摇头 脸上的震惊变成了委屈 医院里有大量的志愿者 我要是借此敛财 他们早就曝光我了 如果我真是那种失财如命的小人 早就攒够了和女友的结婚费用 他也不会因此逼我做选择 我更不会失手推他 害得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阿坤委屈至极的模样 加上看似有道理的辩解 又一次让水友们的态度出现了分歧 陈宇竖起一根手指 淡淡道 第一 你不结婚不是因为没钱给彩礼 而是无法自圆其说 你为了进一步获取大家的同情和好感 总会有意无意说起 你岳母跟你要巨额彩礼的事情 而你所有的钱都投入到了动物救助 医院运营上面 如此一来 水友们会将你当成一名坚定的动物保护者 陈宇再次竖起一根手指 第二 你女友的确和你大吵了一架 但不是为了让你做选择 而是让你停止干伤害小动物的事情 每一次动物遇险 都是你自编自导出来的 它害怕遭报应 求你为你们即将诞生的宝宝 积点应得 至于流产 并非你失手推它导致 你女友左一句因果 右一句报应 你听得烦不胜烦 气急攻心之下 一脚踢向女友肚子 扬言孩子没有了 也就不怕遭报应了 本章完 阿坤的无耻和冷血 再次刷新了水友的三观 只是让所有水友们都没想到的是 更加刷新他们三观的事情 还在后面 从你进入我的直播间到现在 嘴里说过的真话不足十句 除了你从未关注过我之外 剩余的几句真话 就是描述听到看到诡异动静和影子 阿坤谎言成瘾 已经到了击中难返的地步 陈宇没讲几句 水友们的愤怒就多增加一份 你来我的直播间 的确是要找人收养小动物 不过目的不是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而是要通过领养这种 看上去充满爱心的善举 达到你不可告人的敛财目的 你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 再三提示 有心收养小动物的水友 三思二行 如此一来 大家只会觉得 你既有爱心 同时又很负责 记住网址MQXLaw 殊不知 你此举有两个目的 第一 给自己立人设 第二 筛选出那些经济条件差的人 天机策之下 妖魔鬼怪 恶人善人通通无所遁形 阿坤的鬼欲伎俩 瞒得了别人 万万瞒不过陈宇 也算他倒霉 看到陈宇直播间突然大火 阿坤财迷宫星 一头扎了进去 妄图给自己赢点流量 却不知天理报应 就在今日 每隔一段时间 你都会去找猫狗贩子 购买哪些活不长久的病猫病狗 买回来以后 你随机选出一只 充当营救猫狗的道具 此举既能为你赢得关注 还能给他们 找一个合理的处处 等到这批猫狗 被你营救完毕 你接着 会以医院没有空位 自己最近直播收入下降等理由 鼓动爱心 谁有收养他们 看上去 你提出的收养条件 没有任何问题 但最终离不开一个钳子 一切谈妥以后 你会以诸如担心 羚羊者是猫狗贩子 防止羚羊者 虐杀猫狗等种种理由 在合同上 增加一个附加条款 领养者需要 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三四个月以后 确定猫狗一切健康 你保证全额退还保证金 由于许多动物领养机构 都会收取这样的保证金 因此 大部分谁有都不会起疑 但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从你手里领养的流浪动物 身上全都带着病 大部分是绝症 有的刚发现异常 宠物就已经死了 即便第一时间看出问题 最后也很难就得回来 陈瑜讲到这里时 阿坤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一般 这么隐蔽的事情 陈瑜是从何而知 难道是贱人告诉他的 该死的贱人 没想到这么恶毒 自己不过是打掉了他的孩子 他竟然将这么多秘密 透露给别人 这个人渣为了钱 真是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 说一两句谎话不难 这摔人嘴里全特么是鬼话 难怪会被鬼缠上 他被鬼缠 不是因为 他是杀害自己孩子的凶手吗 赶快报警抓他 没用的 法律规定 未出生的胎儿 不算完整自然人 踢掉孩子不犯法的 陈瑜口中的病猫病狗 养过宠物的谁有都不陌生 名字叫做新奇猫狗 指的是患有重病 只能活一两个星期的宠物 阿坤用假话 给自己营造了一层层的爱心光环 又加上布局缜密 大部分上当的水友 都没有找他算账 认为流浪猫狗身上 本来就有病 要怪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少部分水友找阿坤理论 被他扣上黑粉的大帽子 引来大量不明真相的粉丝 攻击谩骂 如今事情真相大白 水友们气得半死 这么长时间下来 被他吞掉的保证金 众人估计起码也有上百万 这还不算大家的爱心捐赠 陈医生 医院里的志愿者 是不是也是他的同伙 这还用问吗 百分之百是 骂了得淡的 老子一百五的智商 让这个骗子给耍得团团转 天杀的恶魔 各位哥哥姐姐 我能网报他吗 第一次觉得 祖国的食人花也挺可爱的 不能告他谋杀 可以告他诈骗吧 机智如你 有水友发弹幕起诉诈骗 顿时一呼百应 贱人 我要杀你 我要杀你 阿坤知道自己彻底完了 一旦水友报警 医院里的那些家伙 估计都要老实交代 他们不但是阿坤找来 冒充志愿者的社会闲散人员 同时还多次参与 阿坤拍摄的虚假救助视频 陈宇提醒道 这位患者 你最好先冷静一下 要不然 我们的治疗无法继续下去 还治疗个屁 阿坤咆哮道 老子都快被你治疗进牢里了 姓陈的 王禄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这么坑我 都说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和他处了五年 没想到他竟然心如毒蟹 就算我踢掉了孩子 可他也不是什么干净的女人 老子挣得脏钱 他没少话 陷入疯癫的阿坤 叫着前女友的名字破口大骂 这家伙属疯狗的吧 坏人来陈医生直播 就该是这种下场 报应 多嘴问一句 真是阿坤前女友报得料吗 他前女友怎么知道 阿坤会来找陈医生 陈医静静地看着屏幕后发狂的阿坤 你前女友从来没有找过我 而你干的这些事情 都是我通过科学系统的心理诊疗看出的 等到阿坤骂累了 陈医一本正经道 现在听好了 你的病并非是无药可救 你和能量体的羁绊 同样也有办法解决 要不要听 全在你一念之间 什么办法 想到自己可能再次碰到鬼 疯癫的阿坤多少冷静了一下 毕竟 坐牢再可怕 起码还能活着 他只是诈骗 不是谋杀 可如果碰到鬼 说不定就挂了 自首 坐牢 姓陈的 你敢耍我 阿坤搬起椅子 就要砸碎电脑 汪汪汪 喵屋 喵屋 下一刻 阿坤身边 响起此起彼伏的猫狗叫声 屋内除了阿坤 再没有其他动物 本章完 只有一个人的房间 仿佛近在咫尺的猫狗叫声 加上脸色猙獰 壮若疯癫的阿坤 这幅场景要多圣人 有多圣人 不少胆小的女水友 已经做好了随时关闭直播软件的准备 经过陈宇先前的讲述 以及狱中渗出的黑烟 最坚定的无神论者 心里也不停地打着鼓 唯恐下一秒 阿坤四周出现那种东西 兄弟姐妹们 快发弹幕护体 不知谁发了这么一条弹幕 水友们纷纷狂发弹幕 用弹幕来遮挡屏幕 防止自己看到恐怖的东西 姓 姓陈的 你又在搞什么鬼 伸出诡异现场的阿坤 比任何一名水友都要害怕 浑身战战兢兢 说话都开始打仗 这些猫狗叫声 便是你的羁绊 陈宇陈生说道 你借救助流浪动物为由 大肆诈骗爱心人士的善款 若仅仅是如此 顶多是触犯法律 你偏要通过伤害动物的方式 给自己立人设 演剧本 为了营造流浪动物的惨状 你残忍地在他们身上 弄出各种伤势 许多小动物 最终因为伤重而死 人死以后会变成能量体 动物死后同样也可以 这句话一出口 阿坤手里的椅子 咣当掉在了地上 你骗人 动物怎么可能变成鬼 这是不可能的 阿坤咆哮道 你如果现在去自首 还能保全一条性命 若是一意孤行 抱歉 我也爱莫能助 陈宇看向阿坤的目光中 没有丝毫的怜悯 有的只是对这些小动物的 无限同情 万物皆有灵 动物死后的确可能变成鬼 只不过由于本身灵制问题 数量很少罢了 被阿坤以残忍手段杀哈尔死的动物 太多太多 积攒到一定数量 阿坤终将自食其果 不但他的鬼儿子 不会放过他 就连这些兽魂 同样不会轻饶了阿坤 唯一的活路 就是去警局自首 监狱自古以来 都是煞气最重之地 莫说是兽魂 寻常的孤魂野鬼 都要退避三射 说话间 阿坤周围的猫狗叫声越来越响 屋内温度也开始急剧下降 还有三分钟 陈宇看了眼时间 突然 阿坤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跑到床头 掏出几张银行卡 飞奔着冲向房门 由于没有关闭连麦 水友们和陈宇看得清清楚楚 陈宇摇摇头 使用鼠标关闭了连麦模式 气死我了 竟然让他跑了 这个王八蛋跑不了 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 我也打了 并且还将路平一块发了过去 陈医生 阿坤会被抓住吗 这还用问吗 到处都是天网 并且各种交通工具 都需要身份登记 估计这两天 他就要落网 我要是在他身边 保证只打餐不打死 暴躁老哥 6666666 就是可怜了那些 被他充当挣钱工具的猫猫狗狗 水友们一面声讨 咒骂阿坤不得好死 一边又开始同情起 阿坤医院的那些猫狗 陈宇点了点桌面 弹幕立刻开始减少 大家这两天 多留意一下社会新闻 至于那些猫猫狗狗 如果大家有能力有爱心 也可以选择收养 多做好事会让心情愉悦 远离心理疾病 陈宇说道 好了 有请第三名患者 紧接着 刚刚关闭的直播连麦模式 再次开启 这一次出现的连麦水友 网名叫做塞纳铁塔 戴着近视眼镜 气质温文儒雅的中年大叔 瞧着网名 一看就是老文青 大叔好有气质 嘻嘻嘻 小姐姐 我也很有气质 深入沟通一番如何 凭你也配合人家中年大叔比 除了年龄上的烈士 人家哪一点不比 你们年轻人强 卧槽 扎铁了 老男人而已 看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老男人是气质成熟稳重 稍微有一点点老的男人 这解释真是绝了 随着第三名水友出现 水友们开始了例行的整活仪式 对着中年大叔的长相气质 平头润足 纷纷猜测 陈宇能给他诊断出什么 心理疾病 安静 陈宇不轻不重地点了下桌子 水友们立刻掩气息鼓 陈医生你好 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的患者 色纳铁塔的声线非常好听 成熟中带着嘶嘶沙哑 你好 陈宇点点头 淡淡道 讲一下你的病情吧 我有很严重的强迫症 每天必须靠吃药顶着 少吃一顿 病情就会发作 我知道陈医生不是一般的心理医生 想请你给我开一种 能够彻底治愈强迫症的特效药 色纳铁塔语气变得异常苦涩 拿出平板电脑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色纳铁塔疯狂擦拭着家中各处摆设 像是机器人一样 不停重复制一个动作 这是我家监控拍下的画面 除了强迫症 我还有一点戒癖 他的强迫症始于十几年前 得病之初 看过无数心理医生 尝试过各种心理疗法 但是统统无效 没办法 只能长期靠吃药维持 长期依靠药物抑制病情 导致他有了强烈的药物依赖 这位大叔好惨啊 强迫症真的这么可怕吗 不但可怕 而且很痛苦 好心提醒水友们 没有强迫症 千万不要去过度了解强迫症信息 不然很可能受到影响 十年强迫症现身说法 很多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我就是其中之一 能与强迫症抗争的只有懒癌 又懒又强迫 是不是绝症 强迫症这个词 水友几乎全都听过 却还是第一次 近距离看到强迫症患者 接着纷纷发来鼓励的弹幕 谢谢广大水友们的鼓励 其实我来找陈医生 也是做了很长的心理斗争 色纳铁塔微笑道 陈医生 你有治疗强迫症的特效药吗 陈宇说道 有 但是你不需要 色纳铁塔愣了一下 随即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低头沉默片刻 色纳铁塔苦笑道 陈医生 你已经看出来了 本章完 智商高水友冒个炮 陈医生和大叔打什么哑谜啊 陈医生说 大叔不需要特效药 难道他是装病 以我多年看死神小学生 以及金天一的经验分析 其中另有玄机 大脑 CPU都快被伤冒烟了 大叔 你到底有病没病啊 陈宇和塞纳铁塔的一问一答 搞得水友们满脸猛逼 啥叫有药 你不需要 色纳铁塔说的你已经看出来了 又是什么鬼 陈宇笑道 你来找我之前 既然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斗争 说明你对我的医术非常了解 又何必多此疑问 的确 色纳铁塔面带微笑道 陈医生说的是 您若是没有这种本事 我也不会来找您 毕竟 我的身份有点复杂 水友们急得抓耳挠腮 就不能好好说人话 云山雾绕打雅迷 欺负大家没文化是吧 大叔 您面向忠厚 一定是个时尚人 能不能别用这种方式对话 俺们都是孩子 听不懂 能人言否 第一回觉得 文化人说话好磨叽 大叔 你身份怎么复杂了 不会是什么大人物吧 他不是名人 我刚截图做了人脸扫描 网上没有他的照片 见水友们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两人话中的意思 色纳铁塔表情复杂地笑了笑 陈大师 您看 色纳铁塔向陈宇 头去询问的目光 陈宇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你是患者 讲与不讲 都是你的权利 文言 塞纳铁塔深吸一口气 水友们应该都听过 二十年前的梁北市 连环拆迁事件吧 我就是那些诈骗犯主谋 此话一出 直播间立刻乱了套 尼玛 这位温文尔雅的大叔 竟然是当年那位神机骗子 现实比电影更魔幻 说的就是他 我记得好多电影 都是以他为蓝本写的 牛人无处不在 今日静在我身边 大叔 传奇人物啊 听到梁北市连环拆迁这几个字 不少上了年纪的水友 立刻觉醒了陈峰的记忆 年轻水友也都纷纷使用度娘 查找这些字的含义 二十年前 一伙骗子冒充岛国外商 前往梁北市与相关部门接洽 要修建一座 占地面积六千亩 投资数百亿 涵盖居民楼 旅游观光 休闲购物 特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住宅区 各种巧妙的诈骗手法 被他们用得淋漓尽致 大批建筑遭到爆破拆迁 为综合住宅区让地 之后过了一年 骗子们纷纷在各地落网 由于案情重大 法院采取不公开的审理方式 万万没想到 长相温文儒雅 声音雌性好听的色纳铁塔 竟然是主谋 大家千万学我 当年的糊涂是 为我带来了十五年的铁窗生涯 看到有人称自己为传奇 有人想跟他骗术 色纳铁塔表情极度苦涩 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 还有健康 爱情 以及亲情 接着 色纳铁塔讲述起这场惊天骗局 到底带给他什么 当年色纳铁塔年轻气盛 不满足于小打小闹 决定干一笔大的 干完之后筋盆洗手 带妻子去国外过好日子 计划成功了 但他也很快被抓住 庭审期间才知道 妻子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 之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妻子也和他离了婚 各种痛苦和悔恨 好似毒虫一样侵蚀着他 没多久 塞纳铁塔患上了强迫症 由于改造良好 无期便有期 二十年变成十五年 五年前 他出狱了 在一名发小的阶级下 生活总算又走上正轨 但是病情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每天必须吃三次药 才能稳定下来 有一次发病 朋友背着 我去了附近一家心理诊所 医生跟我讲 只靠吃药治不好我的病 家庭的温暖 亲人的关怀 才是治病良药 朋友也劝我去看一看前妻和孩子 我听从了朋友的建议 去了前妻家 他还是和当年一样 恨我 不但将我拒之门外 还一句话都不和我说 就在我失落走到公交站台时 一个女生追了过来 竟然是我女儿 塞纳铁塔脸上浮现出了开心 妻子不肯原谅他 女儿对他却没什么敌意 留下联系方式 经常和他聊天说话 得知塞纳铁塔有强迫症 女儿说服了妈妈 打算搬来陪塞纳铁塔住一段时间 帮助他治疗病情 说到这里 塞纳铁塔顿了顿 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心里患得患失 十分想让他过来 可又怕强迫症发作会吓到女儿 和女儿电话接触的这段时间 塞纳铁塔强迫症有所缓解 感觉医生说得很对 最好的治病良药是亲情 可他又害怕 万一某天不吃药突然发作 吓到女儿怎么办 为此 他故意发作时不吃药 通过监控记录下了自己的疯癫样子 不论谁看到 都会被吓一大跳 陈医生 我来找你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我怕发作吓到女儿 又很想 让她回到自己身边 没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过来求您赐药了 陈医生 您能不能给我个建议 我到底该不该吃 能搞出今天骗局的塞纳铁塔 早已经将陈医的 明面底细查清了 陈医拥有未不先知的能力 但凡做过的事情 绝对瞒不过他 也是因此 塞纳铁塔 才会做那么久的心理准备 毕竟 一旦和陈医连迈 势必要暴露不堪的往事 可是为了女儿 她愿意这么做 陈医不紧不慢地说道 如我刚才所讲 我这里的确有治疗你的特效药 但是 你不需要吃 因为吃了会让你病情加重 这是什么意思 塞纳铁塔不解道 陈医生的药 难道有副作用吗 陈医摇摇头 说道 我的药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你女儿的出现 本身是治疗你的不二良药 如果吃偶的药 然后你女儿住进你家中 两种药融合在一起 你的病情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什么极端 塞纳铁塔 感觉有些不安了 死亡 本章完 大叔别买药了 吃完药 你命就没有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陈医生的直播越来越烧脑了 陈医生不妨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吃完陈医生的药 大叔和他女儿住在一起 将会有性命危险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水友们通过弹幕 给出各自的理解 塞纳铁塔脸色变了脸 哪怕他曾经干下了今天片案 智商高达170 也想不明白陈语的话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言外之意 忽然 塞纳铁塔想到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不吃陈医生您开的药 和女儿团聚以后 我就不会有性命危险 记住网址MQXL 没错 陈医点点头 塞纳铁塔又说道 陈医生 我再想问一下 我和我女儿能融洽生活吗 她这一生当中 最亏欠的除了老婆 只剩下女儿 如今 女儿愿意主动和她住上一段时间 塞纳铁塔除了开心 还存有几个忧虑 不会 果然是这样 塞纳铁塔面露苦涩 我就知道 像她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是承受不住外界对我的恶评 讲到这里 塞纳铁塔长叹了一口气 今天来找陈医寻一问药 她已经做好了 身份被曝光的思想准备 陈医的直播间里 聚集着上百万水油 今日直播结束 有关她的消息 一定会充斥在网络当中 像女儿这个年龄的年轻人 几乎每天都要泡在网上 一旦看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 心态肯定会受不了 陈医须须说道 你和你女儿之间的不愉快 并不是因为网络上 对你的负面评价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色纳铁塔愣住了 脱口出道 那又是因为什么 陈医脸色古怪地说道 如你所想 过不了几个小时 有关你的背景 和曾经的所作所为 将会大量出现在网络上 就连你多大开始行骗 一共骗过多少人 都会被扒得干干净净 不过 你女儿看到这些内容 对你不但没有任何轻视 反而觉得 你是一个伟大的诈骗艺术家 我伟大 色纳铁塔傻眼了 饶氏曾经设计过 许多天马行空的骗局 也想不到女儿的态度 会是如此 这是什么阴间女儿 尼玛 诈骗竟然会被称为艺术 会不会是孩子从小 没有父亲 思想有些偏激呢 也就是陈医生说的 换成别人这么说 老子飞喷他一脸盐汽水 崇拜父亲是孩子的天性 可再崇拜 也不该觉得骗子伟大 别说水友们瞠目皆舌 色纳铁塔更是如遭雷击 前妻是个本分女人 教育孩子应该不会出现偏差 女儿怎么会变成这样 难道是到了青春期 产生了某种逆反心理 陈宇继续说道 看完有关你的各种曝光新闻 你女儿非但没有嫌弃你 敌视你 反而还会主动缠着你 让你教她骗术 不 这不是真的 色纳铁塔脸色极度的苍白 女儿怎么会 怎么会要学骗术 自己这条路是死路 她不该重蹈覆辙 这位患者 如果承受不住 接下来的治疗分析 可以选择直接断卖 毕竟 下面的治疗会比较痛苦 陈宇好心提醒塞纳铁塔 病情的关键时期 色纳铁塔面露凝重 我要听 过了两分钟 色纳铁塔语气坚决地说道 我想知道 她为什么要走我的老路 为什么会有这种 和寻常人不一样的想法 好吧 咱们继续 色纳铁塔情况比较特殊 陈宇已经给过她机会 既然她坚持要听 只能说明天意如此 你爱自己的女儿 胜过爱自己的性命 得知她要和你学习骗术 你平生第一次发了雷震震怒 可惜 无论你怎么发火 又如何威胁 都改变不了你女儿的心思 几天以后 你女儿用农药以死相逼 你最后妥协了 教了她一点非常粗糙的骗术 想着让她碰碰壁 吃一点苦头 或许能放弃这种病态的想法 没曾想 她的骗术 竟然屡屡成功 被她诈骗的几个人 没有一个人发现上当 听到这 色纳铁塔眼珠子瞪得大大 不敢相信 但是又不能不信 陈宇和自己无冤无仇 不可能拿这种事情搞花样 加上陈宇的本事 神乎其神 她所说的内容 一定是未来的现实 我勒个去 这难道就是遗传 骗子也有遗传 开眼界了 我明白了 这可能是因为犯罪基因的影响 楼上字多 姓你 什么是犯罪基因啊 科普小课堂开课了 一名水友连发多条弹幕 详细解释所谓的犯罪基因 犯罪基因 属于一种特殊的基因遗传 如果父母是罪犯 生出的下一代 很可能会遗传他们的犯罪基因 同样变成一名罪犯 这一点已经经过科学证明 只不过几率非常小而已 但是不能证明没有 看到这名水友发出的科普弹幕 塞纳铁塔整个人痛不欲生 是我害了我女儿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塞纳铁塔一边指责 一边不停地抽打着自己耳光 这位患者先冷静一下 陈宇开口打断塞纳铁塔的自责行径 你女儿没有犯罪基因 塞纳铁塔顿时呆住了 没有犯罪基因 女儿有什么会对骗术有这么大的兴趣 并且刚学了点皮毛 就能把人骗得团团转呢 这难道不是遗传的天赋吗 陈宇淡淡地说道 第一 你女儿跟你学骗术 与所谓的遗传犯罪基因 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二 他这么做 是为了接下来的计划做铺垫 什么计划 塞纳铁塔盲问道 激活你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构想 让你进一步传授他骗术 陈宇若有所指导 这个构想就隐藏在你的网名当中 塞纳铁塔文言大惊 他是怎么知道的 塞纳铁塔吃惊 不是因为陈宇发现自己网名中的秘密 陈宇不是一般人 知道什么秘密都不奇怪 吃惊的是 女儿怎么会知道 本章完 脑洞大的分析一下 大叔的网名到底有什么秘密 塞纳铁塔这名网名 指的应该是位于塞纳河畔的埃菲尔铁塔吧 什么秘密和铁塔有关呢 太尼玛烧脑了 感觉看悬疑剧都比这轻松 烧脑才有意思嘛 水友们众说纷纭 绞尽脑汁 猜测色纳铁塔这个名字里 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扫了一眼水友们的猜测弹幕 陈宇说道 你从小就对骗术 有着异于常人的兴趣和天赋 十岁便开始在周围同学身上 测试自己的骗术手法 随着年纪增长 你不但骗术高超 同时又对那些骗术前辈 心生向往 一直想着做出一件 能和他们相媲美的今天骗局 经过几年谋划 你搞出了梁北市连环拆迁事件 在别人看来 这已经是惊天骗局 可对你自己而言 这是一次不完美的行动 你用塞纳铁塔当网名 是为了纪念你的偶像 世界知名骗子 维克多 拉斯体格 听到维克多 拉斯体格这名字 不少谁有恍然大悟 维克多 拉斯体格 世界最知名的骗子之一 依靠着高超骗术 两次冒充官方人员 以出售埃菲尔铁塔为理由 诈骗了大量金钱 这座铁塔是高卢国的国家地标 正常人都不相信 他会被变卖 偏偏 维克多 拉斯体格就做到了 不但哄得受骗者 坚信铁塔会被卖掉 并且还搞了 两次相同骗局 绝对称得上 是骗子里的天才 陈医生 请你继续往下讲 色纳铁塔心中五味杂陈 先前只以为 陈与景能看出 他人曾经做过的事情 没曾想 就连内心所想 都能一览无遗 这已经不是玄学大师 根本就是神人 事已至此 色纳铁塔也看开了 只想知道 女儿到底为什么要勾起 被他深埋心中 快要消失的念头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 你女儿从地板下面 找到了日记本 从中获知你出狱以后 一直勾画着一个 行骗方案 重返梁北 再次用相同的手法行骗 这一回 水友们直接听傻了 色纳铁塔 到底有几个胆子 当年那件事情 搞得沸沸扬扬 他竟然还想 以相同的办法 去相同的地方行骗 真当梁北警方是吃素的 不过 想到他的偶像 是那位世界骗术大师 有这种的想法 貌似也算奇怪 连续卖了 两次埃菲尔铁塔 不同样式火中取栗 危险重重吗 偏偏 维克多 拉斯体格成功了 当然 你虽然写了完整的行骗计划 却一直没想好 要不要这么做 一方面 你深知诈骗没有好下场 另一方面 你又无时无刻不响 和前辈媲美 女儿看到你的日记以后 再次夸赞你是个诈骗艺术家 缠着你教她更厉害的骗术 你嘴上教训她 不该这么做 心里却变得活泛起来 有意无意地跟女儿说起骗术精髓 炫耀自己的伟大 得了你的精髓传授 你女儿再次出去骗人 只不过这一次 她惹上了大麻烦 被她诈骗的是一名社会人 隔天找到你家 威胁你们赔偿一百万 不然她就去报警 就在你准备重操就业之际 你女儿忽然用台灯砸向她 摸到对方没有了气息 你害怕女儿被判死刑 马上带着她开始逃亡 听到女儿杀人 色纳铁塔眼中 如果不教女儿骗术 她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骗人就是这样 从小骗变为大骗 拥有的技术越高 内心膨胀的也就越快 自己当年不就是这样吗 哪怕蹲了多年大牢 对于骗术的自豪 也没有丝毫减退 我能说她自作自受吗 应该可以吧 见过做死的人 没见她女儿这种 一步步将自己送上死路了 得知色纳铁塔女儿 最终成了杀人犯 谁有门唏嘘不止 虽然知道这是未来的事情 但还是难掩心中的怜悯 一个十几岁的姑娘 本该有些大好的未来 就因为学了骗术 最终变成了死刑犯 众人唏嘘之际 陈宇的讲述还在继续 你们妇女刚准备逃亡 就被这名社会人的小弟 堵在了家里 你亲眼看都女儿 被对方用刀杀害 想要上去拼命 又被对方打晕 等你醒来以后 出现在一处旷野 你感觉万念俱灰 一生如此 都是因为一个骗 骗术让你失去了家庭 自由 健康 又让你失去了女儿 就在你即将一死了之的时候 身上的电话响了 你所经历的一切 其实都是假的 陈宇不紧不慢地说道 社会人是假的 当初被你女儿诈骗的 几个受害者 也全都是假的 全是假的 色纳铁塔猛地瞪大双眼 陈宇点头道 这一切 都是你那位发小安排的 是他 色纳铁塔心头一惊 紧接着 他似乎明白 对方为什么这么做了 小时候为了磨练骗术 没少拿这位发小联手 每当对方上当受骗 色纳铁塔都会有一种 无比的满足感 嘲笑发小智商短缺 这么简单的骗局都看不明白 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色纳铁塔唏嘘长叹 讲出小时候 他是如何欺负这名发小 自己出狱当天 发小主动去监狱接他 并且主动给他安排住处和工作 一切种种 都是为了报复 给他这位职业骗子 设置一个骗局 让他也尝一尝被人诈骗 是一种什么滋味 陈医生 我女儿之所以能找到 我藏起来的日记 是因为发小在我的房间里 安装了监控吗 对 陈宇点点头 说道 不过有一点你误会了 我误会什么了 色纳铁塔问道 你虽然多次坑他 但是这位发小 从来没有恨过你 安装监控 只是担心你发病时出现意外 至于这场骗局 陈宇顿了顿 说道 是他询问了多名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后 为你设计的一种特殊治疗方式 本章完 塞纳铁塔彻底被陈宇说懵了 别说他智商170 就算270 也听不明白陈宇话中的意思 你从小沉迷于骗术 长大以后 更是到了难以自拔的程度 你应骗锒铛入狱 妻子和你离婚 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 孩子没有保住 色纳铁塔发出撕心裂肺的惊叫 孩子没了 不同于一般水友 色纳铁塔从一开始 就没有质疑过陈宇的本事 他百分百相信 陈宇说的内容全都是真的 身为一名职业骗子 对方是真大师 还是假骗子 他人看不出来 色纳铁塔一眼就能洞穿 此刻 塞纳铁塔多么希望 陈宇也是个骗子 陈宇点点头 继续说道 你狼当入狱以后 周围邻居认为 你前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平时见面冷嘲热讽 私下更是把他当成你的同伙 像是防贼一样防着他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导致你前妻出现流产 听到这里 色纳铁塔抱着脑袋 低头催泪 心中最后的一丝牵挂 就这样没有了 陈宇有些于心不忍地说道 至于你的强迫症 也是因为你沉迷骗术 所引起的心理疾病 色纳铁塔的心态 正处于一个 极其微妙的关键时期 如果陈宇不继续说 很可能让他 走向彻底的极端 入狱以后 你发誓终身不再行骗 可是想要戒掉骗影 又岂是说说就能做到 一旦心中出现 想要骗人的冲动 你便会强迫自己 用别的事情 压抑住这样的念头 久而久之 你脑中骗人的冲动 不再强烈 却也因为经常 强迫自己做别的事情 产生了强迫症 这种心理疾病 正如你自己所讲 亲情 爱情 自由 健康 都是因为这个骗子而失去 但你又是幸运的 失去这些的同时 你身边还保留有一份友情 陈宇顿了顿 关桥着抱头自责的色纳铁塔 色纳铁塔当年骗人无数 制造了无数的孽债 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时 上天 也要以自己的方式 对他进行惩罚 不过天道也是公正的 施加报应惩罚色纳铁塔 又给他留了一线生机 这线生机 便是他唯一的朋友 陈医生 卑微小水友冒头提个问题 他那个朋友社局 真的不是为了报复他吗 一条特效弹幕出现在屏幕 这个问题 代表了无数水友心头的不解 当然不是了 陈宇笑着解释道 民间有一种说法 叫做以毒攻毒 而在我们心理治疗这一行 同样也有休克疗法 当一个人的心理疾病 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时 就需要下猛药 通过来自某方面的重大打击 直击患者内心病因 达到治疗的效果 色纳铁塔的那名发小 从小和他一块长大 入狱十几年里 只有这位朋友 时常去监狱看望他 本指望色纳铁塔 能够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安装监控是担心 色纳铁塔发病 自己无法及时过去救助 没曾想经过监控观察 让他发现 塞纳铁塔 还存着诈骗的执念 每当夜深人静 色纳铁塔会坐在书桌前 嘴里念念有词 手里写写画画 无意不是和诈骗有关的内容 你朋友实在想不明 经过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又因为诈骗失去了一切 你为什么还要惦记着这种事情 度过了最开始的愤怒 你这位朋友逐渐冷静下来 认为 你很可能受到心理疾病的折磨 随即 他找了城里多位知名心理专家 明白了 你对于诈骗 有一种病态的执着 你的强迫症 也可能是因此而导致的 听到这里 色纳铁塔带着满脸的泪痕抬起头 小时候我一次次地伤害他 他为什么还要帮我 因为你帮助过他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们从小一块长大 虽然你经常骗他 可一旦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也都会分享给他 并且还帮过他出过头 教训过欺负他的大孩子 友情这种情感很复杂 不是每个人都会嫌弃你 你这位朋友 称得上世世间难得一见的真朋友 唏嘘的不仅有色纳铁塔 听得目不转睛的水友 同样感慨万分 这就是所谓的灵魂之交吧 这种朋友只存在于别人身边 反正我这辈子是碰不到了 我的灵魂只有识钞票 每失去一张 都会让我痛彻心扉 俺也一样 听你们这么说 老子好像身边就没有朋友 我也没有 每天只能来陈医生的 直播间蹲着 看你们整活度日 谁也没想到 表面看上去 失去一切的色纳铁塔 身边竟然还有一束光 一位对他不离不弃的真朋友 看着水友们的弹幕 回忆着陈宇刚才说的话 色纳铁塔心中悲喜交加 同时也逐渐明白 陈宇最开始那番话的意思 在病情的影响下 色纳铁塔一直都是一种 娇乱如麻的心态 一方面恨透了骗术 一方面又总是有着 超越前任的冲动 要是诈骗历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看了看塞纳铁塔的表情 陈宇面带欣慰 看来你已经想明白了 陈宇问道 色纳铁塔调整了一下情绪 问道 陈医生 您最开始说 如果我吃了您的特效药 然后进入到朋友的这个局 后果可能是死亡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当我的心态恢复正常后 朋友对我使用的休克疗法 会让我产生反作用 你说对了 陈宇说道 如果吃了我的药 你的精神状态变得非常健康 很快就能识破朋友设的局 色纳铁塔点点头 朋友设的局听上去复杂 但在他这种专业骗子眼里 想要看穿并不困难 当你发现这一切 都是你朋友搞出来的骗局时 你会陷入到一种深深的绝望当中 唯一的友情也离你而去 你彻底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色纳铁塔长叹一口气 一旦或知朋友背叛了自己 塞纳铁塔可能真的活不下去了 本章完 不知道为何 陈宇讲述的这些未来内容 塞纳铁塔好像亲身经历了一番 一节节一幕幕 仿佛活生生出现在他眼前 目睹假女儿被杀 你陷入到崩溃以后 又接到了朋友打来的电话 朋友告诉你 一切都是假的 这个时候 你内心如同刀扎一样痛苦 朋友接着告诉你 你这一生活在可悲的执念当中 执念让你家破人亡 重判清理 也是执念 让你陷入到长久的自我折磨当中 你自诩是诈骗艺术家 却被他一个外行骗的团团转 你的这股执念 也该醒了 记住网址MQXL 陈宇叙述的这番话 如同红中大铝 色纳铁塔浑身不停地颤抖 自己的确该醒了 假如 假女儿是真女儿 假如她真的对诈骗感兴趣 自己会怎么办 接下来的结局 会不会是相同的绝境呢 退一万步讲 女儿对诈骗不感兴趣 可当自己压抑不住内心 准备再搞出一场惊天骗局 那些受害的苦主 又会不会报复女儿呢 想到种种恐怖的后果 色纳铁塔身体抖得更加厉害 再一次用手抱住脑袋 陈医生莫非也是在进行某种崩溃疗法 很像 幸亏塞纳铁塔找了陈医生 要不然 要不然病也能好 哈哈 楼上斗死我了 UESE 我感觉陈医生的治疗方式更好一些 起码不用经历那么的痛苦 经历了人生各种悲剧 绝望之际 反而能够破而后利 他虽然可恨 可以想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 我又有点恨不起来了 亲情是最好的骗局 但也是最好的解药 一些心理学专业或者经历过人生大喜大悲的水友 纷纷现身说法 瑟纳铁塔之所能入局 一方面他未曾防备朋友 另一方面 他此时的心理疾病已经十分严重 早已经丧失了一名骗子 应该有的警觉 女孩自称是他的女儿 瑟纳铁塔没有丝毫怀疑 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 可如果他今天吃了陈宇的药 将会重新变得精明冷静 很快就能看穿整个局 以及那个所谓的女儿 整个骗局中 假女儿代表的亲情 即是骗局关键的核心 也是唯一能改变瑟纳铁塔心态的角色 女儿一步步走向她的老路 最后因骗而死 瑟纳铁塔如果再不凡然醒悟 只能说她真的无药可治 陈医生 谢谢您 瑟纳铁塔站起来 毕恭毕敬地向陈宇鞠了一躬 一名水友说的话 瑟纳铁塔对此身以为然 亲情是最好的解药 人只有被骗过 才知道骗子有多么的可恶 回望前半生 瑟纳铁塔一直都是骗人 哪怕进了监狱 她也没有放弃骗人 只不过骗的不再是别人 而是自己 欺骗自己转移注意力 就能战胜骗影 殊不知 无非是在自欺欺人 你无需谢我 为患者排忧解难 本来就是医生的天职 陈宇面容淡然 如果你真要谢谢谁 就去谢你的朋友 我会的 瑟纳铁塔再次向陈宇鞠躬道谢 按规定支付了诊疗费 她断卖的前一秒 陈宇又一次看向此人的面庞 眼角眉梢那抹忧郁和焦躁 已经消失不见了 今天三次诊疗结束 我们下次见 陈宇摆摆手 直接下播休息 三场直播治疗 三种人生百态 陈宇给予他们帮助的同时 自身也收获了不小的功德 阿坤这家伙最有应得 要不是命中还有一线生机 陈宇才懒得管他 刚刚下播 两股强大的气韵功德 汇聚于陈宇周身 对此早已经轻车熟路的陈宇 迅速吸收了四周的功德 嗯 吸收完功德 不过三五秒钟 陈宇心头一动 手指微微掐动 下一刻 陈宇脸上露出一抹复杂表情 航程 云岭街 一条看上去普通不过的老街区 白天 街上看不到几个人 可以到晚上 特别是深夜 这里会变得热闹异常 过了午夜十二点 街道上灯火通明 人流熄攘得 好似过年赶庙会一样 从街头到街尾 便布着无数的摊位 鼓完玉器 上等药材 经营首饰随处可见 这里 便是航程最神秘的市场 鬼市 此刻 陈宇挤在街上的人群中 东瞧瞧西看看 不多时 陈宇目光盯上了街道中间一处摊位 胖滩主卖的是各类古丸 看上去像模像样 然而停下官桥之人 寥寥无几 小伙子 我这里 都是上等古丸 刚从老宅子里掏出来的 要是有你相中的警管拿 我保证给你一个优惠架 抽烟的胖滩主见有人上门 马上开始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介绍着摊位上的古丸来历 我要你脖子上挂着那个东西 陈宇淡笑道 听到这 每个步骤都不能错 一步错 步步错 或者药材全废 又或会导致丹炉爆炸 出于谨慎 陈宇再三回顾天机侧上面的单方 盘膝坐在地上 双手放在正顶两耳下方 一点点朝里边输入灵气 时间过去了二十分钟 正顶被灵气加热到周身通红 陈宇将手拿开 放空心神 进行第二步 炼丹 很快 陈宇进入十海空灵 心中无误地问我境界 专注于炼丹 何方要人 敢偷袭小爷 炼丹进行到最后一步时 陈宇猛地跳了起来 两只眼睛快速向四周扫视 收回输入到阵顶当中的灵气 二楼空空荡荡 半个人影都看不见 就在刚刚 一股致阴致寒的诡异力量 毫无征兆地偷袭陈宇 若非陈宇反应及时 此时 恐怕已经中招 一连喊了几声 不见幕后黑手出现 陈宇发动神念 灵气迅速扩散 笼罩整栋店铺 一楼与二楼 完全被灵气包裹 没有人的气息 这是什么鬼 陈宇有点猛 一楼二楼 皆无陌生人气息 阴森诡异的力量 又是从哪出来的呢 难道是他搞的鬼 下一刻 陈宇迅速将手伸进兜中 将被他一直放在兜里的那颗震煞猪掏了出来 先前平平无奇的震煞猪 周身生腾一股黑气 陈宇再次释放出神念 神念穿过外围煞气 直入震煞猪内部 好强的煞气和怨念 几个呼吸后 陈宇已暗暗吃惊 这颗震煞猪当中 存留有一缕魂魄 并且是极凶极恶之魂 那股阴寒诡异的力量 并非是要袭击自己 陈宇恍然 很可能是要趁陈宇放空心神之机 以偷袭的方式夺射占据身躯 如此想来 陈宇脸色开始发黑 自从获得天机侧传承 陈宇拥有了开挂一般的修炼速度 这个灵气稀薄的年代 陈宇自信很少有人能和自己匹敌 躲在震煞猪里的孤魂 到底是何种存在 竟能让自己 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他的偷袭 神念进入震煞猪 好似进入到幽冥地狱 除了感觉冰冷 剩下就是无尽怨念 想夺射小爷 小爷先把你给练了 陈宇记上心头 将这颗震煞猪的红绳 系在墙壁一根钉子上 又从一楼储物间 搬来一张折叠桌 找来黄纸 朱纱 毛笔开始画符 随着陈宇口念法诀 一张符咒制作完毕 感受到危险 夜色阵煞猪突然开始自动摇摆 现在才知道害怕 完了 陈宇宁笑道 本章完 话音落下 陈宇竟只将这张驱煞符贴到珠子上面 做完这些 陈宇重新炼丹 万幸临危不乱 虽然抽回灵气 却没有搅乱炼丹步骤 半个小时后 一枚红彤彤 颜色好似朱纱的丹药 出现在陈宇手里 丹药只有成年人手指加大小 东西虽小 却能帮陈宇加强自身气血 应对接下来的突破 完成炼丹 陈宇拿起地上的镇顶 放在了桌子上面 又将桌子移动到镇煞猪下方 再过七天 你要是还敢跟我呲牙咧嘴 我陈宇挑起大拇指 叫你一声大哥 度过冲时又惊险的一晚 陈宇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若不是被电话铃声吵醒 保证还能再睡几个小时 看了看来电号码 陈宇打着哈欠按免提 请问你是陈大师吗 电话中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里没有陈大师 只有陈医生 对对对 我找的就是陈医生 男人急促问道 陈医生 请问您现在在店里吗 如果在的话 我能不能派人去接你 你是干什么的 陈宇问道 抱歉 听到您的声音 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凯 是咱们黄城会所的老板 陈宇揉了揉太阳穴 倒是知道黄城会所这个地方 黄城会所是一家高端商务会所 出来进去的不是老板 就是大公司高层 陈医生 听你这声音 应该是刚睡醒吧 要不我晚一点派人接你 刘总是吧 我已经睡醒了 你直接说 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遇到点麻烦 听王德权王总说 陈医生可以帮我解决这方面的麻烦 听到对方是王德权介绍的客人 陈宇心头一动 掐动几根手指 随即 陈宇露出恍然表情 因果羁绊 真是一环套一环 比大肠包小肠还复杂 你把人派过来吧 我现在下去洗说 好的陈医生 我这就让司机过去接你 电话里的声音 逐渐变成喜悦 挂了手机 陈宇来到一楼洗漱刷牙 输了书机窝头 二十多分钟后 一辆劳斯莱斯停在店门口 穿着西服的司机 好似迎接贵宾 小跑下车 拉开后边车门 陈医生 请上车 不多时 叫车开到会所门口 皇城会所老板刘总 早已等候多时 不知陈宇喜欢什么 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饮品 白酒 红酒 啤酒 香烟多达十几种 这都可以开烟酒博览会了 陈宇淡淡一笑 说吧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刘总小心翼道 陈医生 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刘总 你要是再这么说 我可就要走了 陈宇板起脸 世上没有鬼 看到那些神神鬼鬼的人 一多半是人意想出来 另一小半 属于科学界常见的能量体 果然和王总说的一样 听陈宇说话要反着听 陈宇说 世上没鬼 刘总自动脑补成 世上有鬼 多数人看到的鬼 是真鬼 少部分人才是看花眼 陈医生教训的是 世上没鬼 我们也不应该相信封建迷信 求您从科学角度 帮我解决我遇到的麻烦 刘总很上道 绝口不提中邪 虚鬼的事情 他将陈宇从会客室 请进办公室 刚一进去 陈宇立即皱起眉头 办公室角落 放着一只保险箱 保险箱上下左右 贴着大量的黄符 看上去和鬼片里的骨灰坛似的 刘总一边朝保险箱走 一边回头看陈宇 想从陈宇身上获得勇气 来到了保险箱前 刘总哆哆嗦嗦输入密码 咔嚓 保险箱发出一阵细微声响 刘总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陈宇将他搀扶起来 说道 你遇到的麻烦 和里边的黄布包有关吧 对对对 刘总点头如灼米 打开保险箱 已经耗光了他身上的胆气 麻烦陈宇自己把东西拿出来吧 刘总天不怕地不怕 唯独怕鬼 陈宇伸出一只手 将里边的黄布包拿出来 黄布包轻飘飘 抱着的东西像是个盘子 上面那里是黄布 分明是合上袈裟的内衬 并且内衬还不止一层 陈宇花了三分钟打开 光是包裹就用了五层 袈裟黄色内衬 这是一面青铜镜 正面与一般铜镜 没什么两样 后面倒是有些名堂 青铜镜后面 画着一张猙獰人脸 人脸张开大口 好似要责任而逝 刘总战战兢兢道 陈医生 我的麻烦来自这东西 他并非黄城会所的首位老板 大约一个多月前 经过朋友介绍 刘总花了三亿 买下这家黄城会所 都说心人心气象 换了老板 员工以及装饰 也要跟着换 花了一周时间 从其他会所 挖来几十名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 刘总指挥他们 对会所内部设施 以及装饰进行调整 指挥手下 更换走廊水晶吊灯 这时候 铜镜忽然从天而降 当场砸在一名服务员脑袋 刘总感觉 这东西像个古董 也没有让人扔掉 挂在了自己办公室充当摆设 昨日 王德全带几个客户来这里放松 曾经的十大富豪驾到 刘总自然要亲自招待 聊天过程中 刘总得知一名客户 经营着大量古玩生意 便随口说出天花板上 掉下来一面古董铜镜 几人大为好奇 一块来刘总办公室参观 当刘总将铜镜拿下来时 王德全大喊了一声莫动 解释人脸并非人脸 而是地府鹰帅鬼王的脸 陈宇说道 王总说的没错 这的确是地府中十大鹰帅 鬼王的脸谱 民间传说中 鹰帅鬼王代表死亡杀戮 不过这都是民间的以讹传讹 当不得真 嘴上这么说 陈宇心里泛起了嘀咕 王德全半生笃信风水命理 虽说没有帮到他自己 但话说回来 熟读唐诗三百首 还是有点东西 普通人认不出来 王德全一眼认出 这是地府鹰帅鬼王 而与民间传说不同 鬼王并非代表杀戮与死亡 实则另有含义 指责为 镇压地府穷凶极恶之鬼 若是将鹰帅鬼王的脸谱制成法器 效果与震煞猪相似 皆是镇压尸体 防止尸变之用 本章完 陈宇说道 你继续吧 换成别人说这东西有问题 我肯定不相信 可这话是王总说的 我就不能不信了 航城上层圈子差不多都知道 王德全属于半个风水师 加上他发家以后顺风顺水 他的话 不能不引起刘总重视 王德全建议刘总 赶紧去找陈宇想办法 至于这东西 找些有法力的物件 将他包裹住 免得酿成大货 刘总也是病急乱投医 连夜跑到一家 位于风景区的道观 不管三七二十一 凡是看见的符咒 全被他买了下来 出门又看到一家和尚庙 想到要有东西包着铜镜 便买了五件袈裟 刘总 你不用这么害怕 刘总双腿打仗 陈宇再不说点什么 估计他自己都能把自己吓晕过去 我先前说过 世界上没有鬼 有的只是疑心生案鬼 老话说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 你现在哆哆嗦嗦 根本是在自己吓唬自己 陈宇耐心安慰了对方几句 给了刘总两个选择 第一 既然铜镜是从天花板掉下来的 就哪来的放回哪去 其次 将他交给自己 陈医生 还是你拿走吧 我可没胆子 再把他放回原处 更不可能将他一直留在店里 刘总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人一旦有害怕的东西 睡觉都不敢闭眼 求陈宇赶紧把铜镜拿走 能拿多远拿多远 费用方面不用担心 刘总已经准备了一万块现钞 既然你强烈要求我把他拿走 我暂时先拿走他 陈宇说道 若是店里再出其他怪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啊 刘总双腿差点跪下 青铜镜被陈宇拿走 店里怎么还会出怪事 陈医生 你把话说清楚 没了他 我店里还会出什么怪事 这就说不准了 陈宇露出一抹复杂神态 刘总掏出手机 命令财物将一万块现金拿来 他旁敲侧击道 陈医生 如果真的发生怪事 会不会要我的命 只要你没做亏心事 就不会要你的命 几分钟后 财务拿着一摞钞票进入办公室 不是刘总吝啬 他从王德权口中得知 陈宇虽然做事风格让人看不懂 但是有一说一 酬劳该收多少收多少 想要多给 人家还不要呢 送走陈宇 刘总一个人待在一楼大厅闷闷不乐 随后掏出一根香烟点燃 老板 已经开始上课了 你看 坐了不知多长时间 刘总耳旁传来领班声音 竟然坐了一个下午 去忙你们的吧 我在这坐一会 过了十二点就回家休息 刘总摆了摆手 早知道就不贪这个便宜了 打发走领班 刘总用力抹了一把脸 当时听到会所出售的消息 刘总欣喜若狂 以为花三亿捡了个便宜 现在看来 哪里是便宜 根本是个烫手山芋 不出事还好 要是出事 他可就完了 时间转眼到了五月十分 刘总深深懒腰 准备回家休息 啊 刹那间 里边一间包房 传来撕心裂肺的尖叫声 刘总咯噔一下 大声喊道 来人 保安都死哪去了 片刻后 刘总带着十几名保安 循着声音 进入到最后一间包房 保安将门踹开 刘总松了一口气 发出尖叫的不是鬼 是一名收拾包房的女服务员 女服务员面色惨白 像是没骨头般 瘫倒在地上 刘总 屋里有其他人说话 你是不是出现幻厅了 这间包房只有你一个人 哪里有人说话 刘总看了看四周 顶级会所 自有顶级会所的气派 包房隔音效果 堪比专业录音棚 别说是在里边说话 就算在里面敲锣打鼓 隔壁包房也不会听见 刘总你信我 真的 我真听见有人说话 他说好冷 让我放过他 刘总双腿开始打战 包房的电视和播放系统 全都关闭状态 声音不可能从这里边发出 再三询问女服务员 对方诅咒发誓 自己绝对没有听错 今天晚上不用工作了 刘总转身走出这间包房 决定天一亮 就给陈宇打电话 天色蒙蒙亮 陈宇再次被电话吵醒 陈医生 您说中了 真的出怪事了 你快过来吧 务必要帮我彻底解决啊 电话里 刘总用着近乎哀求的语气 恳求陈宇能多快过来 就多快过来 商务会所最重是封平 一旦名声毁了 生意也就毁了 别说闹鬼传言 只要服务态度稍差一点 都会大幅度影响生意 加上刘总从小怕鬼 现在就像是无头的苍蝇 必须赶在闹鬼传言扩散之前 将所有问题扼杀在摇篮中 我半个小时后到 此时此刻 陈宇在刘总眼中 俨然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只要能解决麻烦 让他干什么都行 哪怕喊一声爸爸也可以 到了包房门口 刘总把昨晚的事情 详细讲了一遍 陈宇推门看了看 回头说道 麻烦了 什么麻烦了 刘总问道 今天先别营业了 去工地找几个擅长挖坑掘土的工人 让他们带上工具 来这边听我调浅 好 我这就去安排 不一会 六名穿着工地工服 扛着铁锤铁锹 拿着冲击算的民工 出现在陈宇面前 陈宇说道 一会你们六个人进去 将这间包房的地面给我撬开 然后从中间位置向下挖 接下来 可能会看到一些 令你们毛骨悚然的东西 说到这 陈宇看了刘总一眼 刘总瞄懂陈宇的意思 说道 每人十万块 陈医生没让你们走 就算前面有老虎 你们也不许逃 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民工 表情激动地问道 老板 你真愿意给我们每人十万块报酬 我现在让财务去拿钱 几分钟后 六十万现钞 出现在几名民工眼前 从事着最低端体力劳动的几人 一个个热血沸腾 别说狮子老虎 厉鬼僵尸 他们也不怕 开挖 陈宇一声令下 众人你争我抢的冲进包房 使用手上工具 砸开地面地板 又将地板下面的瓷砖敲碎 一下子露出了泥土 妈呀 本章完 随着一声杀猪般的喊叫 干得热火朝天的几个人 不约而同摔在了地上 听到声音 刘总大着胆子探头看去 接着 刘总直挺挺朝后仰去 陈宇一把将他扶住 冲着里边说道 继续挖 老板 不能再挖了 最早先说话的民工 磕磕巴巴道 下面 下面埋着尸体 这可是人命案子呀 人又不是你们杀的 况且周围有监控探头 找谁 也找不到你们 继续挖 陈宇掐了一下刘总的人中 刘总跟触电视的抖了一下 站直了身子 卖步不要跑 记住网址MQXLaw 陈宇说道 这是你的店 你要是跑了 这间店可就彻底完了 刘总文言停下脚步 用力咬着嘴唇 尝试着使用疼痛 战胜恐惧 他活了几十年 从没见过这么恐怖的景象 包房下面的泥土里 藏着两颗人头 看样子 人头的身子 应该还埋在下面 到底是哪个缺大德的 选这里修建坟地 刘总摇了摇头 坟里应该有棺材啊 而且也没见过 将自家仙人大头朝上埋着 人头还算完整 说明埋下去没多久 陈宇提醒道 刘总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 我知道了 刘总深呼了几口气 几位民工兄弟 麻烦你们再加把劲 一会我再给你们加一杯的酬劳 每人二十万 重赏之下必有永夫这句话 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知道这地方邪门 可是面对二十万的奖赏 民工们将害怕 抛进了山嘎啦 硬着头皮 继续向下挖 随着挖掘深入 更加恐怖的阴雾 出现在众人眼前 埋在下面的尸体 不是两具 而是四具 并且四具尸体 都是以站立的方式 被人埋到下面 老板 这底下好像还有一具尸体 使用铁锹的民工 感觉锹头碰到了软软的东西 估摸着下方 应该还有一个 躺着或者趴着的尸体 你们可以走了 陈宇朝后挥了挥手 六名民工鱼罐离开了包房 走到坑边 陈宇弯下腰 嘴里喃喃自语道 寒冰玉 烈火玉 剖腹玉 拔蛇玉 最下面的应该是挖心玉 五玉齐拳 王八蛋跑道 这拿活人做实验来了 陈医生 你说什么地狱 什么实验呢 陈宇头也不回道 打电话报警 联系中安队 可我的店 中安队队长李昌隽 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不用担心消息传出去 好吧 我试着联系一下 事已至此 刘总维有选择相信陈宇 陈宇说这里会出怪事 半夜真出了怪事 刚过来 就说包房底下有东西 果然 埋着四具 不 五具尸体 不多时 会所门口出现多辆黑色汽车 穿着风衣 胡子拉叉的李长军 大不留心朝李走 陈医生 你怎么会在这 李长军惊讶到 报警电话中 刘总说会所包房里发现了尸体 事情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请求重案队出现场 指明道姓要由李长军带队 皇城会所是当地顶级娱乐场所 一下子出现多具尸体 即便刘总不说 重案队也会介入调查 只是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陈宇 陈宇说道 李队长 你仔细看看 这和你先前给我看的照片 有什么区别 照片 李长军的记忆 马上回到了几天之前 他一边蹲下身子 一边说道 陈医生 这几具尸体 不会和那几个人 接下来 陈宇已经不用回答了 李长军的眼睛 正好与一具尸体的脸对视 尸体额头被人用血 画了几道古怪的纹路 李长军戴上白手套 掰开这具尸体的嘴巴 里面没有舌头 应该是被人从舌根剪断 或是切断 绕到另一具尸体前 李长军脸色阴沉的吓人 这些尸体 和之前四名死者的死状 一模一样 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问 今天晚上 去我的咨询室找我 陈医生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凶手是谁了 陈宇一言不发 离开了皇宫会所 凶手从牧室中 得到了一门秘法 但仅仅只得皮毛 未得精髓 一知半解的情况下 开始拿活人做实验 五具尸体 以及先前殒命的四名死者 都是他的实验品 如果这次实验失败 此人还会继续实验下去 直到成功 或者遭到报应为止 老爷爷 您这有最新版的奥特曼贴纸吗 下午四点钟 HZ市中心的第一小学放学 大量小学生从学校里涌出 学校对面的街上 有一家出售各种玩具 小零食的店铺 老板五十多岁 穿着背心短裤 躺在躺椅上扇着扇子 还没到货呢 下周一过来吧 奥特曼没到货 小学生花了五毛钱 买了一包辣条离开 没过一会 又来了几名小学生 也是要买奥特曼贴纸 都告诉你们没到货 怎么天天来问 老板表情很不耐烦 下周一再来买 说着 老板挥着蒲扇 赶走了几名小学生 继续在堂椅上闭目养神 老板 你相信光吗 信个屁 老板不快到 没完了是吧 你们这帮小宅子 只长得头 不长脑子呀 我在外面都写了 下周到 老板骂骂咧咧站起来 发现说话的不是小学生 而是一个成年人 你也要买奥特曼贴纸 你相信光吗 陈宇继续问道 去去去 那凉发哪待着去 小孩子信这个 你个大人也相信 鬼才相信光呢 陈宇叹了口气 你这自欺欺人的心理疾病 真是越来越严重 陈宇说道 你不相信光 却相信长生不老 认为自己 能够成为神仙 老板反驳道 你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年头哪有神仙 长生不老 都是骗人的 你既然什么都不信 为什么撞了南墙 也不肯回头 今天晚上 该去杀第五个人消了吧 话音落地 长相颇为猥琐的老板 身上释放出一股 不寒而栗的气息 两眼瞳孔猛然收缩 左手手指化为剑指 本章完 动手之前 你就不想知道 自己为什么屡屡失败 陈宇似笑非笑道 你到底是谁 猥琐老板额头 出现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 心中紧张万分 此人到底是何来路 听上去句句不着调 实则皆有所指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陈宇顿了顿 说道 普天之下 只有我知道 如何献祭武欲 师姐成仙 此话一出 猥琐老板倒吸一口凉气 此人果然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陈宇好似没有看到 猥琐老板逐渐慌乱的表情 自顾自地往下讲 你这个人 虽然从头上坏到脚下 但是不得不说 再修炼意图 还是很有天赋的 十岁开始跟着家里人 以盗墓为生 十三岁那年 从墓中捡到一本残破的修炼功法 靠着上面残破不全的修行法门 硬是让你拥有了一身傲人的本领 可惜 你这个人太贪心了 明明已经有了超越普通人的本领 却还是不知道满足 功法最后一页 有几十个残破不全的古字 你花了多年 才将他们读懂领悟 之后便依法去做 妄图师姐成仙 成就不朽 陈宇每说一句 猥琐老板脸色便紧张一分 到了后面 猥琐老板已经是浑身大汗淋漓 这些内容 你是如何知晓的 陈宇说的太详细了 详细到有些内容 猥琐老板都快忘掉了 陈宇淡淡一笑道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陈宇 是一名心理医生 如果你经常上网 应该听过我的名字 你就是那个奇人陈宇 猥琐老板内心再次震惊 他虽然不看直播 对于陈宇的大名 一点都不陌生 这里锦铃学校 他做的又是学生生意 时不时就能听到 小学生们议论一个 叫陈宇的网络主播 说此人是神仙转世 天底下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猥琐老板对此嗤之以鼻 猜想应该是某位悬门术士 装神弄鬼 以捕算之法忽悠无知的老百姓 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陈宇竟然会出现在自己面前 奇人谈不上 就是普普通通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看穿他人内心 有问题吗 陈宇反问道 猥琐老板眉头皱了几下 说道 道友 停 陈宇打断猥琐老板 我说了 我是心理医生 不是什么道友 陈宇就证道 猥琐老板直呼MMP 这人是不是有病 一边说着悬门秘密 一边告诉人家 自己是心理医生 不是悬门术士 脑子有坑吧 都是千年狐狸 特么的装什么聊斋 陈医生 你来找我 到底抑郁何为 猥琐老板问出心头最大的不解 如果对方是来找麻烦的 刚一见面就该动手 不可能说这么多话 不动手 反而揭露自己的那些隐秘过往 估计是有所求 当然是来给你看病的 陈宇用一副理所应当的口吻 告诉猥琐老板 身为医生 当有慈悲为怀之心 看到猥琐老板身患重病 自然要过来帮上一帮 听到这话 猥琐老板彻底无语了 要不是之前的那番话 他保证 陈宇已经变成了尸体 你的病因 来自那本功法的最后几十个字 而让病情彻底变得不可收拾 源自另外一座古墓 陈宇好似猥琐老板肚子里的蛔虫 将他这一生经历过的事情 逐字逐句地讲述出来 功法末页写着的几十个残破古文 大致描述了修行之人如何超过自我 得到成仙 由于不少文字残缺 猥琐老板始终不得其法 思来想去 他有了一个主意 继续盗墓 专门到那些修行之人的墓穴 或许能从中找到一些相关的记载 功夫不负苦心人 一连到了十几座修行之人的墓穴 他看到了几张壁画 上面所画的场景 与功法中记载的内容不谋而合 图文俱全 猥琐老板自以为万事俱备 开始了一系列的杀戮 猥琐老板语气深沉地说道 陈医生当真知道 我屡次失败的原委 当然 陈宇笑了笑 悬门多有师姐成仙的记载 你对此笃信不疑 所谓师姐成仙 指的是修行到一定程度 修行之人功德圆满 白日非生 而想要达到这点 需要修道之人 固养本体精气神 同时多做善事 积累功德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精简 猥琐老板点点头 陈宇说的没错 说起来容易 可是纵观古今 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灵气还算充盈的古代 能够白日非生 师姐成仙的前辈 也是屈之可数 到了灵气 遇见稀薄的现代 哪怕做一辈子好事 用一生时间修行功法 到头来 也不过化为一滩枯骨 肉身消散于天地之间 猥琐老板不甘心 就这样湮灭 他要成仙 更要成就不朽 你照葫芦画瓢 按照功法记载内容 寻找了五个作恶多端的人消 接着 你按照壁画上的记载 依照五欲惩罚恶人的方式 将他们残忍地杀死 完成这些 你又按照最后一幅壁画的描述 将他们放入坑中 开弹做法破地狱 试图将五名人消送入地狱 借此获取能够飞升的功法 其料你做完这些 自身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功德 反而被这五道恶魂缠绕 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你才将五道恶魂 打得魂飞魄散 陈宇看了看脸上变色的猥琐老板 猥琐老板 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 好似听入迷了一样 你坚信自己不会错 一定是某个步骤出现了问题 为此 你不停寻找作恶的人消 又不停地将他们杀害 这些年来 被你杀害的人消多达上百 所谓的实验 统统以失败告终 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功吗 陈宇问道 为什么 猥琐老板表情迫切道 因为你有病 陈宇认真道 猥琐老板气得肺都要炸了 我没有逗你 你的失败 和你的病情有直接关系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有很严重的疑病症 本章完 什么是疑病症 为了得到自己屡次失败的原因 猥琐老板 哪怕要气炸了 也只能赞压怒火 陈宇说道 疑病症的病理表现为 患者性格孤僻 固执 过分关注自身 并且非常的敏感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其中的固执和过分关注自身 是导致你发病的主要原因 你花了将近三十年 练就了一身不凡的功法 逐渐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认为自己已经超脱了普通人范畴 又不愿百年以后 和普通人一样化为尘土 同时 又因为你的过分敏感 导致你认为 做法屡屡失败 只可能是方法不对 而非这种办法本身有问题 别人都是撞了 一次南墙就回头 你是撞得头破血流 不认为南墙撞不破 自认为自己头不够硬 陈宇语气中 带上了淡淡的嘲讽 修行成仙 哪有什么捷径可走 要是这种办法真能奏效 那些人又怎么会变成目中枯骨呢 猥琐老板愣住了 难道这种办法真的行不通 行得通 猥琐老板差点一个 猎切跌倒 陈宇 你特么有病吗 猥琐老板 这回是真的欺诈了 你嘛 大喘气有意思吗 害得他差点以为 自己这些年做了无用功 我没病 你才有病 陈宇语丹笑道 我说的行得通 不是说这种办法 真的能让人成仙 而是指这个办法 所代表的真实意思 什么是真实意思 猥琐老板再次来了精神 陈宇首先 这种方式并非来自玄门 而是源自古代巫术 其次 杀人消陷并不能获取功德 杀人消陷纪五欲 是为了让人消 带走你自身的诸多罪孽 身上无论灾 才能避开因果循环 夺赦他人肉身 用另外的身躯继续修行 什么 夺赦肉身 猥琐老板大惊失色 陈宇点点头 说道 人力有尽时 天命亦难为 通过不断献计 不断夺赦肉身 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永生 活得越久 对于修为的感悟越深 或许有朝一日 才能真的得到肉解飞升 对了 陈宇顿了顿 说道 不论是壁画 还是功法 都漏掉了一步 哪一步 漏掉了第七个人 陈宇说道 想要彻底完成一事 除了需要五名人消 以及你这个施法之人外 还需要第七个人 日月同工之人 充当你的兵解人 望着一脸愕然的猥琐老板 陈宇解释道 日月同工指的是 具有太阴太阳两种命格之人 阴阳同命 才能完成仪式的最后一步 猥琐老板恍然大悟 难怪自己试了这么多次 次次都以失败告终 原来是缺少了最关键的一个人 随即 一个问题出现在他脑中 据陈宇讲 这个步骤 或者说 这个人非常的重要 关系这整个仪式 是否能够完成 既然如此 为什么撰写功法之人 以及壁画主人 都没有记录这个步骤呢 那是因为 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你成功 陈宇一眼看穿 猥琐老板的心中所想 不想让我成功 猥琐老板难以置信 这种一世逆天邪门 但凡心性正常的修炼之人 都不会相信 更不会去尝试杀人成仙 也只有你这种性格偏激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才会干这种 忤逆天道人伦的事情 伟达目的 你是人命如草剑 你之前的那些前辈 又岂会是什么善男性女 陈宇积笑道 你把他们当成指路明灯 殊不知 性情诡诈之人便是死 也要继续害人 可怜你被你耍得 团团转却不知 猥琐老板心狠手辣 现场杀了 他都不为过 不过话说回来 总归也是个可怜虫 本着废物利用的想法 陈宇也打算 拿他做一个实验 试着激发妖道心中的愧疚 主动去警局自首 看看引人迷途之反 死到临头之际 知道悔悟 能否获得功德气韵 得知自己被两个死人坑了 猥琐老板脸色要多阴沉 有多阴沉 如果我找到拥有日月同工命格之人 充当我的兵解人 是不是就能夺射他人肉身 猥琐老板猛地问道 陈宇点点头 实验失败了 多谢 下一秒 猥琐老板左手再次结成剑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点向陈宇 嗯 紧接着 猥琐老板傻眼了 陈宇用看白痴一样的目光 看着自己 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怎么会 猥琐老板不死心地 又一次点向陈宇 我劝你先查看一下自身灵气 听到这话 猥琐老板马上调吸体内灵气 这一查不要紧 猥琐老板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体内灵气 被某种力量禁锢住了 前辈饶命啊 猥琐老板二话不说 立马下跪求饶 这里只有陈宇和自己 灵气肯定是他禁锢了 能够在自己不知不觉间 禁锢住体内灵气 可见陈宇的修为远在他之上 陈宇摇摇头 说道 起来 是 猥琐老板不敢违抗 小心翼翼站了起来 那面鬼王铜镜 你是从哪搞来的 陈宇问道 是我找一位道友买来的 由于不得其法 猥琐老板每次杀害人销 都会被恶魂缠上 虽然无法对他造成威胁 却也让他烦不胜烦 经过一番筹谋 他找到了一名 擅长制作法器的道友 每次一事失败 他便会用法器镇压恶魂 皇宫会所属于一处风水宝地 皇宫会所的前任老板 还有那名打手 都是你的手下吧 陈宇又问道 猥琐老板交代道 他们都是我的弟子 师父是个混蛋 选的弟子 同样也不是什么好人 陈宇伸出一根手指 指尖处 灵气环绕 刹那间 灵气急事而出 静止没入猥琐老板硬堂 光当 猥琐老板身体直直向后仰去 接下来 该轮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你了 陈宇拍拍手 转身离开了这里 不带走一片云彩 本章完 作恶之人必有天谴 陈宇此刻便是代表天道 对此人施加惩罚 废了腰道一身修为 将他从云端打落地面 晚上七点多 李长军风风火火闯进店内 顾不得把气喘云 李长军急匆匆说道 陈医生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 谁是幕后主谋 他现在人在哪里 李队长别急 先喝杯水 人跑不了 陈宇淡淡一笑 将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水 朝前推了推 见状 李长军带着急迫的心情 坐在办公桌前 记住王子MQXL 拿起茶杯 一口气喝了个干干净净净 刚把茶杯放下 李长军发现桌上有张纸条 上面写有一个地址 拿去吧 谢谢陈医生 李长军欣喜若狂 他多次和陈宇打交道 得出了一个结论 陈宇做事虽然喜欢云山雾绕 本领却没得说 这张纸条很可能是凶手的地址 咦 李长军拿起纸条正要细看 纸条后面还有一个地址 陈医生 上面怎么有两个地址 正面地址是幕后主谋所在位置 背后的地址 是他一个同伙的藏身地点 陈宇口中的另一个同伙 乃是皇宫会所前任老板 妖道这些年为了寻找人销 杀害百条人命 担心有朝一日会被警方查出真身 起了招揽手下的想法 流窜到航城 他选了两名弟子 一个是先前那名打手 另一个则是皇宫会所老板 打手心狠手辣 会所老板有权有势 接下来的杀戮中 两人为妖道做了不少事 皇宫会所老板专职帮妖道收集人销线索 妖道也没有亏待对方 会所能做的风生水起 妖道背后帮了不少忙 打手充当凶手 在妖道的指引下滥杀无辜 至于杀完以后 为什么没有将尸体藏起来 答案很简单 今时不同往日 早些年 各地探头不算多 如今 天网系统遍布全国每一座城市 特别是像航城这样的大城市 监控探头密集如珠网 妖道能让打手隐匿身形 却无法保证搬运尸体时 不会露出马脚 索性将尸体抛在现场 暂时交给警方处置 等到第五名人肖被杀 妖道会从殡仪馆里 将这些尸体拿出来 进行所谓的仪式 皇宫会所老板 虽不是什么好人 但多少有些头脑 看到妖道杀人如麻 害怕有一天大祸临头 不由生出了二星 特别是有五具尸体 埋在自己店内 仿佛一颗随时会引爆定时炸弹 他以低廉价格将皇宫会所卖掉 拿着三亿巨款跑路躲栽 这些内容 都是陈宇通过天机册看出 普天之下 只有他一人知晓 李长军动了动嘴唇 想要再问一些详情 又想到陈宇古怪的性格 决定还是先把人抓到再说 好久没有开直播了 今天心情不错 找几个姓月儿换取功德 说着 陈宇伸了个懒腰 先叫一份外卖填饱肚子 吃完饭就开始直播 习大普奔 失踪人口回来了 今天走了什么大运 刚一上线 就看到陈医生开播 诸位姓月儿 还不赶快去买一张彩票 没准今晚能中大奖 原本就很热闹的直播间 随着陈宇开播 像是开了锅的废水 不同于其他主播 陈宇开播一直有固定时间 下播倒是很准时 每次直播 只给三名患者看病 完事以后 马上下播 一分钟都不会多留 喜出望外的水友们 呼朋唤友 五分钟不到 直播间人数从十几万 猛增到一百多万 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此时是晚上八点 属于直播平台人流量最大的时刻 老规矩 抽红包连麦 陈宇也不废话 随手发出去百元红包 仅仅十秒 红包被一卡空 三名幸运 出现在了公屏上 我乐个大趣 排得低的 怎么会是萌萌 萌萌赶紧走 现在跑还来得及 完了完了 我最喜欢的女主播要翻车 楼上什么意思 难道你觉得 小姐姐会有黑历史 她有没有黑历史我不知道 可只要跟陈医生连麦 多多少少得被弄出点毛病 水友们众说纷纭之际 一个网名叫做 围棋少女中萌萌的女孩 已经和陈宇连上麦 女孩约十八九岁 穿着一件白色T恤衫 留着双马尾 模样青春 好似林家妹妹 陈医生您好 很高兴获得跟你连麦的机会 围棋少女中萌萌 满脸笑容地向陈宇打着招呼 同时歉意地告诉水友们 自己进入陈宇直播间 本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这么幸运 真的和陈宇连上麦 固定在八点二十分开播的 围棋教学直播 要向后延迟几十分钟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谅解谅解 萌萌说什么都是对的 妈妈你快看 世界冠军向我道歉了 萌萌 下月的国际围棋锦标赛 我买好了机票 去现场给你加油 还有我还有我 我除了买了机票 还买了萌萌所有比赛场次的观众票 谁能照顾一下不关心围棋的水友 这位主播是干什么的 天呐 还有人不认识周萌萌 为什么一定要认识他 他又不是大人物 随着这条弹幕出现 接下来的弹幕不是调侃 就是讥讽 这名水友有眼不识泰山 围棋少女周萌萌 不但是大人物 更是围棋界百年难遇的天才 周萌萌四岁学期 七岁参加业余比赛 九岁半成为职业棋手 十六岁击败他的老师 围棋九段 前任棋胜 之后连续三年 参加世界围棋锦标赛 四次斩获冠军 以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成为最年轻的九段国手 没有人会怀疑 再给周萌萌几年时间 他会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奇胜 打破前任记录九连胜 面对铺天盖地的夸赞弹幕 年仅十九岁的陈萌萌 露出了羞涩表情 大家安静 陈宇点了点桌面 弹幕顿时消失 这位患者 请说出你的病情 我 我好像中毒了 围棋少女周萌萌 犹犹豫豫豫 讲出与陈宇连迈的原因 怀疑自己被人下毒 本章完 直播间里的水友 惊诧万分 谁也没想到 陈萌萌与陈宇连迈 会是因为中毒 萌萌 你不是 再和大家开玩笑吧 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 敢给咱们国家 未来的围棋齐胜下毒 萌萌 你既然知道自己中毒 为什么不报警 赶紧去医院看看 千万别影响 下一次国际比赛 这时候了 还管什么比赛 专心养病才是正事 陈医生 您一定要治好萌萌 周萌萌是有三长两短 将会是咱们国家的 重大损失 萌萌你好好想想 有怪异感觉之前 都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水友们纷纷献计献策 学过独理学的水友 都已经准备组团 去给周萌萌会诊了 陈宇还没说话 周萌萌马上开始解释 大家不用这么紧张 我只是 怀疑自己中毒 并不确定一定是中毒 最近这段时间 周萌萌情绪很不对头 时而亢奋 时而伤心 伴随有浑身乏力 恶心呕吐 失眠惊恐等现象 感觉情况不对以后 周萌萌去医院 做了一系列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周萌萌什么事都没有 无论生理还是心理 医生认为 周萌萌出现反常反应 可能是因为 备战国际大赛 导致精神压力过大 建议周萌萌 适当出去走走 多做些感兴趣的事情 或许可以缓解心理压力 说是这么说 无论周萌萌做什么事情 都无法改变 这种古怪的低落情绪 他除了是国家围棋队首席 同时还在网上开设直播 教水友们围棋知识 宣传围棋运动 网上有两个主播 上线不一会 就能聚集百万谁有 一个周萌萌 另一个是陈宇 出于对陈宇的好奇 周萌萌看了不少他的直播录屏 看到第一期直播录屏 周萌萌感觉自己的症状 与周可欣非常相似 因此怀疑 有人给自己暗中下毒 听萌萌这么说 情况的确好像 跟周杰有些像 我明白了 肯定是有人嫉妒萌萌取得的成绩 或者是对手害怕萌萌 在比赛中战胜自己 卑鄙地给他下毒 萌萌 你赶快去有毒理检查资质的医院 或许能查出原因 他都已经和陈医生连伤麦了 没必要去医院 有陈医生出手 什么病查不出来 陈医生 您快帮萌萌检查检查 诊疗费我来出 除了少部分吃瓜水友 大多数水友都对周萌萌的情况 抱以高度关心 与此同时 陈宇手机不停发出响动 看着手机内容 陈宇哭笑不得 周萌萌的影响力 真不是随便说说 医会功夫 几十名水友通过打赏方式 替周萌萌出了 诊疗费与治疗费 大家不要再给我打钱 你们之前打的钱 我医会 会原路退回 陈宇正色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位患者不是中毒 听到周萌萌不是中毒 水友纷纷松了口气 不是中毒就好 即便真中毒 陈宇也能分分钟给周萌萌治好 周萌萌半心半疑道 陈医生 如果我不是中毒 最近这段时间 为什么总感觉不对劲呢 医院那边查不出任何的原因 难道真的是心理压力过大 陈宇说道 你的病情的确和心理原因有关 但并非压力过大 而是你有精神分裂 这句话就像是一颗炸弹 不但将周萌萌炸晕了 更是炸出了无数的弹幕 陈医生 你要不要这么狠 不说则已 一说就给人定了个精神分裂 但凡是要看一场直播 我都不会相信陈医生说的话 萌萌这么年轻 怎么会有精神分裂 听说精神分裂会 分裂出两个人格 咱们看到的是第一个周萌萌 还是第二个 什么第一个第二个 周萌萌根本没有精神分裂 周萌萌整个人都精枉 初衷是想请陈医 帮忙瞧瞧自己有没有中毒 陈医却给他诊断了一个精神分裂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作为一项需要长时间集中精神 身体素质要求极高的体育项目 所有职业围棋选手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接受身体检查 周萌萌是国家队首席选手 身边常年配有两名贴身医生 一名负责心理 一名负责身体 如果有精神分裂 医生不可能看不出来 而且半个月前 周萌萌刚去医院做完检查 什么事情都没有 精神分裂从何谈起 瞬间 直播间里的水友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坚持认为 周萌萌肯定有精神分裂 另一个阵营苦苦哀求陈医 一定要治好周萌萌 喜欢周萌萌的水友中 除了部分人因为颜值关注他 大部分水友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围棋爱好者 围棋属于小众运动 国内百姓对他的关注度并不高 自从周萌萌这位天才少女 横空出世 国内对围棋的关注度 一日胜过一日 一旦周萌萌出世 刚刚焕发第二春的围棋运动 可能会再次跌落低谷 见陈宇迟迟迟没有说话 周萌萌的小心肝越跳越快 水友们的议论点 通通集中在精神分裂上面 没有一位水友 质疑陈宇的诊断 可见 陈宇的本事已经得到了大家公认 难道自己真的有精神分裂 周萌萌哭丧着脸 声音中带着哭腔 陈医生 如果我选择比赛之后接受治疗 来得及吗 来不及 陈宇淡淡道 如果你不在今天接受治疗 再过十天 你的轻狂好友就能吃席了 陈宇得到这句话 再次展现出 与不惊人死不休的个人作风 也就是说 萌萌还能活十天 不会吧 不是出病当天才能吃席吗 人死以后七天出病 难道萌萌会在大后天去世 尼玛 陈医生也太狠了 诊断出精神分裂不算 还打算直接将萌萌送走啊 谁有和周萌萌都慌了 周萌萌哭哭啼啼地说道 陈医生 您别吓我 我胆子小 没有人不怕死 周萌萌自然也不例外 我没有吓你 说的都是事实 陈宇正色道 三天后的下午七点 你家楼顶天台 你会纵身一跃 本章完 周萌萌眼中的泪花 一滴滴地往外掉 心里委屈的不要不要 这都什么跟什么嘛 自己不过是来问一问 最近精神不对头 是不是因为中毒 陈宇先是告诉他 有精神分裂 随即还说过不了几天 他就要赶了 我感觉陈医生最近 有朝丧葬主播发展的趋势 还别说 前两天那个大叔来找陈医生 陈医生也说 他可能会死 拜托 你们能不能关注一下重点 萌萌有危险 老铁们 陈医生是说 萌萌三天后 要从天台跳楼吧 以我当了多年语文科代表的理解能力 就是这个意思 不同于以往各种整活 水友们这一次的关注重点 几乎都围绕在周萌萌的生死问题上 一些相关专业的心理学生 和医学生 纷纷现身说法 精神分裂 虽然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 但是和抑郁症相比 自杀率不算太高 除非精神分裂 发展成被迫害妄想 才会出现死亡念头 解释到这里 不少人又糊涂了 周萌萌性格阳光灿烂 不像其他一些童星 少年偶像 稍微有点名气 就目中无人 年方十九岁的周萌萌 不但是围棋国手 更是国家队首席 无数人看好的未来骑胜 算得上是世界主目的名人 即便如此 周萌萌性格 还是一如既往的谦虚和善 没有比赛的日子里 周萌萌每天都会开直播 除了免费 向围棋爱好者传授记忆 还会讲述博弈当中 应该如何调整心态 如何在面对不利局面时 冷静思考扳回局面 总之 从各方面看 周萌萌都不会是精神分裂 更不可能因为精神分裂自杀 偏偏这话是从陈宇嘴里说出来的 别人说这话 分分钟就要被网爆 陈宇一旦这么说了 事情就显得十分诡异 陈医生 我能不能不死啊 周萌萌可怜兮兮道 当然可以 陈宇的这句可以 犹如一道温暖的阳光 照射进乌云密布的直播间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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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生就是陈医生 先一后阳丸的真溜 萌萌你别哭了 陈医生有办法救你 我怎么感觉 陈医生是在和萌萌开玩笑呢 答应得也太快了吧 管他快不快 只要我们天才少女平安就好 水友们喜大普奔 一个个表现得周萌萌还要开心 周萌萌抽气的表情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迷茫 正如一名水友说的 陈宇答应得也太快吧 快到周萌萌根本反应不过来 我 我真的不用死 周萌萌小心翼翼问道 当然 陈宇淡淡一笑 说道 医生的责任是如实 将病情告知患者 讲清楚患者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病 之后根据病情 给予适当的治疗方案 帮助患者摆脱病魔 周萌萌木讷的点点头 道理是这个道理 可自己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别人都说陈宇根本不是医生 而是披着医生外皮的玄学大师 至于原因 也是众说纷纭 想了想 周萌萌决定先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先把自己的小命保住再说 陈医生 您先等一下 我联系一下对立 然后开始接受您的治疗 周萌萌掏出手机 准备联系领队 宣布退出一个月后的国际围棋锦标赛 他虽然没接触过心理疾病治疗 可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宝 估计和生理疾病一样 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治疗期 下个月的比赛 恐怕是去不了了 水友们不约而同 为周萌萌感到惋惜 他已经取得了三次冠军 再赢七次 就能打破之前的世界纪录 这一下子 恐怕要从头来过来了 围棋运动员 和其他体育运动员一样 也都是会退役的 一场比赛下来 对围棋选手的体力和精力消耗是巨大的 如果是棋逢对手 几个小时的博弈下来 选手身体需托是常识 因此 大部分围棋运动员 都会选择在三十岁左右退役 周萌萌从头来过 在想打破前人九连胜 留给他的时间只有十一年了 陈宇轻飘飘地说道 你不用打电话请假 治疗过程不需要太久 不会耽误你的下一次比赛 不会耽误比赛 周萌萌再度震惊 陈宇微笑道 只要你依从我的治疗办法 我保证你一分钟就能痊愈 一分钟 周萌萌表情夸张的瞪大眼睛 这是什么鬼 一分钟治好精神分裂 就算是手指割伤 贴一张窗壳贴 都比这时间久吧 同样愕然的 还有谁有 一分钟治好心理疾病 这能信 并且治疗的 还是心理疾病中的疑难杂症 精神分裂 直到高潮来了 谁有门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个睁大眼睛 等着陈宇大展神威 看陈宇直播 不是一天两天 施展的本事 众人都是笃性的 周萌萌半是惊喜 半是震惊地看着陈宇 陈医生 你赶快给我治疗吧 好 陈宇轻描淡写地应了一声 示意周萌萌 将右手抬起来 文言 周萌萌乖乖地抬起右手手臂 摘下手腕上的手链 谁有门这才看清楚 周萌萌右手除了有白色的T恤袖子 手腕处 还有一串不知道什么材质的手链 周萌萌拿下手链 说道 然后呢 你的精神分裂源自这条手链 拿下它以后 可以选择将它远远丢弃 又或者将它寄给我处理 只要不再带上它 你的精神分裂就永远不会发作 陈宇的话刚说完 周萌萌整个人都懵了 头一回听说 手链饰品能让人变成精神分裂 就算陈宇本事再厉害 也不该拿自己当三岁小孩糊弄嘛 怎么 不相信 陈宇笑问道 不是不信 就是 就是有点不可思议 一条手链 怎么会让我出现精神分裂呢 周萌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就是太匪夷所思了 因为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手链 才知是人类骨骼 陈宇沉生道 本章完 这句话直接在直播间里 掀起了九级地震 饶式机智如水友 也是万万想不到 周萌萌带着的装饰品 竟是用人骨头做的 更加想不到 这玩意会让周萌萌生出精神分裂症状 要不是无数次见识过陈宇的本事 最起码有一半水友 开始撸胳膊挽袖子 脚踩凳子 直接开喷 你妈 这也太刺激了 骨头还能制作手势 老夫掐指一算 这不是手势 搞不好是某种邪气 倒有言之有理 此地定是一件不祥之物 我举报 有人在陈医生直播间 搞封建迷信 举报你大爷 陈医生都说了 东西是人骨做的 能是正经玩意 记住网址MQXLaw 我的天哪 他会不会带有诅咒 因此才让萌萌出现精神分裂 机智如你 陈复义 周萌萌于光撇到屏幕弹幕 谁友们的描述 一个比一个夸张 甚至有人说 手链里可能有恶鬼亡魂 大家别再说了 周萌萌大喊了一声 好似丢烫守山玉一般 啪地将手链丢到地上 继续散布封建迷信 接下来的直播 你们可就看不成了 陈宇陈生道 害怕陈宇搞批量拉黑 弹幕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首先 手链上既没有恶鬼亡魂 也没被人下诅咒 其次 人骨手链本身 不会直接引起精神分裂 却能将人类内心的负面情绪 无限扩大 谁友们哭笑不得 陈宇这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先说不让大家在直播间搞封建迷信 接下来他说的话 句句不离封建迷信 正常东西 能将人的内心负面情绪扩大 胡弄鬼呢 周萌萌又一次流下眼泪 这条手链 真是不干净的东西吗 我情绪变差 甚至还要因此自杀 都是他搞出来的吗 陈宇点了下头 前不久的一场直播中 我曾和大家解释过 所谓的见鬼 其实只是碰到科学中 很常见的能量体 人骨属于人体中的一部分 自然也包含在能量体当中 用人骨制作的手势 里边蕴含的能量磁场 会间接影响到佩戴者心理状态 嘴上这么说 陈宇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 谁有都是一群小机灵鬼 说的没错 周萌萌手上带着的手链 的确是一件邪气 并且这件邪气 陈宇还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邪气属于法气一种 之所以称之为邪 原因在于 它的主要作用 是帮人为恶 或是害人中邪 人骨手链属于后者 本身带着大量不祥之气 若佩戴者心中心肩如铁 没有负面情绪 哪怕戴上一辈子 都不会受到影响 可人非圣人 普天之下 又有几人能做到 心中没有负面情绪 不曾出现不该有的念头呢 只要冒出一点 便会被人骨手链中的 不祥之气 无限扩大 最终走向极端 他说这是象牙手链 周萌萌难难自语道 听到这话 不少反应机敏的水友 纷纷发来弹幕 询问周萌萌 这条手链 是在哪里买的 卖它手链的人 绝对不是好人 明明是人骨手链 却说成象牙手链 根本是存心要害周萌萌 这位患者 你不用有任何的迟疑和顾虑 知道什么说什么 医生的责任既是给患者治疗 更是帮患者排忧解难 陈宇露出阳光一般的笑容 心理医生 除了能帮患者治疗心理疾病 还会通过化疗 帮助患者 加强信心和勇气 做最好的自己 陈医生 谢谢你的鼓励 那我就说了 周萌萌怯声声看了一眼 丢在地上的人骨手链 这条手链 是一个粉丝送给我的 一个多月前 周萌萌代表本省 参加全国围棋大赛 不出意外 轻轻松松取得冠军 接受完记者采访 周萌萌正要回酒店休息 主办方负责人将他叫住 给周萌萌引荐了一名VIP客人 客人自称是周萌萌的奇迷 专程从航程赶到比赛地点 为周萌萌加油 随后 粉丝送了周萌萌一件礼物 又和他交换了微信 萌萌 你太善良了 陌生人送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带呢 能被主办方引荐的粉丝 身份肯定不简单 他为什么要害萌萌 还能为什么 不是讨厌萌萌 就是另有所图 小姐姐 那人之后有没有联系过你 跟你说了什么吗 小姐姐你别害怕 陈大师不但能治病 也一定会保护你 水友们开始给周萌萌加油打气 让他将知道的一切 通通告诉陈宇 谢谢大家的关心 粉丝送完手链以后 提出想和周萌萌交往 但是被他给拒绝了 随即 粉丝又说 是在跟周萌萌开玩笑 让周萌萌别挂在心里 我当时忙于比赛 也没多想这方面的事情 就把他当成普通朋友 每一次对方发消息 我都会理解性的回上几条 周萌萌一边回答网友们的询问 一边在脑中回忆 对方为什么要害自己 那次比赛之前 周萌萌可以确定 没有见过这个人 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条特效弹幕 出现在屏幕上 肯定是萌萌拒绝了他的求爱 此人心生恨意 使用某种方式激活了这条手链 又一条特效弹幕飘了过来 大哥 这又不是遥控飞机 怎么可能说启动就启动 说关闭就关闭 萌萌 你把那个人的网名发出来 直播间有这么多水友 大家一定会替你主持公道 一名水友发弹幕说道 周萌萌打开手机 调除微信 找到的那个人的信息 尼玛 原来是他 如果是他 那就没跑了 被他追求过的主播 听说都遭遇了不幸 兄弟们 这王八蛋正在开播 大家跟我冲 粉丝在周萌萌的微信朋友列表中 名字叫做赵公子 通过赵公子的个人头像 水友们认出他的另一个身份 虎于平台出名的炫富主播 网名叫 我家有乌又有甜 生活好无聊 炫富狂家海王人设 本章完 赵公子父母去世 给他留下几十亿遗产 毫不掩饰自己有钱炫富 喜欢美女的海王性格 据小道消息 被赵公子撩骚过的几个美女主播 先后遭遇了不幸 至于遭遇了什么 没人清楚 只清楚他们全都选 其中有一个小姐姐 更是百万级别的宅武区主播 想到遭遇不幸的几名女主播 又联想到周萌萌的情况 水友们笃定 凶手就是赵公子 赵公子求爱不成 用邪门手段暗算周萌萌 估计不是第一次这么赶 几名女主播 也被他以这种方式坑了 转瞬功夫 大批水友杀向赵公子直播间 与此同时 赵公子正在炫富 炫耀刚刚从国外买来的高档红酒 每瓶红酒价格十万块 水晶高脚杯 是由国外工匠打造的一套手工精品 价格比一箱红酒还要贵 厨房中处处可见奢华 有钱人的生活 总是这样的枯燥而乏味 无聊 真无聊 有时候我也想过穷老百姓的日子 可是实力不允许 穿着真丝睡衣 脚踩真皮拖鞋的赵公子 表情夸张地打开了一瓶红酒 倒进旁边醒酒器 开始醒酒 虎于平台主播风格多如牛毛 炫富流算是被他开了鲜河 每次直播少则二三十万 多的时候能有六七十万 赵公子看了一眼直播热度 人数正在急剧增加 小穷人就是小穷人 自己买不起 总想过过眼影 哎 生活真无聊呀 赵公子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姓赵的 你的末日到了 你竟然敢害萌萌 我们不把你喷退网 跟你一个性 萌萌拒绝了你的求爱 你就要害死他 王八蛋 你的心黑透了 马上自首 不然 我就打电话报警抓你 垃圾渣男 老子骂你了 有本事互相伤害 看着屏幕铺天盖地的谩骂弹幕 赵公子脸上得意笑容戛然而止 这帮小穷人怎么了 嫉妒心发作 来这过嘴瘾 赵公子正要回击 发现谩骂的弹幕中 不少带着周萌萌的名字 你们这帮小穷人都给我住口 大致知道事情经过 赵公子敲了敲桌子 本公子什么时候害周萌萌 我告诉你们 诽谤要负法律责任 姓赵的 你就在这装吧 人渣当中 你也算是极品 想到这种方式害人 无耻匹夫 老实交代 那些退网的主播小姐姐 你是不是也用了相同方式对付他们 你送萌萌的人骨手链 已经被陈医生识破了 虎于平台被称作医生的主播不少 而被称为陈医生的 只有陈玉 随着陈玉爆火 陈医生三个字 成了他的专属用词 别的姓陈的医生主播 水友们都是直接称医生 而不带上心 气愤的水友们 根本不给赵公子解释 或者反驳的机会 骂骂弹幕多到数都数不过来 懒得跟你们这帮小穷人解释 气急败坏的赵公子 选择关闭直播 想了想 他进入了陈玉的直播间 陈医生 他来了 周萌萌吓了一跳 身为几十亿资产继承人 赵公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刚进直播间 付费购买的大量特效道具 开始发挥作用 我家有屋又有填几个字 带着特效光环 出现在水友列表 姓陈的 老子没招你没惹你 你往我身上泼脏水干什么 敢不敢跟我连麦 赵公子一连发了两条特效弹幕 这时 陈宇接到了赵公子连麦申请 直播间可以进行多人连麦 即便与赵公子连麦也不会将周萌萌挤下去 陈宇淡淡一笑 点击了同一连麦 下一秒 屏幕出现了赵公子的画面 站在自家奢华的厨房内 赵公子手中拿着红酒杯 另一只手指着屏幕 姓陈的 我这辈子最讨厌被人诬陷 这事你要不说清楚 我保证明天你起码会收到十封律师信 赵公子不但喜欢炫浮 脾气也不算好 刚连上麦便对大呼小叫 除了要求陈宇道歉 还要写下道歉声明挂在直播间 起码一个月 陈宇说道 你口口声声让我道歉 我应该为什么事情道歉 当然手练的事情 赵公子不假思索道 手练根本不是人骨之城 用的是顶级的象牙 我几个月前出国旅游 在当地一家拍卖行买的 足足花了五十万 你说 他是人骨做的 这不是诽谤 是什么 听后 陈宇为做任何表示 目光看向周萌萌 这位患者 麻烦你将被扔在地上的手练捡起来 拿到镜头前 让他仔细看看 即便心里怕得要死 周萌萌还是壮着胆子 捡起了地上手练 赵公子态度非常激动 看起来真像是受到了委屈 周萌萌也想搞清楚 手练到底是象牙 还是人骨 很快 周萌萌将手练对准摄像头 赵公子看了看 说道 没错 这是我前不久 送给周小姐的象牙手练 根本不是人骨头做的 周小姐 你被这个混蛋给骗了 周萌萌抿了名嘴唇 赵公子的话中 带着满满的自信 怎么看都不像心虚 更不像是在狡辩 陈宇笑道 想要证明这条手练 是人骨还是象牙 其实很简单 找家大一点的古董店 请鉴定师上手摸摸 就能分辨出 它是人骨还是象牙 好呀 鉴定什么材质还不简单 周萌萌心里豁然开朗 这种事情 根本没必要纠结 周萌萌当场使用手机 查到当地一家 规模最大的古董店 有偿请对方鉴定师 上门鉴定 半个小时后 鉴定结果出来 根据这名鉴定师的分析 手练绝非象牙 的确是人类骨头 怎么会 赵公子如遭雷击 鉴定是在摄像头前进行 整个过程相当于直播 没有一点作假的可能 陈宇说道 你从一开始就搞错了一个问题 我只是说 手练是人骨 没说是你要害周萌萌 经陈宇这么一说 谁有门先后想起来 的确 陈宇只说 手练的材质是人类骨头 这件东西扩大了周萌萌心里的负面情绪 才会让他出现精神分裂 进而寻短剑 却一个字都没说 是赵公子要害周萌萌 本章完 可话又说回来 不是赵公子 又是谁 毕竟 这条手练是他送给周萌萌 此时此刻 赵公子也蒙了 同样不解的周萌萌说道 陈医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不是赵公子要害我 那又是谁啊 陈宇说道 人骨手练 是按照象牙手练的样式制作 做工与象牙有些相似 稍微经过加工 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想要在手练主人身边 将东西偷走 又有谁能做到呢 我知道了 是那个贱人 赵公子气急败坏 能进入我家的人 只有他一个 肯定是他敢 贱人 老子供你吃供你穿 你就是这么回报老子的 赵公子勃然大怒 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 谁有门满心不解 看的却是津津有味 今天剧情真是峰回路转 并且还是第一次多人连迈 看样子 赵公子已经猜到 是谁换了手练 并且打电话叫人叫过来 接下来又有乐子乔了 二十多分钟后 一名身材高挑的美貌女人 出现在镜头前 老公 你这么急着叫我过来 是不是又想 啪 女人话还没说完 赵公子直接抽了他一巴掌 这巴掌又快又狠 毫无防备的女人 直接被抽倒在地 周萌萌 赵公子 陈宇 各自拥有庞大粉丝群 三人集体连迈观 看直播的谁有数量 高达四百万 此刻 众人被赵公子 这一巴掌看愣了 谁也没想到 赵公子不但脾气暴躁 喜欢炫富 还有暴力倾向 说打女人就打女人 女子用手捂着脸 愕然道 老公 你为什么要打我 贱人 是不是你把我买的 象牙手链 调换成了人骨手链 你都知道了 妖艳女人脱口出 右手紧紧捂住嘴巴 真是你干的 赵公子弯下腰 抓起女人的头发 这些年来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即便你家破产 我都没有嫌弃你 虎于平台那些女人不理我 也都是你搞的鬼吧 是我 女人变了一个人 脸上没有了委屈 变成了浓浓的怒气 我家的确破产了 这些年来 你也没少给我花钱 但这些都是我应得的 当年要不是我家拉了你家一把 你早就流落街头了 你又岂会有今天的锦衣玉石 咱们十八岁订婚 我是你合法的未婚妻 对你一心一意 可是你呢 自从你爸妈死了 没有人管教你 你天天在外面拈花惹草 大量妖艳贱惑围绕在你身边 想要成为赵太太 我作为你的合法未婚妻 凭什么不能捍卫我的地位 女人嘶吼道 所以 你就要用邪门手段对付他们 赵公子阴森森地问道 你喜欢送人家贵重礼物 我就在你的礼物上加点东西 让你尝一尝 什么叫做人才两空 听到这话 赵公子气得还想再打 电脑里传来了陈宇的声音 打人是犯法的行为 哪怕他做了错事 你也没权利打他 赵公子这才想起来 现场还开着直播 你给我滚 马上从这里滚出去 再让我看到 我和你没完 赵公子多少还有些理智 继续打下去 搞不到会有多管闲事的水友报警 女人艰难从地上爬起来 用恶毒目光瞪着赵公子 跌跌撞撞地离开了镜头 水友们抱歉 我刚才太生气了 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种事情换在你们身上 想必你们也会和我一样 赵公子解释道 平时的我是个非常文明的性格 从来不动手打人 更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真是长见识了 当着几百万水友的灭殴打女人 还有脸说自己是个文明人 有一说一 我要有这样的女朋友 也会忍不住揍她 太坑人了 我知道这么说不对 我产生了同情那个女人的想法 上层社会的关系真特么乱 还是老老实实躺平舒服 不枉我今晚放男朋友鸽子 要是错过这场直播 起码要后悔一年 除了少部分习惯整活的水友 大部分水友 就着刚才的事情发起弹幕 或是指责赵公子殴打女人 或是讨论她和女人之间 到底谁更有错 周小姐 让你受到惊吓了 真的是很抱歉 赵公子表情歉意 如果知道她是这种人 我是绝对不会把她留在身边的 真没想到 她会将我送给你的礼物 掉包成这种邪门的东西 周蒙蒙看向陈宇 赵公子刚才出现的暴力一幕 导致周蒙蒙心生后怕 幸亏自己不喜欢她 要是和赵公子交往 会不会有一天 也落得那个女人一样的下场 陈宇似笑非笑道 这位患者 你的病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能连上我的脉 证明有缘分 需不需要我给你治疗 哼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没有暴力倾向 赵公子冷着脸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手段 少往我身上用 我根本就没病 也不需要你治疗 不 你有病 并且已经病入膏肓 陈宇说道 你内心当中 潜藏着强烈的暴力因子 容不得他人忤逆你的意思 安排你做不喜欢的事情 换成一般人 要么是当场拒绝 又或者是阳凤阴违 过去也就过去了 而你则不同 你嘴上不会说什么 心里却将这些人 当成仇人 你的病态心理疾病 已经到了压都压不住的程度 赵公子怒斥道 陈宇 你再敢乱说一句 我会组织一支律师团 把你告进监狱 是有人要进监狱 但不是我 而是你 陈宇目光突然变得犀利 你的病态心理 介于反社会人格 与冷血精神病中间 强迫你做不喜欢事情的人 统统被你恨之入骨 你或是让他们身败名裂 或是直接从物理上 让他们从世界消失 内心最反感 或者说是最憎恶 是和那个女人的婚约 你闭嘴 闭嘴 赵公子怒喝道 我可以不说 但是那名司机未必会闭嘴 陈宇缓缓道 本章完 陈宇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诬陷我 但是我想其中 肯定有什么误会 咱们一会私下谈谈 怎么样 赵公子看似平静 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他正用手狠狠掐着大腿 通过疼痛 让自己的大脑保持冷静 刚刚 他脑中浮现出大量 有关陈宇本领的描述 凡是与陈宇直播连麦的水友 心中秘密 几乎都被挖出 赵公子先前一直对陈宇采取静而远之的态度 无论直播间粉丝怎么说 都没有踏进陈宇直播间一步 今天真是昏了头 为了证明清白 主动往陈宇直播间里跑 记住网址MQXL 现在麻烦了 我与你素未相识 何来误会 陈宇双手交叉 胳膊肘拄着桌面 双手拖着下巴 似笑非笑望着屏幕中的赵公子 几百万粉丝感觉到了诡异气息 赵公子像是被踩到尾巴的猫 气急败坏 怒斥陈宇 怎么看 都像是心里有鬼 陈医生 你就别卖关子了 这人是不是干过坏事 这还用问 瞧他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做了亏心事 自然怕被陈医生说出来 陈医生 快把他做过的恶行说出来 我们要替天行道 谁有群情激愤 猜测赵公子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瞧手以盼地等着陈宇抛出大瓜 周萌萌已经彻底沦为了小透明 众人几乎忘了 这场直播连麦的主角 是周萌萌 而不是赵公子 压抑不住心中好奇 周萌萌开口道 陈医生 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陈医淡淡道 杀父杀母 我撤 无情 狼心狗肺的东西 杀父杀母这种事都能干得出来 宫斗全眸剧 果然源自生活 总说上流社会乱 还以为是文学创作 福气了 福气了 这要是放在古代 哪怕赵公子是皇亲国妻 都要被凌耻 水友们惊了 这回是真的惊了 金城恶魔狠不狠 杀的也都是外人 我没有杀父母 你血口喷人 赵公子力声辩驳 我爸妈是因车祸而死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赵氏司机 机灵的水友 马上联想起一件事 赵公子要求陈宇闭嘴 陈宇面不改色地回答对方 可以闭嘴 但是司机未必会闭嘴 难道陈宇口中的司机 就是凶手 另一边 赵公子继续为自己辩解 父母死后 他拿了一大笔钱当悬赏 每年都会去警局 询问案情进展 赵氏司机太狡猾 拥有反侦察经验 警察找了几年 都没有找到他 赵公子的这番辩解 真有些人相信 通通是他的败金脑残粉 赵公子 人家相信你 我老公是不会干这种 伤天害理的事情 陈宇根本是嫉妒我家老公 多惊又帅气 大猪蹄子 利用自己的名气 对赵公子进行恶意重伤 恶心 姓陈的 你用这种采他人上位的方式出名 良心不会痛吗 杀人这是要是被当真 你知道会被赵公子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姐妹们 跟我一块举报陈宇的直播间 以为陈宇有点意思 原来是个口嗨剑盘侠 拉黑 瞧着铺天盖地的指责弹幕 陈宇面不改色 从小 你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 聪明听话嘴还甜 没人知道 小小年纪的你 已经懂得人情世故 自己表现得越乖 获得的零花钱和信任 也就越多 人前你是乖孩子 别人口中的人家孩子 但真实的你性格暴躁 视钱如命 除此之外 你还拥有着强烈的掌控欲 十几岁时 家里生意遇到麻烦 即将濒临破产 好在你父母积攒了一些人脉 一家公司拆借一大笔钱 帮助你家过关 你父母为了报恩 让你与这家人的独生女订婚 承诺婚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姓女方的姓 你对此愤怒异常 暗中隐忍不发 二十岁的时候 你开始接触公司经营 收买了一大批公司骨干 父母不在 你也能顺顺利利 接管公司和家产 花钱收买一名司机 驾驶卡车撞击你父母的坐驾 令他们当场死亡 随后 你安排卡车司机逃离现场 自信普天之下 没有人能够抓住司机 心安理得接受 你父母留下的一切 陈宇这些话 犹如一把把利剑 一下接一下的 刺敬赵公子胸膛 赵公子脸白无险 他不会束手待毙 至于断脉离开 更是不行 现在断脉离开 只会被少部分人 视为气急败坏 或是怒急攻心 绝大多数水友 都会认为他做贼心虚 你的病情 接乎于多种恶性心理疾病 属于比较特殊的病例 我免费对你进行诊断 再免费送你一套治疗方案 陈宇开口说到 自首 接受法律制裁 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 若执迷不悟 病情发作 会让你跌落万劫不复的地域 杀父杀母 天理难容 若能悔悟 有朝一日 还可以重新投胎 执迷不悟 永世沉沦 即便转世 也不可能变成人 鸡鸭鹅猪 蚯蚓蚂蚁 反正和人字沾不上关系 赵公子咬牙切齿道 陈宇 你真是个编故事的天才 我不过是骂了你几句 你竟编出这种 恶毒至极的鬼话 是不是一定要让我身败名裂 你才担心 说话间 赵公子低头摆弄手机 使用以前注册的小号进入陈宇直播间 不停给陈宇发私信 价格随便他开 只求放自己一马 周蒙蒙冷不丁问道 陈医生 赵氏司机现在在哪里 陈宇说道 监狱 周蒙蒙蒙了 自己问的是 赵氏逃逸的司机躲到了哪里 陈宇回答说 监狱 逻辑上根本说不通啊 谁有也都是一脸黑人问号 看过赵公子直播的谁有都知道 赵氏司机逃逸后 一直没有落网 哪怕他发出千万悬赏 也没人能找到赵氏司机 人 怎么可能在监狱里 本章完 妙 真是妙 果然妙不可言 楼上两个说什么呢 把凶手安排进监狱躲藏 真是一招妙气 反向思维小天才 赵公子是个畜生 却也是畜生里的天才 直播间懂得逆向思维的水友 阴阳怪气嘲讽赵公子 做坏事这方面 有着傲人天赋 陈宇笑了笑 说道 以现在的侦破手段 抓到赵氏司机 不需费多大的力气 无论他藏到哪里 都难逃罚网 只有一个地方 能够摆脱警方侦查 监狱 陈宇顿了顿 本想获得双倍功德气韵 看来想法还是太过美好 为死者沉冤昭雪 能得功德气韵 劝说恶人自首 应该也能得到一些功德气韵 可惜 绝大多数作恶之人 都是心性狡诈 不知悔改之徒 算了算了 天意如此 陈宇也懒得 再管赵公子死活 陈宇摇摇头 接着说道 前几年 有些地方户籍管理 比较混乱 你抓住漏洞 给赵氏司机 办了一套假身份 又用海量好处 诱惑司机 进牢里夺几年 你承诺已经打点好一切 到了牢里 司机不会受到 任何人的欺负 蹲上的七八年再出来 大部分人 都会遗忘这件事情 当地警方 对他的抓捕 也不会像最开始 那样严密 并且他还能拿到 你承诺的两千万 用将近十年的自由 获取两千万巨款 他妥协了 随着陈宇的讲述 赵公子披在身上的画皮 被一张张扒了下来 时间是最好的遗忘节 监狱是天下最严密 最安全的地方 凶手躲进监狱 不但能让外界 一点点遗忘当年的事情 任当地警方 如何神通广大 也想不到 更查不到监狱里面 真有人愿意为了钱 自己往监狱里送吗 怎么没有 我一个朋友 就是听信电线杆上代人 坐牢的小广告 被骗了几千块钱 那位朋友 不会就是你吧 兄弟 说出你的故事 给大家乐一乐 如果以假身份坐牢 警方的确找不到他 高 实在是高 陈医生最开始 说他可以闭嘴 但司机未必会闭嘴 这又是什么意思 一条特效弹幕 从陈宇眼前飘过 陈宇微微一笑 只有蹲过监狱的人 才知道里面的生活 有多难熬 司机最开始为了钱 还能扛得住 时间一久 再多的金钱 也不如自由宝贵 司机改头换面 进监狱采缝刺机 一采 就是五年多的时间 距离出狱还有两年 不久后 他因在狱内人打架 被增加两年刑期 陈宇明确地告诉众人 多增加的两年刑期 是压倒司机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再坚持不住了 决定说出身上秘密 换取减刑机会 赵公子那件名贵睡衣 早已经被汗水打湿 整个人好像从水里捞上来 要不是手撑着桌子 人都快被吓探 陈医生 我已经打电话报警 你可千万别坑我 我也报警了 叔叔说 马上就到 真是个畜生 之前给姓赵的 辩解的那些小脑残呢 出来走两圈 沙雕脑残粉 看人家有钱 就觉得姓赵的是个好人 真是傻叉 没几年脑穴栓 怎么会给赵公子当粉丝 叮咚 叮咚 赵公子那边 传来了门铃声 赵公子身子一晃 亮亮呛呛跑出镜头 哗啦啦 接下来 直播间响起玻璃破碎声 我没犯罪 你们把我放开 无凭无据抓人 我要投诉你们 我没有想跑 收拾东西是要出门旅游 众人无法看到 赵公子是个什么鬼样子 但听也能听明白 赵公子收拾东西 准备跑路 叔叔们破窗而入 将他抓了个阵阵 不多时 一名上了年纪的警员 走到镜头前 冲着镜头敬了个礼 陈医生 你知道那个人在哪座监狱吗 老警员不看直播 平常却没少听手下 年轻警员聊起陈谕 第六监狱 现在的话名叫李小发 多谢 说完 老警员关闭赵公子的电脑 直播间里一片雀跃 今天不但见到了围棋国手 更亲眼看见 陈宇再次网上断案 将杀父杀母的畜生 绳之以法 周萌萌做梦也没想到 直播会如此的峰回路转 跌宕起伏 陈医生 谢谢您为民除害 也谢谢您救了我的命 周萌萌由衷地向陈宇道谢 不用谢我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现在决定好了吗 决定好了 周萌萌干脆利落道 麻烦您将地址私信给我 我一会叫快递小哥 将东西寄给您 陈宇笑道 祝你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为咱们国家争光 看看时间 周萌萌打算断卖离开 鼠标即将点到结束连卖时 周萌萌想到一件事情 当即 周萌萌表情欲言又止地看向陈宇 陈宇和颜悦色道 你会达成所愿的 听到这话 周萌萌开心不已 不停向陈宇道谢 亲眼见识了陈宇的本事 周萌萌将他当成半个神仙 能看出自己想说的话 也不算什么怪事 陈宇能达成所愿 周萌萌最后一点压力也不见了 这个时候 第二名水友开始与陈宇连迈 网名叫做幸福人生 是个平平无奇的中年男人 陈医生你好 我先生命 我来找你不是看病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 幸福人生植入主题 我年轻时做过些荒唐事 但都是无伤大雅的小事 这次与你连迈 是因为我的一对儿女 今年即将参加高考 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 为我家光宗药组 文婷此言 陈宇嘴角挂起一抹怪笑 微微摇了下头 谁有接连注意到 陈宇那副古怪的笑容 不约而同出现一个想法 接下来 陈宇可能要扔大瓜 每次陈宇脸上 出现这样的笑容 患者就要变成倒霉蛋 难道幸福人生的一对儿女 会在高考中双双落榜 不应该啊 这年头 还有人上不了大学吗 本章完 幸福人生被弹幕上的各种内容 弄得心里忐忑不安 陈宇的怪笑表情 他也看见了 加上陈宇又摇了摇头 幸福人生的心 都快提到嗓子眼 陈医生 我儿子和女儿 真考不上大学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早恋还是发挥失常 您快告诉我啊 幸福人生一边说 一边不停擦着头上的汗 显而易见 对儿女的前途 幸福人生极度关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脸上全都是紧张的汗水 这位患者你误会了 我摇头不是说 你儿女考不上大学 而是 你根本就没有儿女 又怎么能光宗耀祖呢 一道晴天霹雳降下 批得幸福人生 差点崩溃 这句话 犹如一桶汽油 让本就沸腾的直播间 再次出现了大量的弹幕潮 陈医生这回答 我给满分 没有儿女 难道 大叔真可怜 心心念的儿女 竟不是自己的孩子 青青草原 都没他头上帽子绿 只要不结婚不恋爱 绿帽子就和我无缘 难道就没人同情这位大叔吗 什么世道啊 老实人就该被欺负吗 水友又一次分为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各种整活找乐子 另一半水友 纷纷对幸福人生表示同情 幸福人生长着张憨厚的脸 一看就是老实人 命运和网民 差得太多了 幸福人生呆若目击 望着屏幕对面的陈医 紧接着 幸福人生磕磕巴巴道 你 你什么意思 我老婆 我老婆 她真的给我戴了绿帽子 陈医点点头 说道 这位患者 如果你想治好自己的抑郁症 最好先将你曾经干过的事情说出来 只有将压在心里的事情讲出来 病情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配合我的治疗 可以让你恢复健康 听到自己有抑郁症 幸福人生脸都要绿了 我的事情一会再说 先说我老婆 幸福人生表情变了变 再次问起自己老婆出轨的事情 幸福人生对老婆千一百顺 老婆为什么要给她戴绿帽子 两个孩子 难道一个都不是她的 陈医说道 首先 两个孩子与你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其次 你老婆为什么要给你戴绿帽子 是因为你不行 你胡说 我行得很 幸福人生气红了脸 别看我今年四十多岁 平时非常注重身体保养 每天上下十几层楼 连气都不带喘 一周还要健身三四天 陈宇说别的 幸福人生还不会这么激动 说她不行 幸福人生可忍不了 男人最恨被人说不行 陈宇淡淡道 你又误会了 我说你不行 指的是另一方面 你和你老婆结婚头三年 是不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结婚头三年 她的肚子里 的确一点动静都没有 可这能代表什么呢 回想起结婚头几年 心情复杂的幸福人生 莫名生出了一丝得意 那时候的她 简直是个神勇小金刚 根本不知道 疲惫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怎么回事 整整三年 一点音讯都没有 好在第四年的时候 老婆终于怀上孩子 第二年又怀了一个 难道她是在那个时候 跟别人好伤呢 幸福人生脱口出道 看来你已经想起来了 第一个孩子诞生前不久 你老婆就有了外语 陈宇语气平缓道 你老婆最开始 并未有过出轨的心思 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 原因在于三年里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担心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你老婆背着你 去医院做了一个 全面身体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她的身体非常健康 不是她的原因 只能是你的原因 幸福人生如遭雷击 一个亮呛 差点摔倒在地 陈宇说得很委婉 意思表达的却很清楚 头三年怀不上孩子 是因为自己身体出了问题 这大哥也太惨了吧 不但让老婆戴个绿帽子 自己还生不出孩子 大哥晚上走夜路 肯定没跌过跟头吧 头上帽子那么亮 走夜路怎么会跌跟头 悲剧 就算是生不了孩子 也不是老婆出轨的理由 玩归玩闹归闹 谁有对幸福人生的遭遇 还是非常同情 如其中一名谁有所讲 即便幸福人生不孕不遇 身为枕边人的老婆 也不该这么对她 看了看屏幕上的弹幕 陈宇微微一笑 若仅仅只是不孕不遇 还不足以让她老婆出轨 这位患者的老婆 仅仅是觉得自己倒霉 想着和她离婚 随着另一件事情的发生 才坚定了她出轨的决心 水友们整齐华一地发来弹幕 到底什么事情 能让女人选择出轨 老公婚内大量出轨 此刻 幸福人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连麦刚开始 她就做了预防工作 害怕被陈宇揭穿老底 提前表明不需要陈宇说她身上的事情 想着速战速决 问完儿子与女儿能否考上大学 马上下线撤退 千算万算 没算到老底 还是被揭开了 抑郁症的产生有多种多样的原因 你身上的抑郁症来源于年轻时做的坏事 陈宇不紧不慢往下讲 从初中开始 幸福人生显现出了海王与渣男的特质 无师自通懂得如何讨女生欢心 初三那年同时交了三个女朋友 相当于脚踩三只船 大学军训 你盯上了隔壁班的一名女生 这名女生长得漂亮 家境也好 你自信凭自己的泡妞经验 将她拿下很容易 让这种有钱人家的女儿当女朋友 你不但有花不完的钱 还能攀龙富凤 摆脱所在的阶层 后面发生的事情 都在你的预计之中 靠着从高中到大学 数年来积攒下的追求经验 军训刚刚结束 你就将她追到手里 期间 你发现这名女生 有点逆来顺受的性格 再次无视自通 从精神上对她进行各种打击 二十多年前 你就具备了CPU大师前置 陈宇似笑非笑 继续往下讲 本章完 将富家女牢牢握在手里 幸福人生又将目光 放到了别的女生身上 大而那年 一个女生被她逼迫流产 差点钟声不孕不育 还有个女生 同样被幸福人生逼得打胎 咽不下这口气的女生 准备去学校曝光对方 幸福人生倒打一耙 利用富家女手里得到的钱 雇了不少人 在校园里对她进行抹黑 这尼玛 渣男配渣女 简直绝配 二十多年前 就懂得如何对人 CPU 人渣中的前辈 助她日后步步坎坷 一步一个跟头 按照陈宇的讲述 大学四年 被幸福人生玩弄 或者抛弃的女生 多达十几人 记住网址MQXL 她不但不以为耻 反而感觉很荣耀 直到富家女的父母 发现幸福人生 在和女儿秘密交往 派人做了一份背景调查 方才知道 女儿的男友 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他们将女儿 强行送到国外留学 之后又找了一车面包人 将幸福人生 拉进一家工厂 打个足足两个小时 幸福人生 在医院躺了半年 女方家长 接着动用关系 以无故逃课为由 让学校把她开除 即便如此 你还是不改渣男本色 经历了先前的教训 你多少收敛一些 懂得给自己 戴上假面具 人前是个宠爱妻子的好丈夫 辛勤工作的好员工 背后日子过得要多风流 有多风流 光荡 陈宇刚刚说完 幸福人生摔倒在了地上 久久没有爬起来 他这是晕过去了吧 显而易见 这种渣男 怎么不被雷劈死 活该他戴绿帽子 夫人干得好 做坏事要遭报应 我有种感觉 今天可能是报应专场 有道理 第三个倒霉蛋搞不好 也要被陈大师 揭穿不堪入目的老底 哈哈 楼上太懂得分析了 赵公子被抓 渣男又自己 把自己吓晕过去 大家猜猜第三个倒霉蛋 会以怎样的方式倒霉 水友们议论纷纷之际 陈宇使用鼠标 关闭了连麦 心头微微一动 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可嗨嗨 第三名水友上线 水友难以置信的 瞪大眼睛 直播间环境是一间病房 病房里摆着各种治疗仪器 身份是医学生 以及在职医生的水友 看出来了 这是一间重症监护病房 心率监视以上的数值显示 这名水友身体极其虚弱 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网民怎么叫农民的儿子 这也太俗气了吧 农民的儿子怎么就俗气了 你们的祖辈 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想请陈医生救命吧 百分之百是这样 眼前情况实在是意外 陈宇那些铁粉 一场直播都没有落下 新来的水友都看过陈宇直播的录屏 和陈宇连麦的水友 包含了各行各业 直播背景更是五花八门 唯独没看到过 有人在医院病房与陈宇连麦 所处的病房 还是专门收治重症患者的重症监护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水友 看上去年纪很大 面如枯狗 身形消瘦 头发几乎都没有了 挂在床头的病例卡显示 这名水友只有五十六岁 名字叫做李伟 病情为肝癌晚期 可嗨嗨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一名护士出现在镜头前 动作轻柔地将李伟 慢慢搀扶着坐起来 李伟声音虚弱道 陈医生 你 你好 你好 陈宇回应道 陈医生 可嗨嗨 话没说几句 李伟开始剧烈咳嗽 一旁的护士说道 您的身体情况 支撑不了长时间与人对话 想说的话 还是我替你说吧 不 这是我的事情 我要自己说 才能表达对陈医生的尊重 李伟面色艰难地抬起一只手 打断了护士接下来的话 老天爷对我不薄 让我临死之前 有幸与你连迈 完成我最后一个心愿 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幸福集团董事长 卧槽 我还以为同名同姓呢 他就是那个 每年拿出收入三分之一 给残疾员工发福利的爱心企业家 听人讲他的企业 有60%的员工是残疾人 这样一个好人 怎么会得干碍呢 我爸妈都是残疾人 要不是幸福集团 他们根本没钱 供我上学读书 我刚打开度娘 搜索了幸福集团 看着看着 我就哭了 老天爷不长眼了 好人怎么会没有好报 幸福集团是国内一家知名爱心企业 成立之初 就开始大量招聘残疾员工 多年下来 被幸福集团招聘的残疾员工数量 多达数千人 不但解决他们的就业 集团还帮这些残疾员工 解决住房 儿女入学等问题 外界只知道 幸福集团老板 名叫李伟 李伟性格低调 不喜欢抛头露面 接受采访 出席公众活动 都是由集团副总 以及几个总监代替 别的老板做好事 是出于某种利益 幸福集团多年如一地帮助残疾人 谁有门开始安慰李伟 陈宇一定能够治好他的病 幸福集团不但是民营企业里 招聘残疾员工最多的一家 而且特别有骨气 多次拒绝外资企业收购 坚持做物美价廉的产品 为此 占据市场垄断地位的几家外资企业 将幸福集团当成眼中钉 肉中刺 各种打压幸福集团 面对外国资本的多多相逼 幸福集团没有丝毫退让 坚持自主经营方针 也没有因为局面不利 缩减或是开除集团的残疾员工 以前对他们怎么样 现在也是怎么样 都静一静 陈宇点了下桌子 这位患者 说出你的事情吧 谢谢陈医生 李伟挤出一抹笑容 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的命 我不怕死 唯一放不下的 只有残疾员工 我不在了 集团是否还能坚持我的经营理念 我心里实在是没底 我想请陈医生帮我看一看 我死以后 谁能挑起集团发展的大量 继续为残疾人做出贡献呢 陈宇慢条思理道 除你之外 无人能一直保持下来 本章完 听到这句话 李伟本就苍白的脸上 连最后一丝血色都没有了 集团里的几位副总和总监 都不能继承我的理想吗 不少谁有纷纷感到鼻子发酸 幸福集团在李伟的领导下 常年招收残疾员工 为社会和国家 解决大量残疾人就业问题 李伟为人低调 连带整个集团作风同样低调 很少出现在电视新闻报道当中 要不是前两年 有几名主播拍了几期 关于幸福集团的视频 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 国内有这么一家良心企业 如今 企业掌门人李伟身患绝症 命不久矣 临终前唯一放不下的 不是自己有没有机会痊愈 更不是如何分配手里的资产 而是集团里的员工 那些命运坎坷的残疾人 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啊 随着这条弹幕的出现 连带着引出了更多的弹幕 我以前相信 好人有好报 以后再也不信了 好人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修成正果 靠 得到回报的时候 人就要离开世界了 哎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无数谁有开始吐槽 上天不公 做了好事 反而要因年早逝 那些坏事做尽之人 往往能够逍遥自在 特别是那些丧尽天良的人贩子 老天爷如果真的要收人 最应该收的就是他们 望着屏幕上的一些弹幕 李伟目光忽然变得暗淡无神 陈宇淡淡地说道 这位先生 你之所以病得这么严重 全因为你把每天大部分精力 都用在了工作上面 即便感到身体不适 也没有当作一回事 如今 你后悔吗 李伟苍白无邪的脸上 强挤出一丝笑容 人生短短几十年 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看来 已经值了 至于陈医生 你说的后不后悔 李伟轻轻摇了摇头 大约半年多前 我已经感觉到了 干部严重不适 那些部下都劝我 去医院仔细查一查身体 住段时间的院 调养好身体在工作 当时 我已经隐约猜到 自己可能得了大病 毕竟 如果是一般的小病小灾 怎么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但是没办法 我不能离开集团 也没办法离开 回想起几月前 李伟不由地感慨万千 那个时候 集团正面临多家外资企业的绞杀 稍有不慎 就有可能导致整个集团 被对方吞并 或者直接被打垮 身为集团负责人和创始人 李伟必须坚守在等位上 直到他晕倒在办公室 才被员工们送到医院 紧接着 晴天噩耗传来 李伟被查出患有肝癌 并且已经到了晚期 讲到这里 李伟已经喘得很厉害了 旁边的小护士 马上给他戴上氧气面罩 又趴在李伟耳旁轻声说话 陈宇说道 接下来的话 我替你说吧 文言 李伟点了点头 肝癌治疗期间 李伟承受了大量的痛苦 为人善良的小娜 为了帮她分散痛苦 经常陪李伟说话 陈宇火了以后 小娜将直播录屏整理好 播放给李伟姐们 看得多了 李伟产生了和大多数人相同的想法 陈宇神秘身份 拥有大本事 也是因此 她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请求陈宇指点迷惊 未没有她的幸福集团 选一名合格的继承人 陈宇缓缓说道 你最放心不下的 除了集团里面的残疾员工 还有你的弟弟吧 此话一出 心跳监控仪上的数值 开始变得起伏不定 陈医生 你搞错了吧 李伟小娜一边安抚着李伟 一边回头冲着屏幕解释 李伟是独生子 没有兄弟姐妹 这一点 入院资料上面写得很清楚 不 她有弟弟 陈宇淡淡地说道 只是在她小时候 弟弟被人贩子拐走了 话音落下 小娜错愕不止 心跳监控仪又一次 变得起伏不定 学过医的谁有都能看出来 李伟的情绪 正处于十分激动的状态 这说明 陈宇说对了 李伟的确有一个弟弟 并且真的被人贩子拐走了 人贩子抓到先臂后问 我想 没人不同意吧 惩罚人贩子 还得看古代 人贩子主谋脚立绝 同伙斩立绝 现在的法律对付人贩子 真的太慈悲了 没想到 李总竟然也是人贩子的受害者 我再一次相信 好人没有好报 老天爷没眼睛 网友们痛斥人贩子 桑尽天良的同时 李伟眼中泛着泪花 李先生 你弟弟真的是被人贩子拐走的 小娜小心翼翼道 李伟含泪点头 挣扎着想要起来 并且伸手准备拿下氧气面罩 这位患者 你先冷静一下 陈宇摆手示意李伟不要起来 虽然你不会因病而死 可如果你的情绪过于激动 还是会有一定危险的 这句话的出现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不但李总 护士小娜满脸猛逼 直播间的水友们同样大惑不解 陈医生这么说是啥意思 字面意思吧 我懂了 陈医生这是要出手给李总治病了 我也懂了 陈医生连那啥都能对付 区区肝癌自然不在话下 我又相信 好人有好报了 你小子反复横跳 有意思是吧 李总能够遇到陈医生 不就是好人好报吗 猜测陈宇打算出手救人 直播间气氛一扫 先前的死气沉沉 充满了喜悦的气氛 护士小娜也是陈宇的老粉 心情和水友们一样开心 陈医生 你有什么办法帮李先生 小娜迫不及待地询问陈医 是给李伟送药 还是亲自来医院治病 都不是 陈医摇了摇头 说道 我说这位患者不会因病而死 并非指的是我要给他治疗 而是他得的 根本不是肝癌晚期 甚至连肝癌都不是 不是肝癌 小娜听完如遭雷击 这怎么可能 李伟入院初期 接受了全方位的专家会诊 确定肝癌晚期无疑 肝癌属于常见病 别说专家 普通医生也能很快查出来 本章完 小娜萌了 水友们更猛 通过李伟床头的病历卡 不难看出 他住的是哪一家医院 当地水友都很清楚 这是一家省内知名的三甲大医院 大医院怎么可能会看不出来 患者有没有的肝癌呢 况且 只有得了绝症的患者 才出现身体快速衰老的迹象 陈医生 你说的这些有什么依据吗 小娜是陈宇直播间铁粉 对陈宇的本事笃心万分 可是有一说一 涉及自己工作的医院 小娜多少有些难以置信 为李伟进行会诊的专家 无意不是医院学科带头人 一个专家出现误诊 还能说得过去 五名专家全部看走眼 这已经不是匪夷所思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陈宇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 解释道 这位患者病情表现比较特殊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加上国内临床资料教授 贵院专家们看走眼并不奇怪 专家们初步认定她得了肝癌晚期 打算进行更深一步的治疗 但是到了这里 却被患者拒绝了 小娜表情疑惑地看向李伟 因为心动过速 李伟暂时无法说话 小娜无奈地将目光投向屏幕 陈医生 李先生暂时无法开口说话 你能不能继续往下讲 可以 陈宇讲起专家们将李伟的病情 当作肝癌晚期 准备进行深一步治疗时 李伟却拒绝了 认为肝癌晚期治愈成功率非常低 不但自己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治疗痛苦 还要花费大量金钱 数额可能高达几百万 对于企业老板来说 几百万不算什么 可是在李伟看来 几百万能为残疾人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是个将死之人 没必要在身上花这么多钱 在他的再三坚持下 医院才没有做进一步治疗和分析 选择了保守治疗 小娜听完恍然大悟 李伟从住院开始 便一直由他负责照顾 李伟使用的药物和治疗方式 好像都是保守疗法 至于第二点 陈宇皱了皱眉 因为他心里的自责 陈宇停顿间隙 直播间出现大量弹幕 他来了 他来了 陈医生的大活要来了 陈医生最近是不是在看什么哲学书籍 怎么说话总是云山雾绕 心里指责跟治不治病有什么关系 搞不懂 智商高地解释一下 陈医生之前说 李总有一个被人贩子拐走的弟弟 自责会不会和这件事有关 楼上说的有道理 会分析就多分析一点 谁有化身成分析小能手 依照着陈宇这句话 开始做阅读理解 可嗨嗨 李伟情绪稳定了一些 摘下氧气面罩 剧烈咳嗽了几声 小能说道 你先生 你现在的情绪还不太稳定 有什么话 我帮你说吧 李伟面色坦然道 网友们不用猜了 陈医生说的没错 我反对进一步治疗 一方面不愿在身上浪费钱 另一方面 也是想早点去下面和父母团聚 休息了一会 李伟多少恢复了些气力 采取保守治疗 只是想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 选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能找出来自然最好 要是找不出来 李伟也就认命了 看了看欲言又止的小娜 李伟说道 是在想我弟弟被人拐走 跟我有什么关系吧 小娜尴尬地点点头 不用猜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这件施压在李伟心里 已经快五十年 好似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秘密既然被陈宇看出来 李伟索性将他全部讲出 我不仅来自农村 而且我的父亲和母亲 全都是残疾人 由于残疾的关系 他们很小就丧失了劳动能力 家里收入全靠爷爷支撑着 父母结婚没多久就生下了我 别的小孩子享受父母宠爱 以及各种优越生活时 我已经开始跟着爷爷下地干活了 六岁那年 我母亲又一次怀孕 生了一个健康的弟弟 对于弟弟的到来 全家人都很高兴 唯独我心里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年幼的李伟早早知道了生活艰辛 家里多一张嘴 会给他和爷爷带来巨大的压力 父母干不了活 爷爷年纪一天 比一天大 如今又加上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 李伟心里没有喜悦 只有无尽烦恼 可是在烦恼 弟弟始终是他的亲人 父母照顾不了 爷爷没精力照顾 李伟只能既当哥哥 又当爸爸妈妈 每天背着弟弟 照常跟着爷爷下地干活 就这样 时间一换过了四年 爷爷积劳成疾 撒手而去 李伟独自兼富起了 照顾爸爸 妈妈 弟弟的责任 说到这 李伟露出一抹苦涩 弟弟从小聪明 四岁就已经会认字了 不像我 只会闷头干活 大概六岁的时候 在乡亲们的资助下 他去了镇上小学念书 每天早晨我送他上学 晚上接他放学 此刻 李伟内心五味杂沉 眼泪一滴滴掉落在病床上 小娜找来纸巾 轻轻帮李伟擦拭眼泪 李伟红着眼圈说道 有机会上学念书 我想 弟弟日后一定有出现 走出大山 不用像我一样 活得这么累 可没过多久 因为我的疏忽大意 导致弟弟永远离开了 我和爸爸妈妈 李伟毫无征兆地抬起手 朝着自己的脸上打去 小娜眼急手快 抓住了李伟的胳膊 李先生 我们都听得出来 你是一个好哥哥 弟弟被人贩子拐走 只能说人贩子恶毒 你千万不要过分自责 李伟痛苦道 人贩子的确恶毒 但要是没有我的疏忽 他们也未必能够得手 每天早晚 李伟都要去学校接送弟弟 白天还要在弟弟干活 抽时间回家照顾父母 李伟太累了 就在那一天 太阳特别温暖 到了下午 李伟感觉昏昏欲睡 决定休息一小会 找了个有树印的地方躺下 没想到这一睡 竟然睡到了傍晚 距离镇上小学放学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本章晚 李伟心急如焚冲到镇上 学校大门紧闭 学生已经走光了 李伟在镇上足足找了一夜 也没有找到弟弟 第二天 学校老师和警察 陪着李伟一块找 一个星期以后 众人不得不接受现实 李伟的弟弟被人拐走 父母承受不了打击 没几年都走了 屏幕外 病床上的李伟 已经哭成了泪人 如果不是自己的失误 弟弟绝对不会被人贩子拐走 父母也不会在几年后离世 感觉一切悲剧 都是自己造成 记住王子MQX2 没了父母 李伟站在空荡荡的家里 越想心里越难受 觉得活在世上没什么意思 找了一个麻绳 来到没人的地方上吊 没想到 天不觉李伟 上吊的李伟 被一名过路的残疾人救了 从李伟口中得知了他自杀的理由 好心路人没有劝李伟看看 只是将李伟带到了一家加工厂 这家小小的加工厂 工人都是残疾人 好心过路人 是这家加工厂的老板 他叫李伟仔细看 这里每个人的命运都很悲惨 但大家还是坚强活了下来 有人从小畸形 有人天生聋哑 有人缺胳膊少腿 说到想死 加工厂的每个人 都比李伟更有理由离开这个世界 看着气不成声的李伟 陈宇接话说道 那一刻你内心受到了极大震撼 虽然心里还有着无数的愧疚 却也不想死了 加工厂老板将你收留在厂里 给你提供吃住 按月给你发工资 和众多残疾人吃住在一起 你进一步了解到 他们的不易与艰辛 李伟表情复杂 只有深度了解 才知道残疾人活下去 有多么不容易 老板跟我讲 全国有几千万残疾人 相当于每十几个人里 就有一个残疾人 但是很少能在街上看到他们 因为他们害怕异样的眼光 又因为没有单位 愿意招收残疾人 残疾人就像是被社会抛弃的一样 很难出现在正常人的视线中 接着 李伟继续往下降 看到他们 我感觉自己实在太渺小了 人这一生 总该做点什么 不久后 我带着学来的技术 去南方打工 很快捞到第一桶金 从小做大 发展成现今的幸福集团 几十年过去 对于以前的事情 李伟的记忆 反而越来越清晰 帮助了不知道多少残疾人 唯独帮不了他自己 他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弟弟 最终 没有收到任何有关弟弟的消息 说完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 李伟感觉浑身轻松了 陈医生 李先生不是肝癌晚期 那么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 沉浸于李伟人生经历的中的小娜 猛然间回过神 光顾着感动 把最关键的问题忘了 经小娜这么一问 谁有没也想了起来 肝癌晚期是误诊 既然是误诊 李伟到底得了什么病 又有一些反应机灵的网友 记忆向前延伸 想到直播一开始 李伟询问陈医 自己不在了 以后谁能肩负起 继承幸福集团的重任 陈医的回答是 除李伟之外 无人能够肩负 水友们开始脑补这句话的意思 以为是后继乏人 现在想来 分明是说李伟不会死 还将继续经营集团 看着屏幕上五花八门的弹幕 一向在直播期间 保持高人做派的陈医 都有些忍不住想笑 天下的机灵鬼 假如有一旦 直播间水友们分八斗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弹幕大军迅速退去 陈医说道 如我先前所讲 这位患者的病情非常特殊 身上的问题与肝癌非常相近 护士小姐 医院给这位患者的诊断 是不是左部肝脏附近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肿瘤 小娜不停地点头 检查结果显示 你先生左肝 出现了一个直径 差不多为9公分的肿瘤 为了证明陈医的话 小娜又找来了 放在床头柜里的诊断影像 肿瘤的出现 使得医院专家们的初期会诊 向着恶性肝癌方向判断 如果做进一步的治疗治疗 专家当中 未必无人能看出 这不是肝癌肿瘤 但是有凑巧 拿到初期诊断 这位患者拒绝了 深入检查与治疗 医院出于尊重患者的考虑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保守治疗 包括化疗 血管栓色等等 药物对症 方才能治病 若是不对症 结果就是现在这样 陈医看向呆若目击的李伟 好像随时都会离开人世 原来是吃了不对症的药 接受了错误治疗 加上心里有着太多的压力 身体和精神备受煎熬 别说五十多岁的李伟 换成二十岁的年轻人 情况恐怕也好不到哪去 我能不能理解成 肿瘤与肝癌肿瘤相近 医生们才会误诊 小娜想了想 继续说道 但是这种非肝癌肿瘤 对身体还是有一定影响 抓到重点的小娜 问出了关键问题 肝癌晚期被排除 李伟身体中 肿瘤情况还是不容乐观 耽误了这么久 肿瘤恐怕已经严重恶化 如果不能及时处理 李伟是不是还会有生命危险 当然可以这么理解 陈宇再度讲起肿瘤的情况 肿瘤与肝脏紧紧连接在一起 由于时间延误太久 肿瘤持续变大 严重挤压肝脏 专家们通过初期检查拍摄的各种片子 将这种情况误诊为肝癌肿瘤 我在京城某国立医院实习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 别说他们当地的三甲医院 就算国立医院的特级专家 恐怕也要看走眼 一条特效弹幕飘过 随后又出现了多条特效弹幕 弹幕的主人无一例外 都是来自医院的医生 内容大同小异 剧型肿瘤挤压肝脏 无论经验多么丰富的专家 都有可能出现误诊 想要彻底检查出来 必须做进一步的检查 使用CT血管成像 肿瘤三维重建等手段 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肝癌 陈医生 我真有康复的机会 在陈宇和水友们的介绍下 李伟重新焕发出生机 陈宇微笑道 我建议你指定所在医院的王康医生 替你主刀切除肿瘤 本章完 让我爸负责主刀 小娜脱口而出 陈医生 这又是为什么 医院有那么多的专家 轮到谁也轮不到我爸呀 对于陈宇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 小娜并不感觉奇怪 毕竟 陈宇无所不知 唯一让他不解的 是陈宇这么安排的用意 三甲医院专家教授无数 父亲王康仅仅是肿瘤科外科副主任 不是说医术不行 而是他上面 还有多名肿瘤外科专家 因为只有他主刀 患者才能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陈宇的这个解释 非但没有解开小娜心中的不解 反而还加重了几分 老爸的医术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小娜不解道 父亲应该在医院 麻烦将他叫过来 哦 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猜不透陈宇的用意 不过小娜相信陈宇这么说 肯定是为了离位好 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几分钟后 病房门被人推开 一名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走了进来 小娜简单将情况说了一遍 冲着放在病床之架上的手机说道 爸 陈医生说 只有你主刀 才能让李先生得到最好的治疗和恢复 陈医生你好 你是如何判断出 患者是假肿瘤了 王康来到手机侧面 目光疑惑地望着陈宇 不同于将陈宇奉若神明的女儿 王康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很少看直播 就算看也只是看医院同藏直播 听到女儿的讲述 王康差点冒出神棍两个字 匪夷所思到了极点 隔着屏幕 诊断出李伟是假肝癌 这人难道有透视眼 当然是通过科学心理诊断了 以你们医院的现有条件 应该不难查出 我说的是真是假 陈宇徐徐说道 一定要使用CT血管成像 肿瘤三维重建 王康心头更加费解 血管成像检查 能够显示出脏气病变 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针对肿瘤是否为癌变 的确是不二之选 越是明白 越是不理解 这个人不是心理医生吗 怎么对肿瘤治疗这么了解 王康就没问到 你又为什么让我给他煮刀呢 如果换做我的老师 手术成功率会更加保险 他的医术的确比你厉害 但是有一点 他做不到 无法像你一样 让患者的身体 在最短时间内康复 陈宇说道 为什么 文言 王康满头雾水 水友们更是躁动不安 陈宇微笑道 打个比方 一个人生病住院 如果给他做手术的是亲人 并且手术圆满成功 他的心情一定会非常愉悦吧 为了不辜负亲人的一番努力 肯定要努力配合术后的各种康复治疗 道理是这么的道理 但是 嗯 下一秒 王康瞪大眼睛 直播间同时变得鸦雀无声 小娜惊叉道 我爸 难道是李先生走失的地点 陈宇笑道 DNA鉴定能告诉你们答案 小娜做梦 都不敢相信 自己一直照顾的患者 竟然是他的大伯 更不敢相信 天底下有这妖巧的事情 巧合的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护理学校毕业 小娜知道自己成绩是怎么样 对于考取这所医院 没有一点信心 没想到一次过关 进入医院后 照顾的第一名患者 还是李伟 你是我弟弟 李伟脸上写满了错愕和震惊 想法和小娜大致相同 天底下 真有这妖巧的事情吗 王康只感觉脑中一片空白 有关小时候的事情 他一直想不起来 父母跟他说 六七岁的时候 带他去动物园看动物 由于年幼调皮 惹到了一头狮子 被狮子吼了一声 下晕以后出现记忆缺失 病房里的三人 好像被点了穴道一样 大眼瞪小眼地站着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陈宇说道 王康医生 我在 王康下意识回了一句 你想不起小时候的事情 是因为在被人贩子绑架以后 由于哭闹不停 遭到了人贩子的轮番殴打 没过多久 人贩子将你卖给了现在的父母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并且养父养母对你又非常好 你下意识抗拒那段痛苦的经历 继而忘记了一切 这些都是真的吗 王辰震惊道 你父母可以告诉你答案 说完 陈宇看向李伟 至于这位患者 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集团 只要安心接受手术 配合医院的治疗和调养方案 用不了多久 你的身体就会痊愈 到那个时候企业发展会迎来新的机遇 有关部门也会向你提供大力帮助 人能做善事 不会马上迎来好报 一旦好报来临 未来将会百事百顺 厄运麻烦 通通退避 李伟的好运应在后半生 也该到他享福的时候了 陈医生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我愿意亲近所有来报答你 李伟感激涕零 我是医生 你是患者 为患者排油解难 是我的神圣职责 你无需过分感激 接下来 你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就不耽误你了 陈医准备结束连麦 陈医生 我还没把资料费给你呢 李伟忙说道 这次治疗 免费 说吧 陈医结束连麦 陈医生 这就是所谓的好人有好报吗 今天气氛这么好 陈医生 要不再加一场怎么样 双手赞同 陈医生 你隔几天才开一次直播 兄弟们看得不过瘾 谁有们 看得一犹未尽 送上各种礼物 只求陈医加开一场 让他们看得过瘾 抱歉 规矩就是规矩 改不得 咱们下次再见 陈医关掉直播 接着打了两杯开水 放在桌子上 看了一眼紧闭的店门方向 陈医随手挥了一下 进来吧 三更半夜站在街上 小心被别人当成坏人报警 话音落下 店门被人推开 李长俊带着一脸复杂表情走进来 后面跟着一名 鹤发童年的老人 老人先锋倒鼓 鹤发童年 与和善的面庞不同 看向陈医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 本章完 陈医生忙着呢 李长俊收起脸上那副尴尬表情 主动和陈医寒暄起来 说了两句没营养的废话 李长俊开始介绍起身后老人 陈医生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白鹤道长 来自青丰山虚云关 今年已经有百岁高龄了 是一位本事不凡的高人 白鹤道人一副巨傲神态 看向陈医的目光更加不屑 陈医淡淡一笑道 李队长这次过来 不光是为了向我介绍 这位老先生吗 文言 李长俊从包里掏出一份烫红聘书 陈医生真实料事如神 上级领导经过研究 想要聘您为特别任务组顾问 最高当局 鉴于各地灵异事件出现次数 越来越频繁 挂牌成立了一个特殊部门 特别任务处 又在各省筹建分支机构 特别任务组 多次跟灵异事件打交道的李长俊 兼职副组长 警局总长兼任组长 顾问好比外聘专家 遇到我们实在解决不了的事情 麻烦您出手帮一下忙 费用方面一定会让你满意 陈宇笑着说道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我一个月 最多帮一次忙 哼 一阵不和谐的冷哼声 打破了李长俊嘴的介绍 李队 你被骗了 老人开口道 我被骗了 李长俊茫然不解道 白鹤道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谁骗我了 你面前的这个人 根本不是什么世外高人 不过是个只会卖弄 唇舌的江湖术士罢了 特别任务组 可调动一省之内各个智能部门 接受特别任务处垂直领导 相当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飞鹤道人 为该机构第一名组员 得知李长俊今日要来请一个世外高人 担任特别顾问 飞鹤道人大感好奇 他已经是省内数一数二的悬门高人 还有谁的修为 能在自己之上 没曾想 竟然是个黄口小儿 道长 陈医生可不是什么江湖术士 他是获真价值的高人 猜到飞鹤道人 可能犯了以貌取人的毛病 李长俊赶忙过去解释 平道修道九十余年 此人有没有本事 一眼便能看出来 飞鹤道人 语带不屑地告诉李长俊 修行之人身上 有着或多或少的灵气 陈医身上 毫无灵气可言 与普通人无异 至于之前那些直播内容 应该是通过补算之法算出来的 飞鹤道人 用一副看破一切的口吻 说自己也能做到这点 并且比陈医做得更好 此人学了些补算之法的皮毛 骗骗普通人尚且可以 落到平道眼里 整体实力也就比普通人强上一点 飞鹤道人训斥道 年轻人 平道奉劝你几句 修行之路坎坷不易 莫以为学了些皮毛本领 就把自己当成了大师 陈语似笑非笑地说道 老先生 你好像搞错了一个问题 我只是一名普通心理医生 从来没说自己是什么大师 飞鹤道人听后冷笑道 修为本事不怎么样 巧舌如簧的功夫倒是一等一的 此刻 飞鹤道人确信陈语徒有虚名 倚靠着不算之法 算出他人一定程度上的祸福吉凶 又怕同道中人揭穿 故意以心理医生为伪装 道长 咱们去外面说 飞鹤道人不信陈语 李长君可是百分百笃信 毕竟 没有陈语给的黑猫警长 李长君此刻就不是站在这里 而是被人挂在了墙上 飞鹤道人抬手拨开李长君 严肃道 平道受邀加入特别任务组 乃是为了除谋味道 守正避邪 若是你坚持聘请此人担任顾问 哼 别任务组 平道不大也罢 飞鹤道人为省内顶尖悬门高人 一生自恃甚高 让平道和一个江湖术士为伍 简直是奇耻大辱 相比于满脸盛气的飞鹤道人 陈语面带淡笑 这老头还真有意思 他一个练气中期 看不透住机器修为 有问题吗 瞧着陈语淡笑 飞鹤道人更绝恼火 小神棍好大的胆子 还在这里装枪做事 道长息怒 这其中有些事情 您是不知道的 担心两方打起了 李长君一边拦着飞鹤道人 一边飞快讲起 黑猫警长贴纸的事情 您看 就是那个东西 保住了我的性命 李长君抬手指向货架 白鹤道人轻蔑地瞥了一眼 下一秒 飞鹤道人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 三步并做二步 如一阵风般冲到货架前 这么做 会让他损失大量的灵气 难不成他要散掉修为 放弃超脱 白鹤道人上下关桥货架上的药品 和器械 越看心越惊 货架摆放的每样东西 都有一定程度的灵气 尤其中间的几件 灵气多道 足以让白鹤道人流口水 天地灵气极其稀薄 某种程度上 比大熊猫还要少 踏入修行门槛 灵气等于修行者第二生命 拼命寻找吸收 还来不及 哪个修行者 舍得将灵气从体内倾泻出去 眼前一幕将白鹤道人 固有三观干的稀碎 不将灵气留在体内用于修行 反而用来制造法器灵物 这是败家子 还是 但是陈宇身上明明没有任何灵气波动 这些法器 不不不 应该称他们为灵气 法器和他们比起来 那就是一堆废料 毫无灵气之人 何以制造出这么的灵气 白鹤道人越想 脑子越乱 平生第一次遇到猜不透 看不懂的事情 白鹤道人一副震撼到了极点的模样 李长君暗暗苦笑 当初见识到陈宇本事 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陈宇抢先说出 第四名死者的死亡情况 李长君差点掏枪走火 片刻后 白鹤道长模样古怪地走到陈宇面前 年轻人 不不不 前辈 平道有一句话 不知当问不当问 白鹤道人 语气变得恭敬 请讲 陈宇说道 得到允许 白鹤道人小心翼翼道 前辈 您的境界是 你说的是等级吧 陈宇访问道 白鹤道人点点头 我是国家认证的一级心理 咨询师 陈宇拉开抽屉 掏出一本职业资格证 本章完 没错 心理咨询师也分等级 需要考证 一共分为一级 二级与三级 白鹤道人 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眼前这位前辈 到底是真糊涂 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问他什么境界 科普起心理咨询师 有几个等级 感觉气氛变得和谐 李长君插话道 陈医生 上级还交代了我一件事情 大批量购买新型防弹衣 陈宇饶有兴趣道 大批量是多少 李长君竖起两根手指 说道 两百张 可以 我现在就去给你备货 记住网址MQXT Law 说着 陈宇从椅子上站起来 先将货架上的卡通贴纸 清点一下 距离两百张 还差六十 当即 陈宇又走进库房 李队长 货架存货数量不多 我去库房 给你找了点替代品 虽然样式不同 但效果都是一样的 陈宇中找来的替代品 分别是葫芦小金刚 魔童哪吒贴纸 李长君如获至宝地 将这些贴纸收好 又将局里 博给他的两百万采购费用 全部转给陈宇 随后 李长君提出了一个私人请求 购买一支 被他念念不忘的 Q版孙大圣钥匙练 为了这东西 李长君足足做了 自家老婆一个星期的思想工作 能想到的办法 都被他用了一遍 老婆最终同意 暂时将儿子的名校准备金 拿给他 但是有个条件 两年之内 必须补回来 李长君拍着胸脯保证 只要有Q版孙大圣 搞不好一年就能将钱补回来 惩治罪恶 变成神勇警探 升职加薪 全都不是事 你自己去拿吧 谢谢陈医生 李长君立刻转去三十万 欢天喜地地从货架上 找来Q版孙大圣 拿在手里还没捂热呼 白鹤道长一把抢了过去 道长 你怎么了 仅仅看了两眼 白云道长脚步亮呛 好像摔倒在地 李长君眼疾手快地将他扶住 你妈 白鹤道长脑淤血 都快犯了 只顾看这些东西的灵气 并没有仔细观察他们的价格 现在一看 白鹤道长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逼多 孙大圣蕴含的灵气 无论浓郁程度还是精纯程度 抵得上白鹤道长大半辈子修为 而这东西 仅仅只要三十万 若是买下来 将上面灵气细为己用 白鹤道人咧开嘴角 嘿嘿笑了起来 陈医生 白鹤道长 这是怎么了 先锋道谷模样的白鹤道长 笑得跟吃汗似的 李长君心里咯噔一下 前辈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 脑子出毛病吧 陈医但笑道 老先生 万事万物都要讲究一个原法 您说对不对 刹那间 白鹤道人猛然惊醒 好似被人浇了一盆凉水 从头到脚 来了得透心凉 的确 修行之人最重原法 白鹤道人长须短叹 将Q版孙大圣还给李长君 陈医的意思很清楚 此物与李长君有缘 跟自己无缘 至于其他东西 也要看缘分 并非有钱就能买到 白鹤道长 你怎么走了 平道身子不舒服 先回去了 白鹤道人头也不回地走到门口 不能再留下去了 再留下去 心都要碎了 看到货架上一大堆宝物 偏偏自己寄缘不到 好比站在金山前 手中没有挖掘工具 只能看 不能拿 这种滋味 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多待一会 白鹤道人的道心 将被搅得七零八落 道心紊乱 修行之路也就算到头了 李长君盲问道 道长 那件事怎么办 过几天再说吧 白鹤道长已经不见了踪迹 这可怎么办 李长君抓耳挠腮 急得不知所措 当地出了一件怪事 急需白鹤道长出马 看他的样子 像是受到重大打击 调整好心态之前 估计很难干别的事情 想了想 李长君向陈宇投去求助目光 这是我接了 李长君顿时呆住 陈宇答应的 未免也太快了吧 既然陈宇愿意帮忙 他自然是巴布的 立刻说起案情概要 三年多前 地产开发商在杭城北区 修建了一套富丽堂皇的别墅区 别墅区落成 别墅很快被人买了个七七八八 没多久 别墅区传出闹鬼传闻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别墅区里的住户 几乎全部搬走 由于事情动静闹得太大 辖区分局负责人亲自挂帅 组织专案组 进入别墅区调查 到底是真的闹鬼 还是有人以讹传讹 故意破坏社会稳定 调查一开始 取得了巨大进展 协助调查的两条警犬 冲着一栋别墅狂飞不止 相关人员 马上将目标锁定这栋别墅 随后带着警犬进入调查 来到客厅 警犬叫得更加犀利 其中一只不停用钱找 抓闹着客厅地面 负责人感觉情况不对 命运砸开地面 地下挖出一具白骨 讲到这 李长军脸色凝重了几分 陈医生 你能相信 法医查不出这一具白骨 具体死亡时间吗 相信 陈宇峰轻云弹道 法医又不是神医 不可能什么事 都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李长军接着说道 除了这具白骨 旁边还有些碎部 估计是死者身上的衣服 通过布料破损程度来看 死者大约死于几十年前 当然 这仅仅只是分析 由于无法在尸骨当中 提取到任何有用线索 案子暂时被挂了起来 专案组在别墅区待了一个月 期间 半个鬼都没看见 除了地下这具 查不到死亡时间的白骨 没多久 专案组撤出别墅区 别墅区解封 业主们重新返回别墅区居住 每两天 再次出现闹鬼事件 这一回 业主们说什么也不住了 专案组进入别墅区调查 什么鬼都没有见到 业主买家进去当天晚上 就能碰见鬼 原本是要交给白鹤道人负责的 那曾想 白鹤道长来了趟心理咨询室 整个人都抑郁了 陈医生 这个问题解决 可以得到三十万酬劳 讲述完案情 李长骏开始讲好处 前不前无所谓 配合警方是好市民的责任 陈宇笑道 陈医生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中午 本章完 次日中午 李长骏开着一辆普通汽车 准时停在心理咨询室门口 陈宇穿着一身轻便的运动服 坐到副驾驶位置 一边系安全带 陈宇一边说道 老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嗨 别提了 李长骏哭笑不得 昨晚回去 李长骏特地看望白鹤道人 白鹤道人闭门不出 说是要闭关修心 让李成骏半个月后再来找他 看来 这回被打击得不轻 每个十天半个月 心态根本转变不了 半个多小时候 汽车停在了一处环境优雅 奢华大气的别墅区门口 二人正要进去 身后冷布丁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你们可千万别进去 进去就有可能出不来 李长骏回头一瞧 是个买菜大妈 大妈 你也知道这里有问题 李长骏问道 住在附近的人谁不知道 买菜大妈好心道 听大妈一句劝 这里邪门得很 你们把持不住容易中邪 说着 大妈看了看周围 特别是挖出白骨的那套别墅 大妈听人讲 地下连着鬼门关 谁进去谁死 陈宇笑呵呵道 大妈 你今年有五十多岁了吧 五十六岁了 陈宇继续说道 您活这么大年纪 有亲眼见到过鬼吗 瞧你这话说的 大妈要是碰见鬼 还能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 恐怕早就 呸呸呸 大妈朝地上催了两口 我没见过 但是其他人见过 大妈 世上没有鬼 你口中的其他人 不过是一些风言风语罢了 陈宇一本正经地向大妈解释 世上既没有鬼 也没有神 以讹传讹要不得 造谣传谣 更是犯法行径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你们不听就算了 我还要回家做饭呢 没工夫在这瞎扯 大妈憋了一肚子气 扭头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从外面看别墅区高端大气上档次 进入内部 陈宇发现里边杂草丛生 许多窗户被人打碎 某些位置 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排泄物 陈医生 前面就是挖出白骨的别墅 咱们要不要先从这边查解 李长君指向前方移动二层别墅 别墅外边围着栅栏 大门敞开 别墅自带的小院生满了杂草 这地方用来拍鬼片 根本无需不紧 直接拿来就能用 进去吧 闻言 李长君吞吞吐吐道 陈医生 现在是白天 鬼魂应该不敢在白天出来吧 陈宇边走边说道 李队长 你身为公务人员 怎么也相信世界上有鬼 人们口中的鬼 其实是一种特殊能量体 某些闹鬼的地方 因为具有特定的磁场 能够吸收这些特殊能量体 李长君听得瞠目结舌 这都什么跟什么 请陈宇过来是处理灵异事件的 怎么说起磁场和能量体了 这不是物理学的东西吗 陈宇接着说道 我给你打个比方 民间常说的鬼打墙 也是一种科学现象 老百姓普遍认为 鬼打墙是人在走夜路的时候 被鬼遮住了眼睛 一直在原地兜圈子的灵异事件 其实 这是磁场反应 加上古老相传的鬼神之说 会令人心中产生恐惧 才会一直在原地兜圈子 还有鬼压床 只是身体静卵而已 李长君听完 一愣一愣的 自己跟陈宇过来 到底是来抓鬼 还是来听科普讲座 句句不理鬼 每句话 都要带上科学知识 闹鬼 难道也是科学现象 当然 陈宇不假思索道 所有的灵异事件 都是因为人类 对科学的认知不够透彻 才将它们归类于神鬼怪论 这通通是迷信 要用科学的武器战胜一切 用科学原理 解释普通人 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李长君彻底无语 一本正经睁眼说瞎话 就这么有意思吗 大家又不是第一次认识 自己又不会抓他 陈宇何必在这胡说八道 哗啦啦 两人刚把脚迈进别墅客厅 窗户 吊灯 房门 全部自己动了起来 发出一阵阵哗啦啦的刺耳声 李长君脚下一软 惊声道 这也是科学现象 第一次看到这种灵异现场 说不怕是假的 说没有鬼作祟 打死李长君都不相信 陈宇说道 天气预报显示 今天有四季风 别墅大门敞开 窗户又都是开着 对流风进来 出现晃动很正常 李队长 你先去外边等我吧 我一个人在这里转转 陈宇掐动手指 已经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那我在门口等你 这一刻 李长君心态 变得跟所有普通人一样 好奇鬼的存在 迫切想要了解 又害怕真的见到鬼 经过几秒钟心理斗争 李长君最终离开了这里 陈宇一步步来到别墅二楼 冲着眼前空气说道 你们的冤屈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就可以送你们转世投胎 花音落下 陈宇耳旁出现了大量空洞的声音 陈宇身边 起码围绕着几十只鬼魂 鬼魂像是市场小贩 你一句我一句 对陈宇的承诺 嗤之以鼻 根本不相信 陈宇能送他们投胎 因为特殊的原因 这群鬼已经没了投胎的机会 除非陈宇是神仙 不然 他们只能当一辈子的孤魂野鬼 全都给我安静 被这些鬼吵得一个头两个大 陈宇板凄脸 要是再吵 你们就等着一辈子当孤魂野鬼吧 身上映射出耀眼的金光 鬼魂们看来 陈宇就像是天神下凡 身后有耀眼金光 身上带着另音邪之物 不敢直视的恐怖气场 金光之亮 照得阴暗二楼 犹如白昼 众鬼见状 无不大惊是色 金光又称之为功德金光 邪碎被金光笼罩 分分钟便要烟消云散 跑呀 不知哪只鬼喊了一声 其他鬼魂好似无头苍蝇 做事就要逃命 陈宇右手简单掐了个手绝 众鬼好像被粘住 身体悬浮在半空 一动不能动 我再问你们一次 要不要投胎转世 陈宇说道 身后金光消失无踪 一直上了年纪的老鬼 可怜兮兮地说道 大师饶命啊 我们并非有意和您作对 我们都是贫苦之人 只求死后能去地府投胎 恶毒的产伤 害得我们尸骨无存 化为孤魂野鬼 每天在世间受风吹日晒之苦 我等从未害过人 请大师明察 千万不要把我们打得魂飞魄散 众鬼喋喋不休地诉说着自己的苦楚 他们只吓过人 却不敢害人性命 留在这里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先前警方进入这里调查 你们表现得倒是挺老实 一旦普通人住进来 马上又会用各种方式吓唬他们 欺软怕硬 也是没谁了 陈宇鄙夷夷的翻了翻白眼 人和鬼一样 都有欺软怕硬的思维 大批警察进入调查 这些鬼老实和三好学生似的 你们的冤屈 我会帮你们解开的 现在 你们该去应该去的地方了 见识到陈宇身上的万丈金光 众鬼哪敢不从 对着陈宇千恩万谢 发誓若有来生 定当解草先还 做牛做马报答恩情 二十多分钟后 陈宇双手插兜走出别墅 正在外面抽烟的李长军 迅速丢下烟头走过去 陈医生 你有在里面发现什么吗 这里已经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了 李长军朝别墅里面看去 先前进去时 李长军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好像被无数双眼睛盯着 这么快 陈宇就让别墅恢复正常了 带着好奇的心思 李长军搭着胆子进去 咦 那种奇怪的感觉没有了 站在客厅待了一会 李长军感觉一切正常 跑到二楼转了一圈 同样没有异样感觉 陈医生 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长军惊喜道 使用科学理论 调整了这里的磁场 陈宇若有所思的看向 远处的一栋别墅 李长军顺着陈宇目光向前看去 陈医生 难道那栋别墅也有问题 陈宇嘴角上翘 别墅没问题 不过住在里边人 却挺有意思 李队长 你回去向上级报告 就说这里一切正常 可以让人重新入住了 至于怎么打消附近居民的流言蜚语 航程当地的民间传言 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说完 陈宇迈步朝前走去 见陈宇一个人朝前走 李长军急忙问道 陈医生 你不跟我一块回去吗 我要见个朋友 你先走吧 打发走李成军 陈宇脚步不停 陈宇踩着遍布青台的石板小路 来到前方别墅 别墅区里 只有这栋别墅 能够看得到人气 院子里搭着晾衣架 上午挂着几件刚刚洗好的衣服 晾衣架后面是一块菜地 左手边地面放着不少木工和工具 叮咚 陈宇摁响门铃 不多时 别墅房门打开 里边走出来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 男人穿着朴素 手上有不少的老简 你找谁 陈宇笑容不减道 当然是来找你了 我认识你吗 男人迟疑道 你不认识我 我却和你的法器 打过两回交道 陈宇看了看四周 淡淡道 此地虽没有灵气 阴气却充足得很 倒是十分适合制作邪门法器 别人避之唯恐不及 你却纠占雀巢 还懂得就地取材 听到这番话 男人如灵大敌 拳头不由握了起来 陈宇饶有兴趣的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你能不能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这位鲁班术传人 怎么混成这副模样了 所作所为 要是被老祖宗鲁班知道 你就不担心 他半夜找你谈心 文言 男人反应法放松了些 过去将门打开 原来你是悬门中人 陈宇先是说出邪门法器 紧接着又点破男人的身份 男人大致看明白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 应该和自己一样 都是悬门传人 否则 也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的内情 老祖宗会不会托门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如果不这么做 我爹我娘的医疗费 就没有着落 我大儿子没钱买房 就没办法结婚 老二老三上学的学费 也没着落 这年头 鲁班术传人早就不值钱了 中年男人坐在门槛 表情好似怨妇 你也是悬门中人 难道不清楚 咱们这些人 现在混得有多惨 鲁班术工匠放在古代 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可到了现在 我算个屁啊 中年男人心头憋了一肚子怨气 同门悬门中人 其他人靠着驱邪抓鬼 补算侧运 寻音宅看风水 倒还能过得有滋有味 而鲁班术传人的处境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惨 鲁班术员自鲁班传下的鲁班术 鲁班术分为上中下三册 上册写有各类房屋的营造之法 中册写着各种法器制造之法 下册则是法术咒语 民间流传甚广的验圣术 就来自鲁班术 早年间 我们每天有接不完的活 挣不完的钱 时至今日 房屋早已改成钢筋混凝土 来人学了小半辈子手艺 出师以后才发现 世上已经没有了他的饭吃 为了养家糊口 只能用鲁班术给人制作法器 由于灵气细薄的原因 专门制造各种邪门法器 看你穿得不错 应该是盗门弟子 学的是山衣命相补吧 男人不无羡慕地看了陈宇一眼 还是你们命好 这年头 不少有钱人 笃定风水命令 给他们算一挂 起码能得到上万块酬劳 不像是我们这些盗门之外的 玄门中人 就要上街要饭了 男人好像有发不完的牢骚 讲完自身的处境 又讲起除了盗门 鲁班术传人 湘西赶诗人 南方米婆 北方出马弟子 都特么快混不下去了 刚来航程那几天 男人看到一名神打传人 请了大力鬼上身 尼玛在宫底搬砖 停停停 陈宇不得不打断男人的絮道 继续让他说下去 估计一个小时都不会停 说吧 你是来买什么法器的 男人问道 我不是来买法器的 是来买你的 陈宇笑呵呵说道 你什么意思 有病吧 日子过得够苦了 还拿他耍着玩 我有没有病 就不劳你操心了 不过 你有很严重的穷病 陈宇笑容不减道 我这次来找你 是看上了你的一身本事 有没有兴趣给我打工 我按月发你工资 你要雇我 男人这时才明白 陈宇说的 买自己是什么意思 陈宇单笑道 你这人本性不坏 只是为了挣钱 手段有点不光彩 为了省钱 连挖人尸骨 制造法器的事情 都能干出来 也不怕遭天钱 哼 男人冷哼道 我一家几口人 都指着我挣钱养活 活人都快顾不上了 还特么顾忌天钱 真要有天钱 最该批死的 是那些为父不仁的奸商 特别是这个 别墅区的开发商老板 陈宇文言苦笑不已 悬门一脉不惧天钱 这位老哥算事上的 是一个奇葩 一分钱逼死英雄汉 治理名言 不过 他说的倒是也没错 别墅区老总 的确应该遭天钱 此地为罕见的城中 巨阴养尸地 地脉衍生出 大量的疾阴之气 尸体埋到此地 受到大量阴气包裹 逐渐形成民间所说的僵尸 同时 尸体魂魄 也会跟着受到禁锢 除非有人破了 巨阴养尸地格局 否则 魂魄永远无法投胎 你对这里的事情 了解挺清楚啊 陈宇笑道 方不方便多说一些 怎么说 我也在这里住了一年多 没少碰到那些倒霉蛋 老子出来打工多年 见过不少黑心老板 唯独这个混蛋 心肠最黑 动工之前 不找风水先生看看 也就罢了 挖掘机挖出尸骨 王八蛋害怕报案耽误工期 直接将挖到的尸骨丢进地基 浇灌水蜜蜂死 彻底断了这些孤魂的投胎机会 这些死了一百多年孤魂野鬼 也算是倒霉到家了 身为悬门中人的他 虽然不懂抓鬼驱邪 却也能和鬼交流 略懂些避免鬼魂骚扰的手段 此地原为乱葬岗 下面埋着大量死者尸骨 随着时间推移 此地变成一处平地 工程开始 挖掘机 打装机 先后开始施工 无意间破了具营养尸地的格局 众鬼还没来得及开心 该死的黑心老板 竟然将他们的尸骨 通通丢进地基浇灌封死 此举相当于让他们尸骨不全 尸体不全属于横死 横死鬼无法投胎 只能在世间飘荡 男人瞥了瞥陈宇 你刚才说要雇我 不是和我闹着玩吧 陈宇也不废话 直接说到 一个月两万 年底会有年终奖金 无险一金挂在我的心理诊疗室 逢年过节三倍工资 并且还有礼品 将陈宇来真的 男人转了转眼圈 不行 耳听男人予以拒绝 陈宇玩味道 怎么 害怕我会坑你 你是学门中人 老子同样也是 真动起手来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吗 男人一脸卖弄地说道 老子学的是乳班书全册 算是乳班书传人中 数一数二的高手 论年鉴 老子当你输都够了 论制造法器的手艺 国内不敢说能排第几 在这省内 绝对能排得上前三名 想要雇佣老子得加钱 说起加钱二字 男子面不改色 心不跳 加多少 陈宇也算是无语了 铺垫了这么多内容 竟然是要讨价还价 果然是奇葩 可要不是奇葩 又怎么敢堂而皇之 住进别人家里 使用巨婴之骨制造法器 甚至连菜地都开出来了 巨婴养尸地里的尸骨 和其他白骨不同 内部蕴含有大量银器 乃是炼制邪门法器的不二之选 不久前 与陈宇连迈的周萌萌 他佩戴的人骨手链 便是由这种白骨制作 并且出自这个人之手 猥琐摇到镇压人销的鬼王镜 同样是这位老哥的杰作 你想要多少钱 陈宇问道 怎么也得翻一倍 来人挺胸抬头 一副我值这个价钱的模样 呵呵呵 陈宇哭笑不得地摇摇头 要不 要不加一万 男人真是穷怕了 担心自己狮子大张口 吓跑了陈宇 主动将价格讲了一点点 不用了 四万就四万 眼前男人修为实力 连练器门槛都没有摸到 不过有一说一 练制法器的本事 绝对是一流的 不但能帮陈宇制造法器 手边还能多一个跑腿的 何乐而不为 加上此人本性不算坏 花钱引他向善 也算是一件功德 继续给邪门歪道 制造邪器 早晚有一天 要遭到报应 哈哈 终于不用过苦日子了 男人激动得忘乎所以 陈宇半是玩笑 半是认真的说道 你就不问我 故你干什么 反正不会是干坏事 男人一脸笃定 哦 陈宇饶有兴致地说道 你怎么这么确定 我们鲁班术士 同样能开阴阳眼 可以看到人鬼妖邪 正气邪气 男人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从你刚才一过来 我就开了眼 你这人身上 虽然没有灵气 但是也没有邪气 说明 你未曾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情 陈宇笑了笑 听好了 你从今天开始入职 没有试用期 直接上岗 聚集在这里的群鬼 已经被我超度 此地很快就会恢复人气 你不能在这里住了 一会跟我回店里 我在附近给你租一个房子 你的工作一共有三项 为我制造法器 我给你提供材料 第二 我有需要的时候 你负责替我跑腿 打探消息 第三 讲到这里 陈宇开始问起男人的名字 平时通过什么方式出售法器 我叫孟大海 以后你就叫我老孟吧 孟大海说道 我这一般都是客人带客人 以后如果再有人找你定制邪器 你要及时通知我 嗯 孟大海惊讶道 你是让我给你当内线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凡是来找你买邪门法器 又或者你觉得 对方不是好人的家伙 统统拍下他们的照片交给我 每做一次 我额外给你一笔奖金 陈宇不擅长夸赞自己 有时候 又不得不夸自己是个小机灵鬼 招聘孟大海当边外员工 一方面看中了他的本事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引人向善 获取功德契运 顺着这个思路 陈宇又想到了个小妙招 为了打击灵异犯罪 最高当局成立特别任务处 每个省跟着成立特别任务组 一旦从孟大海这边获得情报 转手提供给特别任务组 将可能发生的罪恶扑灭于萌芽 不同样也是一件功劳吗 不确定能获得多少功德 不过倒是值得一试 孟大海无所谓的说道 你是老板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你也别忘了 每月必须足额给我开工资 你现在收拾收拾 跟我回店里 好 孟大海迈步走进别墅 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 身后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旅行包 肩上扛着个箩筐 里面放着各种厨房用具 另一只手拎着个黄色袋子 写着醒目的两个大字 尿素 陈宇帮着孟大海 收拾散落在地上的木工工具 一切准备妥当 陈宇一边走 一边掏出手机打给一里长军 陈医生 你有什么事情吗 别墅区之所以出现磁场变化 是因为开工时 老板做了一些不太和谐的事情 陈宇三言两语 讲出破土动工后 老板让人把挖出来的尸骨丢入地基石 用混凝土封死的事情 侮辱尸体这类案子 也归你们管吧 当然归了 陈宇说得云山雾绕 李长军心里清清楚楚 怪不得别墅区里会出现这么多鬼 原来是开发商老板 将人家的尸骨给铲了 这还能好的了 同时 李长军又从陈宇的话中 明白了另外两件事情 为什么挖出来的白骨 法医鉴定不出死亡时间 此地的白骨并非是普通白骨 至于第二件事 为什么专案组进别墅区调查 半个鬼都没看见 普通业主回去 马上就能见到 专案组中人为执法人员 身上自带正气 孤魂野鬼 避之唯恐不及 岂敢出现在他们眼前 挂断电话 李长军立刻命令属下出动 已收到举报为理由 将别墅区老板 以及相关施工人员 全部请到局里喝茶 另一边 孟大海跟陈宇 已经回到了心理诊疗室 进入屋内 孟大海有一种 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目光古怪地看向陈宇 陈宇明明是修行之人 怎么将处所弄得这么管 这老头是谁啊 瞧见墙边放着的 弗洛伊德雕像 孟大海一脸猛逼 陈宇解释道 这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 墙上这些人 也都是心理学的大师前辈 孟大海上下看了看陈宇 匪夷所思道 你真是靠给人看 心理疾病为生啊 不然呢 陈宇怂耸肩膀 来的路上 我都跟你说过好几遍 你偏偏不信 我的老天爷 紧接着 孟大海一惊一乍地 将身上东西丢到地上 快步冲到货架前 你不想活了 还是咋的 怎么舍得用灵器 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开光 孟大海表情肉痛 货架放着的东西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小饰品 饮料贴纸 毛绒玩具 卡通人物面具 每样都环绕着大量灵器 孟大海感觉脑子快短路了 败家也不是这么个败家法 陈宇淡淡道 没办法 谁让我不会制作法器 只能将它们暂时当成法器使用 你来了 问题也能解决了 随即 陈宇留 孟大海在店里休息 自己出去联系房子 花了三个小时 陈宇在河方街后面一条街道 为孟大海租了个平房 房子后面自带小院子 正好当作孟大海的操作间 忙完这些 天已经黑了 陈宇随便在街上 找了间小饭馆填饱肚子 回到店里 陈宇看了看时间 正好晚上八点钟 今天收获不错 赚取大量功德 又收了边外员工 也该让谁有一块跟着高兴高兴 陈宇换了身轻便的居家服 走到一楼办公桌 后面坐下 打开电脑 进入直播间 陈大师 那家伙遭报应了 阿坤死无全尸 毛孩子大愁得报 这就叫天作孽有可数字 作孽不可活 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话说 我以前打过我家狗狗 现在和他道歉来得及吗 坐等吃席 自从关注了陈医生 我再次相信 世间真有报言 直播间里 涌动着大量的弹幕 一个多小时起 网上出现一条突发新闻 外地一处郊区旷野田港 被人移聚只剩白骨的尸体 当地警方迅速出警 经过几个小时的调查 真相大白 通过调取附近监控 杀害死者的凶手 竟是大量的流浪猫狗 场面之残忍 令人不敢直视 阿坤死状凄惨 不少人心生惶恐 但同时 又有大量陈宇直播间的水友 觉得解气 阿坤为了出名敛财 不知杀害了多少猫猫狗狗 利用水友们的爱心 将他们当成韭菜收割 被陈宇点破真相 阿坤非但没有任何愧疚 反而想着潜逃外地 大家不要再议论了 人已经死了 你们就饶他一马吧 陈宇淡淡道 还是老规矩 三个名额 百元红包 抢红包模式开启 三名幸运随之诞生 第一名与陈宇连迈的水友 网名叫做一生只爱一个人 体重大约有两百多斤 一张大脸跟囊似的 陈医生 我时间比较紧迫 就长话短说了 刚一上来 一生只爱一个人 便迫不及待地说道 我准备 明天去和认识半年多的 网友奔线 我们能在一起吗 一生只爱一个人 情绪高度紧张 唯恐听到不好的回答 看了一眼对方的硬堂 陈宇似笑非笑道 你们会在一起 只不过在一起的方式 可能和你想的有些出入 陈医生 什么叫和我想的有些出入 听到陈宇的头半句话 一生只爱一个人 开心地拿起手机 谁知后面的半句话 直接将他弄不会了 有人网恋吗 我只接受身边 二十公里范围的网恋 再远自行车 就蹬不动了 网恋奔现场被骗 从此死心不再恋 年少不网恋 就是浪费店 网恋不就是赌吗 散了散了 酒赌无剩价 有没有女水友 咱们来网恋 楼上小哥哥交换照片簿 人家三十七岁 水友们整活的同时 不少人好心提醒 一生只爱一个人 网恋有风险 奔现需谨慎 这些年的新闻报道中 经常能够看到 网恋翻车的报道 加上一生只爱一个人 这尊容 许多水友都觉得 这哥们要翻车 陈宇解释道 你们会永远在一起 却不会一直相爱下去 呼 吓我一跳 一生只爱一个人 长松了一口气 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天长地久的爱情 起这个网名 不过 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他的爱意 按照陈宇的说法 两人会恋爱结婚 但是婚后的爱情 估计会慢慢消失 陈医生 谢谢你给我指明方向 一生只爱一个人 满脸笑容地向陈宇道谢 开始低头摆弄着手机 宝贝 我已经订好了 明天下午去你们当地的机票 到时候见 么么哒 一生只爱一个人 表情肉麻地 对着手机来了这么一句 陈宇心里一阵恶寒 大批水友纷纷在公屏上 打出呕吐的表情 一生只爱一个人 关上手机 好似没有看到屏幕上的呕吐表情 陈医生 我今天实在是太过高兴 要不是你 给了我信心 我到现在都没有下定决心 去和家家奔现 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 任谁都能看出 一生只爱一个人 开心的眉飞色舞 说完这些话 一生只爱一个人 再次打开手机 准备给自己的账户充值 这就完了 陈医生今天怎么了 兄弟们刚来精神投 第一场连迈就要结束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他真的能够网友奔现成功 我和你们的关注点不一样 更好奇什么样的女人 能够喜欢这位演 兄弟别急着走啊 给大家说说 你的爱情故事呗 刚才听到网恋奔现几个字 水友们和打了鸡血似的激动 以为陈医接下来诊断 能让他们看到一场 大型翻车现场 就这 你们能在一起 却不会永远相爱 无聊 老套 乏味 换成别的主播这么搞 水友们早就化身阴阳家了 陈医看了一眼弹幕 双手交叉 微微一笑 这位患者 你先等一下 我这直播间的规矩 是先治病 后给钱 并且治疗以后 满意财富钱 不满意不收费 陈医慢条思理 讲起了直播间收费标准和规矩 陈医生 你别闹了 我没病 我来找你连麦 只是想吃的安心碗而已 医生只爱一个人笑嘻嘻地说道 你的本事我知道 什么都能看出来 我这人从小时的老实孩子 不招灾不惹祸 父母对我特别的好 从不逼我 干自己不想干的事情 就连我放弃高考 选择去学厨师 他们都没有反对 心情不错的医生只爱一个人 随口讲起自己的家庭情况 表示父母感情好 对自己更好 医生只爱一个人本人 没有任何想不开的事情 那些什么心理阴暗面 不为人知的卑鄙过往 复杂的家庭矛盾 在他这里统统不存在 除了长得胖点 脸盘大一点 医生只爱一个人 再没有别的丑事 陈医正色道 如果患者自己能够检查出 自己有没有病 也就不必存在医生这个职业了 不是 难道我真有毛病 瞧着陈医那副一本正经的表情 医生只爱一个人 心里有点发毛 自觉感觉挺好的 陈医干嘛要这么说了 此话一出 无精打采的水友们 瞬间来了精神 有 并且会越来越严重 陈医说道 那我有什么毛病 医生只爱一个人紧张地问道 看了无数场陈医的直播 医生只爱一个人不敢不信 PTSD 这是什么病 医生只爱一个人 茫然不解地挠了脑脑袋 笑不活了 我就说陈医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陈医生怎么冒出英文来了 啥是PTSD PTSD指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人受到严重刺激后出现的精神疾病 楼上正解 这病属于漂亮国的国病 哈哈 楼上更是人才 语言艺术被你发挥到了极致 神特么国病 6666666 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名词的出现 可谓是一旦激起千层浪 水友们先拿这种病调侃漂亮国 紧接着脑洞大开 猜测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受到什么刺激 紧接着大部分人认为应该是奔线翻车 女生奇丑无比 或者有其他让男人接受不了的地方 她受不了这种打击 进而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你们别胡说 这是不可能的 瞧见大量水友讥讽女方奇丑无比 一生只爱一个人气的肺都要炸了 大喊着让水友们安静 打开手机找出一张照片 你们自己看 她就是我要奔线的网友佳佳 说是照片 其实是一张视频聊天截图 女孩大约二十多岁 说不上多漂亮 但是绝对不丑 身处的环境应该是家里的卧室 屋内布置得非常温馨 并且十分的整洁干净 你们这群母胎单身怪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一生只爱一个人洋洋得意 认识没多久 我就开始和佳佳视频聊天了 她知道我长什么样 我也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并且她是个好女孩 跟我网恋 绝不是为了骗钱 说吧 一生只爱一个人 打开了她和佳佳的聊天记录 上面显示 一生只爱一个人 曾经多次给佳佳转过钱 金额一次比一次大 这些转账 佳佳都没有接收 这是什么套路 哪位老哥讲解一二 莫非是放长线钓大鱼 这老哥看着 不像是有钱人 他给佳佳赚了十几笔 差不多两万多 骗子能顶住这种诱惑 老哥表示看不懂 一生只爱一个人哼了一声 语气的意道 你们当然看不懂了 因为佳佳根本不是骗子 他不但不是骗子 还是个大学高材生 听到这话 不少弹幕开始嘲讽 一生只爱一个人吹牛不上睡 高材生会喜欢他这副尊重 都安静 瞧着一眼乌气八糟的弹幕内容 陈宇语气严肃道 再让我发现 有人发带有人身攻击的弹幕 永远拉黑 瞬间 阴阳怪气的弹幕少了一多半 陈宇说道 这位患者你也消消气 谁有门没有恶意 只是觉得好奇 我可以证明 你的网恋对象 的确是一名大学高材生 陈医生 谢谢你替我证明 一生只爱一个人说道 我说的话他们不相信 能不能麻烦陈医生 将我和佳佳相恋的过程 告诉给大家 你确定 陈宇访问道 一生只爱一个人 重重点了下头 陈宇无所不知 这是老粉们都知道的事情 恰好 一生只爱一个人 也是一名老粉 这才会让陈宇帮忙 讲述两人的爱情经历 既然患者你有这要求 我可以满足你 陈宇淡淡地说道 你和她 是在一个网络论坛上认识的 当时 你发了一张 自己和一所211大学校门的合影 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厨师 你一定会进入这所大学就读 紧接着 有人回复你 她就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 一来二去 你们聊得挺好 便互相加了微信好友 渐渐地 你们之间萌生了爱情 不过你很警惕 担心网上的爱情靠不住 又怕和你谈情说爱的女网友 其实是抠脚大汗 你找了个借口 想要和她视频聊天 她答应了你的要求 真的和你视频 不过你还是不放心 提出想要看一下她的大学毕业证 她给你发了一张毕业证照片 你按照上面的编号 进入官方网站查询 查询结果显示 毕业证是她本人的 第二次试探 打消了你的大部分疑心 但你心里 还是有一点点疑惑 决定进行第三次测试 陈宇说到这里 直播间开始沸腾 真是个下头难 恶心 试一次也就算了 竟然射人家三次 觉得对方是骗子 直接拉黑就好 耍这样的小心机 让女方知道该多伤心 又是恐婚恐爱的一天 这也能打全大写的福字 谁友们不用猜也知道 第三次测试 就是给钱了 如果家家收钱 恐怕会马上 被一生只爱一个人拉黑 面对众多女水友的指责痛斥 一生只爱一个人 略显尴尬的辩解道 我也知道有点过分 可现在这个年代 网络后面的网友 是人是鬼 谁能分得清楚 讲完自己这么做的苦衷 一生只爱一个人 又催着陈宇 继续往下讲 后面就到了关键 经过三轮试探 你彻底相信 他不是骗子 之后的日子里 你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每天在手机上 你弄我弄 他对你的要求 摆一摆顺 唯独一点 不能答应你 就是来你的城市奔现 陈宇仿佛亲历者一样 将两人的爱情故事 说得一字不差 一生只爱一个人 一边频频点头 一边盯着那些 酸道家的弹幕 家家对自己 实在是太好了 不但每天嘘寒问暖 还经常陪他聊天解闷 一生只爱一个人 了解到 家家是个乖乖女 更是个孝顺女孩 家人让他安心学习 大学四年只顾学习 连男朋友都没有找 读完大学没多久 家家的舅舅 在老家开了一家旅行社 家家又按照家里人安排 回到家乡帮忙打理 这样的好女孩 简直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 我承认我酸了 这是什么道士 我也是211毕业的 怎么就找不到女朋友 好汉无好妻 丑汉取花枝 老祖宗几千年 就看明白了 家家既然这么好 并且这老哥 又设了人家好多次 干嘛还犹犹豫豫的 黑人问号 水友们羡慕之余 又感到非常的不解 已经证明 人家不是骗子 干嘛还扭扭捏捏 不敢奔线 还有 不是因为家家 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心理疾病 又是因何而来 水友们可都还记着 陈宇当众诊断 一生只爱一个人 患有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 难道是家家父母 不同意两个人的事情 棒打鸳鸯 家家不敢忤逆家里的意思 只能和一生只爱一个人分手 仔细想想 倒是很有可能 家家这么听家里人的话 这么做好像也不奇怪 看到水友们这么说 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心情 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犹豫不决 倒也有点这方面的原因 但又不是全部 陈宇看了一眼一生只爱一个人 你之所以下定不了决心奔陷 除了女方家庭的情况外 还有职业原因 对对对 陈医生 您真是神了 一生只爱一个人连忙点头 的确 我不敢过去 既是怕他父母不喜欢我 更怕自己养活不了家家 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 终归不能长久 这一点 一生只爱一个人很清楚 想要让家家的父母亲人接受自己 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证明能力的唯一方式 就是挣钱 陈宇点点头 又说道 你的职业是厨师 学的是北方菜系 家家老家在腾冲 你怕自己的手艺 到了那里吃不开 直播间忽然变得静悄悄 这种安静 足足持续了几十秒钟 接着 弹幕开始疯狂地刷屏 这哥们是去奔线 还是奔死 边境地带也敢去 陈医生 确定他们能永远在一起 我咋怀疑 这哥们过去要倒大霉 自信点 不用怀疑 老子忽然感觉 腰子直冒寒气 屏幕上充斥着各种夸张 震惊的弹幕 水友们感觉自己的脑袋 好像是挨了当头一棒 这座城市特忙还紧挨着恐怖的地方 一个互联网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兄弟 那地方可不行去啊 爱情城可贵 妖子价更高 送你四个字 打死别去 去就是送命 干点啥不好 偏要千里送妖子 他又没出国 应该没什么危险吧 水友发出的大量弹幕 虽然不乏整活调侃 不过绝大多数 都是好心提醒 这几年在外面遇到绑架 遭遇危险的新闻层出不穷 尤其是那个地方 不少当事人也会出来现身说法 揭露那个地方 恶滚坑人害人的手段 除了在网上发布高薪招聘 坑骗不明真相的人进入 还有大量的骗子 来到边境城市 一打工 去家里做客为借口 将人忽悠到外面 一旦被骗过去 就很难再回来 哪怕逃回来 身上也要少点什么 也是因此 水友们除了对那个地方闻风丧胆 对于这些靠近那个地方的城市 同样心生畏惧 一生只爱一个人看后哭笑不得 说道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我长得胖 不代表我是个笨蛋 去这种地方 我还能不做调查 你们真当我不看新闻 是就是会穿越过来的 此话一出 水友们的劝说弹幕少了一半 想想也是 这家火炼对象 脑袋肯定喉惊喉惊的 他跟陈宇连迈 问的是能不能和家家一直在一起 没问去的地方 微不危险 看样子 做了不少功课 陈医生你先些会 我来说几句 想到水友们刚才嘲讽自己 还说家家是骗子 一生只爱一个人 决定给他们上一课 这两年的确有不少人 在边境城市 被人骗到那边 但你们也别忘了 咱们国家可不会坐视不理 早就开始进行 一系列的打击活动 严格管控活动于那边的人员 你们不信 就自己搜搜最新的新闻 别总以为 天底下只有你们聪明 其他人都是笨蛋 况且 我脑子紧绷一根弦 就算骗子说的天花乱坠 老子打死不去那边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总不能用刀架着我 逼我过去吧 说着 一生只爱一个人 得意地剥了剥头发 狠狠嘲讽了一番水友 一生只爱一个人 心情无比美丽 自己又不是傻子 还能不知道规避风险 就算是靠近那个地方 怎么了 别人上当是因为笨 自己可是个小机灵鬼 以往都是别人被水友们整活 今天真是风水轮流转 陈医生 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眼见水友们 被自己对得说不出话 一生只爱一个人 又看向陈宇 你会去 请客间 弹幕大幕滚滚而来 哈哈 你们看一生只爱一个人 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打脸来得始料未及 大言不惭说 自己不会被人骗出国 报应来得真快 笑不活了 翻车比我翻书都要快 我还是更喜欢他 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 没有一只妖子 能够逃离那里 死胖子 我们劝你你不听 陈医生这么说 难道你也不信 刚刚 上百万谁有 被一生只爱一个人 嘲讽得体无完肤 听到陈宇说 他会去那个地方 各种整活弹幕接踵而来 陈医生 你刚才说什么 我会去那边 一生只爱一个人 整个人都是猛的 陈宇点点头 说道 你不但会去 并且还是心甘情愿去的 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一生只爱一个人 拼了命的摇头 自从知道家家老家 是在和那个地方接壤的城市 一生只爱一个人 立刻做了大量功课 确信自己怎么样 都不会上当受骗 如今 陈宇言之早早地告诉他 自己不但会去 并且 去得心甘情愿 没有任何犹豫 这根本不可能 看过我直播的谁有都知道 我陈宇从来不骗患者 至于你为什么会去 陈宇顿了顿 说道 因为爱情 一生只爱一个人 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因为爱情去的 难道是家家 陈医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给大家说说呗 因为爱情不要妖子 一切都是值得的 尼玛 原来这才是原唱 不行了 老子以后无法直视这首歌了 我一直都觉得 这段网恋有问题 怎么样 实锤了吧 这是什么阴间爱情啊 爱我 就要给我妖子 扑 楼上逗死我 是急着 继承我的话呗吗 此刻 一生只爱一个人 犹如双打的茄子 难以置信 被自己试探过多次的网恋女友 竟是要送自己去 那个地方嘎妖子的女骗子 不 不会的 家家不可能是骗子 这中间一定有问题 一生只爱一个人固执地说道 骗子怎么可能有211学历 怎么会拒绝我给他的钱 陈医生 你快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相信 是家家骗我去那边的 肯定是别的原因 陈宇说道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你先把第一次和他视频聊天的 存留视频拿出来 你怎么知道 话说到一半 一生只爱一个人闭嘴 乖乖去手机里找留存视频 很快 包括陈宇在内 大家都看到了两人第一次视频聊天的内容 内容只是两人正常的交流 分享一些生活趋势 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 直到视频播放了大概三分钟时候 陈宇突然叫停 现在 你把音量放到最大 然后继续播放 一生只爱一个人照办以后 视频开始继续播放 我怎么听到了求饶的声音 我好像也听到了 有人听到抽鞭子的啪啪声吗 听着听着 谁有门感觉不对劲了 视频里除了一生只爱一个人 和佳佳互相聊天的声音 貌似还有惨叫声 有吗 一生只爱一个人拨回去 重新听了一遍 咦 还真有这种声音 一生只爱一个人愕然了 将这段视频保留 是为了跟身边的朋友炫耀 像他这样的胖男 也能找到爱自己的女人 平时翻来覆去 给身边的朋友播放 从没有察觉里面有一样的声音 你们看 佳佳的眼神怎么这么管 一名水友发来特效弹幕 示意大家集中注意佳佳的眼神和表情 我发现了 他的眼神时不时偏向左边的墙壁 表情中好像还带着凶狠和不屑 别说 好像真的是这样 太恐怖了 隔壁会不会正在打人 这一看就是杀人不眨眼的主 不然心态也不会这么稳 隔壁打人 还能淡定自若地和别人视频 他们敢妖子打麻药吗 我怕疼 背后的原因令人重度烧伤 随着水友们的不间断提醒 一生只爱一个人也看出了不对劲 仔细瞧 佳佳的眼神和表情 的确带着不屑和冷漠 隔壁打人的声音 以及被打之人的惨叫声 好似变成了鞭子 一下下抽打在他身上 陈医生 他竟然是骗子 你又为什么会说 我和他能够永远生活在一起 一生只爱一个人浑身冷汗直流 脸上在屋之前的得意和自信 惨白惨白 好似死人一样 这位患者 你的理解有些偏差 我说你们永远在一起 指的不是你们会生活在一起 而是死后会埋在一起 陈宇淡淡地说道 我还会死 一滴滴痘大的汗珠 顺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额头流下 心里恐惧地七上八下 自己被骗到那个地方已经够惨了 怎么还会死了 同时 一生只爱一个人 彻底领悟了陈宇那句话的意思 你们会在一起 只不过在一起的方式 可能和你想的有些出入 尼玛 生前不能在一起 死后埋在一起 陈医生 我是怎么死的 佳佳 女骗子又是怎么死的 问起自己的死因 一生只爱一个人 感觉别捏无比 陈宇回道 他是被你杀死的 至于你是被乱刀砍死 陈宇的回答 进一步加重 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疑惑 去那个地方不就被割腰子吗 怎么还会被人乱刀砍死 说完 一生只爱一个人想了想 请陈宇从头讲起 假如自己刚才直接下麦 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好你的病情也是因此而产生 那就从头开始说 陈宇拿起手旁的水杯喝了一口水 讲起一生只爱一个人 刚才下麦 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和佳佳见面以后 他带着你在当地游山玩水 讲述着各种各样的民风民俗 提及那个地方 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真是有危险的 只有某个区域 一连待了七八天 你一个骗子都没有遇到 感觉网上的新闻 的确有些夸大气词 不久后 你见到了佳佳的父母 和你想的不同 他的父母很轻易就接纳了你 听说 你还没找到工作 就让你去佳佳舅舅的旅行社上班 进入旅行社你才发现 旅行社业务是去那个地方旅游 第二天 你就接到了任务 带三个人去那个地方旅游 听到佳佳鼓励的话语 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出国旅游是正规活动 不会遇到危险 就这样 你带着三个人上了一辆车 等一下 一生只爱一个人打断陈宇 说道 陈医生 这不对劲呀 出国旅游的确是正规活动 我要是在那个地方丢了 官方不会不知道 更不会不找我 陈宇淡淡地说道 从正规渠道出境旅游 每个人的身份都会进行登记 如果其中一人没回来 相关部门肯定会进行寻找 但你们走的线路 并不是正规渠道 你们是偷渡过去的 一生只爱一个人震惊了 偷渡是犯法的 我怎么可能会这么做 当即 陈宇给一生只爱一个人打疑解惑 司机带着他们走了一条土路 到了边境附近 一生只爱一个人产生怀疑 司机讲起他没有导游证 只能走小路出境 一旦被查到无证带团 本人和旅行社都会受到巨额罚款 家家为了让一生只爱一个人 尽快找到工作 拜托舅舅破例 让没有导游证的他 进入旅游社工作 没有导游证 自然没办法从正规渠道出国 听完事情经过 你感动得稀里哗啦 毅然决然地跟着车 顺着走私小路 进入那个地方 过了边境线 司机和三名游客 立刻变脸 将你五花大绑 交给对面的街头人 听到自己主动往枪口上撞 一生只爱一个人喃喃说道 我真的会这么傻吗 这种事 不是只会发生在电影电视剧里吗 水友们听得一愣一愣 现实可比影视剧魔幻多了 这不就是旧社会的卖猪仔吗 那个地方那帮骗子 真特么该死全家 工作外派 这种损招都想得出来 多少有点活该 鬼迷心窍 蛇心美人 智者不入爱河 成人洗脚按摩 你们也别笑话他 换成你们自己 敢保证自己不中招 看到这条弹幕 水友们心里凉了半截 换成自己 确定能够躲过这一截吗 无数坐在电脑前 或是玩着手机的水友 纷纷选择摇头 整个计划一环扣一环 面对一个各种崇拜自己 有着高学历 不要你一分钱的网恋对象 想不中招都难 加上去了以后 看到对方的父母 戒心恐怕早就 抛到九霄云外 以为工作外派 不会有问题 这套路不是一般的深 进去可能就出不来 陈医生 一直没有人能够 识破骗子吗 一名水友发来弹幕询问 有 陈宇点头道 你们在视频里 听到的惨叫声 来自于识破骗局的被害者 能乖乖自己过去最好 如果不肯去 只能打成残废送过去了 一股凉气 顺着无数水友的脚底 窜到头顶 陈宇用明确的语气 告诉水友 这伙骗子狡诈和狠毒 远超正常人想象 每一名到了当地的受害者 身后就会多出一条尾巴 女骗子家家负责洗脑 麻痹受害者的思想 尾随受害者的骗子同伙 负责监控受害者的一举一动 一旦发现受害者出现异常 会立刻将他控制 防止受害者逃跑 或者去警局报案 之后 收走受害者的个人证件 限制人身自由 家家出面进行威逼利诱 若是受害者抵死不从 接下来就到了严刑拷打阶段 我方人员在各个边境线 设立了大量警告牌 以及巡逻人员 还很难做到 第一时间发现偷渡人员 一些复杂危险的区域 会被这些骗子 当成绝佳的偷渡途径 讲到这里 陈宇脸上出现了严肃表情 你被那个地方的恶棍抓走以后 被他们带进了一家境外赌场 把我带进赌场 这又是为什么 一生只爱一个人 还没从恐惧中恢复过来 又马上被陈宇的话给弄愣了 不都说去了那个地方 就要被嘎妖子吗 难道嘎妖子的地方 在赌场里面 当然是为了多方面 榨取你的价值了 接下来 陈宇话锋一转 说起了这些恶棍的手段 国内同伙任务 想尽办法 将人骗到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本地的恶棍 则是会用各种残忍的方式 榨干每一名受害者的人身价值 他们用武器威胁你 进入赌场玩几把 无论输赢都会放你走 你那个时候方寸大乱 只能按照他们的要求 胡乱进入玩了几把 随后他们录下你的赌博视频 逼迫你签下高额的欠账单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步骤 你被他们关入了一间房间 里面的十几个人和你一样 都是他们的肥养 其中既有像你一样 毫不知情被骗进来的受害者 还有大量自投罗网的赌狗 讲到这里 陈宇叹了一口气 这些人当中 只有少部分幸运能活着离开 大部分都将成为 异国他乡的枯骨 一生只爱一个人 已经吓得不成人样了 光是听 就能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也不知自己接下来 又会遭遇什么样的折磨 你被关入的房间 在恶棍的行话中 叫做催单房 你们这十几个人 被几名手持武器的恶棍 逼着下跪 打电话跟家里要钱 若是有人不从 等待他将是严刑拷打 假如家里人不信 记录有你们惨状的视频 欠账单 还有赌博视频 都会被发给你们的家人 大部分水友 都只是在网上知道 去了那个地方会要命 不但人才两空 还要遭遇种种折磨 却还是第一次如此详细地听到 受害者遭遇的具体折磨 一时间 直播间里鸦雀无声 只有零星的弹幕 询问这些人的命运 一声只爱一个人 磕磕巴巴地说道 我应该没给钱吧 文言 陈宇点点头 说道 想到父母将你养大不易 如果跟他们要钱 会掏空他们的所有积蓄 同时 你心里还是很一丝侥幸 只要自己死活不给钱 他们就算再怎么打你 总归不敢将你杀了 时间久了 看到从你身上榨不出油水 这群恶棍说不定会放了你 殊不知 你把他们想得太善良了 这一次 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弹幕 千万不要指望 恶魔会有慈悲和善心 十几个人被几个人控制 为什么不反抗 说反抗的 也不想想这些恶棍手里拿着啥 毒狗死了也活该 可像他这样被挟持过去 只能说太倒霉了 以为去了那里 只会被嘎腰子 我还是太年轻了 那个地方有关部门 就一直任由他们存在 人家那边土匪 官方 老百姓早就狼狈为奸了 现代版人间炼狱 陈宇的最后一句话 得到了广大水友的赞同 指望恶魔发慈悲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笑话 一生只爱一个人 哆哆嗦嗦地问道 接下来呢 唉 陈宇轻轻叹了口气 接下来 一生只爱一个人 将会彻底知道 什么叫做炼狱 挨了多次拳脚棍棒 你死活不肯给父母打电话 你以为这样 他们就拿你们没办法 第二天 你被他们转移到了 另外一个房间 B单房 如果说催单房是人间地狱 B单房就是真正的地狱 到了那里 你和其他人一样 两只手被手铐锁住 只能保持跪下的姿势 一连跪了两天 你的膝盖血肉模糊 每天吃的饭里 夹满了特制辣椒 喝得谁也是滚烫的热水 一旦 你累得扛不住睡着 马上会被电棍电醒 此时此刻 哪怕再没心没肺的水油 也都被吓得冷汗直流 陈宇明明只是叙述 一生只爱一个人 未来将会遭遇的各种折磨 听到水油们耳中 好像自己亲临其境一般 有不少胆小的水油 身子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这帮那个地方恶棍的折磨人方式 简直可以和鬼子媲美 以为辣椒饭 滚烫的开水 电机已经足够恐怖 没曾想 陈宇接下来的话 让他们知道 这些仅仅只是只是开胃菜 眼界你还不肯给钱 他们又把你转移到了死单房 这里 是地狱的最后一层 到了死单房 一生只爱一个人 遭遇了各种毛骨悚然的折磨 身上没有一处好肉 骨头断了十几根 双手指甲全部被拔光 我要杀他 一生只爱一个人大声咆哮 打断了陈宇的叙述 听着陈宇的讲述 水油们仿佛身临其境 一生只爱一个人 这位当事人 更是早已经将自己 带入了未来的惨状 想到被家家坑成 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一生只爱一个人心里 涌起滔天杀意 自己就算是死 也要拉着他一块陪葬 难怪陈医生会说他 患有创伤后应急障碍 尼玛 患成谁遭遇这副惨状 心态都要崩裂 别说是遭遇 就算是听 我都感觉自己快要抑郁了 以前只知道 那个地方是个三不管地带 现在才明白 根本是个人吃人的地方 和他们比起来 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 都算是菩萨了 有没有天降正义 管管这里啊 现实中的人皮客栈 这回的弹幕 没有任何的整活内容 有的是无限的感慨和震惊 和那个地方比起来 地府称得上是人间天堂 起码 地府只称之坏人 不会对好人使用酷刑 陈宇淡淡地说道 这位患者请你冷静 如果你的情绪继续激动 将会加速病情发作 一生只爱一个人浑身颤抖 根本冷静不下来 除了胖点 性格自信一点 一生只爱一个人 自认为自己是个大好青年 人生刚刚开始 差一点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等到一生只爱一个人 情绪稍微稳定一些 陈宇又说道 就在你被打得奄奄一息之际 他们把你送到一家医院 进入医院 你接受了各方面的治疗 以为这就到了极限 他们真的不敢杀死你 很快 你再一次见识到 这些人的残忍 他们送你 去医院接受治疗 可不是害怕你死 而是要打你身体器官的主意了 水友们倒吸一口凉气 恶魔果然是恶魔 受害者身上任何一样东西 他们都不准备放过 打妖子之国 虽然是名不虚传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想着继续拿人家的妖子 等到你的伤势好得差不多 他们通过手术 摘取了你的妖子 他们拿走的 又不仅有妖子 摘除手术结束不久 他们接连割掉了 你的一部分肝脏 陈宇语气复杂道 从医学角度来说 这么会有很大的几率 让你死在手术台 但对这些人来说 你的性命比蝼蚁还要轻微 只要能给他们带来金钱 他们根本不在乎 你会不会死掉 复仇的意志 支撑你挺了过来 看到你的命这么硬 他们又想到了 你的另外一个用处 医生只爱一个人脱口出道 我的妖子和肝脏 都被他们割走了 还能有什么用处 诈骗 陈宇说道 卖给电诈公司当马仔 坑骗国内受害者的钱 毕竟 你是他们花了十万 从国内同活手里买来的 不诈该你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他们怎么可能会让你死 卧槽 这帮王八蛋 医生只爱一个人 快要被气死了 陈宇淡淡地说道 那个名叫佳佳的女骗子 虽然和那个地方的恶棍是一伙人 不过他们分工明确 并且各取所需 家家这伙人负责引诱受害者 按照人头卖给那个地方恶棍 对方接货以后 是陪试赚 就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随着国内对于那个地方 骗局的打击力度加大 加上新闻媒体 每天不间断地报道提醒 前往那个地方的国人少了许多 常规诈骗手段 已经很难奏效 那个地方各伙恶棍的老板 开始拿出大价钱购买受害者 明码标价 一个人投十万块 花钱买人 自然是要把成本捞回来 要么能搞到钱交赎金 如果搞不到钱 就会被他们摘取器官 被割完腰子 如果还能活 转卖给下一家 再收一次钱 瑟瑟发抖有目有 有些人以为只要不被骗 就不可能进入那个地方 却不知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防不胜防 那个地方简直就是个大号的集中营 总结到位 大家都不傻 去的人少了 那帮恶魔肯定要另外想花招 这可是现实版的落地成河 看了一眼水友的弹幕 陈宇点了点头 说了这么多题外话 目的只有一点 加深水友们的防骗意识 自己今天这番话 可以帮一些水友 免去无往之灾 即便帮不了所有受害者 哪怕能让一个免于受骗 同样也是功德 好了 言归正传 陈宇看向一生只爱一个人 那火恶棍 榨取了你的最后一点价值 帮你卖到了附近的诈骗工 虽然过得还是生不如死 但起码能活下去 你寻找机会逃离 返回国内报仇 很快 你的机会来了 逃出去以后 你在路上发现 亲自过来送受害者的嘉嘉 那一刻 复仇的念头涌上脑海 你不顾嘉嘉身边跟着的手下 冲过去掐住他的脖子 他被你活活掐死 你也被乱刀砍死 由于掰不开你的手 这些人索性把你和嘉嘉一块埋了 讲述完一生只爱一个人未来的惨剧 陈宇实指交叉 说道你有警惕心是好事 但要记住一点 过分的自信 同样是一种愚蠢 陈医生 您不只治好了我的病 更是救了我的命 我给您磕头了 反应过来的一生只爱一个人 推开椅子跪在地上 冲着电脑磕了三个头 换成以往 水友们肯定要整活调侃 但是今天 没有一个水友发来调侃弹幕 换成是他们 估计也会做出相同的动作 亲耳听到了一幕幕地狱里的场景 每一名水友 都有一种心有余悸的感觉 你快起来 你付钱 我看病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千万不用行此大礼 一生只爱一个人起来后 陈宇又说道 接下来要干什么 知道吗 拿黑女骗子 不 一生只爱一个人咬牙切齿道 我要举报他们 将这个团伙一举端掉 陈宇满意地点点头 你直接去重案队 把你的事情告诉他们队长 好的陈医生 我知道了 支付完诊经 一生只爱一个人立刻结束连迈 穿着拖鞋跑出家门 陈医生 我能不能插个队 借我几分钟时间 跟广大的水友说两句话 就在这时 一条特效弹幕划过屏幕 看清发来弹幕的水友名字 水友们乐了 原来是诈骗艺术家 色纳铁塔来了 陈宇笑了笑 点击同意连迈 下一秒 色纳铁塔出现在屏幕上 水友们大家好 耽误你们几分钟时间 陈医生和前一位水友连迈 我都看到了 对他的未来遭遇 深表同情 经过陈医生的治疗 我已经彻底摆脱了心病 决定像陈医生一样 用自己的一点微薄能力 帮助有需要的水友 摆脱困扰 色纳铁塔严检一概 讲清了自己的现状 以及对陈宇的感谢 随后话锋一转 提及昨天申请了一个直播账号 决定当一名反诈主播 半生为执念困扰 丢失了身边一切的美好 如今醒悟过来 要做一些对社会 对他人有益的事情 除了缅国骗局 社会上还有很多的骗局 许多年轻朋友 社会经验不丰富 往往会成为 这些骗子眼中的肥羊 大家如果遇到疑似骗子的人 或者感觉反常的事情 可以来我的直播间找我 与我连迈 或者发送私信 我会第一时间 帮助你们分析情况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避免大家上当 说完这些 色纳铁塔面带微笑道 陈医生 我的话说完 很高兴 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我代表广大谁友 感谢你 陈宇同样抱以微笑 色纳铁塔刚开口 就有一缕功德气韵 融入陈宇身体 引人向善 果然福报不浅 色纳铁塔称得上 是骗子当中的顶流 有这位高手 替水友排以解惑 必然会有不少人 从中受益 免于落入骗子的陷阱 大叔这算是浪子回头吗 有骗界传起给咱们之招 以后想上当了都难 大叔 我们看完陈医生直播 就去给你点关注 正道的光 绝大多数水友们 都曾经看过 陈宇和色纳铁塔的那场直播 知道对方身份 更知道色纳铁塔有多牛 人家戒掉片影 又成为一名反诈主播 一切都是陈宇的功劳 一时间 一大波礼物出现在公屏上 谢谢大家的礼物 请第二位患者上麦 陈宇笑道 紧接着 一位名叫白藤小姐的女性水友 出现在屏幕上 我去 这是不敢见人 还是怕被人家认出来 把脸遮得这么严实 不会是通缉犯吧 哈哈 笑不活了 通缉犯找陈医生连麦 这是什么阴间操作 虽然看不清小姐姐的脸 但我敢打赌 小姐姐绝对是个美女 楼上是懂得鉴定美女的 就小姐姐这身材 我给90分 我怎么好像认识她呢 名叫白藤小姐的这位女水友 刚一上麦 就引来了大量弹幕 究其原因 打扮过于异类 身上穿着一套合体的居家服 身材纤细 体态端庄 唯独脸部 遮得严严实实 脸上戴着一副宽大的太阳墨镜 眼睛下面是个大口罩 两件东西 差不多遮住了这名女水友的整张脸 之前参与连麦的水友 有杀人犯 有企业老总 还有骗界传奇 没有一个人藏头遮脸 即便狡诈狠毒 如今成恶魔 也是以真面目视人 唯独白藤小姐 藏头遮脸 就插在头上套个头盔 将整张脸完全遮住 陈医生抱歉 我这么做 有我的苦衷 一阵悦耳洞听 好似银铃般的声音 从白藤小姐小姐口中发出 看了一眼白藤小姐没被遮住的硬糖 陈医点点头 保护自己的隐私 乃是患者的权利 我能理解 你无需道歉 说完 陈医淡淡一笑 这位患者 请说出你的病情吧 听到这话 白藤小姐沉默了几秒钟 我 我是一名演员 最近有一部电影 想要找我当女三号 我想问问陈医生 如果我接了 这部片子能火吗 听到这话 水友们恍然大悟 原来是混眼一圈的 怪不得要藏头露面 真是活久见 一线红星怕被人骚扰 戴墨镜口罩挡住脸也就算了 一个二三流小明星也搞这套 以为自己是谁啊 楼上怎么知道 她是二三流小明星 一线红星能演女三号 没有一线红星的命 得了一线红星的病 电影能不能活 也是你该问的 要问也是人家导演 男女主角来问 你也太把自己当盘菜吧 白藤小姐看着屏幕上 大量的嘲讽弹幕 眉梢眼角 出现了淡淡的哀愁 自己性格低调 不喜欢张扬 担心露出真容 会给自己和陈宇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没想到 竟会被水友们冷嘲热讽 咳 干咳声传入耳中 白藤小姐发现 嘲讽弹幕少了一大半 陈医生 谢谢你 白藤小姐心中五味杂陈 这位患者 你无需有过大的压力 看清了白藤小姐的命格来历 陈宇心中同样百感焦急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之前 我先从医生的角度 跟你说几句话 好 您请讲 白藤小姐说道 你曾经得过抑郁症 靠着自己的努力 逐渐走出了抑郁的阴影 但是很快 你的抑郁症又会复发 听到抑郁症三个字 白藤小姐瞳孔瞬间放大 眼中满是震惊的白藤小姐 愕然说道 我的病过段时间还会复发 陈宇点头道 尽在咫尺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同样也不会一摔到底 我明白了 白藤小姐喃喃自语道 如果我推了这部戏 病情就应该不会复发了吧 陈宇说道 你的病情会不会复发 与这部戏没有任何原因 那是因为什么 白藤小姐这回真是糊涂了 和这部戏没原因 那又是什么情况 会影响自己的情绪 导致旧病复发了 因为一个男人 一个你爱过 却最终无法走到一起的男人 我前男友 白藤小姐瞬间明白 陈宇口中的男人是谁 陈宇点头道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 会将你卷入风口浪尖 更会严重影响你的心情 导致你旧病复发 你说我的病情发作 都是因为他影响的 这不可能啊 白藤小姐恍惚了一下 紧接着不停地摇头 我们前不久和平分手 中间没有任何的不愉快 我怎么还会 因为他影响自己的心情呢 难道是他现在的女朋友 想要针对我 拉着他故意在媒体面前抹黑我 白藤小姐想了多种可能 却一点头绪都没有 他和前男友 从未发生过任何经济 或者其他方面的矛盾 开开心心恋爱 和和平的分手 我好像知道他是谁了 妈呀 咱们不会想到一块了吧 应该就是他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想想这几个关键词 抑郁症 不久前 和平分手 我靠 是他 万年不红 出道十余年 几十部影视剧里 当女一号 偏偏红不起来的资本客星 咱们是什么档次 能和这位棋女子 同在一个直播间 谁有中最不缺的 就是小机灵鬼 通过抑郁症 前男友 和平分手 女明星几个关键词 瞬间锁定了白藤小姐的身份 万年不红女一号 别的倒霉蛋 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碎 白藤小姐是直接手撕外挂 刚一出道 老天爷就给白藤小姐 送了个人生赢家外挂 各路资本 你争我抢给他送资源 又送上各路大咖给他搭信 然后嘛 就没有然后了 剧集拍完放映 白藤小姐瞬间被人遗忘 剧组众人被骂得狗血淋头 十来年的时间 人生赢家外挂 被白藤小姐干了得稀碎 彻底过气 沦为无人问津的老透明 随着白藤小姐身份被曝光 水友们陷入了集体狂欢当中 虽然过气了 但是颜值放在哪 这也是实力 确实很漂亮 确实没演技 羡慕我张哥 影视剧有他 避烂 烂片只露明灯 别太过分了 人家不争不抢 性格低调 已经算是娱乐圈里少有的清流了 清如红毛的清 想当年 各路资本为他操碎了心 活脱脱的资本客薪 影视资源终结者 水友当中 不乏大量看过白藤小姐电影的人 一个个说起来眉飞色舞 纷纷化身小报记者 唉 白藤小姐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各位患者 你们既然这么愿意聊天 不如我陪你们聊聊怎么样 保证聊得你们精神愉悦 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儿女孝顺 夫妻恩爱 人生顺利 说着 陈宇皮笑肉不笑地抬起手指 百万谁有纷纷感觉 脚心发寒 背后生汗 小心干砰砰 跳得不停 怎么听 陈宇都是在说反话 要是被陈宇选中 下场估计不会好 铺天盖地的弹幕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陈宇再次创造了直播界的一项奇迹 仅仅几句话 上百万人的直播间 看不到一条弹幕 不少新进来的水友 双眼发猛 明明没开近年 怎么没有弹幕 百万僵尸粉 知道陈宇是在帮自己解围 白藤小姐向陈宇发出一声由衷的谢谢 陈医生 咱们继续刚才的问题吗 当然 陈宇双手交叉道 你虽然患有心理疾病 但是内心又非常的强大 接下来的风波 虽会令你的心情 出现一定程度的起伏 只要能够以平和心应对 不但可令自己再次红起来 还能纠正许多人对你的刻板偏见 还可以收获 自己从未想过的庞大粉丝群 真的吗 白藤小姐难以置信道 两天后 你的名字将会持续出现在 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甚至就连国外某些主流媒体 也会对你进行报道 你的名字将会在一段时间内 长期挂在各大热搜头条前三位 还会与另外两个关键词 为全体国民所知晓 陈宇缓缓说道 另外两个词 是什么词 白藤小姐下意识问道 其中一个是赌博 我和赌博会缠绕在一起 陈医生 这也太离谱了 知道自己的身份 已经被水友们拆穿 又担心谁又以为自己喜欢赌博 白藤小姐拿下墨镜口罩 再三表示自己从来不赌博 不但不赌 而且非常反胆赌钱 任何跟赌沾边的事情 他都不会去做 这位患者 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我说你的名字 会与赌博联系在一起 指的并不是你去赌博 而是你那位和平分手的前男友 陈宇解释道 他赌博 白藤小姐脑子好像要炸开了 自己和前男友在一起的时间 虽然称不上多长 但对他 多少也有些了解 世界冠军 无数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退役以后进入名校深造 赌博这两个字 怎么会和他沾上面 你不相信 是因为你前男友 为自己精心打造了一幅完美的人设 不但你被蒙在鼓里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被他蒙在了鼓里 以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如今是无墙可拆 只能拿你来还债 一旦激气千层浪 陈宇这番话说完 白藤小姐彻底惊到了 拿我还债 这又不是旧社会 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况且她是她 我是我 她凭什么让我替她还债 白藤小姐震惊到 声音都开始走样 不负先前的优雅 急于想要知道真相 拍了十几年戏 结果无数的剧本 各式各样荒唐的剧情都见过 唯独没遇到过参这种事情 情到农处 你们会有一些非常亲密的举动 这些内容都被她拍了下来 如果她把这些东西交给债主 你又该如何自处 白藤小姐惊恶地站了起来 亮亮呛呛朝后退了几步 她 她真的会这么对我 陈宇淡淡地说道 赌徒为了钱 连亲人都可以卖 更别说 你这位前男友 还是一名资深赌徒 你若是不信 我给你一条新闻链接 看完以后 你就明白了 说吧 陈宇双手敲击键盘 以私信的方式 发给白藤小姐一条链接 陈医生干嘛不把链接发在公屏上 越来越把大家当外人了 如果实锤 今天的瓜可真是太大了 我用室友下半身幸福打赌 他前男友百分之一万不是赌徒 你和你室友到底有什么仇 陈医生说的话 怎么可能有假 白藤小姐太可怜了 话说就没人关心 被前男朋友拍下的内容是什么吗 肯定是那种东西 谁友们已经隐约明白 陈宇为什么说白藤小姐能够大火特火 甚至还能火到国外 尼玛 被前男友被刺 拍了那种东西 加上前男友 还是个沉迷于赌博的烂赌鬼 任何一样拿出来 绝对能够瞬间占领热搜头条 他 他十几岁就开始赌博了 看完陈宇发给自己的链接 白藤小姐已经不敢不相信了 链接来自一家权威体育网站的陈年新闻 零几年的时候 前男友就因赌博被处理 并且还被这家媒体新闻报道过 十几岁就开始沉迷于赌博 这是什么神童才能干出的事情 沾染三毒毁一生 不说赌博 只要他真敢勒索白藤小姐 绝对要进去采缝纫机 阿易和阿易瞧手以盼 冠军级别的体能 进去能把缝纫机采出火星 现在进去采缝纫机都这么卷了吗 白藤小姐先是看了眼弹幕 水友们罗列了一大堆 烂毒鬼发疯会多么的丧心病狂 没钱还债的情况下 毒鬼会骗光身边亲戚朋友的钱 如果有老婆孩子 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能卖掉 若是骗无可骗 他们还会去偷去抢 总之 一旦被烂毒鬼盯上 即便不死也要脱层皮 白藤小姐全身上下毛骨悚然 仿佛自己正置身于阴暗恐怖荒野坟场 随时都要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用怀疑 他绝对干得出来 陈渔语气中带着同情的口吻 说道如果你妥协 他会一次又一次在你身上敲骨吸水 当你的所有积蓄被他敲诈殆尽以后 他还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让你替他还债 至于是什么 我不说 你也清楚 白藤小姐慌乱道 陈医生您别再说了 我求求您 不要再说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 报警 陈宇一字一句道 相信法律 选择将这件事情交给有关部门处理 这样才能避免接下来的噩梦 除此之外 你还要坚强起来 即便选上 也会出现一系列对你不利的言论 只要你能挺过去 将迎来柳暗花明的局面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单独提醒你 紧接着 陈宇点机制波间静音 除了陈宇和白藤小姐 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 其他谁有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形 而无法听到声音 陈医生你轻讲 你说什么 我都愿意相信你 混迹演艺圈十几年 白藤小姐不是没有见过风浪 陈宇选择与她单独对话 说明接下来的话 一句比一句重要 绝对不能传进第三个人的耳朵里 你我结束连麦 不 应该是再过四分钟 这里发生的事情 会传到你前男友 以及那个拿到你要命东西的债主手里 得知你会选择报警 你男友会马上跑到你家 跪在地上 向你痛哭道歉 试图使用苦肉剂 获取你的谅解 你准备好录音设备 对于她的道歉 你要先摆出一副痛心疾首 绝不原谅的样子 之后慢慢改变态度 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陈宇问道 明白我的意思吗 白藤小姐轻轻点了下头 陈医生 我明白 你的意思 仅凭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无法当成控告他们的证据 毕竟 事情还没有发生 陈宇笑了笑 谁说漂亮女人就一定笨 只要稍微点拨一二 白藤小姐很容易明白 其中的关键 自己帮她点铺的前方陷阱 都是发生在未来的事情 话说回来 未来发生的事情 不能当成控告他人的证据 紧接着 陈宇用讥讽地说道 你也可以假戏真做 在痛斥她的时候 顺便教训教训她 反正她皮操肉后 采缝刃机都能采出火星 不会被你打出内伤 扑呲 听到这话 白藤小姐忍不住笑了一声 保持乐观的心态 做好自己 这次风波过去以后 你会迎来新的事业春天 想了想 陈宇又补充道 以为获得了你的谅解 你前男友会马上与债主联系 暂时停止向你勒索财物 但这只是暂时 不将那些东西拿回来 永远是一颗定时炸弹 那名债主 现在身处航程 拿到证据以后 你不要带任何人 独自一个人乘坐飞机来航程 去重案队找牢里 就说我让你去的 把你遭遇的情况告诉她 她会妥善帮你处理 说话间 白藤小姐不停点头 等陈宇说完 白藤小姐问道 陈医生 牢里是谁啊 陈宇顺口说道 重案队队长李长军 对于在我直播间发生的案件 她极有处理经验 你去找她就对了 我明白了 陈医生 我应该怎么谢你啊 白藤小姐这次和陈宇与连迈 本想问问接下来参演的电影 会不会像以前那样骂声一片 如果会 宁可放弃重现大荧幕的机会 也不愿给帮助自己的导演带来麻烦 没想到造化弄人 询问电影会不会因为自己 被评成烂片 却让自己因此获得拯救 陈宇笑着摇摇头 说道 如我对上一名患者说的 患者支付诊疗费 我全心全意帮患者 摆脱病魔困扰 除了诊疗费外 你不用额外付出什么 我已经准备出发了 陈医生 等我解决了这次的麻烦 我一定会重重报答你 白藤小姐满含热泪地 结束了连迈 同时 陈宇也解除了直播间静音 有请下一位患者 面对铺天盖地的询问弹幕 陈宇选择不做任何回答 直接开启第三场连迈 随即 两名头发花白的男女 出现在屏幕 两人年纪大约有五十多岁 脸上既有兴奋 又带着解不开的忧愁 网名叫提供我儿走失线索 奖励一百万 连迈一开始 中年女人做了一个 众人想不到的举动 拉高身上的白T恤 上面印着一个 两三岁的男孩照片 照片两旁写着孩子的情况 以及数个电话号码 提供有用线索者 奖励一百万 协助夫妻二人找回孩子 奖励三百万 如果能把孩子给他们带回来 奖励五百万 中年女人展示孩子照片时 中年男人满脸凄苦地开口说道 陈医生 他们都说你是神人 求求你帮帮我们家吧 孩子的爷爷奶奶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 医生说 他们没两年可活 我爸我妈唯一的念想 就是最后看一眼 被人拐走的小孙子 求求你帮帮我们 不管要多少钱 我们都给 五百万不够 我们给你八百万 一千万也行 中年男人话音刚落 中年女人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他抽气道 求大家帮我们一块找找 我给你们跪下了 说完 中年女人做事就要下跪 这位患者 千万别这样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 你千万不要下跪 有话正常说就行 中年男人是女人的老公 听到陈宇这么说 急忙扶住老婆的肩膀 老婆 你坚强一点 咱们能和陈医生连迈 说明这是老天爷 给咱们的机会 你冷静冷静 别让陈医生为难 相比于老婆 中年男人理智不少 不停向陈宇道歉 他和老婆 为了找到丢失的儿子 这些年走遍了大江南北 花多少钱就不说了 每日每夜都在想着儿子 经常以泪洗面 看到陈宇就像是看到希望 因此才会做出失态举动 大叔大婶 你们千万别伤心 衣服上的照片 我已经用手机拍下了 一会就发到我的几个群里 发动朋友们 帮着你们一块找啊 你们的孩子是自己走失 还是被人贩子拐走的 他不见得时候几岁 上面有写 23年前走丢的 时间隔了这么久 恐怕很难找到了 大家别忘了 这里是哪里 直播间的主播又是谁 这条弹幕的出现 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刚刚 广大水友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为中年夫妇丢失孩子 感到同情 此刻 方才如梦方醒 与陈宇连上麦 还怕找不到孩子 别人找不到的人 陈宇分分钟就能找得到 说句难听点的话 即便孩子不在人世 陈宇也能帮中年夫妇找出凶手 中年夫妇 同样也是这个想法 为了找孩子 23年来 他们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 一旦收到线索 无论两地相隔多远 都会第一时间赶过去 就这几天前 大儿子给他们打去电话 说网上出了一个奇人 名叫陈宇 好像古时的诸葛亮一样 无疑不知 无疑不晓 一旦与他取得联系 很可能找到丢失的弟弟 看到直播间的水友们 将陈宇当作神明 中年男人找回儿子的信心更足了 安抚住老婆情绪 中年男人开始讲起当年的事情 23年前 男人夫妇 还有家里的几个亲戚 一块去外地做生意 由于老家没人照顾孩子 他就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 一天下午 店里生意特别的忙 夫妻二人忙于迎接客人 没有刻意关注 在门口独自玩耍的老二 客人走后 他们才发现 门口的老二不见了踪迹 夫妻二人和疯了似的 发动周围的邻居亲戚到处寻找 找了一天一夜 也没有找到儿子的踪迹 都怪我 都怪我 话说到这里 刚刚冷静下来的中年女人 抬手抽打自己耳光 如果我多留心一点 孩子也不会被人抱走 中年男人对于二儿子不见的时间日期 说得非常清晰 精准到他们 最后看到二儿子 大约几点钟 发现二儿子不见 又是几点 周围邻居都没有看到儿子 证明孩子不是自己走丢 而是被人贩子抢走 如果是自己走丢 附近那么多邻居 不可能一个都看不到 又特么是人贩子 这帮王八蛋 就应该下游过上刀山 什么时候才能判拐卖妇女儿童死刑 说个冷知识 每年大约有二十多万儿童走失 或是被拐卖 不是父母不爱你 是他们找不到你 哭成狗一条狗 愿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高高兴兴看陈医生整活 反倒把自己整得满脸泪水 一部分水友 已经为人父为人母 最看不得跟孩子有关的伤心是 直播间里 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快乐 弹幕充满了 对中年夫妇的同情 对人贩子的憎恨 以及对孩子无尽的惋惜 经常上网的朋友都知道 人贩子不仅会以高价卖掉孩子 还会想尽办法折磨孩子 只是为了让孩子老实听话 乖乖由他们摆弄 恰好在这时 中年男人看到一条 描述人贩子 如何折磨孩子的弹幕 顿时下的脸色苍白 陈医生 你先帮我算算 我孩子有没有受到折磨 活得开不开心 这位患者 我要给你阐明一点 我不是大师 不会所谓的算卦看命 我所说的话 是通过相关科学进行的诊断分析 接着 陈宇画风一转 看了看中年男人 又将视线放在中年女人身上 不算特别的开心 陈宇说道 我就知道他们都是畜生 中年男人破口大骂 不论是人贩子 还是买我孩子买家 都不会好好照顾我儿子 他现在的日子一定特别苦 搞不好还要给买家当牛做马 养活他们一家人 水友们纷纷发来赞同的弹幕 花钱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人家 又能是什么好人家 生活肯定是苦不堪言 你误会了 我说他不算特别开心 并不是指生活过的苦 说的是这脸 陈宇点了一下心口 他的心态略微有些问题 至于现在的生活水平 胜过你们家十倍 水友和中年夫妇听得目瞪口呆 走失孩子现在过的生活 比原生家庭富裕这么多 二十多年来 中年夫妇为了寻找到儿子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经历了一次次失望 也碰到了许多和他们一样 孩子被人拐走的可怜父母 经历的相同事情多了 夫妻两人长了不少见识 知道一旦孩子落到人贩子手里 相当于沦落到人间地狱 即便被人贩子卖给买家 买家也不会好好照顾买来的孩子 或是将他们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 或者当成家里的劳力 总之 孩子是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 可是眼下 陈宇讲的内容和两人的固有猜测 截然相反 陈医生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 不同于经常看陈宇直播的水友 中年夫妇对陈宇的了解 可谓少之又少 单纯从大儿子口中听到 有关陈宇的各种厉害事迹 料事如神 天下没有能难得到他的事情 至于本事到底有多大 夫妻二人心里根本没底 陈宇不但明确告诉他们 被人贩子拐走的小儿子 如今正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并且生活水平比原生家庭富裕十倍 陈宇正要回答 中年女人抢先说道 陈医生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的话 实在是 实在是你的话 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陈医生 你有所不知 其实我家有个几千万的家底 你说我儿子现在的生活水平 比我家富裕十倍 买我儿子的买家 起码也得有几个亿的身价 有这么多钱的富豪 怎么会干这种事 不可能 不可能 中年女人头摇的根拨浪鼓一样 难以置信之余 又感觉到了失望 话一出口 直播间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叔叔阿姨 别人是富豪 你们也是啊 怪不得说找到儿子 会给陈医生一千万 人家是真的有这么多钱 不是口骸 我感觉阿姨说的有道理 几个亿可就是土豪了 土豪还会买孩子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 但必须承认 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身价数议的富豪 从人贩手里买孩子 这要是实锤 绝对热搜第一名 但 将我家白藤小姐置于何处 今日的头三名热搜 估计全要出自陈医生直播间 水友们的关注度 彻底被后面的几句对话吸引 身价数议的土豪 从人贩的手里买孩子 孩子父母是千万富豪 能信 换成别人这么说 水友们就算不将他喷得退往 也一定会让这名主播 怀疑人生 知道胡说八道 是要付出代价 换成陈宇 百万谁有忠有质疑的 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陈宇的语气没有丝毫变化 慢条思理地说道 你刚才说对了 买你儿子的买家 的确有数亿身价 现在估计快要到十亿了 第二 有钱人只是一种称呼 不代表他是圣人 普通人会做的各种事情 有钱人同样会做 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道德区分 听完陈宇的回答 中年夫妇对视了一眼 仔细想想 的确是这么回事 他们只是没有见过 有钱人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 不代表这种事情不存在 中年男人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示意他先冷静冷静 接下来 由自己提问 陈医生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 对不起 刚才我们质疑了你 求你不计前嫌 能不能说一下 我孩子被拐走以后 都遭遇过什么 二十多年不见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着他 总会梦到他被人贩子伤害 或者被其他人欺负 常常睡到一半 含着眼泪从梦里醒来 中年男人真情流露 任谁都看得出 他说的句句是真 每个字都发自肺腑 好 陈宇点点头 那一天 任贩子用一块糖 将你们的孩子 骗到汽车边 迅速将他拉上面包车 扬长而去 由于孩子年纪太小 期间 哭闹得不算特别厉害 任贩子没有过分伤害他 大约三个月后 任贩子找到买家 将他卖给南方海滨城市的一位富豪 将你儿子买到家里 富豪对他还算不错 两个亲生女儿有的 你儿子也有 从小到大 无论吃得用的 从来没有普通货 都是最高档的东西 陈宇微眯双眼 放在电脑下面的几根手指 略微掐动了两下 此刻 你儿子带着一款水鬼表 开着一辆敞篷跑车 前往省城 听到这里 中年夫妇表情笑逐颜开 阿弥陀佛 儿子没受苦就好 老天爷保佑 让儿子遇到了这么善良的一家人 不但将他视如己出 更是给了儿子优越的生活 长达二十多年的担忧 痛苦和指责 这一刻仿佛卸下了不少 只等着找到儿子 准备一份大大的厚礼 好好感谢他的养父母 中年夫妇开心激动 直播间 谁有比他们更激动 这少爷是被人从罗马郊区 拐到罗马元老院了吧 天选父贵命 上辈子拯救过银河戏吧 不然亲生父母和养父养母 怎么都是富豪 酸得我后槽牙咬碎了 陈医生下次能不能别介绍这么详细 我有红眼病 带着水鬼手表 开车敞篷跑车 这也是我们这群牛马能听的东西 人生最痛苦的时候 或许就是被拐的几个月 抽光人生所有的SSR 让我们这群飞球无卡可抽适吧 直播间的风向为之一变 从最开始的担心 同情 对被人贩子的憎恶 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羡慕 整活 中年夫妇看得都有些羞愧了 万万没想到 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以后 生活竟然过得这么好 不但一点苦都没吃到 反而过上了人上人的日子 就在这时 陈宇冷布丁问道 两位 要知道你们儿子开车去省城干什么吗 要的要的 夫妻两个齐齐点头 二十多年没见儿子 如今希望就在眼前 有关儿子的点点滴滴 他们迫切想要知道 陈宇淡淡地说道 去省城的失踪儿童信息比对库 留下血样做信息比对 直播间里的快乐气氛 一下子戛然而止 水友们都接受过义务教育 不难读懂陈宇的话里的意思 这位少爷已经知道自己不是亲生 否则 怎么会去信息库 留下血样进行信息比对 分明是要寻找亲生父母 中年男人拍着大腿 满脸感激道 好人啊 我儿子遇到好人家了 肯定是养父母告诉他的真相 我儿子才会去信息库比对信息 寻找我们 文言 水友们也觉得 应该就是这样 如果养父母不说 孩子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世 一般言 但凡买孩子的人 都会对孩子的信息严防死守 唯恐孩子弃他们而去 以后不再照顾他们 又或者害怕花在孩子身上的钱打水漂 有些被拐儿童 终其一生 都不知自己另有亲生父母 陈宇轻轻摇了下头 说道 你说错了 养父母到现在都没有告诉他真相 并且为了不让你们找到 他们还用医学手段 将孩子嘴角的一颗质打掉 正商量着如何感激孩子养父母的中年夫妇 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 陈宇这番话仿佛一道惊雷在他们脑海中炸开 错了 全都错了 儿子知道自己的身世 根本不是养父母说的 并且 养父母还毁了孩子身上 唯一一处明显的寻找特征 两位 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你们很难接受 但这些都是我通过科学的诊疗方式 进行的合理推断 陈宇须须说道 正如我先前说的 有钱人只是一种称呼 不代表他们的道德品质 一定会高于一般人 孩子之所以知道自己的身世 是他自己判断出来的 不得不说 你们的儿子非常聪明 很小的时候 他就已经察觉出异常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发现的疑点越来越多 最终断定 极有可能不是轻生 陈宇的这些话 好似托马斯原地 全弦180度大飘移 差点闪了所有人的腰 中年女人语气急促地说道 他们是不是对我儿子做过什么 所以才让我儿子察觉 自己不是轻生的 陈医生你快讲 你快点说啊 白手起家的中年夫妇 能在二十多年间 挣下几千万的家财 逻辑分析以及判断能力 远远超过普通人 如果养父母真将他们的儿子 施作几初 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孩子是不可能察觉到异常的 这就要从孩子被拐三年后说起 头两年 养父母对你们的儿子 的确做到了视若几初 但是很快 养母被检查出怀孕 一年以后 生下了一个男孩 随即将你们的儿子 送到父母家抚养 这是你们儿子第一次 对自己的身世产生怀疑 哪怕当时他只有六岁 第二次产生怀疑 是他开始工作的时候 初一的时候 他又被接回了养父母家 养父母时不时会告诉他 读书没什么用 大学生 研究生 还不是照样给他们家打工 以他们的家产 哪怕不上学 也能一辈子富贵 就这样 你儿子学习一落千丈 对上学产生了各种抗拒 初中毕业就不想再念 之后进入养父母家的公司上班 那时候 你儿子已经十六七岁 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发觉养父母对他非常交惯 却对亲生女儿和儿子十分严苛 谁如果敢说不上学 会立即遭到养父母的严厉训斥 甚至有时还会动手 中年男人气愤道 他们 他们怎么能够这么做 这个年代初中毕业 相当于半文盲 我和我老婆这种小学毕业的人都知道的道理 他们家有那么多钱 怎么会不明白 老公 他们肯定是故意的 害怕咱们儿子 抢走他们的家产 中年女人表现得比丈夫更加气愤 虽然自家资产比不上对方 但对方那点想法 瞒不过同位生意人的他们 寻找儿子这些年 中年夫妇去过几次南方各大海滨城市 对于当地的民风民俗 多少有些了解 知道那边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 由儿子来继承家业的封建思想 以为生不活儿子 所以才找人贩子买儿子 继承香火 买到以后又生出了亲生儿子 对于养子 他们丢也不是 不扔也不是 只能是散养 尽可能将他排除在资产核心之外 看上去百依百顺 娇生惯养 其实是要把人养废 一个只有初中学历 过惯了奢华生活的顽固子弟 未来就算让他继承公司 公司那些人也不会负他 养父母的心未免也太狠了 根本是软刀子杀人 我听说南方海边那边 很多人迷信养儿子流彩 可怜少爷是个工具人 太特么魔幻了 不过现实不需要逻辑 虽然但是 买孩子是违法的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买孩子只是为了充喜 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陈渝与中年夫妇的对话 好似醍醐灌顶 谁有门抛开羡慕和玩梗心思 不由自主感觉背后发寒 听上去 孩子从千万富豪家 被拐到了亿万富豪家 妥妥的人生赢家 养父母对他百依百顺 要什么给什么 更是赢家中的赢家 随着陈渝说出后面的内容 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真要将孩子诗做几初 怎么会任由他初中辍学 当今这个年代 接受教育深入人心 哪怕来自穷乡僻壤的父母 也会砸锅卖铁 供孩子念书 孩子成绩再不好 也不可能让他过早流入社会 穷人都明白的道理 身价数议的有钱人 难道不明白 读书无用这句话 能从普通人嘴里说出来 绝不可能从这些人嘴里说出来 抹掉孩子身上的印记 不愿让亲生父母找到 足以说明 这对养父养母心机有多深 陈医生 请你马上告诉我 孩子现在在哪个省份哪个城市 我和孩子他妈 要立刻去见他 儿子这些年 虽然生活无忧 但却快要被养成废人 中年男人 恨不得插上翅膀 立刻飞到孩子身边 我一会就将他的联系方式 地址 以私信的方式告诉你们 在这之前 希望你们能够先冷静地 听我说两句 夫妻二人齐齐点头 等着陈宇的下文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 你们孩子的养父母 没有让他吃过一点苦 如果从心理角度来说 你们孩子从小到大 过得并不幸福 他属于非常敏感的性格 小小年纪已经察觉到问题 养父母对他 和对几个亲生孩子 有着明显的态度区别 随着年纪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细节告诉他 他不是这家亲生的孩子 这种情况导致他愈发的敏感阴忍 对于亲情 有着异于常人的向往 向往之余 又担心和亲人分开这么多年 即便相认 亲情也会变得淡薄 经历了许久的心理斗争 他最终决定 去省里的失踪儿童信息库 试图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找到孩子 固然是一件开心事 但也绝对不能忽略他的心理问题 陈宇的语气 开始变得严肃 他们孩子的性格太敏感了 千万不要强行要求 他做什么 和孩子见面后 中年夫妇 必须让孩子自己做选择 万万不能强硬地把他带走 毕竟 那家人养了他二十多年 在孩子心里 还是有一定感情的 谢谢陈医生跟我们说这些 我们和他见面以后 一定会小心注意他的情绪 绝不会强迫他做 不喜欢的事情 中年夫妇内心感慨万千 本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想法 来直播间向陈宇寻求帮助 陈宇不但帮他们找到儿子 同时还告诉他们 儿子存在的某些心理问题 以及缓解这样的问题 只要记住我说的这几点 你们一家人 不但很快就能团聚 并且 未来会过得无比幸福 说完 陈宇将孩子的地址 联系方式 现在的姓名 一股脑发给了中年夫妇 其实 即便中年夫妇不来找自己 一个月后 他们也能和儿子团聚 夫妻二人留下诊惊 欢天喜地地去找儿子 随着这场连迈结束 今天的三场诊疗 也同时宣告结束 陈宇并未像往常一样 急着下麦 主动和水友们 聊起来了刚才的事情 从大家发出的弹幕中 我知道 大家都十分憎恶人贩子 但同时 你们又忽略了一个问题 人贩子固然可恶 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买家 难道就是清白的吗 拐卖孩子是违法行径 买孩子 同样为法律所不容 大家不要只看到孩子这些年 过得一世无忧 就忽略了 他寄人篱下的事实 更不要觉得 买家将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 就能洗清身上的违法行为 这是陈宇第一次 苦口婆心 向水友们发出告诫 有些事情 错就是错 再怎么洗都洗不白 陈医生说的太对了 没有这些想买孩子的可恶养父母 岂会有人贩子存在的土壤 他们根本不是养父母 是人贩子的同伙 支持买卖同罪 少爷原本可以更幸福 拐卖来的孩子 何来的养父母之说 感谢科学家 没有他们研究发明的寻清数据库 还会有更多的孩子找不到家 陈宇告诫大家的这些话 得到了水友们的一致赞同 买家买下孩子 获得各种幸福 都是建立在一个个亲生父母的痛苦当中 真要是亲生父母 哪怕把孩子腿打断 也会抬着他去学校继续念书 除了一些穷乡僻壤 受教育不发展的地区 很少会出现 只让孩子读完初中 就由他流入社会的情况 更不会传输大量不正确的思想价值观 看来水友们已经从中有所收获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陈宇的行事作风 永远让水友摸不到头脑 说了没句话 突然选择下卖 不出水友们预料 连续三场连麦 场场都有大瓜爆出来 心形诈骗手法 险些让人自投罗网丢掉腰子 男友悲刺明星女友 手段恶劣 人品低下 十几岁涉堵 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第三场连麦同样震惊不断 陈宇下卖的同时 相关各类词条 已经开始逐渐霸占热搜榜头几名 对此 陈宇一无所知 之所以突然下卖 是因为算到了 有人在门外等着自己 自己做的毕竟是服务业 怎么能让客人久等 关上电脑 陈宇走过去 直接将门打开 门外街上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是老熟人李长俊 表情有点小优怨 另一个身材魁梧 面向富贵 穿着一身合体的西服 竟显成功人士风范 两位 久等了 陈宇淡笑道 你怎么 中年男人正要发问 又急忙将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想起了李长俊提醒自己的那些话 陈医生 方不方便单独聊两句 李长俊开口道 好 说完 陈宇转身走回办公桌 赵总 劳烦你先等几分钟 你儿子的事情 马上就能有眉目 留下这几句 李长俊快步进入店内 顺手关上了店门 陈医生 你是真怕我太清闲了 李长俊直接开始吐槽 身为重案队队长 又是特别任务组副组长 李长俊的时间 以后要论秒来算 陈宇可到好 真不怕累死他 三场直播连麦 陈宇随手丢了两个案子给自己 呵呵呵 陈宇淡淡一笑道 我把患者介绍给你 其实是在帮你 解决了这些案子 李队不但能够升职加薪 并且还能通过帮助他人 或许心灵上的愉悦 心情愉悦 自然万事不愁 并且你的好心情 还会影响到家人 能让你的孩子 渐渐康康成长 让你老婆事业顺利 李长俊听得一愣一愣 破案还有这么多好处 陈宇笑容不减地说道 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 那我以后就不给你介绍案子了 别别别 我能忙得过来 李长俊猛然间扶制心灵 陈宇哪里是在给自己介绍案子 是在给自己送福报 帮助这些人 不但自己会获得福报 福运还能避佑老婆孩子 简直爽歪歪 当警察最怕什么 还不是家人的安全 有了这些福报 李长俊再也不用 为家人的安全担忧 能将全部的精力 放在陈厄阳善上 李队 对 说正事吧 陈宇看了一眼门口方向 那个人是报案人吧 对对对 没错 李长俊忙不迭地点头 中年男人名叫赵乾坤 身份是航程一家 新能源汽车公司老总 再过不久 航程将要举办国际车展 这段时间 赵乾坤夫妇 一直忙着车展的事情 几乎是天天住在公司 昨天 赵乾坤接到家里保姆的电话 儿子不见了 并且收到了一份勒索信 赵总是咱们当地 汽车行业的领军人物 上级对他儿子的绑架案高度重视 几小时前 上级通知李长军 限期七天破案 李长军最凡这种限期破获的案子 警察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说七天找到人 一天都不差的 想到神仙 李长军立马联想到陈宇 陈宇如今是特殊任务组的顾问 也算是自己人 陈医生 你看 李长军压低声音告诉陈宇 自己略微向赵乾坤透露了一些 有关陈宇的本事内容 赵乾坤也是个聪明人 声称 只要陈宇帮他找到儿子 愿意支付一百万奖金 让他进来吧 上门即是课 陈宇可不会把生意往外推 片刻后 李长军将赵乾坤请了进来 陈医生 我先跟你说一下情况 你看怎么样 不用了 李队大概跟我讲了你家的情况 陈宇表情平和地说道 你儿子的失踪 和你的焦虑症有直接关系 啥 我有焦虑症 赵乾坤一脸猛逼地看向李长军 来之前 李长军说 陈宇是批心理医生外衣的悬门高人 赵乾坤经商多年 倒也是见过一些奇人异事 很容易接受了李长军的说辞 没想到 陈宇刚刚开口 就说自己有病 李长军插话道 陈医生 这里都是自己人 您直接说就行了 赵总绝对能够接受的 说吧 李长军不停地给赵乾坤使眼色 不管陈宇说什么 顺着他的话就是了 对了 先付钱 读懂了李长军的意思 赵乾坤沉默不语地掏出手机 支付了一万块诊疗费 既然陈医生说我有焦虑症 就算我有好了 不是算 而是你真的有焦虑症 陈宇慢条思理地说道 乾坤汽车集团 是你和你老婆 从一家小小的汽车销售店 扩大而成 发展至今 你是如履薄冰 一天轻松日子都没有过过 国外新能源汽车大行其道 你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紧张情绪也变得越发严重 又因为儿子学习每况日下 气得你常常夜不能眠 心理压力大 加上休息不好 你的焦虑症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赵乾坤先是脸上错愕 紧接着长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忧愁和烦恼 只有老婆最清楚 陈宇一下子说得明明白白 绝对是个高人 李长均细细咀嚼陈宇的话 脸上露出了恍然表情 陈医生 其实孩子根本没有被绑架 完全是自导自演吧 自导自演 赵乾坤恶然望着说话的李长均 赵总 像这样的案子 其实不算少见 李长均苦笑道 在我担任重案队队长的五年里 起码遇到过两次 自导自演的绑架案 一个是为了还赌债 装成被人绑架 骗家里人出钱 还有一个是和父母闹别念 想用这种办法吓唬家人 说白了 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和大人闹别扭 刚才听到陈宇说 赵乾坤儿子失踪 是因为赵乾坤的焦虑症导致 李长均便开始了深入研判 赵总平时在家 应该没少训斥孩子吧 赵乾坤点了下头 那就是了 李长均安慰道 上高中的孩子 正处于青春期 情绪不稳定 很容易干出荒唐事 绑匪只写了一份勒索信 之后没有任何的催促 可以断定 这是一期假的绑架案 是这样吗 赵乾坤难以置信地问道 李长均苦笑了几声 你儿子是未成年人 这么做即便被抓 也不用坐牢 不瞒赵总 接到你的报案以后 我仔细看了绑匪留下的勒索信 当时心里感觉有点奇怪 信上的字体 有点太娟秀了 李嘉诚拿出拍有勒索信的照片 上面内容不长 只有区区二十多个字 赵乾坤的儿子赵永强在他们手里 想儿子活命就准备二十万 不需打电话报警 你看 这些字写得非常秀气 很像是出自于女人之手 根据我多年的侦破经验 绑架团伙里 一般很少有女性成员 并且大部分从事绑架 抢劫等暴力犯罪的凶手 文化程度相对不高 很难写出一手好字 勒索信更加不会用手写 基本是打印 或者从报纸上 才剪下相应文字进行拼凑 李长军每分析一段 赵乾坤的脸色就阴沉一分 李队长你先别说了 我打个电话 赵乾坤掏出手机 立刻打给自己老婆 老婆 你马上给永强班主任打电话 让他找一些徐娜娜写过的字发给你 简单交代了几句 赵乾坤像是愤怒的公牛 不停喘着粗气 几分钟后 赵乾坤收到了多张照片 李队长 你看看 勒索信上的字体 和这些字是不是一个人写的 听到这话 李长军赶忙接过手机 是一个人写的 李长军沉声道 赵总 这个徐娜娜是谁 你怎么知道勒索信可能是他写的 小兔崽子 老子这次抓到你 一定打断你的腿 赵乾坤怒不可遏 徐娜娜是小兔崽子的女朋友 逆子联合外人吓唬我 老子这是做了什么孽 生了这么个混账 李长军判断绑架案 是赵永强自编自抖 勒索信是女人写的 并且字体还能漂亮 赵乾坤立刻想到 兔崽子的早恋女友徐娜娜 没想到还真让他猜对了 小兔崽子肯定跟徐娜娜在一起 我这就去找他们 赵乾坤转身不要走 等一下 陈宇说道 他们的确在一起 不过 你是找不到他们的 陈医生 你直接告诉我 这两个小混蛋躲在哪里 我保证不打断他们的腿 赵乾坤是真的火了 家里不愁吃不愁穿 只盼着儿子能有点出息 就算当不成学霸 起码也不能一直在班级倒数几名游荡吧 带着刻板偏见的想法 赵乾坤认为 儿子不成器 烂泥服不上墙是一方面 和女同学早恋 又是另一方面 天天把精力放在谈情说爱 看漫画 追偶像 能有出息 真是见了鬼 赵总 你先消消气 李长均将赵乾坤拉到一边 开始做起了思想工作 从职业角度来说 你儿子和他的女朋友 女同学 和某搞出这种事情 是严重违法行为 一定要狠狠地予以批评教育 但是话又有说回 他们毕竟还都是孩子 是未成年人 李长均苦口婆心地说道 我也是个父亲 非常理解你望子成龙的心情 但凡事都要张弛有度 你经常在家里训斥孩子 孩子听多了 肯定会有逆反心理 如果不加以疏导 你这次就算是把他抓回来 搞不好下次又会干出什么事情 这次找到孩子 你千万别动手 不然 李长均顿了顿 陈生道 不然 我可不会做事不理的 唉 赵乾坤坐到椅子上 表情苦涩的长须短叹 别人家的孩子 即便没有父母在身边 也能管好自己 小兔崽子 真是太不懂事了 如今 这点丑事全都曝光了 自己这张老脸 算是丢了得干干净净 李长均拍了拍 赵乾坤的肩膀 教育方式出了问题 也难怪孩子要干这种事情 陈医生 麻烦你将两个孩子的位置告诉我 我去把他们接回来 担心赵乾坤过去又打又骂 进而严重伤害徐娜娜 和赵永强的自尊心 李长均打算独自去把两个孩子带回来 先对两个孩子进行思想教育 再劝一劝赵乾坤 争取让这件事情完美解决 陈医淡淡地说道 你一个人去 会有生命危险 生命危险 李长均顿时瞪大眼睛 恶然道 难道两个孩子还会伤害我不成 他们不会 绑匪会 绑匪 不但李长均呆若目击 赵乾坤身子一抖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去 陈医生 你说的绑匪是什么意思 这场绑架案 不是我儿子和徐娜娜 自编自导出来的吗 赵乾坤整个人都是猛的 通过笔记分析 勒索信是徐娜娜写的 陈医说的也很清楚 儿子失踪 是因为被自己训斥的 生出逆反心理 最后陈医还告诉他们 徐娜娜和赵永强的确在一起 怎么中间会冒出绑匪呢 等一下 李长均打断赵乾坤的几连问 冲着陈医说道 陈医生 难道我之前的分析 都是错误的 两个孩子真的落到了绑匪手脸 陈医示意两人不要紧张 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李队 你前面的分析都没错 绑架案的确是赵总儿子 和他的女朋友 合伙搞出来吓唬人的闹剧 说到这里 陈医开始从头讲起 赵总的焦虑症非常严重 每次和儿子谈话 说不了几句 就会变得异常焦躁 常常用狠话 伤害儿子的自信心 自从发现儿子早恋 你在教训儿子的同时 又每每会带上去徐娜娜 就在前天 你儿子彻底爆发 怀疑自己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打电话给徐娜娜 两人经过商量 搞了这么一场戏 打算确定一下 自己是不是你的亲儿子 担心打电话会被你听出声音 写信会被你认出自己 就让徐娜娜 代替他写了一封勒索信 文言 李长均点了点头 青春期的孩子 喜欢胡思乱想 一旦决定做什么 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他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儿子了 赵乾坤连连叹气 自己这也是爱之恩 择之切 陈医生 你继续讲吧 自从绑匪两个字 从陈宇嘴里冒出来 李长均料定两个孩子 正处于危险当中 教育问题先抛在一旁 最关键的是 赶紧把孩子救回来 陈宇继续道 完成这一切以后 赵永强让徐娜娜继续上学 又用他的证件 去城乡集合部 租了一间民房躲起来 徐娜娜去城乡结合部 找赵永强吃饭 期间 徐娜娜越发感觉 事情做得不对 劝说赵永强别再赌气 回家跟赵总认错 不论徐娜娜怎么劝 赵文强死活不肯同意 并且越说声音越大 两个人的争吵 被旁边一桌客人听到 这伙人一共四个 为首的是个刀疤脸 陈宇看了一眼李长均 说道 李队应该认识这伙人 刀疤脸 刀疤墙 李长均脸色大变 赵永强和徐娜娜 运气真是太差了 竟然遇到了这伙人 刀疤墙 被重案队列为 十大通缉犯之一 杀人越货 绑架勒索无所不为 李长均抓了他多年 每一次都让这家伙侥幸逃脱 李队长 刀疤墙是谁啊 赵乾坤慌慌张张地忙问道 省内有名的汉匪 手段狠毒 无恶不作 李长均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不同于其他罪犯 刀疤墙绑架勒索 事后从来不留活口 入室抢劫碰到施主 同样会灭口 陈医生 快帮我想办法救出我儿子 一百万奖金 我双手奉上 赵乾坤此刻 已经快要六神无主了 双手颤抖着拿出手机 准备付款 李队 接下来就轮到你大显身手了 陈宇呵呵一笑 陈医生你就别逗我了 我倒是想大显身手 关键是不知道人在哪里啊 李长均比任何人 都想要抓到刀八强 但是这家伙太狡猾了 作案过程中 既不留活口 更不留痕迹 赵乾坤支付完一百万奖金 准备将手机收回去 陈宇忽然将他叫住 通过心理学中的 犯罪行为逻辑 我推测那个刀八连匪徒 会很快给你打电话 也许就在下一分钟 叮铃铃 屋里响起了一阵 突兀的手机铃声 赵乾坤惊得浑身一抖 要不要这么神 话刚说完 电话就来了 十有八九 是劫匪打来的勒索电话 反应过来的李长均面露喜色 陈宇不愧是陈宇 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赵总 马上接电话 别忘了按下免提 好 赵乾坤拍了两下脸 小心翼翼地按下免提键 下一秒话 同里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 是赵老板吗 是我 你是谁 赵乾坤问道 咱们没有见过 但我却听过你的大名 你赵老板是航程汽车领域的大人物 家里有的是钱 我们这些江湖中人 讨生活不易 想和赵老板借点活命前 片刻后 对方挂断电话 李长君气得咬牙切齿 通过声音判断 打来电话的正是刀疤强 这个汉匪还是那么的狠毒 张口跟赵乾坤索要一个亿的赎金 陈医生 绑匪的确是刀疤强 李长君急不可耐地询问陈宇 刀疤强这伙人将孩子藏在哪里 是不是还在成交结合部 陈宇摇摇头 说道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 绑匪抓到人质以后 会立刻转移位置 他们已经于一个小时前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位置 说着 陈宇掏出纸笔 写了一个地址交给李长君 难怪一直没有找到他们 这帮王八蛋 竟然能想到藏在这里 老年精神病养老院 赵乾坤凑过来看了一眼 不由地脱口而出 刀疤强团伙 常年在航城作案 罪行引起了极大的名分 为了将他们绳之以法 李长君组织了多次大规模抓捕行动 排查全市的出租屋 旅馆 酒店 酒吧 KTV等场所 却始终是一无所获 谁能想到 这群匪徒竟然藏在养老院 赵总 你先回家等消息 我这就组织人手 去养老院救人 李长君简单叮嘱两句 掏出手机 调拨人手 命令养老院附近警员 先一步将养老院包围 等到重案队过去 再实施抓住 慢着 陈宇打断李长君的话 这间养老院 应该是绑匪出钱修建的 一来 是给自己找一个藏身之所 二来 方便关押人质 我要是他们 肯定会在养老院四周 安装大量监控探头 防止有朝一日 这处最隐秘的藏身地 会被你们警方发现 死 李长君倒吸一口凉气 难怪能躲过自己 这么多次的抓捕 刀疤强真是像狐狸一样狡猾 陈医生 那我应该怎么解救人质了 李长君问道 陈宇淡淡一笑道 这你可问不到我 怎么解救人质 抓捕匪徒 是你们警方的事情 不过明天一早 刀疤强会带着大部分同伙 前往成交结合部 继续商议购买武器的事情 他们是要买这种武器 李长君眉头一紧 伸手笔划了一个疤的手势 陈宇点了点头 开口说道 航程银行 李长君脑袋嗡的一下 快要炸开了 刀疤强这群亡命徒 真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绑架勒索 杀人害命这些事 警方还没去找他们算账 他们竟然又打起了银行的主意 到了那个时候 养老院里只剩下两个同伙 陈宇但笑道 陈医生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刻 李长君已经完全领悟了陈宇的意思 直接强攻救人肯定是不行 且不说外边的监控摄像头 就说养老院里的那些老人 一旦发觉被警方包围 刀疤强一定会拿他们当人质 明天动手才是最好的机会 刀疤强带着大部分手下 剩余两个匪徒成不了什么气候 先把电断掉 之后派突击队进去 最后再派另外一伙人守株带兔 同一时间动手 将两伙人一网打尽 好说歹说 李长君总算把赵乾坤劝走了 自己准备离开时 李长君想一想 陈医生 我接下来安排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不会的 放心大胆去做 有了这句话 李长君的心总算安稳了 离开店里 李长君向上级领导通报 请求特警支援 不出意外 明天中午左右 能收获大量的功德气韵 陈宇心满意足的洗漱刷牙 回到床上准备休息 一起自编自导的绑架 引出了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团伙 将他们绳之以法 既能避免一系列的罪行 救了无辜者生命 又保护了大量的财产 气韵功德应该不小 至于这位赵总 陈宇嘴角露出一抹意味高深的笑容 还会再次见面的 下一次见面 或许又是一次机缘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 陈宇懒洋洋的躺在诊疗室玩着手机 屏幕上出现了来电通知 抓住了 全抓住了 一个都没有跑掉 包括刀疤墙在内 团伙一共七名犯罪人员 七人无一漏网 全部被警方抓获 如今 人正在被关在拘留所 过一会 李长军就将对他们进行审讯 徐娜娜和赵永强已经被成功解救 除了受到一些惊吓 并无其他问题 除此之外 李长军还有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陈宇 抓捕刀疤墙过程中 李长军楼草打兔子 将武器中间商也给抓了 顺藤摸瓜 很快将破获一个大型武器贩卖团伙 结束通话 陈宇慵懒地打着哈气 还有一句话 李长军想说 却没有说 跟着陈宇混 果然有福报 陈宇早已经知晓 警方成功 李长军打来电话前的一个多小时 大量功德气韵涌入陈宇身体 天道真是越来越偏爱我了 坐在家里不动 都有功德气运送上门 爽 心满意足的陈宇 伸了身懒腰 放下手机柔柔眼眶 今天心情不错 陪小可爱们耍一耍 说吧 陈宇打开电脑 刚进入直播软件 陈宇看到了个钞管发来的邮件 看完上面的内容 陈宇撇撇嘴 直接点击删除 另一边 虎于平台总裁办公室 总裁 我给陈宇发了三次消息 他没有回复任何信息 对面一名工作人员 语气复杂地向老板汇报情况 一名坐着轮椅 手臂打着石膏 头上缠着绷带的中年人 一脸大祸临头的模样 要不 我先把医护人员叫进来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问道 被工作人员称为老板的中年人 语气中带着解不开的忧愁 银总 我能不能多嘴问一句 您这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非要让陈宇来一趟总部了 一名带着眼镜的管理层 小心翼翼地问出心头的疑惑 今天一早 一直在医院养病的大老板银总 在几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乘坐轮椅来到总部 命令技术人员 不间断地给陈宇发私信 言辞诚恳地邀请 陈宇来一趟总部 银总叹了口气 面色无奈地摇摇头 这种事情怎么能说 要是说了 虎语股价绝对要崩 自己遇到的麻烦事 必须陈宇亲自解决 按照陈宇的直播风格 今天肯定又要进行三场连麦 时间方面 估计起码一个小时以上 你们都先出去吧 把秘书黄婷给我叫进来 文言 众人纷纷离开了办公室 不同于愁云惨淡的影总 陈宇直播间的气氛 要多快乐 有多快乐 原因在于 陈宇隔天开播了 不同于那些 有着稳定开播时间的签约主播 陈宇只是受邀来 虎语平台开设直播 并没有和平台签署任何的合同 换句话说 只要陈宇不直播 违反公序良俗 法律法规的内容 平台几乎管不到他 更无权要求他定时开播 陈宇本人更是个百烂高手 有时候 两三天开播一次 有时一个多星期才开播 等着吃瓜看大戏的水友望眼欲穿 老规矩 百元红包 三个名额 陈宇话不多说 轻车熟路的 敲击键盘 熟悉的风格 熟悉的味道 陈医生越来越放飞自我了 现在连互动环节都省了 陈医生是真不怕流失粉丝 平台运营都是干什么吃的 陈医生开播这么久 竟然没有和他签约 虎语平台养了这么一群虫制 吃早要完 水友们先是发出弹幕 调侃陈宇 直入主题的直白风格 接着 矛头统一的狂喷平台运营 暗中关注陈宇直播间的几个钞管 一个个跟吃了黄莲寺的 宝宝心里苦 不是他们不努力 陈医根本不搭理他们 发给陈医的签约私信 没有一百条 也有八十条 通通石沉大海 至于说 为什么不打电话联系陈医 两个字 不敢 万一那句话说不对 惹陈医不高兴 陈医随便点出点问题 能让这些超管吃不了兜着走 别的大主播上线 都会想尽办法的和粉丝互动 以各种方式 拉热直播间氛围 增加老粉的年度 吸引新的水友 关注直播间 到了陈医这 一切都不存在 上播下播 全凭心情 互动什么的 根本没有 说归说 闹归闹 直播间关注度不减反增 红包刚发出去 直播间观看人数 已经是直比百万 很快 三名姓月儿相继出现 有请第一名患者上麦 陈医这边话音刚落 屏幕里出现了一名小姐姐 小姐姐网名绝望少女 颜值偏上 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 刚和陈医连上麦 绝望少女 忽然嚎啕大哭 陈 陈医生 我的 我的未婚夫劈腿了 劈腿对象是我最好的闺蜜 我不要活了 此话一出 谁有我们一个个双眼放光 男友出轨闺蜜 接下来必然是一场狗血大戏 尼玛 想想就刺激 这位患者 请你先控制 一下自己的情绪 凡事都有解决的办法 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陈医淡淡地说道 我就是气不过 所以才哭的 绝望少女一边擦着眼泪 一边带着哭腔说道 那个渣男真是个瞎子 无论是长相 身材还是气质 我哪一点不如他 都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这两个混蛋 一个是我闺蜜 一个是我未婚夫 竟然背着我搞到一起 并且马上就要结婚 他们 他们连兔子都不如 绝望少女声泪俱下地 痛斥未婚夫和闺蜜人品败坏 又开始向水友们自报家仇 不久前 他收到闺蜜发来的多张照片 上面记录着着 闺蜜和他未婚夫 一块出去旅游的各种瞬间 最后一张拍摄于酒店房间 两人同住一张床 看到照片那一刻 绝望少女 感觉天都要他了 那个渣男长得又矮又丑 说起话又慢慢吞吞 根本不会讨女人欢心 就算是这样 我也没有嫌弃他 恋爱一年多以后 我选择与他订婚 订婚后 为了照顾那个渣男的饮食起居 我辞掉了事业岗位的工作 我那么的爱着他 他竟然无耻到 和我闺蜜搞到一起 还有我那个闺蜜 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 人前和我好的 像是一家人 人后就是个妖艳见货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毕业以后一直住在一起 这么多年下来 我竟然没看出来 他是个会勾引男人的狐狸镜 绝望少女红着眼眶 咬牙切齿道 大家给我评评理 他们两个是不是禽兽不如的混蛋 怕受渣男之苦 现在还是母胎 吉美们 我做得对吗 男人什么的 只会影响我们拔刀的速度